灵州死了 奋斗半生 他事业有成 家财万贯 是令人羡慕的钻石王老五 可死后才知道 孤单一生的他 连葬礼都没人办 多么可笑啊 后来 他看见一个女人 冲进了病房 看见他抱着他的遗体 哭得撕心裂肺 看见他亲手 给他整理了仪容 办了葬礼 又带着他 曾经无意间送他的礼物 跳了河 那一刻 灵州才知道 原来有人那么努力地深爱着他 重生一世 看着坐在自己身边 胆小又可爱的小同桌 灵州笑了 许念初 你好 我是灵州 你未来的 爱人 第一章 灵州 下辈子 你能多看我一眼吗 灵州死了 这是医生十分钟前下的结论 此时的他 正以游魂的姿态 漂浮病房里 看着自己的尸体 被盖上白布 听医生和警察对他的人生 做最后的总结 灵州 三十七岁 死于突发交通事故 造成的心脏骤停 他没有亲人 也联系不上朋友 资产已按照遗嘱 全部捐献公益机构 至于葬礼 也由公益机构 全权代劳吧 灵州看着这一切 心中无限悲凉 自从十八岁那年 被喜欢了六年的 云若曦拒绝 他再没谈过恋爱 后来 父亲也因为他离开人世 灵州就 再也没有亲人了 好不容易事业 有了大起色 成为了江城首屈一指的企业家 没想到 居然在一场醉酒后 死于车祸 如今 连一个能来帮他 办葬礼的人都没有 这凑蛋的人生啊 灵州 病房的门忽然被推开 灵州扭头 看见一个女人 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 女人很漂亮 许是因为太着急 她的发丝凌乱不堪 鞋子也跑掉了一只 脚底渗着血 可她却像感觉不到疼痛般 握紧了手 颤抖着身体 一步步地朝着灵州的尸体 挪了过去 灵州 又轻轻喊了一句 她的眼泪便顺着脸颊 无声地流了下来 女人死死地睁着眼 任凭眼泪流淌 视线也没离开病床分后 直到来到病床旁边 她颤抖着手 揭开白布 本就有些控制不住的身体 忽然像是失去了支撑般 跌落在地上 那一刻 灵州在她的身上 感受到了极致的悲伤 原来人在伤心的时候 是无声的 可 这个女人是谁 灵州不记得自己认识她 终于反应过来的警察 问出了她的疑问 你是 女人缓缓回过头来 擦了擦眼泪 强撑着站了起来 勉强地露出一丝微笑 我是她的 爱人 爱人 灵州再次挣住了 她一辈子不曾结婚 什么时候有爱人了 女人似乎不打算解释太多 她声音中带了祈求 我能帮她办葬礼吗 许事被她的真诚感动 警察思量再三 点头答应 可以 但是我们的人也要跟着 女人捂住唇 再次流了泪 漂浮在空中的灵州 满脸震惊 她居然要为她办葬礼 接下来的两天 灵州就跟在女人的身后 看着她在殡仪馆 亲手给她整理了仪容 给她换上帅气的兽衣 将她火化 看着她站在她的墓碑前 一整天不说一句话 看着她办完葬礼后的那天晚上 在无人的出租屋内 抱着自己瘦弱的身体 撕心裂肺地哭了一整夜 天亮后 又看着她拿着一个许愿瓶 平静地走出出租屋 然后来到了一个人烟稀少的河边 她打开了瓶子 灵州看见 瓶子内是大白兔奶糖糖纸 这些糖纸 怎么这么眼熟 女人听不见她的疑问 她示弱珍宝的摸了摸糖纸 似是下定了决心般 站起身来 然后举起手 任凭他们随风落入水中 她始终在笑 可笑得那样凄美 点起脚尖 她闭上了眼睛 灵州 你是不是已经不记得我了 我是许念初 灵州浑身一震 怎么是她 不是她不记得许念初 只是印象中的许念初 和现在虽然沧桑 但依旧掩饰不住美貌的女人 判若两人 高三那年 许念初转入江城义中 成了她的同桌 灵州印象中 许念初瘦弱得不像话 她总是戴着老旧的黑矿眼镜 留着厚厚的刘海 说话的时候唯唯诺诺 从不敢大声 是他们班男生公认的丑小鸭 和高高在上公主般的笑话云若曦 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那个时候的灵州 喜欢云若曦 知道云若曦喜欢吃这种奶糖 她每天都会准备 有一次 因为惹了云若曦生气 没收她的奶糖 她随手丢给了自己的同桌 那个她连看都不想看一眼的许念初 没想到 她居然留到了现在 她还说是她的爱人 她 喜欢她 这些糖 是你送我的 你知道吗 就是这些小小的糖 救过我的命 没有你 我早就死了 我一直在想 等我足够强大 等我能够追上你的脚步 我就跟你表白 和你在一起 可是 你怎么能死了呢 你怎么 连个机会都不给我 许念初声音中满是悲伤 说着说着 她笑了起来 不过没关系了 我要来陪你了 意识到她要做什么 灵州疯了 她歇斯底里地呐喊 不 不要 许念初 不要 女人根本听不到她的嘶吼 她缓缓地往前一步 眼角落下一滴泪 灵州 下辈子 你能多看我一眼吗 脑袋有些疼 刺目的光运 惹得她真不开眼 灵州揉了揉眼睛 听见了旁边嘈杂的呐喊声 灵州 你要干什么 快下来 生气仪式要开始了 一会儿张巴皮 非得过来扒了你的皮不可 云若曦 你倒是劝劝她 我 我怎么劝啊 她当当不是喊了你名字吗 她拿着玫瑰花 肯定是要跟你表白啊 她喜欢你 你不知道吗 你说句话 让她下来 我 你怎么知道 她是要跟我表白 万一她只是 中间夹杂着一声 洪亮的怒吼 灵州同学 你干什么 滚下来 这是张淑琪的声音 怎么换 这位在江城一中 被称为张巴皮的男人 是他们的教导主任 也是灵州高三时期的数学老师 可是高中毕业后 灵州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是做梦吗 灵州茫然地睁开眼 如目的是台阶之下 乌泱泱的学生 距离她最近的 是一张胖乎乎的脸 她高中的死党刘世明 灵州分明记得 她已经年近四十了 可现在的她 看起来十七八岁的年纪 满脸稚嫩 刘世明的旁边 站着一个熟悉的少女 少女披散着头发 穿着校服裙板 正抬头 看着她 云若曦 再往后 是张八皮挺着孕妇一样大的肚子 带着一众老师 着急地往这边跑的身影 灵州 你再不下来 我给你爸打电话了呀 灵州又低头看看自己 她正手吃一束鲜艳的玫瑰花 站在生气台上 这是 高三百日试试大会 她重生了 第二章 重生 百日试试大会表白 灵州下意识地往前一步 用力地拍打在刘世明的肩膀上 哎呀 灵州 你疯了 打我干啥 灵州看着她 声音平静 疼吗 屁话 要不老子 打你一拳试试 快下来 回头私下表白啊 马上高考了 多一试不如少一试 先混到高中毕业再说 她真的重生了 灵州差点仰天大笑 这一年 是零四年 灵州高三 前世就是百日试试大会 这天 她做足了准备 和云若曦表白 可是 她被当众拒绝了 也就在这一天 许念初转校到他们班 灵州和她成了同桌 但两天后 因为在学校学习很差 次次掉车尾 还经常带着同学 打架逃课上网 又闹出了那么大的表白乌龙 在这个是早恋如蛇蝎的年代 高三学生家长们 联名投诉她 说她的存在 影响了孩子们学习 逼着学校辞退了她 18岁的灵州 从此开始了混混的生活 但依旧对云若曦念念不忘 经常在学校门口 给她献殷勤 云若曦一边拖着她说 毕业就考虑考虑 一边一毕业 断了和她的联系 后来 灵州不服气 追到了她上大学的学校 看见她和一个富二代在一起 灵州丧气地回了家 更加社会气 直到父亲因为她离开了人世 灵州才幡然醒悟 想到这里 灵州默默地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 杀别 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 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害得自己家破人亡 还错过了一个那么爱自己的女人 真是有病 义中是江城重点中学 哪怕是吊车尾 她原本也能混个大砖上上 04年的大砖 也算是不错的学历 前世踩过的坑 这一次绝对不能再踩了 但现在的状况 很明显已经到了很棘手的阶段 若真如刘世民刚刚所说 她已经喊了云若曦的名字 想必不用她喊 大家也都能猜到 接下来必然是那句震耳欲聋的 我喜欢你 正如此时 一群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更不关心她死活的学生们 正在起哄 表白啊 快表白啊 不要管张八皮 我们帮你挡住她 可 灵州知道 她绝不能喊出这句 毁掉她一切的话 被挡着的张八皮气急败还 灵州 你怎么还不下来 你们都给我让开 反了不成 灵州环顾了下四周 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她拿起不知道从哪儿抢来 一直握着的话筒 放在唇边倾咳了两声 大家安静 叽叽喳喳的同学们 立刻安静下来 谁也不想错过 这精彩的一幕 云若曦紧张地摆弄着手指 不敢去看灵州 她今天 真的要跟自己表白吗 虽然前几天 她无意跟她说 羡慕校园爱情剧中 当众表白的浪漫 但没想到 灵州真的敢这么做 这可怎么办 她 她还不想结束单身生活 虽然灵州确实不错 可万一以后 遇到更好的怎么办 云若曦同学 灵州的声音通过话筒 再次传进了同学们的耳中 云若曦紧张地抬起头来 此刻 她说不上来 自己是什么心情 期待又紧张 期待这样的浪漫 紧张不知该如何 在大庭广众之下 拒绝灵州 站在人群之外的张淑琪 已经疯了 灵州你 她拿出手机 直接拨通了灵州爸爸 林长征的电话 喂 你赶紧来学校看看灵州 对对对 灵州要造反 我已经控制不住她了 刚一说完 她就听见 主席台上的灵州说 你携带开了 张淑琪瞬间瞪大了眼睛 嗯 还没想好 怎么拒绝的云若曦忽 忽然一震 识 什么 全场的同学们 也都哗然了 啥玩意儿 谁携带开了 灵州无视了他们的反应 看向云若曦 我说 云若曦同学你携带开了 今天人多 大家又太激动 小心一会儿散会了 被绊倒 说完后 她又毫无留恋地转头 看向了台下上千名同学 大家一定好奇 我抱着一束花干什么 抱歉 让大家失望了 我不是要表白 我们这个年纪 应该好好学习才对 今天 是我们高三的百日试试大会 再有一百天 我们就要披甲上阵 参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环 高考 这件事 对努力了很多年的我们来说十分重要 但 我们的人生 除了我们自己之外 还有人也在默默无闻地参与 那就是含辛茹苦 默默教导我们的老师 张老师 您说是吧 拿着小灵通的张书奇 感觉自己好像幻听了 电话里 林长征焦急地喊 张老师 到底怎么回事 喂 张老师 您不说话 我就直接过去了呀 不用来了 张书奇挂断电话 还没反应过来 意识到同学们的目光 都落在了她的身上 她只能被迫茫然地点头 是 是 林州笑了 所以 我这束花是送给各位老师的 感谢你们这些年对我们的付出 全场再次哗然 什么 宋老师 虽然感觉没什么毛病 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这是这小子的初衷 我怎么不信 张书奇身后的老师们 面面相去 林州剑唬住了他们 便将花往前一推 换上大大的笑脸 张老师 麻烦您来带各位老师领一下吧 不明所以的同学们 自动让开了路 穿着西装裤的张书奇 瞬间成为了焦点 她忽然有些尴尬 平日里管理学校纪律 张书奇知道自己是全校学生们最讨厌的老师 没有之一 但只要他们学习能搞上去 自己被万人骂那又怎么样呢 她不在乎 张书奇怎么也没想到有朝一日 居然能从一个和自己斗智斗勇了近三年的问题学生手中接过花 还是玫瑰花 这场景 怎么想怎么别扭 她纠结地看向林州 思考着怎么拒绝 林州同学 你的好意 我们心领了 这花 张老师 您不会嫌弃我这花吧 林州打断了她的花 不用想也知道 平日里不苟言笑的张书奇 此刻肯定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但 上辈子因为太皮 被她整了三年 如今终于找到了报酬的机会 林州怎么肯放过 我本来准备买康乃馨的 可我去的花店只有玫瑰了 您说了 今天一定不能迟到 我也没什么钱 只够买一束 一听这话 张书奇哪儿还敢继续推辞 她赶紧上前接了花 一脸的慌张 林州同学 你说什么呢 老师怎么会嫌弃 你的礼物 老师只是觉得 学生应该把精力和财力都放在学习上 你可以用买花的钱 多买一些学习资料 好好学习 明白吗 终于把这烫手山芋送了出去 林州点了点头 诚恳地说 明白了张老师 我会的 那就行 赶紧下去吧 世事大会必须得开始了 好 林州转身收敛了笑意 对着张书奇 深深地鞠了一躬 经过一世的蹉跎 这一躬林州鞠的真心实意 虽然经常被他骂 但张书奇是一个很不错的老师 不等张书奇反应过来 他快速转身下了主席台 走回自己的班级列队里 张书奇尴尬地拿着玫瑰花 开始告诫 大家不要向林州学习 但也没有一句责怪林州的话 唠叨了一大堆之后 世事大会正式开始 学生们在张书奇的带领下 气势恢弘地宣示 站在林州后面的刘世明 好奇地拍了拍林州的肩膀 周哥 那玫瑰花 真的是送给张书奇的 他一直以为是送给云若曦的 还因此 为林州捏了一把汗 难道自己猜错了 学生们的队伍是穿插着站的 一个班两队男生 两队女生 林州和刘世明在二班 他们旁边 刚好是三班女生的位置 而云若曦就站在那里 听见这话 他停止念试词 侧过耳朵 想听林州的回答 这不是林州第一次跟他表白 却是最奇怪的一次 明明是送给自己的花 怎么会变成张八皮的 林州这是权一之计吧 他一定是害怕被老师责备 才会临时编的理由 第三章 许念初 当然是真的 我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撒谎吗 林州一句话 将云若曦的西迹粉碎 他不敢置信地侧过头 看向林州 林州什么意思 他这花真的不是给他的 他今天也没打算跟他表白 怎么可能 从上高中开始 林州几乎一月一表白 到了高三 更是一周一次 上次表白是上上周 这都隔了两周了 他还以为他 专程为了这次世事大会的表白做准备 他怎么突然不表白了 刘世明也是一脸猛逼 他忍不住 上前用宣誓的手 摸了摸林州的额头 没发烧啊 快滚 想挨骂 别带上我 林州嬉笑着骂了一声 张八皮的声音随之而来 喂 二班的 好好宣誓 在交头接耳扣你们班级荣誉分 刘世明赶紧站回原位 跟着念诗词 百日世事大会 在一千名学生激情澎湃的 加油加油加油中结束 接下来 是十分钟的自由活动时间 十分钟后 就该上课了 林州记得 许念初就是这节课 被带到了教室 坐在了他身边 他转身就往教室走去 一个喜欢了他很多很多年 愿意为他殉情的女孩 他不想再错过了 喂 林州 等等我 刘世明快速上前 搂住了他的脖子 压低声音 云若曦就在身后 走慢点 走慢点做什么 刘世明不敢置信地 看着林州 你不是吧兄弟 不等他吗 这样就可以和他一起走啊 这是之前的林州 经常做的事 每次只要一看见 云若曦在附近 总要想尽办法 来个偶遇 就算不在附近 也会努力在附近 作为林州最好的朋友 刘世明经常给林州打掩护 林州摇了摇头 不了 可是你之前 那是之前 刘胖子 我们该回去学习了 啊 你 你和云若曦 林州一巴掌 打在他的后脑勺上 快走 林州不知道的是 他走后 云若曦看着他的背影 咬住了下唇 若曦 怎么了 咦 那不是林州吗 他怎么不等你了 闺蜜李小婉一脸疑惑 要知道 以前的林州为了偶遇云若曦 制造了很多笑话 那拙劣的演技 看得人脚趾扣地 也让他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笑谈 整个高三 谁不知道林州喜欢云若曦 没 没什么 我们也赶紧回教室上课吧 云若曦干笑了下 挽住了李小婉的胳膊 回教室的途中 他有意无意地看向林州的方向 他始终没回头看自己一眼 今天的林州似乎有些不一样了 林州 到底怎么回事 云若曦人你生气了 刘世明一到教室 就粘在了林州旁边的座位上 林州推了推他 别坐 起来 这可是留给许念初的座位 万一一会儿 他看见有人坐在这里 不愿意坐了怎么办 毕竟他重生这件事都成了真 林州害怕有什么变故 刘世明根本不听他的 一屁股坐了上去 你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需要我帮你给云若曦道歉吗 林州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刘世明 你觉不觉得我天天追着云若曦的样子 特别像一个动物 啊 什么动物 林州做事吐了吐舌头 这个年代 还没有舔狗这个词 狗 刘世明挠了挠头 想起林州每天献殷勤的样子 好像确实很像啊 嗯 所以我不打算追云若曦了 啊 我不想做舔狗 这一世的林州 只想堂堂正正地做个人 想有一段真挚的感情 和一段幸福美满的家庭 这是林州的愿望 舔狗这个词号啊 周哥 很适合你 刘世明竖起了大拇指 看见林州投来要杀了他的目光后 他赶紧黑黑一笑 不过周哥 虽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但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兄弟我支持你 谢了 不过兄弟 林州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我觉得你需要减个肥 18岁的刘世明 1米73的身高 已经160斤了 是个实打实的胖子 刘世明当下吓了一跳 说什么呢 这也太难了吧 你怎么突然跟我老妈一样 我可舍不得可乐薯片冰淇淋 有劲 他一溜烟跑回了自己座位 好像生怕林州珍 拿着他减肥一样 林州 叮铃铃 上课林想林州快速地坐直了身子 想了想又觉得不妥 快速从隔着一条走廊的刘世明的桌上 抢过来一卷纸 认真擦了擦旁边的桌子和椅子 因为上课总是不认真听讲 爱捣乱爱说话 老师让林州一个人一张桌子 坐在最后一排 他没有同桌 也正因为此 许念初才被安排到他的旁边 林州你疯了 刘世明对林州的行为很不解 今天的林州不止疯了一次了 安静 班主任柳青岩短款羽绒服搭配半身长裙 脚踩高跟短靴进了教室 同学们一阵不可思议的唏嘘声 林州也跟着抬起头来 看见柳青岩的样子 他也愣了下 印象中的柳青岩总是朴素的上衣 加上牛仔裤小白鞋 从不化妆 今天 他居然还涂了口红 前世林州似乎是虚声最大的那个 但今天 他很快就看向了柳青岩的身后 那里 站着一个将自己存在感降到最低 瘦得仿佛纸片人一样的小姑娘 和前世初见识一样 他背着一个缝了补丁的灰粉色书包 穿着比自己身形大了一个号的校服 双手紧张地握在一起 低着头 小心翼翼地走着 他的皮肤很白 但因为太瘦 看起来有些病态 脸上戴着大大的黑矿眼镜 再加上那厚重的刘海 让人几乎看不清容貌 许念初 林州心里咯噔一下 想起了前世 他为自己办完了葬礼后 缩在角落里痛哭的小小身影 那一刻 他多么想将她抱入怀中 可是 那个时候的林州 只是一缕游魂 他什么都做不了 还有最后的最后 他毫无留恋地 跳入了那湍流的河水 任凭他怎么喊都阻止不了 林州只觉得心口生生地疼 太久太久 没有被人这么在意过了 林州甚至忘了 原来这个世界上 还有如此浓烈又真挚的感情 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么喜欢自己 但 如今他才17岁半 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了解 今天 我们搬来了一位转校生 就是我身边这位 叫许念初 大家鼓掌欢迎 柳青岩轻壳了一声 拉回了林州的视线 来 许念初同学 做个自我介绍吧 前世 许念初的自我介绍 林州根本没听 他一直沉浸在柳青岩的改变中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这位和张淑琪 并称一中双煞 且最有可能接管张淑琪教导主任 职位的女老师突然开始打扮了 挺令人不可思议的 后来听柳青岩说 让许念初坐林州旁边 他还厌弃地吹了声口哨 惹来柳青岩一顿骂 现在 他想好好听听 我 许念初惊慌地站着 只说了一个字 便深深地低下了头 林州看见 他那原本紧握的手 不停地调换着大拇指的位置 这是 在害怕 想想也是 虽然前世只坐了两天的同桌 但林州几乎没听许念初说过几句话 他十分胆小 旁边的同学们开始窃窃私语 怎么回事 怎么不说话 柳青岩也感觉到了不对劲 许念初同学 怎么了 林州看见 许念初小小的身体 明显地一抖 他再也坐不住 直接站了起来 柳老师 第四章 你好 我是林州 你的心同桌 柳青岩猝了眉头看向林州 林州 又怎么了 早上的百日逝世大会 他因为有事没来参加 一来就听同事们 说起了林州的大乌龙事件 虽然张书奇说了 不责备他 可这会儿 柳青岩已经接到了 好几个家长的电话了 全都是投诉他扰乱纪律 早恋打扰了学生们上进的决心 柳青岩已经不知道怎么应付了 只觉得一阵头痛 这次来的新生 可是一个宝藏学生 万万不能被林州欺负了去 柳青岩微微侧过身 做出一副护着许念初的样子 小姑娘往后退了一步 头埋得更低了 林州笑了下 看向柳青岩吊儿郎当的开口 刘老师 您今天真漂亮 同学们顿时一愣 紧接着再次爆发出一阵唏嘘声 林州这是在干什么 调戏女魔头 她怎么敢啊 大家幸灾乐祸的 等待着林州被赶出教室罚站 是 是吗 柳青岩翘脸一红 她赶紧扶了扶眼镜 低了头 众人 什么鬼 女魔头怎么回事 就算不罚站 也应该骂骂林州啊 许师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有些不对 柳青岩赶紧收敛了笑容 冷了脸 你这臭笑子 你瞎说什么呢 语气明显温柔了许多 林州见目的达到 又到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柳老师 您就应该每天都打扮打扮 这样 您肯定能嫁出去 柳青岩三十岁了 还没结婚 也没男朋友 据说他爸妈催他催的 都快断绝关系了 柳青岩翘脸一红 听见后半句 又黑了黑 行了行了 林州 别平嘴了 我听说 你今天给各位老师送花了 这件事做得不错 不过以后不能瞎闹了 很多家长投诉你 我和张老师帮你解释了 但你也要记住 要好好学习 不然 我们跟那些家长们 也没法交代 那是当然 我一定好好学 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老师 虽然您今天真的很漂亮 但这都上课五分钟了 要不我们开始讲题吧 被夸得有些乱了分寸的柳青岩 点了点头 行 讲题 大家把卷子拿出来 唉 对 许念初同学 你先坐林州同学 旁边那个空位 等班会时间再看看 给你换个位置 哦 好好 被无视了好一会儿的 许念初总算是逃过一劫 他赶紧下了讲台 朝着林州的方向走去 全班只有一个空位 老师说的 应该是那里吧 他的新童桌 叫林州 坐在座位上的林州 看着他的身影 不自觉的唇角上扬 十八岁的许念初 居然如此设恐 还怪可爱的 他看见 他走到他的旁边 小心翼翼地伸出脚试探了下 又重新缩了回去 对 对不起同学 请问 就是这里 这是你以后的座位 你好同学 我是你的新童桌 林州 林州忍住了将他抱入怀中的冲动 尽量笑得和善 谢 谢谢 许念初小心翼翼地道了谢 坐了下来 他打开破旧的书包 从里面拿出一叠书 又小心翼翼地摆好 然后拿出练习本 沉默了下来 好了 大家拿出昨天的试卷 柳青年的声音响起 林州从课桌里扒拉了一会儿 才拿出了自己那全是红叉的试卷 顿时有些感慨 自己这成绩 真不是一般的差 还有一百天 也不知道能不能提高 更不知道许念初什么水平 大学能不能跟他考一个学校 如果不能的话 要怎么才能继续和他保持联系呢 林州想着想着 忽然感觉一道弱弱的目光 有意无意地往这边看 他扭过头 就看见许念初慌张地收回了目光 低下头 在眼草纸上写写画画 这丫头 没有昨天的试卷 也对 他们高三每周都会有一至二次考试 今天评奖的试卷 是昨天考的 他今天才转来 没试卷也正常 但看他的样子 似乎想借看他的 但又不好意思说 这姑娘是真社恐啊 林州在心里感慨了一番 然后又看了看自己的试卷 此时此刻 他无比后悔 自己没能好好考试 听说第一印象十分重要 万一这姑娘 后面不喜欢自己了怎么办 真踏马仇人 可再仇人 林州也见不得姑娘 那小心翼翼 偷瞄又不敢的样子 他本来想直接喊他一起看的 但第一次见面 他又这么胆小 也不知道会不会被吓到 林州想了想 刻意将试卷 往两人中间的位置放了放 许念初像是发现了新大陆般 高兴地笑了下 很快又收敛起来 小心翼翼地往林州这边偷看了过来 林州对这个情况十分满意 不过片刻后 他就发现 小同桌皱了皱眉 似乎很不理解 这上面的红叉是怎么回事 林州只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必须得想想办法 搞一下学习了 不然 回头找柳青年说说 让他和张八皮动员老师们 给他补补课 林州一边思考这件事的可行性 一边思考 为什么人家穿越都有金手指 就他没有 如果此时来了什么过目不忘的话 自己那就完全不用愁了呀 林州越想越气 算了 还是认真听课吧 能学一点是一点 总不能下次考试 考个大灵蛋 这么想着 林州也看向了试卷 这一看不打紧 他发现 试卷上柳青年讲过的那些知识点 都清晰地传入了他的耳中 并且 完全被记住了 林州第一次感觉自己的脑子如此清明 这 该不会是重生福利吧 林州赶紧顺着试卷往下看 发现全是错误答案之后 他干脆翻出了语文课本 许念初见此 小眉头皱了下 心童说这是 在找什么呢 怎么将书翻得乱七八糟的 那个 你 我看看这道题的原文 许念初看了一眼他指的那道题 又看了看被他翻得乱七八糟的课本 有些于心不忍 这首词 是高二下策地一百零三页 林州赶紧将高一下策语文课本 扔进了课桌 拿出高二课本 翻到一百零三页 他果然看见了那首词 林州震惊地看了一眼许念初 这小同桌 不简单啊 许念初被看得赶紧低了头 不敢再说话 林州也没在意 他开始看课本上的原文 看了一遍之后 他发现自己果然已经记住了大部分内容 林州赶紧趁热打铁 又看了第二遍 这下子 整首课文全部都在脑海中了 林州当场震惊 这可真是重生的巨大福利啊 真是太好了 简直就是学习的神器啊 第五章 不会吧周哥 你喜欢许同学 刘世明觉得林州有些不对劲 不仅仅是因为早上的升旗仪式 他莫名其妙给老师们送了花 还因为这节课 他不但众目睽睽之下 夸了柳青年 还一句话也没跟他说 不是在翻书 就是在看课本 和平时的林州判若两人 要知道 以前每节课林州一半时间 都在隔着走廊跟他聊天 不能聊天的时候就在传纸条 虽然传着传着 两人经常因为谁是爸爸 谁更傻逼而互骂起来 但那样才是正常的林州 而且 他居然还跟新来的小同桌说悄悄话 说就算了 看起来居然还很开心 那个同桌穿得那么土 长得那么瘦 跟个豆芽菜似的 据刘世明对林州的了解 他应该喜欢那种 胸大腰细屁股翘的类型才对 比如云若曦 毕竟曾经林州亲口对着学校里 几个骨瘦如柴的妹子 吹了声口哨后 对刘世明说 这种豆芽菜 谁会喜欢啊 刘世明很想说他喜欢 因为害怕挨打 最后还是应和了林州的话 但现在 林州在干什么 改了口味 突然对豆芽菜上了心 这可了不得呀 到底怎么一回事 刘世明的脑海里 有着大大的疑问 这个疑问 一直持续到了下课 他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原因是 刚一下课 林州的小同桌就出去了 刘世明原本打算喊林州去厕所 结果发现 林州根本没打算理他 也跟着豆芽菜小同桌站了起来 然后往外走去 作为林州最好的兄弟 课间上厕所这种人生大事 怎么能没有他的陪同 林州 刘世明快步跟上 上前搂住了他的肩膀 林州脚步未停 怎么了 刘世明顺着林州的目光看过去 发现他的视线的直视范围内 果然是他新来的小同桌 刘世明越发奇怪了 他也看向了那位头都不敢抬 一个人小心翼翼走向女侧的林州小同桌 周哥 你疫情别练了 毕竟从初一开始 林州就曾扬言非云若西不去 此时 他的目光显然已经不在云若西身上了 不然下课时间就算不去厕所 也应该去三班门口 等着偶遇云若西 而不是来跟踪小同桌 林州白了刘世明一眼 好好说话 什么叫疫情别练 我这叫迷途知返 及时止损 刘世明惊了 他用见了鬼一样的神情 看向林州 我去 你该不会真的喜欢许同学吧 林州没有急着回答 见许念初的身影越来越远 林州陷入了沉思 他发现 这次重生有一个很大的弊端 那就是 对许念初 除了知道他很喜欢自己之外 其他的一无所知 前世也就跟许念初 做了两天的同桌 后来死后 以灵魂的姿态 看着他为自己做的一切 甚至殉情 他的确没有机会去了解 林州有些后悔 当时就应该托梦问问别的同学 许念初是什么样的 现在好了 两眼一抹黑 于是 他根本没听刘世民的话 就机械地点了点头 是啊 刘世民感觉自己真的见了鬼 可是 你今天不是第一次见他吗 怎么就喜欢上了呀 林州终于反应过来 看白痴一样 看着刘世民 怎么 不能喜欢吗 能 但是 云 云若曦呢 刘胖子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我早上不是说了 我不想再做田狗了吗 你认真的 之前林州说的时候 刘世民一直以为 林州是开玩笑的 毕竟 曾经的林州为了云若曦 逃课打架 什么都做得出来 昨天晚上他还在念叨 要给云若曦一个巨大惊喜 保证他再也离不开他 只是刘世民没想到 隔了一天一夜 加上一个百日逝世大会 这誓言立刻变成了一堆废话 这就是传说中的渣男吗 境界真高啊 当然是认真的 说话的功夫 林州又朝着人群中看了看 发现许面出的身影 已经看不见了 他叹了口气 哎 都怪你 小同桌跟丢了 刘世民再次震惊地看着林州 他后退了一步 不敢置信地嘟囊 你 你别吓我 该不会被鬼魂附体了吧 你 你还是我周哥吗 就算是一见钟情 这也太夸张了吧 怎么跟个变态似的 林州没好气地举起手 一巴掌打在刘世民的肩膀上 开始用力 说什么呢 刘世民被打得哀嚎了一声 惊觉自己再不改口 胳膊就要断了 我说这周末 网巴包叶不周哥 疼 疼 林州松开刘世民的肩膀 不包叶 啊 可是你上周说 带我打游戏 戒了 那你 你干啥呀 周哥 没有你我赢不了啊 当然是和小童桌 一起好好学习啊 刘世民比一地看了林州一眼 周哥 我怎么觉得 学习这两个字 从你口中说出来 那么虚呢 和你的身体一样虚 林州忍住一脚 将刘世民踢飞的冲动 提了踢裤子 比比 哎呀算了算了 周哥 你真学习啊 这么恶俗的比赛 谁要去啊 才不是因为他根本比不过 嗯 那 那我干啥呀 林州再次搂住了刘世民的肩膀 我听说你在二中 也有几个兄弟 是啊 哥们儿在哪儿没几个兄弟啊 道上都称我一声大哥呢 得了 那你去帮你大哥 我办件事 啥事 帮我查一下许念初 许念初 就是从二中转来的 可马上就要高考了 他怎么会转来一中 林州觉得 自己很有必要了解一下 刘世民再次震惊了 我虽然和他们熟 但是去调查一个女生 是不是显得我太猥琐 一张点卡 林州开出了条件 刘世民眼睛都亮了 他思考了片刻 举起两根手指 两张 哦 那我找别人 哎 别别别 我去我去 就一张 说话算数 成交 若曦 你在这干什么 林小婉走出教室的时候 看见了站在三班后门 靠近二班前门位置的云若曦 他皱了一下眉头 脑海中一个想法闪过 你该不会再等林州吧 这个位置 以前有一个常客 林州 课间的十分钟 他只要没去厕所 也没其他事 就会站在这里 故意和其他同学打闹 实际上 只要云若曦一出来 找借口 他就会凑过来 和云若曦说话 但这会儿 云若曦怎么站在这里 他以前 可最讨厌从后门经过 总说那些男生的眼睛 都快粘在他身上了 他不喜欢 第六章 从今天开始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我 我怎么会等林州 他只是好奇 林州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 把原本要送给他的玫瑰花 送给了老师 还在主席台上说那些话 他的鞋带 根本就没有开 更好奇 世事大会后 林州为什么装作没看见 他直接走了 也不给他解释 对 他就是想要一个解释罢了 已经一节课过去了 林州应该要给自己一个解释的 他站在这里 只是更方便他来解释 并没有等他 见李小婉明显不幸 云若曦神色有些慌乱 我只是太热了 站在这里吹吹风 吹风 李小婉看了看外面的天气 高三下学期刚刚开始 如今才二月 温度偶尔还在零下 冷得不像话 天气预报还说 这几天有雪 这个时候吹风 是啊 班里太闷了 你不觉得吗 一个班七八十号人 确实有些闷 但也不至于到出来吹风的地步吧 李小婉发现 云若曦的耳朵都冻红了 若曦 你 算了 我去个洗手间吧 云若曦打断了李小婉的话 快速地离开 再待下去 她也不知道 自己会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话了 李小婉一脸莫名 若曦这是怎么了 云若曦低着头 机械地朝着卫生间的方向走去 一路上仿佛失了魂 灵州到底在干什么 为什么还不出现 正想着 她忽然听见了刘世明的声音 唉 周哥 云若曦 跟丢了小桶桌后 两人就一起上了个厕所 因为刘世明恰好在灵州的隔壁 她被迫和灵州比了大小 然后一边骂娘 一边快速提上裤子 出了门 往教室走去 没想到 路上遇见了云若曦 云若曦抬起头来 看见刘世明正和灵州站在一起 她直接无视了刘世明 高兴地喊 灵州收敛了笑容 你们聊 我先回教室了 重生一事 她真的不想再和云若曦有任何纠缠 云若曦正在了原地 她满眼不敢置信地看着她 灵州 你怎么了 我好好的呀 可是 可是 云若曦显得有些着急 想说些什么 可刘世明还在这里 她不知道怎么开口 刘世明见此 很识时误地开口 周哥 要不我先走 灵州拉住了她 不用 又对云若曦说 有什么话你就说 刘世明不是外人 刘世明对后半剧十分感动 但现在显然不是感动的时候 她举起手 就捂住了耳朵 我耳朵瞎了 什么都听不到 你们说你们说 见云若曦还在纠结 灵州又道 不说我们就走了 云若曦赶紧拦住了她 声音有些激动 灵州你不打算给我一个解释吗 你早上的玫瑰花 明明是送给我的 为什么要送给张淑琪 灵州诧异地看着她 现在的美女 都这么自恋吗 不过这话 从云若曦的口中说出来 倒也不奇怪 她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前世也是一直这么对自己的 难为自己前世眼瞎 这点伎俩都看不出来 这位傲娇又自以为是的笑话 并不是喜欢自己 只是喜欢被自己喜欢的感觉罢了 谁说我是送给你的 那就是送给各位老师的 云若曦显然不信 不可能 你 你不是要跟我表白吗 你怎么知道 我要跟你表白我 提前跟你说了吗 我 你之前每周都会跟我表白 这次已经两周了 所以呢 所以这次 这次你是要跟我表白的 对吧 听听 这是什么神奇的脑回路 虽然上一世 她的确是要表白 但今时不同往日 云若曦同学 我觉得人还是不要过度脑补的好 你也知道我之前每周都跟你表白 你同意过吗 是 那时候我是喜欢你 但现在我不喜欢了 不想表白了 以后都不会再表白了 你明白了吗 从今天开始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拜拜 说完后 灵州拉着呆来的刘世明 就往教室走去 云若曦 她整个人愣在原地 满眼的不敢置信 灵州说什么 不喜欢了 怎么就不喜欢了 她可是喜欢了她近六年啊 马上就要毕业了 她凭什么突然不喜欢了 不 这不是真的 灵州一定是在报复她 因为她之前一直不接受她的表白 既然如此 就让她几天好了 看看谁先忍不住 回教室的路上 刘世明默默地竖起了大拇指 周哥 牛屁啊 在江城一中 还没见谁这么说过云若曦 看把人家姑娘气得 脸都变红了 灵州果然不一样 少废话 下次见到云若曦别乱喊 尽给她找麻烦 行 不过周哥 你刚刚说的那句话 是真的吗 哪句话 就是那句 那句 刘世明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眼见灵州已经不想听了 她低头喊了出来 就是那句刘世明不是外人啊 灵州鄙夷地看了她一眼 没想到 这小子惦记上了这句话 当然是真的 毕竟前世 她被退学后 只有刘世明对她好 父亲去世后 也是这小子陪着自己度过了最难的日子 只可惜后来 这小子出了事 不然他也不至于死了 都没人收尸 在灵州的眼中 刘世明是最好的兄弟 但这矫情的话 可不能让他听见了 灵州故意卖了个关子 这个呀 看你表现 说完后 他快速地冲进了教室 唉 周哥你 发现自己被耍了 刘世明也不生气 行 我一定好好表现 他一路哼着歌 往教室走去 既然周哥把他当兄弟 那兄弟的事 就是自己的事 刘世明下定了决心 只要是灵州的事情 他必然鞠躬尽瘁 于是 刚一坐下 刘世明就从裤裆里 掏出了藏了很久的小灵通 决定和二中的同学们 联络联络感情 灵州进了教室的时候 发现小同桌已经坐下了 他也快速地来到座位上 这节课是化学 许念初茫然地 看着同学们拿出试卷 有点不知所措 看见灵州 他下意识地往后一缩 身体朝旁边侧了侧脑海里 全是刚刚在厕所隔间 无意听见的话 老师今天怎么让那个转校生 和灵州坐了同桌啊 是啊 他看起来很可怜的样子 但是那个灵州 可是个笑霸 他好几个同桌 都被欺负走了 对啊对啊 我还听说 他之前往女生的脖子里 丢过虫子呢 这也太恶劣了 就是 我们要不要提醒一下 那个许念初啊 许念初的脑子有些乱 新童桌这么坏的吗 可是 上节课 他才偷偷看了他的试卷 还给他指了指试卷上课本的内容 跟一个笑霸说学习内容 许念初感觉一阵恶寒 怪不得同桌一下课 就和隔着走廊的灵桌 跟在自己后面 他该不会是 要捉弄自己吧 在二中的时候 那些同学 也是这么捉弄自己的 正想着 许念初看见已经坐下的童桌 从课桌中 扒出了化学试卷 看向了他 一起看 许念初微微一愣 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 不 不用 灵桌 小童桌怎么了 下个课的功夫 怎么更胆小了 你有试卷吗 没 没有 那为什么不看 老师马上要讲题了 许念初沉默了 课肯定不能不听 现在的情况 除了看灵桌的试卷 似乎没其他的办法 许念初一时间 不知道怎么办了 最后 好好学习的决心 还是战胜了害怕 他小心翼翼地 往灵桌旁边凑了凑 谢 谢谢 可是 他一个字还没看到 就见灵桌 又快速地抽回了 自己的试卷 嗯 看可以 但我有个条件 许念初呆了一下 刚刚 不是他说要一起看的吗 新铜桌 果然开始戏弄他了吗 怎么办 第七章 这个许念初啊 可惨了 许念初的脑海中 迅速闪过 无数个被欺负的镜头 他紧张地闭上了眼睛 我 我不看了 扑 灵桌扑笑了声 将手里 抓着的大白兔奶糖 递给了他 帮我把这些糖扔了 垃圾桶在你那边 啊 许念初惊呼一声 有点不敢置信 扔 扔了 就这样 是啊 我今天带多了 吃不完 许念初诧异地看了灵桌一眼 发现 他好像确实没别的意思 又低头看了看糖 还是没忍住提醒 可 可这些糖都好好的 好浪费 灵桌等的 就是这句话 前一世 他就是今天将这些奶糖 给了许念初 那个时候 世事大会上表白悲剧 云若曦一整个上午没理他 他口袋里的糖自然没人要 当时的灵州心烦意乱 只要一摸到糖 就想起云若曦拒绝自己的样子 他干脆一把将奶糖拿了出来 准备丢掉 就在灵州走到垃圾桶的时候 他听见了自认识以来 许念初说的第一句话 同学 不 不能浪费 被阻止的灵州更心烦了 直接将糖丢给了他 那你就帮我处理了吧 然后就带着刘世明 逃课出去上网了 所以 他并不知道 这些奶糖 为何救下了许念初的命 但既然是救命 那对小同桌来说 肯定无比重要 这一事 他没有表白 没有悲剧 也不想发脾气 反而心情极好 只能找个理由 将糖给他 哦 那你就把他们吃了 啊 吃 吃了 嗯 是啊 我不想吃了 你又不让扔 你不知谁吃 这理由找得真不错 灵州自己 都想夸奖自己了 可以明天再吃 灵州快速将试卷 放到了两人在中间 然后叹了口气 哎 明天还有 我老爸让我每天都带点 说是预防滴血糖 可是我根本不爱吃大白兔奶糖 我这么强壮 怎么会滴血糖啊 但我也不好服了他的意 你不吃的话 还是帮我扔了吧 许念初这才小心翼翼地 将糖放进了课桌 谢谢 不客气 就知道 他舍不得浪费 灵州的目的达到 便没再打扰他 老师已经开始讲课了 灵州聚精会神 认真地听了一节课 发现和语文一样 只要看过一遍的东西 就都能记住 灵州不由地笑了起来 这重生的福利果然好啊 那这一事 无论许念初考什么学校 他应该都可以考进去 倒是许念初有些呆 星铜桌不仅让他看卷子 还给了他糖吃 怎 怎么会这样 一上午的时间很快过去 放学铃声还没想 刘世明就朝着灵州 小声地吹了声口哨 示意他赶紧拿起饭盒 做好百米冲刺的准备 要开饭了 灵州苗董 在老师说下课的那个瞬间 就站了起来 只不过刚走两步 他就发现 许念初没有动 他甚至没有拿饭盒的意思 正低头摆弄着课本 灵州愣了下 小童桌 你不去吃饭 许念初惊吓地抬起头 啊 我 我等一下再去 好吧 那我先走了 灵州没怎么在意 小童桌毕竟设恐 说个话都那么胆小 或许他不喜欢人多的时候去抢饭 更喜欢独来独往 等以后熟悉了 再带他一起去好了 灵州在刘世明催促声中 出了教室 直奔食堂 二班门口 云若曦和李小婉出来的时候 就看见了灵州和刘世明 云若曦完全忘记了 刚刚发过誓 不再理会灵州 他下意识地喊了声 灵州 能不能帮我也打一份 可是 面前的少年 似乎没听见一样 速度更快了 云若曦举着饭盒的手 将在原地 以前 不用他喊 灵州就会在门口等着他 给他带饭惊天 居然连他喊他都没听见 云若曦心口堵着一口气 眼泪都快出来了 李小婉有些担心 若曦 你和灵州闹别扭了 云若曦没有回答 身后传来一个男生的声音 若曦 要不我帮你打吧 是灵州的同班同学 范云哲 他学习很好 一直暗恋云若曦 只不过从来不敢明说 高中不能谈恋爱 会被记过 再加上云若曦身边的灵州 太高调了 他只能默默地忍着 今天 见灵州不理会云若曦 他终于找到了机会 云若曦脸色一冷 拉着李小婉 就往外走去 我自己会买 范云哲脸色顿时一阵难堪 食堂里 因为灵州和刘世明速度足够快 他们很快就打到了饭 吃饭的功夫 灵州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 看了起来 刘世明疑惑地凑了过去 发现是某张试卷后 整个人都呆了 灵州 这是啥 嗯 数学试卷 我知道是数学试卷 我的意思是 为啥是数学试卷 好好学习啊 我不是说了 刘世明顿时像看怪物一样 看着灵州 已经吸进嘴里的面条 生生掉了出来 到底是不是被什么东西附体了 要不我周末 让我妈去庙里上个香 帮你求一下 灵州白了刘世明一眼 行了别平了 你再不学小心 连大学都考不上 考不上就考不上呗 大学到底有什么好啊 灵州想了一下 前世在大学城看到的 各种小蛮腰大长腿 以及嫩磨脸 认真地点了点头 大学的妹子相当好 刘世明一脸比一 你又没上过你怎么知道 灵州 刘世明 你是不是喜欢男的 狗屁 老子比直比直的 那就好 周哥你问这个做什么 不是在说大学女生的事吗 灵州松了口气 转移了话题 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说起这个 刘世明来了兴趣 唉 不瞒你说周哥 我还真有消息了 你猜怎么着 刘世明扎蛇摇了摇头 快说 不说点卡没了 行行 我说我说 这个许念初啊 可惨了 我听那边一个同学说 许念初是他们学校的学霸 学习特别好 但是他们家家庭条件十分艰苦 艰苦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学费都交不起 有时候饭都吃不上 然后二中那边老师也很好 直接给他减免了学费 但是这姑娘性格有些胆小 你也知道 学校里你这种恶霸不少 啊不是 是那些恶霸也不少 就会有一些校园霸凌事件发生 许念初经常被欺负 后来 他实在受不了退学了 老师拿那些欺负他的同学也没办法 又不能无时无刻跟着许同学 虽然很想让他回去继续读书 但害怕许同学在学校待下去 再出什么问题 就故意将他退学这个消息 透露给了一中的老师 也就是张八皮 张八皮这人稀才 见不得学习这么好的人辍学 就带着女魔头柳青年一起 去他们家游说 然后把他带来一中 安排在我们班了 灵州听得紧紧错了眉头 贫困声 受欺负 第八章 他原来也曾成为别人生命里的光 是啊 他家住在大山窝窝里 就是县城北边的许家寨 你知道吧 那大盘山路 我去过一次都害怕 而且据说他父母都不在了 爷爷和奶奶养活他们姐弟两个 弟弟也在上学 前不久 爷爷去山上才要卖钱 结果摔了下来 断了腿 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断了 他以此为借口退了学 糟了 灵州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往外走去 刘世明吓了一跳 周哥 你干啥去 你先在这里等我 我马上回来 慢点吃 行 行吧 灵州出了食堂后 一路前往教室 正是吃饭时间 教室里除了几个吃泡面的 就没什么人了 灵州走到后门处 悄悄往里面看去 一眼就看见了 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许念初 他依旧保持放学时候的姿势 像是从未离开过 他的手认真地摆弄着什么 灵州仔细看去 发现那是几颗大白兔奶糖 是上午的时候 灵州给他的 他 该不会就拿这个当午饭吧 正想着 灵州看见许念初站了起来 试图往外走去 可刚走两步 他的双腿一软 差点跌坐在地上 幸好 旁边是桌子 小童桌就这么扶着桌子 坐在了灵州的位子上 他用手轻轻地拍打了一下脑袋 许是想缓解眩晕 想冲进去的灵州 用力地握紧了拳头 此刻 他终于明白 许念初说 这些糖救过他命的意思 他现在的样子 明显是因为长时间不吃饭 营养不良引起的低血糖 而他之所以这么瘦 也一定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些糖 是缓解低血糖最有用的良药 许念初前世 一定是因为没钱吃饭 又因为被欺负久了 不愿意说话社交 更不愿意求助别人 靠着这几颗糖 过了几天 一想到这里 灵州就觉得胸口生疼 他想冲进去 告诉他 不要这样对自己 但灵州知道 他不能 许念初性子很倔 从他已经这么苦了 也不愿意接受灵州的糖 可以看得出来 是灵州说要扔了 他才勉强收下 如果直接冲进去 肯定会击碎他 谨慎的自尊心 这对他来说 无异于一场重大打击 说不定还会因此 离他越来越远 但绝不能看他这么饿着 必须得想个办法 灵州再次握了握手 转身朝着食堂走去 刘世明已经吃完饭了 此时正翘着二郎腿踢牙 看见灵州回来 他赶紧站了起来 周哥 快点吃 我都吃完了 灵州没有说话 他脸色很沉 坐下后 脑子也变得乱糟糟的 灵州不明白 命运到底是多神奇的东西 为什么要让一个小姑娘 去承受这些 他根本无法想象 前世的许念初 是如何走过这段路 或许 从那几颗救命的糖开始 他心里就有了它 可没想到 他死了 心里的信念倒塌 他才义无反顾地跳了河 他原来 也曾成为别人生命里的光 那么 这一世 就让这些光亮一些吧 灵州低头 用力地扒拉了几口饭 开始思考 接下来要怎么办 在提高成绩 好好考个大学的同时 还必须不动声色地 带着小同桌赚点钱 这样 才能让他 走出这段灰暗的人生 刘世明感觉到 灵州有些不对劲 他担忧地问 周哥 出什么事吗 灵州抬起头来 就看见刘世明餐盘里 剩下了半份米饭和剩菜 他脸色更沉了 没事 不过 不能浪费粮食 啊 刘世明一脸莫名 显然没明白 灵州的话什么意思 周哥 你说什么呢 我说 把你自己饭盒里的饭吃完 不吃完不许走 呃 刘世明打了个宝格 看着剩下的饭 陷入了纠结 周哥 我吃饱了呀 吃饱了也得吃 不然你打那么多做什么 可是周哥 你今天还让我减肥 吃完再减 见灵州不像是开玩笑 而且随时有爆发的危险 刘世明只好坐了下来 硬着头皮 将饭菜全部扒进了肚子里 并发誓 以后一定少打点饭 这不是折磨人吗 吃完后 刘世明感觉肚皮都要炸了 看见灵州的盘子无比干净 刘世明有点猛逼 周哥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灵州没理他 站起身来 走向了卖饭窗口 刘世明眼睁睁看着他 买了一个鸡腿 一个面包 又买了一盒牛奶 当场震惊了 周哥 你还没吃饱啊 灵州回头 看了他一眼 胖子 帮我个忙 啊 许念初已经坐了好一会儿了 同学们陆陆续续回来了 他才觉得头晕正好了一些 今天 是他第一天来一中上学 虽然老师承诺了 帮他减免学费 并申请助学金 可申请下来 还要几天 他身上只有临走时 奶奶给的十块钱了 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所以 许念初给自己定了目标 在助学金下来之前 一天只吃一顿饭 中午感觉还能忍受 他就没去吃 可没想到 滴血糖又犯了 幸好 有同桌给的奶糖 同桌说 这些糖可以缓解滴血糖 他没忍住吃了一颗 果然好了许多 这个同桌虽然有点喜欢浪费 但好像没那么缓 许念初如是想着 其实刚来到教室的时候 许念初就看见了 坐在最后一排的灵州 他个子很高 长得很好看 发型也十分个性 是那种放在人群中 一眼就能看见的存在 只不过 根据自己的经验 这样张扬的学生都不喜欢他 叫他丑小鸭 还爱跟他开玩笑 能不招惹就不招惹 所以 他并不打算和同桌有交集 但一上课 他就发现了难题 他没有试卷 于是 他只能小心翼翼地 偷看同桌的试卷 看见同桌不停地翻书 看题做笔记 许念初还以为 灵州只是打扮的非主流 其实人还很热爱学习的 直到在厕所 听见了那些话 许念初顿时害怕起来 他的直觉没错 新同桌果然是个坏学生 可坏学生 居然主动邀请他看试卷 还给他糖吃 许念初捏了捏手边的糖纸 糖甜甜的 很好吃 糖纸也很好看 上学到现在 还没有人给他分享过零食 这零食 还可以缓解滴血糖 他经常会滴血糖 但没有人知道 这些糖 刚刚救了他的命啊 许念初想 这个同桌 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为什么和别人说的 一点都不相符 和自己之前认识的那些人 也完全不一样呢 正想着 许念初听见了门口 灵州的声音 刘胖子 我都说吃不完了 你非要买那么多 你看看 现在怎么办 第九章 其实手感 还不错 唉 我这不是怕不够吃吗 可是你刷得我的饭卡 周哥 我错了 下次还给你 既然没人吃 要不扔了吧 两人说着说着 到了许念初的跟前 许念初看见 灵州的手中 拿着一个鸡腿 一个面包 和一盒牛奶 他错了醋眉 肚子开始咕噜噜叫了 许念初赶紧用力地捂住了肚子 生怕被人听到 他想 再忍忍 到了晚上 就能去食堂吃点东西了 面前忽然出现了一个放大的鸡腿 许念初微微一愣 抬头 看见同桌正将手里的吃的 扔在他的桌子上 漫不经心地说 喂 这些也帮我扔了吧 啊 又 又要扔吗 是啊 反正我也吃不了 许念初迟疑了 他很想劝他 留着下次再吃 可这些生活条件好的孩子 又怎么会吃剩饭 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他又听见同桌说 你要觉得浪费 就再替我吃了吧 我实在吃不下了 他打了的大大的宝格 还揉了揉肚子 许念初惊讶地抬起头 不 不行 有什么不行的 你就当再帮我个忙 一旦被我爸知道 我老扔东西 我会被打的 可是 许念初还没可试完 就见灵州快速地撕开了面包的包装纸 一把塞进了他的嘴里 别可试了 赶紧吃 许念初顿时瞪大了眼睛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灵州 谢了呀 小同桌 灵州顺势捏了下他的脸 好笑地收回了手 一股清香传来 许念初慌张地将面包从口中拿了出来 知道已经还不回去了 脸上冰凉的触感掠过 脸颊开始发烫 许念初赶紧低了头 不让别人看见他的脸 鹰 应该我谢谢你才是 他给了他吃的 他还说谢谢 这样的人能坏到哪去呢 一定是那些人误会了吧 轻轻地咬了一口面包 香味充斥着味蕾 许念初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 想起刚刚灵州喊了自己小同桌 许念初认真地说 我 我叫许念初 小同桌这个称呼实在是太请你了点 他不太习惯 知道了 小同桌 许念初身形一颤 这人真是 算了 就让他喊吧 自己慢慢习惯就是了 灵州看着他认真吃饭的样子 不由地笑了起来 这样才对吗 见他吃得认真 灵州拿出了中午看的试卷 很快投入了学习 距离高考只剩下一百天了 没有时间浪费 他必须得争分夺秒 旁边 刘世民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整个人都震惊了 刚刚在食堂 灵州让他帮忙的时候 他还在好奇 什么事 值得他说得这么认真 没想到 饰演一场戏 更没想到 这场戏是演给新来的小同桌看的 刘世民心想 灵州完了 这次真的沦陷了 不过刘世民还是决定 无条件支持他 毕竟那个云若曦 的确配不上他家周哥 周哥可是他亦父亦母的亲兄弟啊 灵州看完了一整夜 扭头 看见许念初正小心翼翼地 将鸡腿和牛奶收起来 似乎不打算吃 灵州一愣 这丫头 不会是要留着晚上吃吧 那怎么行 他特地买了有营养的 就想给他补补 灵州忍不住喊了他 小同桌 正在放鸡腿的许念初吓了一跳 啊 鸡腿不好吃吗 啊 不是 好吃 好吃 那你怎么还不吃 见许念初迟疑 灵州又说 快吃啊 许念初只好又拿出鸡腿 小口小口地吃了起来 灵州顺势将许念初身边的牛奶也打开了 诺 喝一点 小心噎着 哦对了 这牛奶拆了就不能放 容易坏 许念初赶紧接过牛奶 放在唇边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 这么好的东西 可不能坏 那多浪费 看着他鼓着腮帮子的可爱模样 灵州满意地笑了 不得不说 这么看过去 小同桌很耐看 只可惜太瘦了 脸上缺少这个年纪该有的胶原蛋白 等养胖点 绝对是比云若曦还惊人地存在四季次 他举起了刚刚捏了小同桌的手 认真端向起来 其实手感也还不错 嗯 以后多痒痒 回味了一会儿不一样的触感 灵州再次投入了学习中 他现在遇到了困境 试卷最后这道大题 他有些看不懂 数学不同于语文 只要背就可以了 这个还需要理解 他的基础太差了 就在灵州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他听见旁边的小同桌小声说 这道题应该这么简 他拿出笔 又拿出一张纸 认认真真的写起了答案 没喝完的牛奶也被放在了一边 灵州没有急于催促 饿了太久 一次性吃太极也不好 需要慢慢来 他看着小同桌的侧脸 忍不住笑了起来 没有人知道 这厚厚的刘海下面 是怎样惊世的容颜 灵 灵州 意识到灵州在看自己 许念初的脸 饥不可闻的红了红 你在看我写题吗 啊 对对对 再看 你继续写 我发现你写的我都能看懂 灵州眼神未动 一直盯着许念初脸的方向 哦 许念初的心绪 稍稍平复了一些 他继续认认真真地写着 小同桌的字体非常清秀 手指也十分纤细 一道大体写下来 也不过用了五分钟 意犹未尽的灵州不得不感慨 学霸就是厉害 写完后 许念初将那张纸递给灵州 小声地说 看 看不懂的话再问我 既然吃了灵州的东西 总要做点什么 灵州点了点头 伸手接过 好 你继续吃 指尖向初的那一刻 微凉划过心头 许念初慌张地收回了手 低下头 不敢再去看灵州 心砰砰砰地直跳 许念初感觉自己要疯了 怎么回事 今天同桌不但捏了他的脸 还碰了他的手 虽然他都不是故意的 但 他还 还没被别人碰过呢 许念初脸红地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灵州看得只想笑 许念初同学 教室的后门忽然被打开 柳青年的声音 打破了这场尴尬 灵州好奇地扭过头 看见他提着饭盒 气虚喘喘地站在那里 这是 给小同桌送吃的 也对 柳青岩既然知道 许念初的情况 不可能不管他 灵州也就没理会 继续看题了 柳青岩看见 许念初正在喝牛奶 整个人都愣住了 许念初也愣住了 他赶紧将牛奶放下 局促地站了起来 刘老师 你 你出来下 许念初小心翼翼地 跟着柳青岩出了门 站在柳青岩的面前 低下了头 柳青岩看得心疼 实在不好意思 我本来要给你送吃的 可是一直在开会 开到了现在 老师 我吃过了 许念初投低的更厉害了 嗯嗯 我看见了 吃过了就好 许念初同学 就应该这样 别饿着自己 没钱了 记得跟老师说 老师帮你 许念初受宠落金 谢 谢谢老师 嗯 不客气 还有今天你那个同桌 他要是欺负你 你别搭理他 过来告诉我 帮你收拾他 一会儿我想想给你 调到哪合适 想好了 下午就过来给你换个座位 班里只有那一个空位了 灵州和谁坐都不行 不是大声喧哗 就是上课打架 下了第一节课 就去开会的柳青年 还没想好让谁去 和他做才最合适 刚刚许念初的情绪 有些不对 想来是灵州欺负他了 柳青年有点担心 许念初慌张地抬起头 不 不用了刘老师 啊 不换吗 嗯 不用换了 灵州同学也没有欺负我 他挺好的 我刚刚那些吃的 就是他给我的 上午的时候 他还给了我一些奶糖 虽然别人说的恶劣 但许念初觉得 灵州还是挺好的 他相信自己的判断 如果换了 他还得去接触新的同桌 实在是太难了 柳青年震惊地看着许念初 你说的是灵州 怎么可能 灵州不捣乱就不错了 什么时候这么好了 他是不是威胁你了 这是柳青年的第一个想法 他还是第一次听见 有同学夸灵州 没 没 没威胁我 柳青年更疑惑了 他真的给了你吃的 什么都不用你做 嗯嗯 许念初点了点头 他上午还认真听讲了 下课的时候 还在看书学习备课本 老 老师 您是不是对他有什么误解 许念初决定替灵州说说好话 他们说的是一个灵州 第十章 和你做同桌 挺好的 柳青年看许念初的样子 不像是在说谎 他更纠结了 毕竟 这也是他第一次听见 许念初说这么多话 他总是乖乖的 说什么都不反驳 柳青年和张书奇 都害怕这小姑娘学习学呆了 还讨论过 是不是得给这小丫头 找一个心地善良 且乐于助人的话牢做同桌 让他感受一下 真正的同学友谊 这人也实在是不好找 柳青年暂时让他坐在 班级唯一的空位上 没想到 居然歪打正着了 这两个人坐在一起 难道还会有什么奇特的 化学反应吗 还是说 灵州真的赚了心 想起今天早上灵州的样子 柳青年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 你确定不用换位 嗯 许念初又点了点头 那好吧 如果以后他欺负你了 你跟我说 我再给你换 好 谢谢老师 嗯 回去吧 老师再见 直到许念初进了教室 柳青年还没反应过来 不过小姑娘都这么要求了 柳青年决定 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许念初走进教室 看见灵州正在看他 不得不说 灵州的样子 的确很好看 除了 那头炸毛 许念初的眼神 一落在他的头发上 就赶紧低了头 灵州看见他的动作 摸了摸自己 乱糟糟的头发 顿时有些无语 他都差点忘了 现在开始流行杀马特了 而前世的灵州 是走在时尚前沿第一人 所以这爆炸头 虽然被老师说了很多次 但他一直都没去见 怪不得今天感觉 小童桌每次看到自己 都一开目光呢 想必是被这样的人 欺负怕了 年少轻狂的少年们 总是嚣张乖利 以特立独行为骄傲 当然 欺负那些老实巴交的 好学生也算 但现在还没放学 他也不能去理发 灵州只能将头发 往下压了压 见小童桌坐了下来 他才问出了 担心好一会儿的问题 小童桌 女魔头说 要给你调座位了吗 这是柳青岩早上 将小童桌 安排在他旁边后说的话 虽然前世 他被退学时 许念初依旧坐在这里 但保不准这一世 有什么变化 灵州有些担忧 如果真的掉了的话 他得去找刘老师 聊一聊才行 好不容易和小童桌 建立了一丢丢的感情 可不能就这么丢了 许念初抬起头来 看了他一眼 又立刻低了头 没 没换 哦 灵州稍稍松了口气 但很快又提了起来 那他说什么时候给你换了吗 没 不 不换了 不知为何 一听灵州说话 许念初就想起 灵州捏自己脸的场景 他赶紧又去拿牛奶 拿起后才发现 已经喝完了 许念初尴尬地 将牛奶盒子收起来 低下了头 不过但很快 他就意识到一个问题 灵州这么问自己 是不是不想 和自己坐同桌呀 毕竟 他一个人坐的话 可以同时用两个座位 这是同学们都 梦寐以求的事情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自己 是不是就显得多余了 许念初想了想 还是决定问问他 如果你想换的话 他话因为落 就听灵州说 那就行 不换最好 神 什么 许念初震惊地抬起头来 不换最好 他的意思是 他也想和他 做同桌吗 我说不用换了 和你做同桌挺好的 你不觉得吗 小同桌 灵州的声音再次传来 许念初看见他说话的时候 唇角微微地笑意 他似乎很开心 没来由的 许念初也跟着笑了起来 他用力地点了点头 嗯 和他做同桌 真的挺好的 他没试卷的时候 可以看他的 他还会给他糖吃 给他鸡腿吃 他笑得那样好看 像是一道明媚的光 照亮了他一个上午 或许还有后面 很长的一段高中生涯 对了 小同桌 你刚刚说什么 如果灵州没听错 他说的应该是 如果你想换的话 小同桌该不会以为 是他想换位置吧 没 没什么 许念初闪过一丝慌乱 他又赶紧低了头 战术性回避 真的没说什么 我 我说 你那些数学题 都会做了吗 会了 那 那就好 见许念初不肯多说 灵州也不逼他 至少现在 小同桌 愿意跟他聊天说话了 而且 看这样子 似乎是他不愿意换位 柳青岩作罢的 真不错 下午的课很快开始了 灵州再次投入了学习中 刘世民快疯了 是被无聊疯的 他时不时地扭过头 想看看自家亲兄弟 什么时候有空理自己 结果发现 这小子不是在看书 就是在和小同桌说悄悄话 说好的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呢 怎么他成那个可要可不要的衣服了 唉 第一节课一下课 刘世民就将头转向了另一边 趴在桌子上开始睡觉 灵州啊 变了 是不会陪他上厕所的 从此之后 他就变成孤家寡人了 刘世民越想越伤心 不过很快 他意识到一个问题 刘世民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看向灵州 灵州 正在眼草纸上 写写画画的灵州停下了笔 怎么了 他旁边的试卷 已经被写得密密麻麻 甚至还做了很多批准 刘世民当下震惊了 他甚至忘记了 自己要说什么 疑惑地将灵州面前的试卷 拿了起来 这 这都是你写的 是啊 你 你 想起灵州说要学习的话 刘世民忽然发现 灵州这次真的没骗自己 牛皮啊 灵州 这家伙叫不睡 就是为了起来表示震惊吗 他不震惊 灵州也知道自己很牛皮 你刚刚要说什么 哦对 刘世民这才反应过来 张八皮考试之前布置的作业 你写了吗 灵州有点猛 他才刚重生回来啊 再说了 就算是他没重生 前世的灵州 也不可能会写作业 唉 不对 他会抄 但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 什么作业 哦 就是这张试卷啊 就错 把所有的错题都重写一遍 灵州 你怎么不早说 如果不是了解刘世民 灵州甚至怀疑 这家伙是故意的 他看了这个中午 上面的题全都会做了 居然完全不知道 这是作业 这可真的是 希望张八皮忘了吧 但显然 这是不可能的 就算张八皮忘了 有一部分学霸也不会忘 比如数学课代表 兼学习委员范云哲 张八皮刚进来 他就站了起来 老师 前天的作业 还有几个人没交 作业他昨天考完试 已经送到张八皮办公室了 范云哲就等着这节课呢 张八皮一直有个习惯 他的作业不写 就得在教室外面抄写十遍 写不完不能吃饭的那种 若是哥在以前 范云哲可能还会不计较这些 但今天不一样 他中午被云若西骂了 而云若西骂他的主要原因是 灵州惹他生气了 这件事都怪灵州 所以 绝不能放过灵州 第十一章 小同桌正是在替他说话 灵州听见这话 顿时觉得有些不对 前世的范云哲就和他不对付 这比喜欢云若西 但害怕因为早恋问题 被学校惩治 从来不敢大方承认 只能整天在他面前酸溜溜的阴阳怪气 他这个时候提醒张淑琪 明显是不安好心 就好像是特地针对对他来的 旁边的刘世明 显然也看出了范云哲的目的 他暗自骂了起来 范云哲这条狗 许氏意识到自己说的不对 刘世明又赶紧改口 阿周哥 我说的狗不是你那条狗 它是真的狗 灵州 您还不如不解释 但已经来不及骂刘世明了 讲台上 摊开试卷的张淑琪发话了 哦 是吗 都谁没骄傲啊 就后面那几个 比如灵州啊 刘世明啊 死 他就知道 灵州 张淑琪推了推眼镜 今天 他对灵州的印象也太深刻了 一时间 竟没听见别人的名字 灵州 你作业写了吗 没写是吧 出去 门口抄十遍 灵州 他默默地站了起来 快速地思考着 要如何应对这个局 始作勇者范云哲 顿时兴奋地看向了灵州 今天 就当是替云若吸出出气 云若吸是他们学校的女神 和他们班的同学们 关系也不错 下课后 肯定会有人去跟他说这些事 到时候 他一定会很开心 刘世明咬牙切齿 从牙缝中挤出了一句 只有他和灵州能听见的话 老子迟早要废了这狗笔 旁边的许念初 也疑惑地看向了灵州 嗯 同桌还不爱写作业 但是 罚站超十遍的话 是不是太严重了 这么想着 许念初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就小心翼翼地举起了手 老 老师 灵州微微一愣 看向了他 咦 小同桌居然主动发言了 张淑琪的目光也落在了他的身上 声音都变得温柔了许多 许念初同学 怎么了 这可是个好苗子 除了性格有点胆小之外 学习那是顶呱呱呱的好 只好稍加培养 以后就是一中升学率的保障 他家庭条件也不好 还十分敏感 得小心呵护着才行 许念初柔柔弱地站了起来 许是因为不习惯被万人瞩目 他握紧了衣角 那个 如果那些题已经都会做的话 是不是就不用罚站了 学习新的知识 更 更重要一些 许念初刚刚也听见了刘世明和灵州的对话 知道了作业的内容 我们之前就是这样的 说着说着 他的头更低了 终究还是不习惯在这样的场合冒头 总觉得大家都在看自己 灵州震惊地看向他 随后笑了起来 小同桌居然 在替自己说话 看来 自己在他的心中 已经开始有地位了呀 范云哲一听这话 脸色一变 张老师 但他话音未落 就见张淑琪点了点头 你说的好像也有些道理 马上就要高考了 重复自己会的知识 对学生来讲 用处确实不大 能多掌握一些知识的话 自然是更好 再说了 灵州今天的表现说明 他或许也还有救 张淑琪不想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但是灵州 你这些题都会做了吗 要不 让他试试吧 小同桌的声音柔柔弱弱的 但全班同学都听见了 还是别了吧 意识到不对的刘世明 赶紧给许念初眨眼睛 虽然说周哥写满了试卷 但他就写了一遍 周哥数学成绩烂得有目共睹 经常连五十分都没有 再牛批 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学会 刘世明十分担心 他不想让灵州出丑 周哥 走 我们一起去抄题吧 刘世明话音刚落 就听范云哲幸灾乐祸地说 那怎么行 老师 虽然灵州学习不好 但我觉得 这位新转来的同学 说的有道理 不然就让灵州试试吧 万一他会写了呢 范云哲一向是一个 很会察言观色的主 这会儿已经看出来 张淑琪的想法有了变化 本来他还在迟疑 感觉新转来的这个女同学 是在帮灵州 但听刘世明这么一说 范云哲释然了 是啊 灵州学习那么差 就算这些试卷已经评讲过了 他也不可能会就这些题 就让他上去出丑好了 这样的话 若曦肯定会更开心 灵州默默地叹了口气 这人 还真是和前世没任何变化 张淑琪推了推眼镜 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了 那你上来 我给你选两道题 你写一下我看看 会的话就不用罚站了 在教室听课 范云哲更加幸灾乐祸地 看向灵州 他已经做好看好戏的准备了 行 灵州没有犹豫 倒让范云哲吃了一惊 不过很快 他就自我催眠 这丝一定是在故弄玄虚 毕竟灵州本来就嚣张跋扈 从来不把任何事情放在眼里 一会儿有他哭的 抄题也抄哭他 哎 周哥 刘世明有些担心 没事 灵州云淡风轻地摆了摆手 张淑琪给他选好题后 灵州拿起粉笔 面对非板 停了下来 这两道题 他的确会写 而且能立刻写出答案 但 数学毕竟是一个需要理解 且能融会贯通的学科 每一道题 都有很多不同的解法 如果赵超老师讲的答案 一点创新也没有 那就是 没有进步灵州在想 还能不能有其他的解题思路 讲台下 同学们见他迟迟不动 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灵州不会写吧 肯定啊 也不知道装什么笔 直接说 不会不就行了 浪费大家时间 坐在最后一排的许念初 满是担忧 怎么办 他好像害了灵州 刘世明也握紧了手 完了 周哥真的不会写 都怪范云哲这狗笔 他真该死啊 范云哲此时已经在心里笑翻了 他早就知道 会是这种结果 这个时候 应该给灵州加点料才行 老师 要不算了吧 看来转校生的方法 对灵州同学不适用 还是让他去抄试卷吧 张淑琪也叹了口气 正要说话 就见灵州开始动笔了 他认认真真的写了一个解字 张淑琪的话咽了回去 范云哲嗤之以鼻 呵 装啥呢 解字谁不会写啊 这就是在拖延时间 然而下一刻 范云哲就看见灵州在写完解字之后 并没有停下来 而是继续地写着答案 第十二章 那我们以后可以互相帮助吗 更神奇的是 灵州的答案 似乎和老师讲得完全不一样 其他同学也都看出来了 怎么回事啊 写错了吧 就是就是 老师不是这么讲的呀 范云哲的同桌周珊珊 忍不住扯了扯他的袖子 范云哲 你说话 快让他下来 范云哲一动未动 他死死地盯着黑板 一脸不敢置信 别人看不出来 但作为数学课代表 范云哲的数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灵州的答案虽然不一样 但整体的思路 全都是正确的 而且 比正确答案更加巧妙 更容易找到答案 这个认知 让范云哲一时间 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灵州 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周珊珊见他不说话 决定自己说 老师 他一句话还没说完 就见张淑琪伸手阻止了他 灵州的解题思路 似乎很新颖 他得再看看 讲台之下 完全看不懂的刘世明 有些担忧 但没有人陪着他一起担忧 他着急之余 只看见了许念初的笑 刘世明担忧的往许念 出这边歪了歪身子 喂 许同学 你笑什么 快想想办法帮帮周哥呀 一会儿要被人笑话了 他不会被笑话的 许念初的声音柔柔的 但他的眼神 一刻也没有离开黑板 可是 万一他写错了怎么办 没错 全都对了 啊 不会吧 周哥真的全都学进去了 你 你认真的吗 嗯 刘世明不由地吞了口唾沫 如果许同学说的是真的 那周哥也 太牛皮了吧 两道题写完 灵州潇洒地转身 老师 写完了 台下 鸭雀无声 这会儿答案已经出来了 那些刚刚还在质疑 灵州的同学们 已经看出来 灵州是用了新的解法 他们谁也不敢说话 张淑琪满意地笑了起来 不错不错 灵州 做得很棒 继续保持 你下去吧 好好听课 今天的灵州很不一样 张淑琪认为 一定是自己这么久以来的管教 让他收起了爱玩的心 学习也就上去了 他心情极好 这时 不知是谁喊了一句 老师 这两道题都简单 他会写很正常啊 对 如果因此就不让他抄写作业 那我们这些超过的不服 除非 除非他能写出最后一道题来 在一张数学试卷中 最难的就是最后一道题 全校高三生一千名 除了前十几乎无人能写出来 这简直就是在为难灵州 刘世明一下子就跳了起来 你们踏马的 张淑琪的脸顿时冷了 胡闹 反而灵州淡定地看着那些叫嚣的同学 其中最厉害的就是周珊珊 周珊珊这人凶大无脑 没什么优点 还喜欢和云若曦一起玩 而且以此为荣 他知道灵州喜欢云若曦 但又觉得灵州配不上云若曦 所以经常和范云哲蛇属一窝 想必是范云哲找他说了什么 这姑娘被人荡枪使了都不知道 还在一个劲蹦打 他笑了笑 在范云哲能看到的范围内伸出中指 然后缓缓向下 看见范云哲那突然发白的脸色 灵州满意了 他笑着说 没事 张老师 刚好这最后一题 我也有一些新的想法 我试试 新的想法 那你写写看 作为一名数学老师 张淑琪最喜欢的就是 同学们有新的解题思路 前两道题的确简单 灵州能写出来也算正常 张淑琪没过多做评论 但这道题如果也能写对的话 那可真了不对啊 张淑琪决定给灵州一个机会 灵州转过身 将原来两道题的答案擦去 开始写题 这一次 他没有停顿 最后 这道大题 在今天问了小同桌之后 他就有了新的思路 刚刚课间在演草纸上 他就是在写答案 而且已经有了结果 作为一个重生者 灵州并不喜欢高调 但偏偏有一些不着调的熊孩子 非要来找茬 那就别怪他打脸了 于是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灵州快速地在黑板上写写画画 不一会儿功夫 整个黑板都写满了 灵州在黑板最后的一角 写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结束了这道题 他转身后 发现张淑琪整个人都呆住了 老师 反应过来的张淑琪 抬起手就开始鼓掌 厉害厉害 太厉害了 这解题思路 老师都没想到啊 灵州 你跟谁学的 我自己想的 简直太棒了 灵州 你是不是隐藏了自己的实力啊 你如果能一直保持这个水准 说不定能考上一本 千万别放弃 好 张淑琪的反应 将准备继续挑刺的周珊珊 打入了谷底 虽然灵州的答案他看不懂 但被张淑琪这么夸 那肯定是做对了 他看了看范云哲 没敢再说话 范云哲此时 已经完全沉默了 他甚至在想 幸好刚刚和周珊珊 说了云若曦生气的事情 让他出头了 不然这下丢脸的就是他 那自己这数学课代表 兼学习委员的面子 往哪儿搁 刘世明此时 已经完全震惊了 他没想到 灵州真能写出来 许同学 你 你掐一下我 看看是不是真的 灵州顺利走下讲台 免出了抄题的责罚 但刘世明 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是真不会 但在出教室门的时候 他还在挤眉弄眼的 给灵州束大拇指 以表示自己的崇拜之情 灵州没理他 坐下之后 发现小同桌不着痕迹的 往旁边挪了挪 似乎生怕碰到他一样 但在灵州坐下来之前 还是听见了他的声音 真 真厉害 灵州不由地笑了起来 小同桌真的好可爱 他忽然起了逗弄他的心思 灵州故意坐得 距离许念初近了些 小声道 小同桌 啊 刚刚多谢你 许师意识到他在靠近 许念初的脸微微红了 不 不客气 你也帮了我的 要不是那些糖盒吃的 他今天可能真的会晕倒 也可能直接没命了 许念初心里满是感激 灵州发现 其实做最后一排 有一个巨大的好处 那就是 他在这里有任何的小动作 都不会被人看到 只要说话声音低一些 简直可以为所欲为 比如此时 没人知道他在干什么 他轻笑一声 那我们以后可以互相帮助吗 好 好的 许念初的头更低了 不知为何 他总觉得 灵州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明明那边还有很多位置 他为什么非要往这边靠 难道 是因为一个位置不够坐吗 想想也是 自己的到来 占了他旁边的座位 原本坐两个位置的灵州 不习惯也正常 但是 这也太近了 许念初吸了吸鼻子 闻到了铜桌身上 淡淡的香草味 好好闻啊 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有些不对 许念初赶紧又往旁边挪了挪 挪着挪着 许念初忽然感觉 屁股下面一空 他吓了一跳 完了 要坐地上了 这下可怎么办 会被笑话的吧 许念初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就在此刻 他感觉到自己的胳膊被抓住了 小心 第十三章 小铜桌 过来一点 灵州也没想到 小铜桌这么不惊动 就跟他开个玩笑 居然直接做空了 真是个小笨蛋啊 好在他眼疾手快 抓住了 他胳膊落入手中的时候 灵州的心口一疼 这小胳膊 也太细了 小铜桌实在是太瘦太瘦了 到底饿了多久 以后得多加加餐 许念初并未发现灵州的异样 他小心翼翼地扶住了桌子 又赶紧从灵州的手中正拖出来 谢谢 他低了头 小心翼翼地又往旁边挪了挪 保证自己的平衡后 他才不再动 灵州发现 小铜桌的半个屁股 已经在凳子外面了 他的胳膊也有一只在外面 剩下的一只放在桌子上 试图稳住自己快要倒下去的身体 他这是 在给自己让位置 他以为自己 是因为不够做 才往他这边挤的吗 意识到这个问题 灵州感觉自己的心口 生生被堵住了 他往另外一边坐了坐 示意许念初 过来一点 啊 许念初抬起头 看了他一眼 又赶紧低下 谢 谢谢 虽然往这边坐了坐 但依旧距离灵州很远 责备地画到了嘴边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灵州拿出试卷 放在了桌子正中间 还听课吗 许念初终于意识到 他这个位置 是看不见试卷的 这才往灵州的方向挪了挪 许氏觉得自己 又占了很多位置 他滴滴地说了声 对不起 不用说对不起 啊 许念初 你记住 以后都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许念初呆呆地看着灵州 以后都不用吗 可是以前的那些同学们 最喜欢听他说对不起 还有 你是我同桌 这张桌子是我们两个人的 你一半我一半 你那边就该你来用 谁都不能霸占 包括我 知道了吗 许念初捂了五胸口 那里好像 有一股奇怪的情绪要出来了 这杰克在张书奇的一句灵州 放学后来我办公室结束 张书奇走了 整个教室瞬间沸腾起来 不少人直接凑到灵州旁边 表达自己的敬意 哇 灵州 你刚刚好厉害啊 连张八皮不会做的你都会做 怎么学的 教教我呗 突然发现 灵州变帅了怎么回事 这其中 属刘世民最高兴 一下课 他就从外面冲了进来 抱着灵州恨不得将 毕生所学的所有优美词汇 都用在灵州的身上 比如什么 玉树林峰 英俊潇洒 人见人爱车 见车抱胎之类之类的 夸到最后 刘世民用力地拍着自己的胸口 十分自豪地说 不愧是我刘世民的亲兄弟啊 感情这家伙是想夸自己 灵州也懒得和他计较 不过 这些人中 也有一两到一样的声音 比如范云哲和周珊珊 范云哲坐在座位上没动 但灵州也知道 他此刻一定是气疯了 恨不得上来揍他一顿 但学霸的修养和面子 不允许他这样做 灵州只想笑 小孩子真的还挺幼稚的 宁愿憋死自己 也不手刃仇人 周珊珊反而坐不住了 他一个劲儿在那添油加醋 范云哲你别担心 灵州绝对是运气好 等一摩 一摩你再跟他比 你绝对比他强 灵州 怎么样 你敢不敢比 灵州抬起头来 看向了他 比数学吗 周珊珊一愣 立刻幸灾乐祸地喊 对 就比数学 范云哲可是数学科代表 数学是他最厉害的学科 一直以来都是全班第一 全级前十的存在 周珊珊原本还想给灵州一点台阶下 没想到他自己提了出来 不等灵州说话 范云哲愤怒地站了起来 转身白了灵州一眼 狠狠地说了句 他也配 便往教室外走去 刘世明见此 就要上去干范云哲 却被灵州拦住了 刘世明有些不服 周哥 你别拦我 灵州 我没拦你啊 但是胖子 狗咬你一口 你也要咬回去吗 刘世明 啊 啥意思啊 不知是谁喊了句 他骂范云哲是狗 刘世明 哈哈哈哈 走到门口的范云哲 脚步一顿 握紧了拳头 走了出去 刘世明笑得更夸张了 灵州觉得 整栋楼都在颤抖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事故 他决定滋省 不是 喊醒刘世明 胖子 啊 你卷子抄完了吗 啊 还没有 那还不赶紧去 抄不完张八皮 会让你吃饭 下午放学 灵州将课本收起来 就前往张书奇的办公室 也不知道这个时候 张书奇突然找自己做什么 前世 张书奇也找过他 但那是因为早上的告白状举 被人举报了 可这次他没表白 还给老师送了花 就算是举报 也能说清楚吧 走到门口的时候 灵州听见办公室里 传来了张书奇 和柳青年的对话 张主任 我知道了 嗯 这才对嘛 你不知道那些家长哦 碎嘴子的很 今天我收到好几个电话 好 我以后不会这么穿了 唉 青雅 为难你了 不为难 这是我应该做的 办公室的门被打开 柳青雅阴沉着脸 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脸上的妆 不知何时已经洗了 虽然依旧穿着长裙 但却显得十分素气 和早上的明艳动人 判若两人 看见灵州 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但那笑 比哭还难看 来了 灵州点了点头 嗯 进去吧 张主任在等你 好 柳青雅走了 灵州回头看了他一眼 敲响了张书奇办公室的门 听见张书奇喊了一声 静 他推门走了进去 张老师 您找我 刚刚在外面 和谁嘀嘀咕咕呢 张书奇坐在办公桌后 批改着作业 没谁 是刘老师 虽然他们的班主任是柳青年 但因为张书奇带他们班数学 偶尔也会帮忙管一下班务上的事 你刘老师啊 也不容易 行了 坐那儿等着吧 等什么 灵州很猛 让你坐那儿 你就坐那儿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灵州只好坐在了张书奇旁边的沙发上 虽然重活一世 但不得不说 见到老师 心里还是有些敬畏的 尤其是张书奇这样有威严的老师 能不反驳 就不反驳他 不知道坐了多久 灵州坐得有些困了 他有些急切地站了起来 张老师 要是没事的话 我先回去吧 毕竟 还得回去看看 小同桌按时吃饭了没 可别又只吃一颗糖老师 张书奇看了眼时间 奇什么 你看 来了 谁来了 灵州疑惑地扭过头 下一刻 他看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第十四章 林长征 那道身影还未走近 灵州就听见了他叙叙叨叨的声音 张老师 张老师我来了 不好意思啊 张老师 我家那兔崽子又给你添麻烦了 张老师 我这就替你好好教训他 您可千万别开除他 至少也得让他高中毕业才行 不然我无法面对列祖列宗啊 林长征 这个刚过四十的男人 头发已经白了一半 许是因为着急 走路也有些亮强 他甚至忘记敲门 直接推开了张书奇办公室的门 就开始鞠躬道歉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张老师 您原谅林州吧 我保证不会有下一次了 坐着的林州忽然觉得鼻头一酸 他强撑着 没有让眼泪流下来 几乎下意识的 他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老林 只喊了一声 林州就快速地冲到了林长征的面前 距离上一次见面 已经有二十年了 上一世 十八岁的林州意识到 云若曦一直在欺骗自己后 就开始没日没夜泡巴的颓废生活 林长征怎么劝说都不听 那一日 他出去买菜 遇见了从网吧回来 要钱的林州 林长征气急败坏 走在他的耳边 也是这样絮絮叨叨了一早上 惹得林州十分不耐烦 就连红绿灯都没停下 试图甩开林长征 没想到 就在那时 一辆车冲了过来 林长征扔掉菜篮子 一把推开了他 后来 林州看着他 倒在血泊中 看着他睁着眼 确认他没事后 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林州的大脑 变成了空白 他蹲下身子 用力地呐喊 试图让林长征回来 可是没有 再也没有林长征了 林州的世界 轰然倒塌 从此之后 他幡然悔悟 开始努力赚钱 试图用这些 来填补心中的空虚 无数个夜晚 他都梦见林长征 在不停地骂他 他想抱住他 但扑了个空 睁开眼 就发现 枕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湿了 他的心头也生疼 如今 梦中的身影 真真正正地 站在了他的面前 林州心头微颤 臭小子 你怎么也在 还不赶紧给张老师道歉 刚看见他的林长征 正和钱氏一样 试图用骂他 来博得老师的同情 但没想到 他话音刚落 就见自家 从来不爱搭理他的臭小子 上来一把抱住了他 老林您还活着 真是太好了 林长征愣住了 哎 臭小子 你说什么胡话呢 快放开 被这么抱着他 还有些不习惯 尤其是在张书奇面前 毕竟人家是个严师 不能没大没小的 张老师 您别介意 这臭小子突然发疯了 我这就管教他 林州从林长征的怀中 抬起头来 露出了笑容 爸 您别管教我了 我没事 啊 你 你叫我什么 林州从小就比较皮 自从济世后 除了要钱的时候 会喊爸之外 其他时候 都是喊得老林 你没钱了 林州感动地看着他 有 怎么会没有呢 我就是告诉您 我打算好好学习了 你 林长征伸出手来 疑惑地摸了摸 林州的额头 没发烧啊 怎么静说胡话 毕竟让儿子学习这件事 比登天还难 林长征已经不指望了 他只希望 林州高中能好好毕业 如果可能的话 再去读个大专 出门也好找工作 哎 爸 林州刚想说点什么 就听见了张书奇的大笑声 好了好了 你们父子两个 整得好像几年没见了一样 怪感人的 最后半句 他压低了声音 只有自己能听见 林州啊 不是我让你爸来的 是那些不明所以的家长们 把电话打给他了 他不放心 非要来看你 害怕学校开除你 林长征嘿嘿笑了笑 我这不是担心吗 毕竟这小子被叫家长 也不是头一回了 张书奇无奈 现在信了吧 学校真的没打算开除林州 那些家长们 也没搞清楚状况 以为林州早恋呢 诺 他的玫瑰花在哪 是送给我们老师的 张书奇指了指角落里 放了一天的玫瑰 我原本打算让老师们 一人拿一只 但他们说 一整束花更好看 非要都放在我这里 老林啊 林州是个好孩子 我会和那些家长们解释的 你们放心好了 林长征有点不敢相信 真 真的吗 这可是他第一次 从老师口中 听到夸奖林州的话 嗯 当然是真的 那就好那就好 他黑黑笑了下 用力地拍了拍林州的肩膀 好小子 这次做得不错 没给你老爹 我丢脸 那是自然 林州也十分自豪 张书奇忍不住提醒他们 林州 可别得意忘行了 虽然今天上课你表现不错 但是你的基础可不怎么好 我不管你是用什么办法 学会了那些题 还有了新的思路 但只要你一直保持 这种热爱学习的态度 我还是那句话 考上一本都不成问题 但是你得好好努力 林州星说 他的目标可不是一本那么简单 别说许念初成绩深不可测 就他重生这个福利 也得让他怎么着 也混个九十八万五千二百一十一 但这话现在说为时尚早 不能吓到他们 行 我知道了 嗯 行了 我要继续办公了 你们俩在校园里光光续续旧吧 好 那张老师再见 离开教室办公室 林长征神秘兮兮的拉着林州 来到角落里 臭小子 快说说 张老师刚刚说的什么 今天得表现不错 你今天表现什么了 这得意的模样 就好像是林州考了第一一样 就是做对了两道题 这么厉害啊 林州怀疑 他家老林是二宝男 眼里只有儿子的男人 爸 这不算啥 我是个学生 应该的 嗯 我知道 但我还是觉得我儿子很厉害 这次能做对两道 下次就能做对十道 一百道 高考的时候一定能全部都做对 果然宝男没错了 爸 您要是没事的话 我就先回教室了 哎 别别别 我还给你带了吃的 说着 林长征从提制的包包里 拿出了一个饭盒 里面是炖好的排骨 和一盒米饭 给 多吃点补补 爸 我们学校不让带饭 没事 爸偷偷带的 没让你们老师知道 林州只好接下了 林长征又从口袋里 掏出一大把大白兔奶糖 递给林州 给 这个也是你的最爱 林州经常买 老林就误以为是他喜欢 林州无奈接过 爸 您是恨不得江家给我搬过来啊 可以吗 好了爸 我真的得走了 行行行 你快去吧 我在家等你回来 林长征又塞给林州一百块钱 这才摆了白手 示意林州快走 林州走了两步 又回过头来 老林 要不您给我找个妈吧 第十五章 这不就是间接接吻吗 林州是被林长征骂走的 走进教室的时候 发现班里的同学 基本都还没回来 晚饭时间稍微长一些 学校的操场也会打开 学了一天的学子们 大部分会选择去操场散散心 当然 也有人借着散心的名义去 偷偷约会 教室后三排的位置 只有许念初一个人孤单地坐着 他左手边放着一本书 和一个包子 右手上 也拿着一个 已经啃了一口的包子 04年的物价很便宜 学校里更便宜 两个这种小包子 五毛钱 林州一顿 能吃八个 可许念初只买了两个 林州深吸一口气 走了过去 在许念初还没反应过来之际 他快速地上前 将他手中的包子抢了过来 咬下一口 许念初震惊地抬起头 然后整个人呆住了 林州吃的位置 刚好是他咬过的位置 这 这不就是电视剧中常说的 间接接吻 他和林州接吻了 天哪 许念初根本来不及去想 林州为何要抢他的包子 他只感觉脸颊一阵发烫 脑袋嗡的一下炸了 许念初赶紧低下头 掩饰出自己的失态 怎么会有人 吃自己吃过的包子呢 小同桌 怎么了 林州看见他的动作 愣了一下 随即笑开 小同桌害羞了 哈哈 他皮肤本来就白 这一害羞 病态得惨白霉了 小脸淡红扑扑的 像是半熟不熟的苹果 格外的诱人 林州故意地又咬了一口包子 故意逗他 咦 你脸怎么红了 许念初瞬间将头埋得更低了 他整张脸几乎贴在了桌子上 此刻他几乎可以肯定 新童桌在捉弄他 但他也不知道怎么反驳 毕竟今天一天 新童桌都在给他帮忙 偶尔捉弄一下也 也是可以的吧 没 我就是 我就是 结巴了好一会儿 许念初愣是一个字没说出来 他深吸一口气 总算找回了一点理智 拿起手边的另外一个包子 递给了林州 你 你是不是没吃饭 你想吃包子的话 我 我可以给你 你不用抢的 不够的话 我 我还可以去食堂给你买 哦 林州毫不客气地接过 不好意思啊 确实太饿了 我就爱吃食堂的包子 不过 你不用去买了 我还有饭 林州说着 将手里的饭盒放在了桌子上 又快速地从桌子里扒拉着什么 许念初点了点头 行 行 虽然他还饿着肚子 但林州今天帮了他很大很大的忙 他喜欢吃 就给他吃 他饿一顿 不打紧的 给 赔给你的 旁边忽然传来林州的声音 许念初微微一愣 抬过头 他看见林州变戏法式的 递给他一个饭盒 里面 是半盒米饭 和半盒香气四溢的 红烧排骨 他的面前 放着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饭盒 许念初忍不住吞了口唾沫 赶紧扭过头 不去看他 我 我不要 那不行 我吃了你的包子 现在都不怎么饿了 这些肯定吃不完 你不吃的话就又浪费了 这是我爸刚给我送的 浪费了我晚上回去 还得挨骂 你该不会是想看我挨骂吧 林州说完 直接将饭盒塞进了许念初的手中 根本不给他拒绝的机会 快吃 许念初有点茫然 总觉得心童桌是故意的 但他又拿不出证据 见林州不理会他 自顾自地吃另外一半了 他这才小心翼翼地夹起一块 尝了一口 排骨软软糯糯 香味触碰到了味蕾 就再也控制不了 许念初忍住心中的悸动 认真地吃了起来 唉 周哥 什么东西这么香 给我吃点 我快要饿死了 正在窗口超市卷的刘世明 闻到一股香味 立刻跑了进来 看见林州和许念初的样子 他赶紧又往后退了退 啊 那个 我一点都不饿 我跟你们开玩笑的 试卷我还没抄完 我继续继续 今天的试卷 怎么这么酸啊 许念初有点猛 他呆呆地指了指刘世明的方向 他是不是也没吃饭 要不让他吃吧 不用 他减肥 见许念初不信 林州又道 你看他胖的 太胖了对身体不好 他爷爷就是因为太胖 导致脑出血走的 他得减肥 这话林州说的是真的 不是他非要让刘世明减肥 是因为他高中毕业后 更加肆无忌惮地吃 后来直接吃到了三百斤 虽然没有因此死亡 但因为太胖 感情不顺 事业也不顺 生活处处碰壁 精神直接崩溃了 不然 他前世死的时候 刘世明肯定会来替他收尸 也不至于如此凄惨 许念初将信将疑 哦 那确实得减 吃着吃着 许念初的目光 落在了林州的身上 他也在吃饭 并未看他 这个认知 让许念初欣喜了一会儿 他看得稍微大胆的一些 坐了这大半天同桌 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的看林州 他真的长得很好看 皮肤比大部分女生还细腻 吃饭的时候 也没有其他男生那样巴基嘴 整个人有一种特别的气质 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 他今天还给了自己很多次吃的 本来 他是要饿肚子的 可现在肚子里饱饱的 还都是一些 他平时舍不得吃的 同桌哪儿 有老师和同学们念叨的那么坏 他真的 好好啊 看着看着 许念初甚至忘记了吃饭 他拿着一勺米饭 就这么愣住了 忽然 一声轻笑传入了耳中 许念初来不及反应 就听见了同桌的声音 看够了吗 啊 许念初回过神来 他赶紧将头低下来 快速地将勺子往嘴边送 用来掩饰尴尬 完了完了完了 被同桌发现了 许念初要疯了 他的小脸蛋红成一片 手也跟着慌弯起来 那满满一勺子饭 就这么毫无征兆地撞到了脸蛋 扑 童桌的笑再次传来 许念初赶紧又调整了方向 终于将那少米饭送进了口中 哈哈 灵州的笑声更大了 小童桌也太笨了吧 他现在的样子 像什么呢 嗯 就像一个 可爱的 乱糟糟的 小花猫 小花猫还在不停地吃饭 脸上的小米粒 一动一动的 灵州忍不住拿出一张纸 递给了他 小花猫 正在埋头干饭的许念初 吓了一跳 啊 是叫他吗 他什么时候成小花猫了 擦擦脸 许念初这才意识到 自己的脸上 沾上了米饭 他顿时恨不得 找个地方钻进去 对 对不起 话到了嘴边 他又赶紧改了口 不是 是谢谢 谢谢 童桌说了 让他以后不能说对不起的 结果指 胡乱地擦了下脸 许念初赶紧又埋下了头 吃 吃饭吧 哈哈 好 灵州觉得 今天的心情极好 非常好 吃完了饭 灵州出门洗碗 他没看到 范云哲同桌的位子上 周珊珊正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整个人都呆住了 第十六章 我觉得灵州喜欢他新来的同桌 见灵州出去 他迫不及待地起身 就去了三班 云若曦和李小婉 刚好吃完饭回来 看见他 云若曦醋了醋眉 周珊珊 你来得正好 我正要找你 今天范云哲和灵州的事情 我听说了 你告诉范云哲 让他不要那么幼稚 我和灵州的事情 和他没关系 让他不要再刁难灵州 吃饭的时候 云若曦已经听完了整个过程 他十分生气 就算是要找灵州麻烦 也应该他去找 范云哲算什么东西 他刚一说完 就见范云哲拿着饭碗 从他身后走来 他的脸色有些难看 若曦 哦 你再叫好 也省得周珊珊再说一遍 范云哲紧紧地握住了手 一句话不敢说 都是因为灵州 这次一摸 他一定要让灵州好看 他就不信 一个数学不及格的人 能考得过他 云若曦说完 拉着李小婉就要走 周珊珊着急地拦住了他 若曦你等等 我来找你 不是因为这个 周珊珊将灵州和许念初 一起吃饭的情况说了一遍 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我觉得灵州喜欢他心爱的铜桌 什么 听完周珊珊的话 云若曦震惊了 他快速地朝着二班后门走了过去 怪不得灵州今天这么反常 还不理他 他倒要看看 灵州的新铜桌是谁 周珊珊见此 开始添油加醋 太过分了 灵州太过分了 这次你绝对不能原谅他 灵州完蛋了 这次真的完蛋了 云若曦肯定不会再理他了 让他在课堂上装比诺 就是那个 周珊珊指了指许念初的方向 云若曦微微一愣 就他吗 是啊 怎么会 云若曦一口银鸭咬得稀碎 浑身都有些颤抖 灵州怎么能 怎么能喜欢上别人 我这么漂亮 他怎么会喜欢一个豆芽菜 云若曦也不知道 自己是因为灵州 还是因为被人比了下去 他有点伤心 但少女的骄傲 让他没有像个泼妇一样冲进去 可是 心口格外的难受 憋得差点流下泪来 李小婉到底是云若曦的闺蜜 他想了想 决定安慰一下他 若曦 你说得对 灵州不可能喜欢一个豆芽菜的 云若曦扭过头来 看向了他 那他 他这么做 可能是为了气你 气我 对 灵州从初中开始就喜欢你 喜欢了六年 怎么会突然喜欢一个豆芽菜 周珊珊 我觉得你一定是误会了 若曦 男生都是这么幼稚 他们觉得这样就能引起女神的注意 你可千万不能因此上当 万一生气产生了冲突 你笑话的名声也会受损的 云若曦一愣 下一刻 他笑了起来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这个叫许念初的 穿得那样朴素 又那么瘦弱 站在人群中根本不会被注意到 怎么和他比 灵州又怎么会喜欢上 这样平庸的女生 灵州只可能喜欢她 周珊珊 下次再这样的事 就不用告诉我了 小婉 我们走吧 周珊珊 觉得哪里有些不对 但作为云若曦的闺蜜 周珊珊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好 知道了 灵州回来的时候 周珊珊还没离开 灵州直接无视了她 走向教室 路过周珊珊的时候 她听见她说了一句 幼稚 灵州你真幼稚 然后眼神鄙夷地离开了 和云若曦在一起的女生 都有病 灵州摇了摇头 没理会她 晚上的自习刻够得很快 下了自习 灵州叫上刘世明 准备回家 两人都是走读生 距离学校走路二十分钟就到了 出了校门 刘世明就迫不及待地拉住灵州 周珊 网吧开黑 我请泡面 晚上没吃饭 她都要饿死了 不去 啊 那你干什么 回家 刘世明挠了挠头 周珊 你真的乘三好学生了 我有点不习惯 灵州白了她一眼 我劝你最好也别去 回去好好复习今天抄的作业 看看有啥知识点不会的没 另外 泡面也别吃 你真得减肥 为什么啊 你想当流浪汉吗 卧槽不想 那就听哥的话 减肥 灵州说完后 拍了拍刘世明的肩膀 就要离开 刘世明有点猛逼 周珊最近说话真的好深奥 不减肥 就要去当流浪汉吗 一想起他们满身苍蝇 又神志不清的样子 刘世明一阵恶寒 要不 减减 抬头 见灵州已经走远 刘世明瞬间反应了过来 不是 周珊 你欠我的点卡 高考后给你冲 回家的路上 要经过一条大排档 灵州正要走 发现前面有一个熟人 那人拿着一瓶啤酒 似乎想喝 又不敢喝 他试了试 最终叹了口气 将酒瓶子放在了旁边 灵州走了两步 又退了回来 刘老师 柳青岩不知何时 又给自己画上了口红 气色好了一些 但整个人看起来有些丧 灵州 看见灵州 他吓了一跳 他赶紧将啤酒往身后藏 生怕灵州看见 那个 我就是 晚上没吃饭 灵州笑了笑 别藏了 我都看到了 啊 柳青岩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那个 我不会告诉张八皮的 您放心 学校里的规矩 老师不能喝酒 柳青岩松了口气 谢谢 不客气 灵州来到柳青岩的身边 坐了下来 生日快乐呀 刘老师 柳青岩微微一正 你 你知道 刚知道 今天的柳青岩 整个人都怪怪的 灵州也是从张淑琦办公室 出来的时候 路过了学校的优秀教师 办公栏 他看见了柳青岩的照片 照片下面 是他的出生年月 那公告栏 其实好久没换过了 柳青岩一直都是一中最优秀的老师 但却没人在意 前世的灵州也不知道这件事 柳青岩低头 轻笑一声 灵州 你今天真的有点不一样 怪不得许念初不愿意换座位了 如此 也好 那老师觉得我是变好了 还是变坏了 自然是变好了 这样很好 如果学习能提高上去的话 那就更好了 哈 我正打算好好学习呢 嗯 加油 老师会支持你的 谢谢 柳青岩将酒打开 倒了一杯地点灵州 喝嘛 柳老师 我还未成年呢 高考完才成年 行吧 柳青岩自己喝了一口 表情有些暗淡 其实生日一点也不快乐 早上美美地化了妆 却被逼着相亲 就连学生的百日试试大会都错过了 后来 又被家长们投诉 说自己不务正业 柳青岩也不知道 自己的生活 为何会过成这样 柳老师 其实我认为 没必要在意那些人的想法 柳青岩震惊地抬起头 灵州继续道 谁说老师就不能打扮了 是他们的思想太刻板了 任何人都有自由 您也不例外 爱打扮的老师 也能带出非常优秀的学生 人是活给自己的 不是活给别人的 都是第一次做人 为什么要为了别人改变自己呢 把我们班的成绩搞好 这才是最主要的 不是吗 到时候 我们班全年级升学率第一 看谁还敢说您 柳青岩再次诧异地看着灵州 他没有想到 在这个少年的身上 居然能听到这样成熟的话 他活了三十年 居然还没有一个学生看得透彻 好 谢谢 好 那我先走了 明天还得上课 拜拜 拜拜 灵州走了一会儿 又听见柳青年的声音传来 灵州同学 好好学习 我知道了 还有许念初 我猜你 应该已经知道他的家庭状况了吧 灵州也不打算隐瞒 知道一点 嗯 多照顾照顾他 他学习很好 只可惜 我会的老师 有什么困难跟老师说 老师尽力帮你们 谢谢老师 这天晚上 灵州比平时晚回去了十五分钟 林长征在屋外交集地走来走去 他的旁边 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 老林 先回屋吧 一会儿灵州就回来了 他十八岁了 没事的 灵长征 长长地叹了口气 不行 我不放心 这小子今天在学校闹的事情那么大 虽然老师说没事 但我害怕同学们和他闹不愉快 他又跑去上网 书兰 你先回去睡吧 不用管我 女人从暗中走了出来 他的年纪和灵长征差不多大 身材高挑 面容和善 要不 我再陪你一会儿吧 我不放心 灵长征看着他的样子 忽然有些难受 想起灵州今天的话 他下定了决心 书兰 要不我们跟他说吧 第十七章 老林 你该不会连个女人都找不到吧 秦书兰听见这话 震了一下 意识到灵长征说的是什么 他捂着唇 差点落下泪来 但片刻后 他还是摇了摇头 不行 长征 你忘了灵州的脾气了吗 虽然他今天说 让你给他找个妈 但万一他就是试探试探你呢 万一他知道我们的事情后 开始大闹呢 我和你都是小事 可是他快高考了呀 我们不能耽误他的 林长征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点了头 作为灵州的父亲 灵长征一个人 将灵州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 对于灵州 他太了解了 这小子从小就混 长大了更混 今天 从老师的口中 听到他们夸奖灵州 灵长征已经觉得不可思议了 没想到 还能听见灵州说 让他给他找个妈这种话 当时 灵长征特别高兴 他和秦书兰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起 也一直想着找个机会 把这些事办了 可是 秦书兰说得对 灵州快高考了 他以前只要听见灵长征说 要找对象 就大喊大叫大发脾气 甚至离家出走 到处说 灵长征不要他了 今天这话 绝对不正常 秦书兰将手里的羽绒服 递给灵长征 我也是孩子的妈妈 长征 我理解你 我们再等等吧 书兰 谢谢 是我对不起你 没关系的 那我先回去了 嗯 看着秦书兰离开 灵长征叹了口气 打算继续等灵州 灵州的声音忽然传来 灵长征瞬间换了精神头 唉 儿子 你回来了 来来来 是不是学习累了 要吃点什么 爸给你做 灵州没忍住再次上前 轻轻抱住了他 老林 以后晚上不用等我了 我自己能回来 前世的灵长征 也是每天这样溺爱着灵州 因为有恃无恐 觉得灵长征永远不会离开 灵州才会肆无忌惮 那可不行 你是我儿子 我不等你等谁 没有别的人要等吗 灵州好笑地 看了秦书兰离开的方向一眼 一段钟过来 他看见了秦书兰离开的身影 这位前世和灵长征 私下谈了两年恋爱 最后终于决定公开 却被前世灵州 以死相逼 拆散的女人 他从未有过任何怨言 甚至离开的时候 还给灵长征和灵州 都买了足够两年穿的衣服 他看着灵州的眼神 总是很和善 就仿佛是看着自己的亲生孩子 可是 前世的灵州不知好歹 让老林直到死 都是孤孤单单一个人 没 没啊 我还能等谁 不是说让你帮我找个妈妈 你小子 又说胡话 我去哪给你找 这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老林 你该不会连个女人 都找不到吧 既然灵长征不肯承认 灵州决定帮帮她 加快一下步伐 怎么可能 你老爸 我可是英俊帅气的 迷人成熟男人 女人那是大把大把的 行 带回来一个吧 灵长征觉得 话题进行不下去了 他好像在被自家臭小子嘲笑 这可怎么得了 行了 你考上大学 我就给你找个妈 灵长征脱口而出 灵州抬头 看了他一眼 这可是你说的啊 不许反悔 嗯 不反悔 灵州将手里的饭盒 往灵长征手里一塞 好 我回屋学习了 再给我做点红烧排骨 多做点 我明天吃 饭盒是保温盒 灵长征早上起来做 灵州拿到学校 中午还是热的 刚好能和小童桌一起吃 虽然灵州很不想 让灵长征这么操劳 可是 他早就发现 亲生爸妈之间 或者爷爷奶奶之间 最好的交流方式是被需要 虽然他们经常牢牢叨叨 满满怨怨 但你真的拿走了 他们准备的东西 他们会很开心 比如那些许久未归的游子们 每次回去 都会用各种豪车 装满家里的土豆红薯等一切 在城里轻易能买到的东西 而他们的父母 都会十分开心 老灵也是这样的人 前世 灵州对此十分烦躁 总觉得老灵 在限制自己的生活 叛逆又无知 此时此刻 再见老灵 灵州才意识到 难能可贵 不是说学校不让带饭吗 灵长征一边说着 一边高兴地哼着歌 去厨房准备了 我偷偷带 灵州回到卧室 就开始看带回来的数学书 虽说他并不在意 周珊珊他们的话 但既然决定学习了 就得进步 范云哲这小子 一直看自己不顺眼 就拿他当的第一个目标吧 一抹考试 就看看这数学成绩 能不能超越他 等灵州看完 已经晚上十二点 他打了个哈欠 很快进入了梦乡 幸好十八岁的年纪 有着特种病的身体 灵州第二天一大早 准时爬起来去了学校 一到教室 他就将口袋里装的 大白兔奶糖 递给了许念初 今天的 帮忙 可是 小通桌 我说了每天都有糖 你不是我真的没办法处理啊 许念初 他只好默默收下了 早读是英语课 老师布置了一篇课文 让他们背诵 灵州将饭盒放进课桌之后 拿起课本就准备读 但他很快就发现了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他不会读 前世辍学后再也没用过英语 这些单词认识他 他不认识他们 现在有了重生福利 他能记住 但还是不知道怎么念 灵州只好求助地 看向许念初 小通桌 啊 已经在埋头苦读的许念初 从课本中抬起头来 能 再报个忙吗 许念初浑身一抖 该不会又要让他吃什么吧 他早上可是看见他带了饭盒过来的 虽然昨天的饭真的很好吃 糖也很好吃 可是 他真的不想天天吃灵州的 不能 灵州 很好 小通桌会拒绝人了 他好像给自己挖了个坑 不是 小通桌 我不是要让你吃饭 那是要干什么 许念初一脸的不相信 总觉得灵州又要冒出什么奇奇怪怪的想法 我 灵州将课本往许念初身边挪了挪 我不会读 许念初 他似乎有点不敢相信 一个都不会 是啊 两人再次沉默了 想起昨天试卷上的红叉 许念初默了默 灵州应该不是开玩笑 但他昨天数学又那样好 是临时学的 好厉害 想到这里 许念初放下课本 将灵州的课本拉了过来 那你跟我多 好 许念初念了一个单词 灵州跟着读一个单词 不得不说 许念初的发音非常标准 教他的时候也格外的认真 灵州本来就有重生福利 几乎过目不忘 所以学得极快 没多久 就学完了这篇课文的所有单词 课文也就顺便背了下来 此时的许念初还在认真地教他 生怕遗漏任何一个细节 他的睫毛长长的 瘦小的身子朝着灵州的方向倾斜过来 只要一伸手就能抱住他 真想一辈子抱在怀里啊 灵州动了动手指 最终还是放下了 小童桌 你想好考什么大学了吗 第十八章 你一定能去上大学的 信我 只要知道小童桌考哪里 灵州就有了努力的方向 终有一日 可以将他永远抱入怀中 许念初小小的身子一顿 大学 我 我还没想过 他推了推自己的眼镜 神情黯淡下来 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去读大学 听说大学学费很贵很贵 生活费也很贵很贵 家里已经没有钱了 那从现在开始想吧 看他的神情 灵州几乎猜到了他的想法 现在吗 是啊 就从现在开始 还有一百天呢 完全来得及 可是 你一定能去上大学的 信我 灵州说得信誓旦旦 许念初的心跟着 起了涟漪 他突然开始向往大学生活了 大学 大学是什么样子 许念初从小就生活在江城 江城是个小县城 他还从未见过大学 家里的亲戚 也还没有上过大学的 大学啊 大学很美好很美好 可以见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 可以做很多以前不能做的事 还能认识很多很多朋友 没有人管你穿什么 也不会有人在意你吃的是什么 对了 还能谈恋爱 灵州将前世 自己知道的大学的美好 都讲了一遍 许念初听的眼睛亮亮的 真的这么好吗 嗯 所以 从现在开始想 好吗 我保证 你一定可以去上 不知为何 听着灵州的话 许念初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他用力地点了点头 好 他一定一定要去上大学 灵州 许念初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讲台上突然传来了老师的声音 两人一愣 这才意识到 聊天聊得太久了 都快忘了 他们还在上课 英语老师叫王敏 此刻他的脸色非常难看 书都被玩了是吗 因为声音过大 同学们都停了下来 愣愣地看着他们 正睡觉的刘世明 直接被吵醒了 他茫然地环顾四周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周哥 地震了吗 灵州 他真的不想承认 认识这小子 王敏已经怒了 刘世明 你也站起来 你们 你们三个 课文都被玩了吗 灵州 被玩了 许念初 背 背完了 刘世明 呃 他呆呆地看看灵州 又看看老师 最后 硬着头皮开口 背 背完了 王敏明显不信 背完了 你们三个真的背完了 许念初是新来的转校生 他不了解 但灵州和刘世明 他还是知道的 这才上课二十分钟 他们就聊天地聊天 睡觉地睡觉 平日里一早上 都背不完的课文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背完了 同学们都看了过来 一些依旧看不惯他的同学 已经开始窃窃私语了 灵州怎么又被叫起来了 肯定是打扰同桌学习了呗 做他的同桌真倒霉 范云哲的唇角 仰起了笑 只要看灵州出丑 他就开心 见三人不说话 王敏点了点头 那好吧 既然背完了 那就背给我听听 许念初 从你开始 关于许念初的事情 柳青岩和张书奇 还没来得及告诉其他任何老师 王敏只知道他的名字 并不知道他学习好不好 对他也没什么好脸色 许念初微微一震 低下了头 怎么办怎么办 这么多人看着 他 他真的不行 昨天能站起来替灵州说话 完全是因为意识冲动 灵州帮了他 他也就下意识地想帮帮灵州 张书奇这个人也很好 没什么架子 他只说了两句话 便坐下了 但现在 一整个课文需要至少三分钟 全班同学包括老师 都会盯着他 还是英语 许念初整个人都慌了 以前在二中 因为他的这种情况 老师基本不会提问他 许念初紧张的大脑一片空白 忽然一个单词也想不起来了 见他不说话 王敏又喊了声 许念初 不会背的话 拿着课本站后面去 许念初猛地抬起头 鼻头一酸 他会背啊 他明明会背的 为什么会这样 他不要这样 老师 我 灵州此刻 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侧过脸 看见小童猪的身体 在微微颤抖 他 在惊慌 想起第一天见到他时 自我介绍都不敢的样子 灵州意识到 事情似乎有些复杂 虽然跟他说话 可以对答如流了 可是他还是胆小 一直自卑胆小的人 想要重新站在光明里 并没有那么容易 还得慢慢来 王老师 怎么 你想先背 不是 是这样的王老师 我觉得我们一个一个背 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 早读时间本来就不多 您看这样行不行 我和刘世明背诵课文 让许念初同学默写 这样的话 等我们背完 他应该也已经默写完了 互不耽误 您要是不放心 可以亲自来这边看着 灵州话音刚落 许念初猛地抬起头来 灵州这是 在替自己解围吗 王敏文言 点了点头 行 这篇课文总共有三段 灵州 你背第一段 许念初默写第二段 刘世明 你一会儿背诵第三段 好 谢谢老师 啊 不是 老师 那我先背诵了 灵州将自己和许念初的书本 都合上 示意许念初坐下来 自己开始缓缓背诵 终于解脱了的许念初 抬起头来 看了灵州一眼 似是受到了鼓励般 他从文具盒里拿出笔 开始默写 王敏已经来到了二人跟前 仔细地观察 灵州的声音流畅 和其他学生的中式英文发音不同 他的英文发音十分标准 王敏有点震惊 在看许念初 他的字体捐秀 默写的时候 整个动作也如同行云流水 不曾断过 等灵州背完 王敏紧动的脸 逐渐露出了笑容 嗯 不错 他话音刚落 许念初也默写完了 王敏拿着许念初递过来的作业本 再次露出了欣慰的笑 这个也很好 班里的同学们也有些猛 灵州这么快 连英语也会背了 这也太夸张了吧 说好的影响 同桌学习呢 怎么感觉被同桌影响到了 唯独刘世明 脸色十分难看 世界只有他受伤的愿望 似乎要达成了 眼见王敏 已经将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 刘世明拿着英语课本 就跳到了身后的空位上 老师 不劳您费心了 我自己能站好 第十九章 他该不会 喜欢上灵州了吧 初春的早晨 天亮的还有些晚 七点下课的时候 外面还是灰蒙蒙的 刘世明催促着灵州 快点冲刺去干饭 灵州把目光放在了小同桌的身上 昨天已经套路小同桌 吃了两顿饭和一把糖果了 今天的他明显便聪明了今天的饭 要怎么忽悠呢 灵 灵州 许念初的声音突然传来 灵州看向了他 怎么了 我 我今天有钱了 刘老师早上给了我一百块 你不用给我吃的了 刘老师 是 是的 他还说 以后每个月资助我一百块 我等高考完了 赚钱还他 吃了灵州两顿饭 加一堆大白兔 还有今天灵州的反应 许念初几乎可以肯定 灵州就是故意给他吃的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许念初知道 不能一直这样 所以今天 柳青年说给他钱的时候 许念初想了想 以借的名义收下了 并承诺 打了工就还他 刘老师还怪热心的 灵州忍不住嘀咕 他要怎么接近小同桌啊 你说什么 我说刘老师人真好啊 嗯嗯 是啊 我 我现在也要去食堂了 生怕灵州不相信他 许念初站了起来 从客桌里拿出了饭盒 快速离开了座位 唉 灵州无奈地叹了口气 胖子 我们也走吧 到了食堂 灵州看见小同桌 去了二号窗口 那边人已经不多了 他点了两个包子 又成了一碗免费的玉米粥 就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 灵州想了想 也拉着刘世明 来到了二号窗口 他买了四个包子 两个鸡蛋 一份小菜 又成了免费的粥 转身就走 身后的刘世明 慌张地跟了过来 周哥 你等着我呀 唉 见灵州毫不犹豫地 朝着角落里的许念初走去 刘世明很疑惑 周哥 我有一事不明 讲 你说你不想当舔狗了 可是你现在 对小同桌 比当时对云若曦还好啊 眼睛都快长到人家身上去了 这不叫舔狗 啊 那叫什么 灵州翻了个大白眼 单方面的舔 才叫舔狗 相互喜欢的 叫真爱 虽然不是很懂 但总觉得 灵州说的很有道理 是怎么回事 还有 你为什么打那么多饭 吃得完吗 不是减肥 说着 灵州就从他的餐盘里 拿出了两根油条 唉 周哥 那是我的 灵州没再理会刘世明 加快了脚步 刘世明望着餐盘里 仅剩不多的早餐 纠结着 要不要再回去买 但一想到流浪汉 他赶紧止住了这个想法 跟着灵州走了过去 角落里 许念初正在认真吃包子 忽然感觉 眼前一片阴影 不等他抬头 就见灵州将一个鸡蛋 和一根油条 放在他的盘子里 老板多给我一些吃的 一起吃 许念初 老板怎么会这么好心 灵 灵州 刘世明怎么没送 而且 他的饭似乎少了不少 已经准备做下的刘世明 看着许念初盘子里的吃的 默默地露出了委屈的神情 啊 那个 老板送了 但我没有 我减肥 灵州给刘世明 竖起了大拇指 不愧是好兄弟 那是当然 吃过饭 许念初红着脸 慌乱地先回教室了 因为刘世明吃得慢 灵州不得不留下来等他 用他的话说 食物少了 就得细嚼慢咽 不然没尝到味道就吃完了 灵州只能默默地 给他神奇的脑回路点个赞 等刘世明吃完 食堂里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灵州准备起身离开 听见身后传来了云若曦的喊声 灵州 灵州转过头 看见云若曦穿着一件名牌羽绒服 头上戴着可爱的兔兔帽子 灵州的神色暗了暗 这帽子是高二那年 云若曦生日时 他送给他的礼物 云若曦从未戴过 但今天 他怎么就戴上了 有事 你 你刚刚在跟女生一起吃饭 刚进食堂 云若曦就看见了灵州 他原本想喊灵州一起的 但想起正和灵州闹别扭 并发誓晾他几天 云若曦便没理会 只是 他眼角的余光 一刻也没从灵州的身上移开过 看见灵州端着饭盒 往他这边走来 云若曦在想 如果灵州找他道歉的话 他或许可以小小地原谅他一下 嗯 就这么决定了 毕竟灵州都去和别的女生演戏其他了 就给他一个台阶下吧 哪知 灵州走到他身边的时候 并未停留 他直接朝着他身后走去了 云若曦一愣 转过头去 就看见了角落里的许念初 怎么会这样 灵州刚刚没看见他吗 不不不 灵州一定是看见他了的 他这么做 一定还是在演戏 所以 即便吃完了饭 云若曦也没走 他在等灵州 一直等到灵州吃完了饭 站起身来准备离开 云若曦才终于忍不住了 他喊了他 问出了那句话之后 云若曦更生气了 不等灵州回答 他就继续道 你怎么能这样 灵州 你太幼稚了 嗯 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的 灵州一脸猛逼 这姑娘怎么和周珊珊说一样的话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你以为找个别的女生来气我 我就会理你了吗 你做梦 你再这样 我就 我就永远不理你了 云若曦想不明白 灵州昨天 先是将属于他的玫瑰花 送给了别人 然后又说了那样绝情的话 今天为何还不找他道歉 他不就是气他这么多次表白 都不同意吗 那他最后一次 也没表白啊 灵州到底想干什么 想看他先低头吗 不可能 绝不可能 他可是最骄傲的校花呀 全校喜欢他的男生 多如牛某 他怎么能像一个 喜欢他的男生服软 是灵州喜欢他 又不是他喜欢灵州 哦 那太好了 灵州总算明白 他们话中的意思了 这位傲娇的校花 开始脑补剧情了吧 他以为自己是为了气他 才不理他的吗 如果搁在前世 云若曦这哭哭啼啼的模样 他绝对受不了 立刻就上去舔了 但现在 灵州只觉得 怪可笑的 不过也好 这正是 自己想要的结局 这一世 灵州只想守护 自己想守护的人和事 至于其他的 他不在乎 你要记得 你今天说过的话 千万别忘了 说完后 灵州帅气的转身 没做任何停留 云若曦 怎么回事 灵州这态度怎么回事 简直太过分了 他生气的 将头上的帽子摘掉 朝着灵州就扔了出去 然后瞪大眼睛 咬着唇 死死的盯着灵州 回头啊 快回头啊 我把你送我的东西扔了 你怎么都不回头 只要你求我 我就将帽子捡起来 灵州 你回头啊 云若曦在心里默念了好久 发现灵州越走越远 没有任何回头的意思 他整个人有点慌 灵州 你这个混蛋 旁边 跟他一起吃饭的 李小婉 有些担心 若曦 要不算了吧 回教室吧 他拿起了云若曦的饭盒 刚走两步 就听云若曦说 等等 怎么了 李小婉扭过头 看见云若曦小心翼翼地蹲了下来 将刚刚扔掉的帽子捡了起来 李小婉眼神闪了闪 没有说话 现在的云若曦和之前很不一样 他该不会 喜欢上灵州了吧 第二十章 不好意思 我想选灵州 上午第二节课是宇文克 今天的柳青岩 穿了肉色打底厚袜子 下身是长靴配上超短裙 上身搭配一件 比昨天更加惹眼的短羽绒 他将头发披散了下来 长长的大波浪 加上恰到好处的红唇 颇有风味 床头海报上的明星还好看 他一进教室 同学们就开始大声起哄 卧槽 刘老师 您这也太漂亮了吧 不吹不黑 您要早这么穿 我宇文能考130分 柳青岩将课本放在讲台上 笑着看向台下 好 那你们都考个130给我看看 我以后天天这么穿 看得出来 他今天比昨天还要开心 真的吗 真的吗 那我可要开始努力了 当然是真的 太好了 刘老师 话不多说 现在就开始上课 我不想错过一秒学习的机会 哈哈 行 大家打开练习册 今天我们讲练习题 灵州 你的书让你同桌也看看 他的我还没给他拿过来 二中的练习册 和一中用的不一样 这些是一中老师们 为学生特地挑选的资料 柳青岩答应给许念初找一套新的 但还没凑齐 行 没问题 灵州看见 柳青岩说话的时候 特地多看了他眼眼中 带了些感激 想必经过昨晚 他想通了 这样挺好 带着枷锁生活 实在是太累了 灵州将课本放在两个座位中间 看见许念初还盯着台上 似乎是看呆了 他愣了下 小同桌 啊 在 许念初赶紧收回视线 认真看向了书 可他的眼神 时不时地看向柳青岩 眼中满是羡慕 灵州好笑地问 刘老师漂亮吗 嗯 许念初用力地点了点头 想和他一样漂亮吗 嗯 许念初又点了点头 很快 反应过来的他又赶紧摇了摇头 啊 没有 我怎么能和刘老师一样漂亮呢 他们都说 他是丑小鸭呢 怎么不能 前世 去帮他伴葬里的许念初 可比现在的柳青岩还漂亮啊 你好好吃饭 再过一阵子 就会变漂亮了 许念初呆呆地看着灵州 会变漂亮吗 那样的话 是不是就不会被欺负了 真的吗 嗯 真的 所以 一定要好好吃饭啊 许念初笑了起来 眼睛弯成一条月牙 好 距离下课还剩下五分钟的时候 柳青岩停止了讲课 他合上课本 环顾了一下四周 发现同学们这节课 确实比之前更加认真了 柳青岩又看向了灵州的方向 发现他正和许念初说着什么 许念初的眼睛亮亮的 还带了笑意 柳青岩很满意 同学们 这次考试的评讲基本结束了 我和各位老师做了一下考后总结 觉得可以有一个更有效的学习办法 想给各位建一个学习小组 每个小组四个人 大家可以自行讨论组件 学习委员统计一下 今天放学前给我结果 马上要一模了 我们班的成绩 一直都是高三十个班里前五的存在 但从未拿过前二名 这次大家加加油 争取拿到一个好的名次 好 同学们一阵欢腾 这时 作为学习委员 范云哲站了起来 我提议 每组两个学习好的人 搭配两个学习不太好的人 这样大家进步能更快一点 对对对 范云哲说的很有道理 范云哲说完 往灵州的方向看了一眼 灵州一愣 总觉得这货不安好心 正想着 就听见范云哲诱导 我听说 我们班新转来的许念初同学 是个学霸 在二中成绩名列前茅 大家可以找他组队曲曲经 这件事 是昨天范云哲私下打听的 灵州在数学课上出尽了风头 范云哲总觉得不对劲 平时学习那么差的人 怎么会突然开窍了 问题一定出在许念初的身上 果不其然 一查才知道 许念初学习很好 那些题的答案 肯定是许念初告诉他的此话一出 整个班都热闹起来 真的吗 怪不得上次墨写英语那么厉害 所以灵州会做题是他教的吗 应该是的吧 不然灵州哪能做出来 那么难的数学题 灵州 这货又开始耍小孩子的把戏了 他以为这样 就可以将他和许念初拆散吗 真是可笑 他真是太不了解许念初了 这小妮子 前世能因为几颗糖就喜欢他 这一事也一定不会例外 况且 他那么设恐 来班里一天了 除了他 还没跟别人说过话呢 又怎么会和别人一组 好了好了 这件事 大家下课再讨论 柳青岩及时制止了这场闹剧 又交代了一些学习小组的注意事项 下课铃声响起 他拿起课本离开 教室内顿时乱成一团 不少人跑到最后一排 围住了许念初 许同学 一起学习吗 许同学 和我组 我全班前十 我们一起学习交流 许同学 选我选我 我请你吃零食 许念初整个人都待住了 他从未被这么多人关注过 一时间心里有些无措 范云哲看着这一幕 心里很爽 他也走了过来 面露和善 许同学 我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范云哲 也一直是我们班的第一名 全级前十 这次 我会组建一个很优秀的小组 你要和我一起吗 我可以帮你补习 你没学到的知识的 虽然许念初是二中的学霸 但二中的学生 都是中考时一中挑剩下的 范云哲不认为 许念初比他学习好 所以 决定对他抛出橄榄枝 他一说话 其他同学都不再说了 范云哲这话 一点都不假 以他的成绩 别人都巴不得和他组对 毕竟学习经验 也是一种很宝贵的财富 他肯帮许念初 许念初肯定会选他 他来邀请许念初 等于断了别人的希望 许念初更呆了 不知为何 虽然他学习很好 但他有点不喜欢这个人 而且 他好像也不需要和别人一起学习 可是 他不知道怎么拒绝 许念初下意识地看向灵州 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 不知不觉间 灵州已经成了他的救星丸 此刻 灵州也看了过来 本想说点什么 却听见了后门口处柳青年的喊声 灵州 你出来一下 灵州只好无奈地道 别怕 小同桌 按照你心里想的选就行 不用管别人的想法 许念初点了点头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看向面前嘻嘻嚷嚷的同学 勉强地笑了下 那个 我想好选谁了 范 范同学 不好意思 我想和灵州一组 走到门口的灵州 听见这话 微微一笑 小同桌真乖 教室内 范云哲整个人都呆住了 你 你想好了吗 许同学 灵州的学习成绩 你或许不知道 他次次掉车尾 他话还没说完 又听许念初说我想好了 但我想选他 可是 他不但学习不好 他这个人也不怎么样 经常欺负女生 上次还是靠你 才会写那些数学题 不然张老师肯定会骂他 范同学 我选灵州 范云哲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张了张口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感情上云若曦因为灵州而生气 学习上 许念初居然也选了灵州 为什么 不等他想出个所以然来 他又听见 面前的少女柔声道 还有 大家误会了 那些数学题的解法 不是我教灵州的 是他自己想到的 第21章 这是灵州能说出来的话吗 教室外 马上18岁的灵州 身高已经1米8了 柳青岩穿着高跟靴子 依旧比他低了一个头 他站在他的对面 抬头看他 没什么事 就是想说一声谢谢 昨天灵州的一席话 让柳青岩想了很多 大学毕业后 来当教师这8年 柳青岩几乎把自己 当成了一个工具 一个教书育人的工具 他给自己列了太多的条条框框 比如 要穿得规规矩矩 不能化妆 不能说脏话 不能喝酒 不能抽烟 不能去不三不四的场合 酒吧KTV都赫然在脸 因为这些 会有损他教师的形象 会被人说三道四 这也是他爸妈和领导 对他的期待 他要做一个合格的老师 他因此放弃了太多 上学时候的男朋友 因为他后来太土 不懂时尚 不想去大城市发展 觉得他太安于现状 跟他分了手 同学和老师们都说 他和张淑琦越来越像了 不苟言笑 冷言冷语 喜欢骂人 还给他起了个绰号 叫女魔头 活该他一直单身 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的时候 柳青岩找了个无人的角落 哭了一场 从此之后 他几乎水泥风心了 不爱笑 也不爱说话 每天都是管教学生 抓学习 他成了家长们眼中最合格的老师 真正变成了女魔头 可是 没人知道 大学时候的柳青岩 是个很爱笑的姑娘 他喜欢唱歌 喜欢画画 喜欢各种时装美妆 喜欢到处游玩 他还爱好文学 梦想着有一天 能和书中侠客一样 直见走天涯 这些年 他几乎都不怎么笑了 昨天 是他的生日 怀旧了大半个晚上的柳青岩 想怀念一下过去 于是 他穿了买了好久都没穿过的衣服 然后就被爸妈逼着 去见了一个自己一点都不想见的相亲对象 好不容易结束后 来到学校 又被那些看到他的家长投诉了 他选择了妥协 柳青岩以为 自己会一辈子这样 浑浑噩噩的生活 没想到 遇见了灵州 他的那些话 对别人或许太超前太轻浮 但对他而言 刚刚好 那就是他想要的样子 都是第一次做人 为什么要为了别人改变自己呢 所以 柳青岩决定放下枷锁 好好生活 用灵州的话说 成绩可以证明一切 别人的眼光算什么 不客气 不过不得不说 刘老师您打扮起来真的好看 以后可以多化化妆 当然 许念初长开了 会更好看 这话灵州没说 哈哈 要不是知道你是我学生 我都以为你要有什么企图了 柳青岩忍不住笑 我哪敢啊 我还得好好学习 考个好大学呢 柳青岩诧意地看了灵州一眼 这是灵州能说出来的话吗 当然 我现在 突然想考个好大学了 灵州说这话的时候 看见了刚走出教室门的许念初 他低着头 看见他们有些慌张 那个 我 我去厕所 说完后 一溜烟跑了 灵州忍不住笑了起来 柳青岩看见这一幕 也跟着笑了 好 这个想法很好 不过灵州 想考好大学 就得有分寸 灵州知道柳青岩看出来了 也不隐瞒 我知道的 刘老师 不用担心 行 哎 对了 听说你数学课和英语课上 都出尽了风头 做得不错 灵州 我不管你因为什么突然爱上学习 但只要你能将成绩搞上去 我都不会干涉 行 谢谢老师 和柳青岩对完话 灵州才回到教室 这节课 课间是二十分钟 就这一会儿的功夫 班里的同学们 基本上都组完对了 范云哲拿着本子 一脸不情愿地 站在了他的面前 灵州 许念初要和你组对 你有意见没 没有啊 范云哲愤恨地写下了他的名字 记录本都快被戳破了 灵州几乎能猜到 他要说什么 无非是你给我等着 云若曦是我的 就算你跟着许念初学习再好 也没用之类的话 灵州有点无奈 他站起身来 拍了拍范云哲的肩膀 同学 奉劝你一句 舔狗当不得呀 两条腿的女人到处都是 范云哲冷哼一声 甩开他的手 无耻 一语毙 他愤怒地转身离开 灵州摇了摇头 自顾自地坐了下来 小同桌还没回来 他无聊地开始思考 重生后的变化 许念初和他坐了同桌 看样子 对他的感觉还不错 感情的事情不能急 灵州打算慢慢来 他的学习成绩也在一点点进步 考上大学不成问题 老林的事情也开始慢慢推进 刘世明这小子也开始减肥了 虽然力度不大 但灵州相信慢慢会好的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除了一点 没钱 可是现在的他 还在备战高考 正是人生中最忙的时候 去哪争着第一桶金呢 找老林投资的话 他一定会以为自己疯了 找同学界也不现实 毕竟他们都和他一样 穷正想着 灵州看见刘世明 沮丧着脸凑了过来 完了 周哥 怎么了 没人和我一组了 都排满了 刘世明学习也不怎么好 刚刚他去找范云哲看了看名单 发现除了灵州和许念初 其他的组都满了 灵州这一组 是因为有灵州的关系 才没人选 我只能勉为其难 和你们一组了 周哥 救我啊 不是我想打扰你们的 灵州蹴了蹴眉 全班加上许念初 总共72人 四人一组的话 分成18组刚刚好 刘世明落下了 应该还有人也一并落下了才对 他环顾四周 还有一个人呢 话音刚落 灵州就看见一个小女生 正往这边凑 之所以说他小 是因为这女生长了一张圆圆的娃娃脸 脸上还带着两个酒窝 仿佛时刻都带着笑意 他个子也不高 穿上宽松的校服 一点都不像个高中生 此时 他爱笑的小圆脸都快皱在一起了 想靠近灵州几人 似乎又不敢 只能小心翼翼地 走到唯一的女生许念初身边 扯了扯他的袖子 仰着头 苦哈哈地说 徐 徐同学 你能收留我吗 刚从洗手间回来的许念初 下意识地将手一收 快速地往后退了一步 脸上带了些不安和惊恐 我 圆脸女生差点就哭了 原来你不愿意 那我怎么办啊 旁边的刘世明有些猛逼 钱果果 你怎么也落单了 不应该啊 女生正式叫钱果果 他学习成绩中等 不算好也不算坏 许是因为天生笑脸 人缘还不错 灵州也十分好奇 落单的怎么是他 钱果果一听这话 更沮丧了 我刚刚太着急 先去洗手间了 没想到一回来 他们都组好队了 把我忘了 我 我怎么这么惨啊 呃 刘世明觉得 心情好了一些 相对于自己没人要 他觉得 钱果果显然更惨一点 但 周哥肯定不会让他 进队伍的 毕竟这么多年 在没遇到许念初之前 灵州除了云若曦 任何女生都不理 还是算了吧 刘世明话音未落 就听灵州说 那你想加入我们对吗 第二十二章 我喜欢吃素 你喜欢吃肉 当当好 钱果果微微一愣 有点不敢置信 刚当发现自己落单的时候 他看到了 灵州和许念初的名字 但是灵州是个笑霸 也不爱理女生 还爱恶作剧 他有点害怕 不敢去找灵州 只能退而求其次地 来找许念初 但没想到 许念初更高了 直接甩开了他 钱果果很委屈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他没想到 灵州居然开口了 本来想拒绝的 可话到了嘴边 还是咽了下去 如果找不到学习小组的话 那也太惨了吧 我 我行吗 当然可以啊 我们组正好缺人 小同桌 你觉得呢 许念初这会儿 也反应了过来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 收了收手 好 他虽然不喜欢 和人多接触 但灵州既然答应了 他也答应 灵州又看向刘世明 刘世明跟着点头 周哥都发话了 我没意见 嗯 那就这么决定了 欢迎 钱果果很快 没心没肺地笑了起来 嘿嘿 你们真的太好了 那就这样 刘世明你带着钱果果同学 去学习委员那边报名 好嘞 看着他们二人的背影 灵州笑了起来 之所以接受钱果果 不是因为灵州心善 而是因为 钱果果家和他的信仰 十分有钱 如果灵州没记错的话 这个周末 钱家将承办一场 西洋红户外联谊会 这是一场退休职工联谊会 来参加的老人们 都是之前的各级领导 钱家十分重视 可惜那天 非常冷 还下起了大雪 联谊会中的老人们 本来就不耐冷 还在户外 最后闹得十分不愉快 赚钱的机会 这不就来了吗 灵州可不打算放过 当然 灵州看重的 不止这一点 钱家虽然有钱 但钱果果并未被养成傲娇 如同云若曦一样的富家女 她为人和善 没心没肺 整日嘻嘻哈哈 是一个天生的乐观派 和许念初完全不同 或许 这样的性子 可以稍微改善一下 许念初的社恐症 灵州想试试 小同桌 也带有自己的朋友才行 等刘世明和钱果果 报案名回来 钱果果果果然已经神经大条地 忘记了 刚刚被许念初拒绝的事 他自来熟的上前 挽住了许念初的胳膊 太好了 许同学 谢谢你 许念初明显地顿了下 想拒绝 但又觉得 现在是一个学习小组的关系了 他忍了下来 但还是小心翼翼地 往旁边挪了挪 那个 你应该谢谢灵州 提起灵州 钱果果还是有些害怕的 啊 也谢谢灵州和刘世明同学 没关系 不过钱果果 我们帮了你的忙 也想请你帮个忙 什么 你们家这个周末 是不是要举行一个联谊会 能带我进去吗 这个 刘世明一脸疑惑 什么联谊会 灵州完全无视了他 没见过那种场面 想去凑凑热闹 钱果果呆呆地思考了好一会儿 认真地点了点头 行 我回去问问我爸 但你得保证 不能惹麻烦 没问题 中午的时候 灵州站在食堂里 拿着自己带来的排骨饭 犯了愁 小童桌现在开始自己吃饭了 他如果拿着这么一盒饭 出现在他面前 显得有些多余 但小童桌已经看见他带了饭了 现在去买饭 更是此地无垠 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他看见刘世明拿着饭盒 拼命挥舞着手臂 周哥 你不是不来食堂吃饭吗 灵州一喜 快速地将手里的盒饭 递给了刘世明 又从他的手里 抢过他刚打的饭 便宜你了 把肉吃了 米饭就别吃了 毕竟 主食是肥胖杀手 啊 刘世明完全没看出灵州的目的 他眼里只有手里突然多出来的排骨 唉 周哥 你果然是我的亲兄弟 而灵州 也得偿所愿地坐在了许念初的对面 并成功地将自己盘里的鸡腿 分享给了他 许念初有点纠结 你 你的排骨呢 被刘世明抢走了 灵州回答得理直气壮 这次真是太可怕了 非要吃我的排骨 我根本抢不过它 只能来食堂吃饭了 许念初将信将疑地夹起了盘子里的鸡腿 可是 我能吃饱的 不用吃鸡腿 我知道啊 可是我们不是要互相帮助吗 我喜欢吃素 你喜欢吃肉 当当好 说着 灵州从许念初的盘子里 夹了一块子大白菜 许念初呆呆地看了他一会儿 发现他吃得很香 他只好低头继续吃饭了 不过灵州倒是陷入了沉思 这两天好像的确太刻意了 不行 得想个办法 正大光明地和小童桌一起吃饭才行 正想着 灵州看见了端着饭走过来的钱果果 他忽然有了主意 钱果果 钱果果看见他们 面露惊喜 啊 过来坐这边 啊 钱果果迟疑了一下 但想起他们现在的关系 还是走了过去 原来你们一起吃饭的呀 许念初低了低头 没说话 灵州倒 是啊 钱同学要不要一起 啊 一起什么 吃饭 是啊 我们现在是同一个学习小组了 要一起好好学习 吃饭时间自然也不能浪费 一起吃饭的话 还能一起学习 你觉得呢 钱同学 好像很有道理 但又觉得哪里不对 钱果果茫然地点点头 确实如此 但是 那就这么决定了 灵州直接拍了板 钱果果 他有点猛 他但是还没说完呢 在钱果果的认知里 学习小组这种事 就是随口说说 即便是组了队 也几乎没人学习 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和平常一样 但怎么就要一起吃饭了呢 灵州想来真的 正想着 他看见一直没说话的许念初抬了头 他似乎也有些不能理解 灵州 我 我还没发表意见 啊 是吗 不过小同桌 我和钱果果 还有刘世明都同意了 你也是我们其中一员 难道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吗 钱果果 灵州到底在说什么 怎么感觉 像是在忽悠人 许念初也觉得有些不对可视 可是 刘世明他不在这里啊 没事 我的意见就是刘世明的意见 他不敢不同意 许念初又默默地把头低下了 行 行吧 行 既然大家意见统一 那就赶紧吃饭吧 一直没能插上话的钱果果 他整个人都呆住了 谁能来告诉他 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么感觉自己 好像当了一次工具人啊 第二十三章 灵州 他什么时候知道学习了 钱果果想了好一会儿 也没想明白 他最终选择了放弃 晚自习 是高三的自由复习时间 因为组建了学习小组 班长提议 各小组可以聚在一起 自由复习 打了个哈欠的钱果果 抱着课本 来到最后一排找灵州三人 刘世明的同桌 去了别的组 他就坐在刘世明旁边的空位上 趴下就开始睡觉 虽然被迫一起吃饭了 但钱果果还是觉得 大家根本不可能学习 毕竟这一组里 有灵州和刘世明 这两个学渣在 许念初再想学习 也肯定带不动 所以 他根本不在意 就只是来走个流程 这一觉 钱果果睡了半个小时 他是被一阵沙沙的写字声吵醒的 钱果果睁开眼 就看见刘世明正抱着试卷 用力地写字 笔尖都快摁断了 钱果果有点猛 刘世明 你这是在干嘛 看不出来吗 我在复习试卷啊 可是 你为什么在复习啊 刘世明整个人懒散地趴在桌子上 语气中满是愤怒的无奈 因为周哥在学习 没人理我啊 其实刚自习的时候 刘世明想过找灵州玩 可惜 灵州根本不理他 刘世明太无聊了 只好拿出试卷来看 灵州 钱果果又朝着灵州看过去 发现灵州桌子上 放着写满了解题思路的眼草纸 而他本人正和许念初一起 认真的研究其中一道 他根本看不懂的题 钱果果 他以为自己看错了 用力地揉了揉眼睛 发现事实之后 整个人都惊呆了 灵州也在学习 是啊 不对啊 他怎么也知道学习了 不行 我得去看看 唉 你别过去了 刘世明赶紧拦住了他 有点眼色 什么 你没发现 我们两个现在像是两个巨大的电灯炮吗 钱果果 可是灵州不是喜欢云若曦吗 那你觉得 云若曦配得上我周哥吗 呃 钱果果陷入了沉思 云若曦可是校花级别的存在啊 学习也是全级前十 怎么就配不上灵州了 刘世明这话说反了吧 这个星期 钱果果都过得浑浑噩噩的 每次吃饭 他都会看到 许念初刘世明和灵州在等他 每次小组学习时间 他也会看到灵州和许念初学的认真刘世明也在一旁滑水 第二天的时候 灵州人给他和刘世明一本笔记本 上面整理了很多学习资料 并告诉他们 让他们照着这个学 钱果果整个人都凌乱了 他一时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全小组最不用工的人 于是 他也跟着看了起来 以至于同桌喊自己玩都不去了 这就导致同桌以为他疯了 但钱果果觉得疯的不是他 而是整个灵州小组的人 他甚至觉得 上次同学们说灵州是因为许念初给了答案 才能解除数学题这件事 说不定也不是真的 许念初自己辟谣了不说 灵州这认真的样子 也许可能大概真的什么都会了呢 周末的时候 跟着学了一个星期的钱果果 才如是中担地回了家 终于不用再卷了 上学真累啊 感觉身体几乎被掏空 厨房里孙慧如正围着围裙 认真做饭 听见他的声音 孙慧如高兴地走了出来 果果回来了 快快快 收拾一下 吃完饭晚上带你出去玩 不了吗 我想睡觉 啊 孙慧如有点猛 怎么了 果果 生病了吗 没 就是学习太久了 没睡好 啊 学习 我闺女知道学习了 钱果果翻了个身 是啊 没办法 我们老师让我们组建了一个学习小组 我们小组的人 学习可用功了 这样啊 怪不得 那你这小组的同学不错啊 果果 和他们一起好好学 你要是能进步了 改天让你爸爸请他们吃饭感谢 对于钱果果的学习 孙慧如夫妻两个费尽了心思 但一直都没有进步 他们也很愁 听见女儿爱学习了 他们十分开心 沙发上的钱 有才也到 是啊 果果 好好学 感谢他们 钱果果听见这话 快速地做了起来 爸 妈 你们真想感谢他们 是啊 那这周的联谊会 我能带他们一起来玩吗 钱果果都差点忘了这件事了 幸好这会儿想起来了 不然肯定要被林中骂 联谊会 不行不行 钱有才立刻拒绝 那都是老年联谊会 你们小孩子去做什么 钱果果走过来 黏乎乎地抱住了钱有才的脖子 爸 我们学习太累了 想跟着放松放松 大家都没见过 就去凑凑热闹 绝对不会打扰你们的 那也不行 这次联谊会非常重要 外人都不能参加的 你也别想去捣乱 这次的联谊会 都是以前的各级领导 钱有才费了好大力气 才承办下来 为的也不是赚钱 而是人脉 把这帮老家伙伺候好了 他以后的生意之路 会更加顺风顺水 钱有才不容许有任何的闪失 钱果果坚说不通 有点难过吧 我都答应带他们去玩了 那也不行 钱果果嘟了嘟嘴 朝着孙慧如撒娇般的喊 妈 您看看我爸 孙慧如哪受得了女儿的撒娇 他举了举手礼 还未来得及放下的锅铲 让他们去 人家都带着你女儿学习了 你让他们去玩玩咋了 再说了 都是一些小孩子 那些上了年纪的人 说不定刚好喜欢孩子呢 你要不同意 今晚别吃饭了 钱有才缩了缩脖子 只好答应了 那 那行吧 但是闺女 说好了 去可以 千万不能捣乱 就在旁边玩 好 谢谢爸爸 钱果果高兴地抱着钱 有才亲了一口 然后快速地倒在沙发上 睡着了 这孩子 看来在学校真的用功了 周末 林舟早早地起了床 看见林长征在忙早饭 他晃晃悠悠地走了过去 爸 借点钱 多少啊 五百吧 五百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林舟一个月的生活费 也才两百块 而且可以吃得很好了 怎么一开口 就要五百 林舟 去做点小生意 林长征吓了一跳 做生意 不行不行 你才多大 应该以学习为重 做什么生意 别胡闹 唉 林舟默默地叹了口气 他就知道林长征不会同意 还是得自己想办法 只好拿上一根油条 出了门 林舟 林舟 你去哪儿啊 林长征端着喝了一半的粥 追出老远 但已经完全看不见林舟的影子了 林长征气急败坏 这小子 是不是又要出去捣乱 这可怎么办 第24章 刘世明震惊 周哥 你换头了 江南小商品市场 刘世明已经站了半个小时了 他今天穿着一件挂满叮叮当当饰品的皮色上衣 加上吊当裤子 输了个最流行的爆炸头 还打上了发蜡 依靠在摩托车上 刘世明摆着自以为最帅气的姿势 看见林舟的时候 他风骚地甩了甩头 紧接着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咦 周哥 你怎么穿得这么朴素 今天的林舟 穿了件灰色毛衣 加上白色休闲羽绒服 下身是一条宽松的浅灰休闲裤运动鞋 和那头乱七八糟的头发 完全不搭 林舟鄙夷夷地看了刘世明一眼 你这是 不是要去联谊会吗 联谊会上不都是性感神仙姐姐吗 你穿成这样 跟个小孩一样怎么行 今天就是前家承办联谊会的日子 林舟本来也喊了许念初 但是他说 自己有事 没能来 只有刘世明这次十分积极 并神秘兮兮地说自己一定会到 周哥你真厉害 当时 林舟还没明白这句真厉害 是什么意思 但这会儿 他明白了刘世明心中的联谊会 恐怕不是简单的联谊会 看他这身风骚的打扮就知道了 林舟颇为无奈 但也懒得解释 直接抢了摩托车的驾驶权 坐好了 出发 好嘞 周哥 刘世明一脸兴奋 长这么大 他还没参加过什么联谊会呢 听说联谊会可以和漂亮姐姐左拥右抱 想想就兴奋 五分钟后 看见林舟停在了一家不太大的理发店面前 刘世明陷入了沉默 周哥 你要理发啊 我给你推荐一家 那边的李子汤做得非常好 你看我的就知道了 到时候 保准你迷到联谊会一众妹子 林舟没理会他 直接停车进了理发店 林舟之所以选这家 是因为这家理发店是新开的 理发师的年纪看起来也不大 应该不会强迫他 剪线下流行 坐下后 理发师拿着画册走了过来 您好 请问您想剪什么发型 我这边有很多最新款式 他话因为落就听林舟说 不要都不要 我想根据我自己的想法剪 你自己的想法 对 先这样 然后 林舟认真地给理发师描述了半天 问 听懂了吗 理发师有点猛 懂了 但是 你确定要这么剪 嗯 开始吧 理发师拿着剪刀 担忧地吞咽了口唾沫 那个 如果剪完不好看 不会找你麻烦的 你剪就是了 行 行吧 理发师深吸一口气 在刘世明的声声周哥 你在考虑考虑霸中 开始了这场探索的理发之旅 半个小时后 理发终于完成 理发师看着自己的作品 惊呆了 只见面前的少年 爆炸头已经完全消失 留下的是简单的碎发 在眉毛之上的位置 稀碎的刘海 稍稍挡了下那有形的脸 整张脸的轮廓越发清晰 看起来干净利索 且帅气 简直就是理发师开业这两个月来 见过的最帅气的男人 这 林舟也站了起来 他摆弄了下头发 看了下镜中的自己 十分满意 果然还是新时代的发型好 非主流那种不忍怀念的发型 到底是谁发明的 很不错 多谢老板 不谢不谢 老板慌张地摆手 但被夸了 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付了钱 林舟看向了坐在旁边 打短的刘世明 这家伙喊了半天 没能阻止林舟 直接睡着了 林舟无奈地上前拍了拍打 留着哈喇子的刘世明 惊醒过来 周哥 怎么了 是不是捡得特别难看 要不要我带着你去我捡的那家 说了一半 生生卡在了喉咙间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面前的林舟 好一会儿 才有点不敢相信地挤出一句话 周哥 你换头了 林舟没接刘世明的话 直接到胖子 带钱了吗 啊 带了 刘世明茫然地从口袋里 掏出来两百块 林舟直接接过 谢了 晚上还你 说来也是无语 他手里只剩下前几天 林长征给他的一百块了 其他的钱 全都花给了云若曦 不然早上出门的时候 也不至于找林长征借钱 不过三百块的话 省着点花 应该也够了 出了理发店的门 林舟又骑着摩托 直奔小商品市场 这会儿刚九点 联谊会十点开始 天已经阴沉下来 有了要下雪的迹象 得快点了 这一路上 刘世明的眼神 一刻也没离开过林舟 今天精心打扮 发誓要做全场最亮的仔的刘世明 突然觉得自己 好像没有林舟帅了 他分明就只是换了个发型 衣服是那种乖学生 会穿的最简单的衣服 可怎么就不一样了呢 一直到了一家小商品店里 刘世明才反应过来 周哥 你这又是要干啥 说好的联谊会呢 怎么专门去一些 莫名其妙的地方 林舟没理会他 镜子走到暖手宝旁边 问道 老板 这个多少钱 老板是个大姐 自从林舟进屋 她看着林舟的眼神 就有些不一样 这个啊 三块钱一个 林舟想了想 道 我要一百个 能便宜吗 老板一听 眼睛都亮了 一百个呀 那按批发价 两百七吧 给你一百个 老板 还是有点贵 您看 我们还是学生 也没什么钱 两百五的话不太好听 两百四您觉得怎么样 您要是卖的话 我就在您这拿货了 两百四 不行不行 太少了 这我都保不住本 林舟对着老板笑了下 姐姐 您看 都二月底了 冬天马上就过去了 顶多还有一场雪 您这暖手袋再不卖的话 就要积压到下一个冬天了 到时候 说不定因为放的久了 会坏掉 那多得不偿失 不如卖给我 我买这么多 就当是给您清清庆库存了 这一生姐姐叫得老板心花怒放 她认真思考了下林舟的话 突然觉得很有道理 天气预报虽然还有雪 但根据以往的经验 确实是最后一轮了 三月份就会进入真正的春天 万物复苏 天气回暖 暖手宝这种冬天的物品 确实也卖不出去了 沉思了下 老板点了点头 爷 也行吧 那你以后多来我这买东西啊 小帅哥 好的姐姐 旁边的刘世明 整个人惊呆了 第25章 有没有可能 只有长得帅的人叫姐姐才有用 刘世明看着林舟 将一百个暖手保装好 然后付了钱出门 他还没反应过来 周哥 还可以这样 讲价的吗 怎么了 这叫说话的艺术 你不懂 那我明天去买衣服 也这样讲 刘世明仿佛发现了新大路 林舟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只有长得帅的人叫姐姐才有用 接下来 林舟又带着刘世明 找了一家刚刚开门的饭店 花30块钱 用他们的大锅烧了热水 并花费大半的小时让他们帮忙将热水袋全部装好 在刘世明茫然的眼神中 带着这些热水袋前往联谊会现场 前市集团办公室 钱友才正在针对这次联谊会开会 这会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了 眼见要十点了 钱友才才做了最后的总结 这次联谊会的重要程度 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 请大家务必重视起来 是 老板 好 会议解散 大家都去忙吧 大家各自散开 新来的助理茫然地站在钱友才旁边 老板 其实我还是不明白 就一个联谊会 还都是老人 为什么会来这么多人 钱友才站起身 来到窗口看向外面 哈哈 这你就不懂了吧 虽说是联谊会 但这么多老人 总有一些因为各种原因 没了老伴的 助理瞪大了眼睛 您的意思是说 他们是来找对象的 钱友才点点头 是啊 年纪大了 也没工作 子女不在身边 难免会心里空虚 联谊会刚好是个机会 每一次的这种联谊会 都会有很多人参加 主办方也能从中得到很多好处 不然我为什么会这么努力 拿下这个完全不赚钱的项目 和他们搞好关系 那就是 和大半个江城的上级搞好关系 原来如此 助理恍然大悟般地点了点头 行了 你也去现场吧 我女儿一会儿要带同学来玩 你找个人 将他们安排在另外一边 距离这些老人远一点 虽然答应了女儿 但钱友才 还是觉得一群小孩子过来不妥 是 老板 将事情安排妥当 钱友才 这才松了口气 希望一切顺利吧 嗯 不对 怎么下雪了 江城时代广场 会场内热闹非凡 一群老头老太太 正开心地玩着主办方准备的小游戏 但其中一部分 已经缩成一团 坐在了旁边 好冷啊 好像下雪了 可是 这么好的聚会 怎么办 主办方呢 钱果果来的时候 就看见了这么一幕 他在门外等了好一会儿 没看见灵州来 就先决定进来看看 听见他们说冷 他也举起手来搓了搓 的确很冷 灵州那家伙 是不是不来了 要不然 还是先回去吧 刚走出场地 他就看见一个长得 极好看的帅哥 带着刘世明 往这边走来 钱同学 我们来了 钱果果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你 你是灵州 对 是我 灵州一边下摩托车 一边催促刘世明 帮忙搬暖手宝 钱果果还在猛逼 你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简直太帅了 比他们学校最帅的帅哥还帅 钱果果感觉自己的心 都跳得快了一些 先别说这个了 我们先进去 钱果果 你也来帮帮忙 雪已经开始下了 天气也比刚刚更冷 灵州觉得 时间差不多了 啊 钱果果呆呆地走了过去 这 这是什么啊 暖手宝 太好了 可是要这么多暖手宝干什么 一会儿 你就知道了 只有刘世明一脸茫然 这是联谊会 说好的美女妹子们呢 此时 刚到场地的前 有财风了 他搓着手 不停地走来走去 你们怎么回事 天气预报没提前看吗 对不起老板 这确实是我们的疏忽 没想到会突然降温下雪 现在 他们已经在安装大棚了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 外面太冷了 那些有点基础病的老人都受不了 嚷嚷着要回家 不能找个室内吗 老板 有近两百人 我们一时半会儿 找不到那么大的室内场地啊 还有那些增加互动的小游戏 也很难办 这 这可怎么办 没有取暖设备吗 已经让人加紧时间去买了 废物 钱有才气急败坏 这一会儿的功夫 他已经接到好几个电话了 都是现场的老者们念叨太冷 让他想办法的 他现在能有什么办法呀 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钱有才忽然看见 钱果果正抱着一堆不知道什么东西 跟在几个少年的身后 往会场里走去 钱有才 着急地跟了过去 果果 你在干什么 外面这么冷 赶紧回家 但钱果果并未听他的 他的视线 完全被灵州吸引了 看着灵州将暖手宝拿了出来 摆在地上 钱果果还在发呆 他碰了碰旁边的刘世民 灵州到底在干嘛 我也不知道啊 大概 是要卖暖手宝 两人正讨论着 就见走过来 一个头戴老头帽 拿着一只玫瑰花的大爷 操着手走了过来 小朋友 你们这是干嘛呢 卖暖手宝呢 大爷 要来一个布 这天怪冷的 暖手宝 大爷眼睛都亮了 已经在外面动了好一会儿了 他的手有些僵 可是 这里没热水啊 有的 我装了热水过来的 您摸摸 灵州拿起一个暖手宝 递给大爷 大爷伸手一碰 赶紧缩回了手 哟 不错 准备的挺州拳 多少钱一个呀 十块 刘世民当场吓猛了 这暖手宝 成本连两块五也没有 加上水费 也不到三块啊 居然能卖十块 傻子才会买吗 果然 大爷开口了 十块 这么贵 灵州笑了起来 大爷 别看我这暖手宝贵 这暖手宝 比你的玫瑰花管用 大爷一脸疑惑 真 真的吗 真的 您看那些奶奶们 都动得发抖了 您拿一个暖手宝过去 给您心仪的奶奶 这么冷的天 万一暖了人家的心呢 行行 我买一个 赶快 别被那些老头发现了 大爷快速地从口袋里 掏出十块钱 递给灵州 刘世民 还真有傻子 灵州递给大爷一个暖手宝后 大爷高兴地起身 一边走一边喊 秀莲 秀莲你快看看 我给你买什么了 人群中 一个穿着长羽绒 头发半白的老人 扭过了头 面露喜色 哎呀 是暖手宝 他已经在这里动了二十分钟了 原本准备走的 可围着他的那些老头 一直找他说话 不让他走 王秀莲都快烦死了 对对 快暖暖 抱着这个就不冷了 三哥 在这种地方 还能买到暖手宝 你人真好 那是 也不看看你三哥是谁 虽然年纪大了 但这心一点都不输年轻人 有了这个就不冷了 我们去那边玩游戏吧 嗯 王秀莲娇羞地低下了头 大爷趁人不注意 转身给灵州竖起了大拇指 周围的人都惊呆了 王秀莲可是他们这群老人中的一枝花 五年前老头去世后 他们好多人对他垂涎三尺 刚刚一群人凑过来 想带他去唱歌下棋跳舞 都被拒绝了 可没有一个人能得到芳心 没想到 今天被一个暖手宝福获了 第26章 第一桶金 老头们仿佛一下子开了窍 瞬间知道了 俘获老太太们芳心的办法 他们争先恐后的就走了过来 小朋友 我也要一个 我也买我也买 我要那个粉色的 我要蓝色 花枝喜欢蓝色 整个场面一片热闹 刘世明和钱果果原本还在发呆 硬是被灵州拉过来当苦力了 钱友才也愣住了 这是 果果的同学 他们让果果带进来 就是为了卖暖手宝吗 倒是挺聪明的 刚好赶上了最好的时机 刚刚那个少年讲话 也很有艺术 钱友才有那么一瞬间 以为自己见到了 和自己年纪差不多大的生意人 但这情况 也太乱了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联谊会 钱友才想了想 示意助理过来 和助理说了几句话之后 助理点头走了过去 几位同学 灵州和钱果果刘世明 抬起头来 助理又道 我们老板让我们来问问 你们这暖手宝 能打包卖给我们吗 我们一会儿发给诸位老人 我给你们一个打包价 果果 老板让你也先回去 外面太冷了 我 钱果果有点茫然地看着灵州 似乎已经把灵州 当成了主心骨 灵州醋了醋眉 她一眼就看穿了 这个助理的意思 想赶她走 还想拿低价买了她的货 虽然前世 她的确不在意这点钱 但今时不同往日 她现在很穷 一百块也是钱 于是 灵州指了指身边 围着的一群老人 这个 你得问他们愿不愿意 此话一出 那些老人们沸腾了 那怎么行 我们得亲自买 才能展现我们的诚意 就是我家花枝只能用我买的暖手宝 钱老板 你们就别掺和了 人家少年卖得好好的 你赶人家走做什么 这么好的献殷勤的机会 一旦变成了大家统一发放 他们不就没有办法给老太太们献殷勤了吗 一听这话 钱友才瞬间尴尬了 这 诸位我不是那个意思 但目前的情况 他的解释完全没用 这些老头本来就是有脾气的人 此刻一点好脸色都不给他 钱友才有点慌 这时 他又听卖暖手宝的灵州笑着说 钱老板不是那个意思 他是害怕我这样卖太慢了 一会儿暖手宝凉了就不好了 所以才想全部买去持续供应热水给你们用 大家别误会 钱友才脸色一洗 震惊地看了一眼灵州之后 赶紧顺着台阶往下下 对对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那还不简单 你现在让他们去烧水啊 暖手宝我们自己买 你们提供热水就行 行行 小刘 还不赶紧去找人烧 一直供应到联义会结束 好的老板 我这就去 临时找取暖设备 找室内场地很难 但是 找个供应热水的 还是很简单的 广场旁边任何一家商户 给点钱就行 小刘立刻去办了 整个场地又热闹起来 灵州忙着卖货 钱友才擦了擦额头上冒出来的汗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刚刚差点判断失误办错事 想到这里 他又看向了忙碌的灵州 这位少年 似乎和自己认识的其他少年都不一样 他刚刚那些话 明显就是在帮自己解围 因为那些话原本要被责备的他 此刻变成了大赌 热心肠的主办方 老头们获得了老太太们的好感 一边玩互动小游戏 一边夸赞主办方 他只是一个高中生啊 这么厉害的吗 忙活了一个小时 热水袋全部卖完了 总共一千块钱 除去成本的两百七十块 净赚七百三 还要给刘世民和钱国国钱 总不能让人家白帮忙 灵州拿着钱坐在路边发呆 这赚钱速度 还是太慢了 得想想办法才行 而刘世民和钱国国 两人全都呆住了 七百三啊 一个上午赚了七百三啊 这是何等的速度 我妈一个月的工资才一千二 你半天赚了我妈 大半个月赚的钱 周哥 你还是人吗 刘世民不停地表达着 自己心里的感慨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一个十八岁的少年 能在一上午的功夫 赚到这么多钱 他相信 这话说出去也没任性 钱国国 你说他还是人吗 钱国国摇了摇头 又点了点头 很茫然 虽然说他家很有钱 但他确实没见过一个人 能这么快赚到七百三 他和灵州一样大 除了压岁钱 他还一分钱没赚到过 灵州真的不一样了呀 不但知道学习了 人变帅了 还知道赚钱了 好厉害 钱国国 刘世民见灵州不说话 忍不住喊了他 钱国国终于反应过来 他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觉得 行了 你们两个别臭屁了 灵州从一千块中 抽出二百五十块 递给刘世民 你的本钱和工钱 然后又拿出五十块 递给钱国国 你的工钱 在两人茫然中 他站了起来 好了 今天的事情做完了 下午大家各自去过周末吧 我先走了 说完后 他头也不回地离开 钱国国和刘世民 拿着钱面面相去 刘世民 啊 我觉得云若曦配不上灵州了 雪下得不大 对于老年人来说 确实有点冷 但对灵州这种 十八岁的小伙子来说 刚刚好 离开会场后 他来到了广场另外一边 那里有个小型游乐场 旁边是一片竹林 雪花扑素素地下着 别提多美了 太久没静下心来看雪了 灵州仰起头来闭上眼睛 认真地感受着 不知为何 脑海中忽然出现了 小铜桌的样子 他站在雪里 应该很好看吧 一有这个想法 灵州就呆了呆 似乎自从知道 许念初喜欢自己 为自己而死后 他遇到什么好东西 都想和他一起分享 和之前对云若曦的感觉 完全不同 再也没有了小心翼翼 也不担心被拒绝 就只是单纯的 快乐 原来谈一份正常的感情 如此的快乐 找个时间 带小铜桌看看雪吧 虽然不是出雪 但只要跟他在一起 其实什么时候 都可以是出雪的 这么想着 灵州转身 准备去找小铜桌 与此同时 广场的另外一边 聚集了几个 凑在一起学习的人 范云哲周珊珊 和另外两名 他们同组的同学 云若曦和李小婉 也赫然在恋 第27章 灵州他什么时候这么帅了 云若曦今天是听了 闺蜜周珊珊的话 来广场上六弯散心的 没想到 来了发现范云哲也在 直接走有些不好意思 便拉着李小婉留了下来 此刻 范云哲正在认真发言 高考无比重要 我们既然成立了学习小组 就一定要努力 以后每个周末 都要一起学习 行 没问题 周珊珊 王子晨 你们两个基础差一点 再努力一把 就算是考不上一本 也一定能考个二本 知道了范哥 范云哲说这话的时候 时不时地看向云若曦 他一直以自己的学习成绩为傲 现在 又成了学习小组的组长 怎么也得让若曦知道才行 这样的话 若曦说不定就会多看自己一眼 于是 范云哲说完 鼓足了勇气开口 若曦 要不你也跟我们一起学习吧 每个周末都一起 我们一起进步 云若曦似是没听见般 抬起头来看了看天空 下雪了 是啊 应该是今年最后一场雪了吧 你们说 林州在干什么呢 什么 范云哲的脸色变了变 怎么突然提起林州了 若曦 他话音未落 就看见云若曦 忽然向前一步 惊喜地喊 刘世明 刘世明 你怎么在这里 范云哲一愣 扭头 看见刘世明 正骑着摩托车 朝着这边走来 他眼神暗了暗 好不容易让周珊珊 把云若曦约了出来 怎么还能遇见刘世明 真会气 刘世明也没想到 能遇见云若曦 他停下摩托 潇洒地用脚撑住 你们也在啊 哟 大周末的 学习呢 范云哲脸色很难看 当然要学习 我们哪让你这么闲 怎么就你一个人在 灵州呢 是不是又去哪鬼混了 哼 在学校做出一副 爱学习的模样 一到周末 就原形毕露了吧 这几天 灵州小组也在学习这件事 令范云哲觉得 十分不可思议 但现在 他明白了 这群学渣 完全是为了 做给别人看的 云若曦也好奇地 看向刘世明 难道灵州 真的没有在学习吗 那怎么也没来找他啊 已经一个星期了 他怎么还不出现 以往经常 站在他身边的人 忽然消失了 虽说是他自己说 要静着灵州 等灵州来道歉的 但不知为何 心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这种感觉 在看见下雪的时候 越发的强烈 刘世明 你在说什么鬼话呢 我周哥在学校 都学完了 现在忙着赚钱呢 哪跟你们这群小渣渣一样 不等范云哲说话 他身边的王子晨 就站了起来 赚钱 你说灵州 是啊 刘世明点点头 刘世明 你别搞笑了行吗 灵州他知道 赚钱两个字 怎么写吗 哲哥 您听听这话 简直在搞笑 王子晨学习 没范云哲好 他来学习小组 就是为了从范云哲身上 多学道点知识 恨不得天天跪舔 范云哲 刘世明 不乐意了 唉 我说你这人 我周哥怎么不知道 赚钱怎么写了 我周哥一个上午 赚了一千块 你们知道吗 你们谁能赚一千块 范云哲 你能吗 范云哲 就会吹牛 那可是一千块 不是十块钱 也不是一百块 现在他们每个月的生活费 才两百块 像云若熙范云哲 这种家境英识的 也不过才三四百块 灵州才多大 不到十八岁 能半天赚一千块 他们根本就不信 连云若熙都不信 虽然他家还算有钱 但半天赚一千块 简直就是说笑 刘世明 是不是灵州 让你这么跟我说的 他以为这样说 我就会原谅他吗 他怎么这样 在云若熙的理解里 灵州这么做 一定是想让自己 知道他多厉害 然后原谅他和他在一起 他怎么还是这么幼稚 就算是道歉 讨好我 也应该找一个 好点的理由吧 刘世明气笑了 他瞬间觉得 灵州放弃了云若熙 是多么明智的一个选择呀 云若熙这人 长得挺好看的 但怎么这么自负 真以为全天下 都要围着他转啊 这才是真幼稚吧 但现在 要怎么解释 他们才会信呢 他周哥真的很牛皮的 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他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刘世明当场笑了起来 唉 周哥 这边 正准备离开广场的灵州 看见几人 愣了下 胖子 你干啥呢 云若熙几人顺着声音 看了过去 瞬间愣住了 几个女生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那是灵州 他什么时候这么帅了 啊不是 我是说 周珊珊意识到 自己说错了什么 想改口 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低着头 偷瞄灵州 李小婉看完灵州后 不知为何 不经意地将目光 投向了云若熙 他有点想知道 云若熙此时的反应 看见云若熙也微张着嘴 李小婉满意了 原来若熙也会为灵州惊讶啊 前几天 似乎还因为灵州生气 他更加确定 云若熙对灵州的感情 不一般了 但看灵州现在的情况 自己的闺蜜 怕是要吃苦了 李小婉默默地叹了口气 几个男生的眼神 却有些不一样 尤其是范云哲 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 他此刻都杀了灵州好几次了 这次剪个头发 怎么变成这样了 和之前的嚣张怪力完全不同 居然变成了乖学生 他为什么这么做 不就是为了吸引云若熙的注意吗 实在是太搞笑了 灵州 你这是干什么 穿成这样 是想让云若熙多看你一眼吗 灵州 正震惊的云若熙 听见这话 笑了起来 对啊 灵州突然改变 肯定是为了自己啊 毕竟他一直都喜欢自己的 以前只要自己一天不理他 他就会想尽办法靠近 这次 肯定也是一样灵州 其实你不用这样的 什么 不用为了我刻意改变 你之前就很好 我只是暂时不想谈恋爱 所以一直没答应你 等高考后 我 眼见云若熙越说越离谱 灵州快要忍不住了 他打断了他 云若熙同学 你记得 你那天在学校餐厅说过什么吗 啊 我说 你说你再也不理我了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 云若熙脸色一变 灵州你 他刚刚还想说 等高考后 就会好好考虑灵州的 可他怎么这样 为什么要打断他 还要提起那天 那天 他是为了气他才说的 他难道看不出来吗 别生气 生气容易乳腺增生 不值得 云若熙脸但被憋得通红 他眼中满是委屈 灵州却根本没理会他 他云淡风轻地说完这些 走到刘世明的身边 问你呢 下雪了还不回家 一直等看完几人傻比反应的刘世明 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这不是等着送你吗 周哥 见自己被无视了 范云哲更加生气 他转头示意了一下王子晨 王子晨心领神会 灵州啊 听说你做生意 一上午赚了一千块钱 你好厉害啊 下次让刘世明替你装十三的时候 提前打好曹道好吗 你当一千块是十块钱呢 灵州默默地在心里翻了的大白眼 正准备继续无视 这时 他看见正前方忽然跑过来一个人 同学 同学 你稍等一下 哎呀 你可让我好找啊 怎么走得那么快 第二十八掌 他们和我有什么关系 咦 这不是钱老板的助理吗 他怎么来了 刘世明认出了来人 助理快速来到灵州的身边 看了一眼他身边的其他几个同学 疑惑地问 同学 你这是有事要忙吗 也没什么事 怎么了 那 借一步说话 灵州点头 正准备离开 又听王子晨喊 怎么了灵州 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了吗 哦 我知道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了 怪不得一上午能赚一千呢 他一脸鄙夷地看着灵州 灵州 那就在这说吧 助理诧异地看了王子晨一眼 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叠钱 递给灵州 是这样的 您刚刚帮了我们老板大忙 我们老板为了表示感谢 让我给您封个红包一丝一丝 我怕您走得快 来不及跟上 就擅作主张 没去买红包皮 直接给您现金吧 说着 他将那叠钱塞给了灵州 几人听完这话 眼睛都直了 尤其是范云哲 他作为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 一眼就能看出 那叠钱至少有两千块 他刚刚还示意王子晨嘲笑灵州 不可能一上午的功夫 赚够一千块眨眼间 人家就两千块进账了 范云哲只觉得自己的脸被打得啪啪响 他黑着脸 再也不说话了 王子晨还想说点什么 也被他拉住 云若熙也有点茫然 他刚刚还觉得王子晨说的有道理 此刻只觉得王子晨是个傻逼 钱有才的助理 他是认识的 那么大一个公司的助理 居然来感谢灵州 难道灵州今天上午真的赚到了钱 还帮了人家这么大一个公司 云若熙诧异地看向灵州 眼中带了些奇奇怪怪的情愫 刘世明得意地看着这一幕 简直比自己装到笔还开心 哼 这帮小崽子 就应该看看他周哥的厉害 一群人中最淡定的当属灵州 就仿佛 这一叠钱对他毫无吸引力一样 他淡定地摇了摇头 不用了 我也是歪打正招 我得到了我应得的报酬 当不起这红包 刘世明当场震惊了 周哥 那可是两千块啊 助理也很诧异 但他的诧异中带了一丝欣赏 这可是两千块 对一个十八岁的学生来说 是不小的数目了 他居然直接拒绝了 片刻后 助理又点了点头 同学 我们老板还说了 如果您不肯收这钱 他今天中午会在望月楼设宴 当作是感谢您 您可以带着您的同学 一起去 望月楼 此言一出 众人再次震惊了 那可是一顿饭三千家的酒楼啊 在他们学生眼中 简直就是遥不可及的存在 钱家居然要请一个学生 去望月楼吃饭 灵州到底帮了人家多大的忙啊 这样啊 那行 替我谢谢钱老板 嗯 那就望月楼见 助理又看了旁边几位同学一眼 虽然看起来 他们似乎闹了别扭 但少年的感情总是瞬息万变 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带这些人一起去 毕竟 他和那个女孩子 看起来感情不一般 他眼神都快粘在他身上了 或许该提醒老板 多定点位子 此时 除了范云哲 其他几人也都各怀心思 助理说了 灵州可以带同学 他们几人都是灵州的同学 且都听见了这句话 灵州会带他们吗 那可是望月楼啊 他们长这么大 从未去过的地方 但一想 他们在学校和灵州的关系也不好 他们就有些沮丧 早知道 多和灵州混混了 但是云若熙不一样 于是 几人都羡慕地看向云若熙 周珊珊更是扯了扯云若熙的袖子 示意云若熙 可以去蹭饭 感受到几人的目光 云若熙骄傲地扬起了头 望月楼虽然他去过 但是如果灵州要带他的话 他不介意多去一次 正此时 他忽然看见 灵州看都没看他一眼 直接坐上了刘世明的摩托车 刘世明 走 去哪儿啊周哥 当然是望月楼啊 云若熙灵州 为什么不带他 灵州难道不知道 带了他 他说不定就会原谅他 这么好的机会 他居然只带了刘世明 此时的刘世明 也有点受宠若惊 啊 周哥 你要带我去吗 废话 不带你去我怎么去 我没车啊 那 他们呢 他们和我有什么关系 范同学会带他们吃饭的吧 几人将目光投向了范云哲 根本没打算管饭 且没带多少钱的范云哲 但云若熙在 他也不好说什么 只好道 行 今天请大家吃大盘鸡 众人 他们突然觉得范云哲很小气 和望月楼比 大盘鸡散的啥呀 云若熙更是冷哼一声 不吃了 便带着李小婉离开了 望月楼门口 灵州看了看时间 已经中午十二点了 血还在下 中午怕是要耽误过去了 那只能下午 去找小同桌了 刘世明望着这 从未进过的气派大楼 周哥我们真的可以在这里吃饭吗 当然可以 如果你想的话 以后可以在更好的地方吃饭 真的吗 周哥骗过你吗 赶紧走吧 别那么没出现 好嘞周哥 周哥你不会是我亲哥 灵州的形象 在刘世明的眼中又高大了一些 进了望月楼 灵州发现 钱友才已经到了 他的身边还跟着钱果果 他们面前是一个巨大的桌子 桌子周围摆了很多椅子 钱果果一看见他们 就高兴地喊了起来 灵州 刘世明 这边 钱友才倒是有点惊讶 就你们两个 之前助理特地说 灵州在广场上遇见了同学 需要订一个大点的位置 联想到这个年纪的男生 都喜欢装笔 说不定真的会带 钱友才虽然不怎么乐意 但还是定了 是啊 怎么了 钱老板还想见谁 没 没 钱友才也乐呵呵地笑 小刘 喊服务员换个包厢 包厢换完后 几人坐了下来 钱友才一边给钱果果拉凳子 一边道歉 哈哈 林同学 不好意思 本来是我要单独感谢你的 但是果果非要跟着 他说他要感谢 你给他发了工资 灵州也没想到 钱果果还挺可爱的 那五十块 在他的眼中根本不值一提 可能因为我们是同学吧 比较亲切 哈哈 是啊 他还说跟着你们学习呢 我许久没见果果这么热爱学习过了 想吃什么 随便点 钱老板 还是您点吧 这顿饭 钱友才点了很多名贵的菜 比如帝王蟹之类的 刘世明和钱果果 眼睛都直了 哇 爸爸 好好吃 谢谢叔叔 一通彩虹屁下来 钱友才心花怒放 但他发现 灵州一直慢条丝里的 和身边的两位同学 完全不一样 似乎对这些吃的 已经习以为常 他有点好奇 灵州同学 我能问一下 你和我们家果果是一样大的吗 灵州还没说话 吃得满嘴流油的钱 果果就抬起了头 含含糊糊的说 爸 我都跟您说了 灵州十七岁半 您怎么还问 啊 对对 看我这记性 钱友才拍了下自己的脑袋 在看灵州的眼神里 带了些赞赏 这个年纪如此沉稳 要么是装的 要么就说明 此子非同一般 第二十九章 他浅浅的呼吸 落在了他的脸上 饭后 刘世明要去洗手间 钱友才喊了钱果果 让他带着他去 钱果果虽然不情愿 但还是跟着离开了 钱友才给灵州倒了一杯水 灵州想拒绝 但钱友才根本不给他机会 这杯水 你当得起 今天若不是你 那场联谊会搞砸了 我损失更多 给了你红包你也不要 林同学 实在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你也不能喝酒 就喝杯茶吧 今天的事 无论这位灵州同学 是有意还是无意 都值得一声感谢 刚刚果果在 他也不好拉下面子 才将钱果果支走的 灵州也没拒绝 他以后还想赚钱 高考结束之前 离不开江城 钱友才这样的人 会是一个不错的跳板 钱老板客气了 灵州举起了茶杯 今后你如果有什么麻烦 可以告诉果果 我可以无条件帮你一次 那就先谢谢钱老板了 两千块的红包 换钱友才一个承诺 很值 一杯茶下肚 钱果果和刘世明也回来了 意识到 灵州和钱友才的关系 有些微妙 钱果果嘟了嘟嘴 爸 您和灵州说什么呢 没 就是闲聊 哎呀爸 你们怎么神神秘秘的 酒足饭饱 灵州带着刘世明离开 钱友才接了一个电话 电话挂断 他的神色有些难看 钱果果完全没看出来 他围着钱友才 开始撒娇 爸 我同学厉害吧 钱友才点了点头 厉害是厉害 但是你以后 还是少和他们一起玩 为啥呀 钱果果不理解地抬起了头 刚刚还和灵州聊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变了挂 你那个同学叫灵州是吧 是啊 我刚刚不是跟您说了 嗯 是 你是跟我说了 可是你没告诉我 你这个灵州同学 百日试试大会那天 还拿着玫瑰花 准备当众和哪个小女生表白 你也没告诉我 他学习倒数 是班里的问题学生 谁都管不住 钱友才之前并不知道灵州的名字 是在吃饭前 问了钱果果才知道的 他一直觉得 这名字很耳熟 只是一时没想起来 在哪听过 刚刚吃饭的时候 让小刘去查了一下 没想到是这个结果前 有才这才想起 在维护学生权益的QQ家长群里 最常出现的名字 就是灵州 这几天 那些家长们 都在联合投诉他 钱友才很忙 也就只是 扫了一眼家长群 并未投诉 可他也知道 灵州的光荣事迹 爸 人家灵州也没表白 那花不是送给老师的吗 哼 送给老师 也就你们这些单纯的高中生相信 当我们没年轻过 这小子 肯定是害怕被处罚 突然改了口 可是 他现在也在认真学习了 今天还帮了您的忙 这些应该真的是凑巧 他帮了我 我自然会感谢 但是你不用 总之 除了学习小组这种迫不得已的事情 其他时候 你离他远点 钱果果 江城这最后一场雪 足足下了半个下午 等小一点的时候 地上已经厚厚一层 灵州从望月楼出来 就和刘世民躲进了网吧 连续大战三百回合后 灵州站了起来 刘世民带着耳机大声嚷嚷 我靠 周哥 再来一局 再来一局 这次 我必定赢你 灵州将游戏点卡 扔给刘世民 你自己玩吧 走了 唉 周哥 别别别 点卡我送你 最后一局 你不能次次给我剃光头啊 再来一局 你还是光头 雪快停了 我有事 大周末的什么事啊 找小同桌 啊 许念初 这么了 你去找他大妈 你不懂 灵州没回答刘世民 转身离开 从网吧到学校的位置 并不远 许念初家很远 他是住校的 周末也在学校度过 在这个还没有手机的年级 灵州在女生宿舍楼下 等了好一会儿 才终于等到了一个同班同学 在同学震惊的目光中 让他帮忙喊了许念初 许念初听说灵州找他 慌乱地扒开被子 从床上跳了下来 快速地穿上鞋子 往外跑去 跑了一会儿之后 他又赶紧拐了回来 拿起放在床边的袋子 重新跑了出去 外面这么冷 等太久了 灵州会冻感冒的 许念初加快了速度 江城属于北方小城 已经二月底了 雪下的虽然大 但因为地面温度有些高 校园里诱人来人往 地面上没什么积雪 反而周围的绿植 都戴上了白色的雪帽 分外的好看 许念初出来后 并未看见灵州 只看见左侧机米开外 围着一群小女生 他们似是围了一个人 此时正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 哇 这个男生好帅啊 是啊 是啊 比我们的校草都帅 哦 好心动 也不知道帅哥有女朋友没 哈哈 你去问问不就知道了吗 我可不敢 学校不让早恋啊 真悚 等着 我去要个QQ 人太多 许念初看不见 被围在中间的男生 但他有些疑惑 帅哥 能有灵州帅吗 许念初在脑海里 认真回忆了一下灵州的样子 还是觉得除了那头乍毛之外 没有男生能帅得过灵州 于是就完全不感兴趣了 许念初往四周看了看 灵州在哪呢 不是说来找他了吗 正想着 许念初忽然感觉背后 有人给自己披上了外套 许念初一抬头 就看见比自己高了一头的少年 正拉着羽绒服的一脚 含笑看着他 少年的眨毛没了 换上了干净的发型 连带着整张脸都干净了不少 他睫毛长长的 看着他的时候 眼神很温柔 许念初第一次看见如此干净 又好看的男生 他就站在他的旁边 一低头便能碰到他 许念初看得呆了 不知道隔了多久 他才感觉到 自己的头被人轻轻敲了敲 轻笑声随之传来 小通桌 怎么这么笨 出来连外套都不穿 多冷啊 许念初这才意识到 他刚刚跑得太急 没穿外套 而他刚刚给自己披上的 是自己的外套 外套上还带着淡淡的香草味 以及属于少年独有的温度 因为这个动作 少年距离自己很近 他甚至能感觉到 他浅浅的呼吸 落在了他的脸上 许念初的脑袋 嗡的一声炸了 第三十章 这是小通桌送他的礼物吗 周围人的窃窃思语声 再次传来 天哪 他是有女朋友了吗 啊 还给人家屁外套 呜呜呜好暖啊 这样的男朋友 我也想要 许念初慌张地往后退了一步 脸蛋也变成了红苹果 我 那个 我不用的 我不冷 刚说完 他就冷得打了个一个哆嗦 许念初 完了 人都要丢光了 果然 头顶之上 又传来了轻笑声 别闹 快踢上 一会儿感冒了 别闹 他怎么会用这样轻易的词 不对不对 他怎么能将这么轻易的词 用在了他的身上 印象中 除了过世的爸爸妈妈 再也没人跟他说过这样的话 他从他们离开的那天起 就变成了一个听话的乖孩子 许念初感觉自己的心口 像是被猫爪子挠了一样 养得他难受 少年实在距离他太近了 许念初只感觉一道道炙热的目光 快把他烧死了 他的头越来越低 那个 那个我 我这就去穿外套 你等着我 他慌张地从灵州的怀中蹭了出来 刚走两步 又意识到了什么 慌张地转过头 这个 这个给你 将手中的袋子递给灵州 少女才重新跑开 他甚至没意识到 自己的肩膀上 还披着灵州的羽绒服 唉 小同桌 看着少女逃开的样子 灵州有些想笑 他也 太容易害羞了吧 但是真的好可爱啊 冷风袭来 灵州才稍微清醒了一些 他低着头 看向了手中 那被许念初丢过来的粉色袋子 这是什么 因为场面太甜 周围的同学受不了 已经自行离去 灵州缓缓地将袋子打开 里面 是一条灰白相间的围巾 嗯 灵州缓缓地将围巾拿了出来 仔细地看了看 难款的 这是 是小同桌送给自己的围巾吗 这样的毛线围巾 只有自己手织才能织出来 卖的都没这么细腻 也就是说 这很有可能是小同桌 给自己亲手织的围巾 他说周末有事 原来是这个吗 他居然 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 给自己织了一条围巾 意识到这一点 灵州忽然就笑了起来 笑着笑着 他捂住了双眼 眼角 酸酸的 心口处 一种较甜蜜的东西 洗上心头 灵州第一次感觉到 这个世界上 有人在意自己 是那么的美好 他甚至能想象得到 少女坐在床头 拿着刚买的毛线 一点一点制围巾的样子 真的好甜啊 许念初并不知道 因为他的一条围巾 灵州已经傻了 连冷都不知道了 现在的他 自己的脑子 也变成了空白 他快速地冲回宿舍 背靠着门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刚刚和灵州的一幕 让他差点就窒息了 许念初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只能用力地拍了拍 自己的胸口 试图缓解这种 莫名出来的情绪 咦 许念初 你怎么穿着男生的外套啊 室友的声音 将他拉回了视线 许念初这才意识到 灵州的衣服 还在自己身上 他慌张地将衣服 拉了下来 我 那个 我就是 想解释 却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室友若有所思 许念初 你该不会有男朋友了吧 才没有 许念初立刻反驳 连声音都加大了几分 室友一脸的不幸 但许念初没有给他 继续问的机会 拿着自己的外套穿上 然后拿着黑色的羽绒服 就出了门 灵州还在外面 他的羽绒服在他手上 他会冻僵的 意识到这一点 许念初再次加快了速度 一路走到灵州的旁边 他才意识到 自己还在紧张 但现在 他也顾不上这种情绪了 因为他看见 灵州正抱着围巾站在那里 微笑着看着他 许念初赶紧走了过去 将外套递给他 快穿上 你怎么不把围巾戴上 戴上的话 还能抵御一点寒冷 没事 我不冷 怎么可能 你看 你的脸都冻红了 许念初说着 将围巾接了过来 灵州也接过外套 等他穿上后 许念初又将围巾递给他 戴上吧 灵州没有接围巾 就那么定定地看着他 被看得久了 许念初又开始不好意思了 那个 你 你请我吃了好多饭 还 还每天都给我糖吃 我 我实在不知道你缺什么 就想给你织 织个围巾 想着今天下雪了能用到 但 我昨天没直好 现在 雪好像已经停了 说完这些 许念初头也不敢抬了 他将手里的围巾 往前递了递 灵 灵州 你要吗 可 等了好一会儿 许念初发现 灵州还没接下围巾 他有点慌 难道 是因为冬天过去了 灵州不需要围巾了吗 如此想来 自己的这个礼物 显得有些多余了 你 你如果不要的话我就 他话因为落 就听灵州说 谁说我不要 啊 小同桌 抬起头来 送人礼物 要抬起头来 许念初呆呆地抬起了头 他看见眼前的少年 眼睛亮亮的 里面满是暖衣 他听见他说 给我戴上 啊 许念初呆了呆 感觉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 一时间 没反应过来 我说 给我戴上 不是要送我围巾吗 我现在好了 你帮我戴上吧 啊 许念初本能地想拒绝 画到了嘴边 又生生咽了下去 他一直不喜欢和人接触 更不喜欢和人走得太近 甚至连女生他 也会刻意地疏怨 他不知道 自己会不会受到伤害 所以都会选择远离 所以 他从未给人戴过围巾 这样轻易的动作 对他来说 太难了 但 如果对面站着的人 是灵州的话 如果是灵州的话 应该 可以吧 毕竟 那可是灵州啊 是愿意给他糖 给他鸡腿面包 愿意鼓励他 好好读书 去念大学的灵州啊 想到这里 许念初缓缓上前一步 走向了灵州 第三十一掌 你别靠我那么近 我快要不能呼吸了 越是靠近灵州 许念初的心跳得越厉害 他很想伸手 去阻止一下 这不受控制的感觉 但 他知道不能 走到灵州的眼前 他看见灵州微微弯了腰 低头的时候 他的脸距离他更近了一些 许念初下意识地 平住了呼吸 你 你别靠我那么近 他都要呼吸不过来了 这种感觉 真的很怪啊 不靠近的话 你怎么给我带围巾 少年的语气很调皮 可许念初却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他只能快速地 将围巾戴在了灵州的脖子上 然后慌乱地后退一步 似是完成了 什么了不得的任务一样 他长长地松了口气 给灵州带围巾 简直比考试还难 许念初如是想着 灵州看见他的样子 没忍住笑了起来 小同桌 啊 谢谢 啊 很暖和 真的很暖和 活了两世 灵州不是没见过贵重的礼物 动辄上千万的 也经常有人送 可是 这个围巾 是他认为收到的最贵重的礼物 真的很暖和啊 在这个下了雪的季节 想到这里 灵州轻笑着 拍了拍许念初的头 走吧 去哪啊 下雪了 出去逛逛 去吗 许念初想了一会儿 点了点头 好 天气很冷 两人的心 却很暖 雪后的天气还有些冷 大街两旁的窗户滴着水 江城商业街上人不算多 灵州走在前面 许念初就跟在后面 不紧不慢的 灵州有好几次试探着 和他并肩而行 但他发现 只要自己放慢脚步 小同桌也会跟着放慢脚步 他似乎有些不敢 灵州也不抢球 两人才刚刚熟悉起来 不能操之过急 万一将小同桌下跑了 得不偿失 今天 且算是他们第一次约会吧 而此时的许念初 却有点紧张 长这么大 还没跟男生出来逛过街 这感觉奇奇怪怪的 而且 灵州似乎也不打算买东西 外面挺冷的 冻得他打哆嗦 虽然很想和灵州一起继续溜达 但他有些扛不住 许念初开始思考 是不是得找个什么借口回学校 去室内也行 总之不能在外面待着了 他没有看到 身前的男生忽然停了下来 许念初就这么低着头 一头撞了上去 灵州的个头 原本就比许念初高一整个头 他这么一撞 脸刚好碰到灵州的背 鼻尖微疼 就听见了男生的轻笑 完了 他又在笑话自己了 许念初赶紧后退一步 想说对不起 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 他看见灵州停在了一家摊位面前 摊位上放着毛茸茸的帽子 耳暖 围巾 看着就暖和 而灵州正拿着一顶粉白相间的帽子 看着他 他好看的唇瓣上 是暖暖的笑 许念初感觉自己的脑子 荡机了一秒 他不知道该如何化解刚刚的尴尬 但不化解又不行 于是 几乎下意识地 他脱口而出 灵 灵州 你要买这个吗 是啊 灵州好笑地看着许念初 他鼻尖红红的 小兔子一样的神情 实在是太可爱了 试试 啊 试试 许念初茫然地看着他 我妈 嗯 你试试 灵州已经将帽子 放入了他的手中 许念初呆呆地接过 神色有些恍惚 他怎么会买女生用的东西 是给自己喜欢的女生买的吗 一有这个认知 许念初顿觉心里有些难受 他不知道这种难受从何而来 只觉得闷得慌 吸了吸鼻子 他小心翼翼地问 我可能有点瘦 我带着合适的别的女生不太行 你还是让别人 他话音未落 就见灵州上前将帽子拿了起来 直接戴在了他的头上 手放下的时候 他的指尖划过 他的耳朵凉凉的 那一刻 许念初的身体猛地一颤 一股奇怪的感觉 从心头开始 蔓延全身 他的脑袋 再一次空白了 灵州在干什么 他在干什么 他怎么能 怎么能这么轻而易举地 碰了他的耳朵 脸蛋发烫得厉害 耳朵也不着痕迹地热了起来 灵州看见呆住的他 忽然就笑了起来 小童桌好像 害羞了 不过不得不说 这帽子给他戴起来 真的很合适 小童桌本来就白 白粉色可爱型 将他的肤色称得透亮 加上红扑扑的脸蛋 让人忍不住想咬一口 灵州忍住了咬一口的冲动 又转过身去 拿起一个铜款暖和围巾 转身给他戴上 做完这一切 灵州又仔细端向了下 之所以没出来 是因为不想打扰他们 听见喊声 他才乐呵呵地走了出来 小伙子眼光真不错呀 你女朋友戴起来真好看 和你脖子上戴着的 刚好是一对呀 刚反应过来的许念初 一听见这话 着急地解释 我 我不是他女朋友 但他话音未落 就听见灵州笑道 哈哈 我也觉得 许念初震惊地抬头 不敢置信地看着灵州 他他觉得什么 觉得是一对吗 怪不得刚刚路上 那么多的小店 他都不停 偏偏停在了这里 可他怎么不反驳呀 他明明就不是他女朋友 都没了 给你便宜点 一套总共五十块 回头多来我这转转 这么耀眼的少男少女 站在这里 就是火广告 这会儿 周围已经围了不少 出来偷偷约会的小年轻了 哇 好好看 老板还有吗 给我也拿一套 老板的话 将许念初拉回现实 他顾不上害羞 着急地拦住灵州 灵州 不要买 太贵了 但灵州已经快速地 将钱掏了出去 没事 你给我支围巾 我给你买一套 很合适 可是 我那是为了感谢 你之前给我吃的 嗯 我以后还会给的 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 就再给我这个 同款的帽子和手套吧 这样的话 刚好可以 和小童桌戴情侣的 可是 冬天过完了 不是还有下一个冬天吗 下一个不行 还有下下个 下下下个 一辈子很长 总有能用到的时候 许念初听得呆了呆 一 一辈子 怎么就提起一辈子了 灵州要和他一辈子吗 啊不对 他在想什么呢 怎么可能一辈子 他们又不是情侣 是啊 一辈子 谁说的准呢 第三十二章 灵州同学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买完东西 许念初依旧一步一驱的 跟在灵州的身后路上 人来人往 以往的许念初 最许念初最讨厌这样的嘈杂 可是今天 他似乎看不见那些嘈杂了 满心满眼 只有眼前的男生 过了好一会儿 他鼓足勇气喊住了他 灵州同学 啊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自从转校和他做了同桌 许念初感觉自己的生活 似乎再改变了 而这些改变 主要来自于面前的新同桌 想象也是 一个刚刚认识的人 为什么会对他这么好 从小到大 没有哪个同学 对他这么好过 许念初有点害怕 灵州看见了他的眼神 期待又恐惧 他在害怕 一个将自己封锁起来的人 害怕别人的触碰和靠近 虽然 他在慢慢接受 可还是十分谨慎 自己如果太激进 小丫头会吓跑的吧 想到这里 灵州上前 轻轻地揉了下他的脑袋 因为我们是朋友啊 朋友 虽然觉得他给他的感觉 不像是朋友那么简单 可 许念初还是疑惑地问 我们 是朋友了吗 难道不是吗 我 我不知道 我之前没有朋友 那些靠近他的人 要么求着他帮他们写作业 要么就是想办法欺负他 那你现在有了 灵州又帮他整理了下他的围巾 我 刘世明 钱国国 都是你的朋友 你们 都是吗 可刘世明和钱国国给他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啊 嗯 见许念初疑惑 灵州又道 小同桌 你该不会不想和我们做朋友吧 许念初赶紧摇了摇头 没 没 我愿意 我愿意的 那 就是这接受我们吧 可是 朋友要做什么呢 朋友 可以一起学习 一起吃饭 一起玩 一起考大学 这么好吗 是啊 所以啊 你不要抗拒我们 要记得有什么困难找我们 我们都会给你帮忙 许念初听得认真 听着听着 扬起了唇绊 朋友 这两个字真好啊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两人才一起往学校走去 学校门口 两人告了别 灵州这才离开 许念初看着他的背影 又忍不住喊了他 灵州 嗯 灵州回头 看见少女将手插在棉符口袋里 认认真真地说 我今天很开心 好 我想好考什么大学了 什么 我想考南川大学 说这话的时候 他一个字也没有科办 无比的流畅 南川大学 位于江南省省会南川市 是一所仅次于 清大和京大的重点学府 并不是那么好考的 但看许念初的样子 似乎一点也不怕 那他自然也是不怕的 毕竟 他有重生福利 好 那就陪着他一起考吧 和许念初再次告了别 灵州先去附近商场逛了一圈 然后直奔家里 此时的灵家 灵长征已经坐立不安的 在屋子里走了一天了 这个臭小子 怎么还没回来 天都黑了 厨房里 秦书兰从中探出头来 你也别着急 晚上就该回来了 哎 不是我着急 是他今天早上说 要去做生意 这小子能做什么生意啊 在学校里闹腾够了 又开始去外面闹了 学校里有老师管着我 还能放心一点 可是外面没有啊 灵长征一想到这些就头痛 说不定 他真的去赚钱了呢 怎么可能 我刚给他那个好朋友 刘世明的爸妈打电话了 人家说 一大清早 刘世明就骑着摩托车 穿着花里胡哨去找灵州了 刚从网吧被揪回去 但灵州也不在网吧 这就奇怪了 他能去哪呢 我也不知道 灵长征泄了气的 蹲在了地上 片刻后 他又站了起来 算了 书兰 你别忙活了 赶紧回去休息吧 我去找找灵州 行 你去吧 我炸完这点丸子就走 你不是说灵州爱吃 你们回来之前 记得给我打个电话 我早点走 不让他看见 灵长征正了片刻 叹了口气 书兰辛苦了 换了鞋子 灵长征快速往外走去 刚打开门 他就看见灵州站在门口 爸 您这是要去哪 灵长征一愣 你这臭小子 你头发怎么回事 我捡了呀 您儿子帅吧 灵州越过灵长征 准备进屋 正此时 厨房里忽然响起 哐当一声 灵长征吓了一跳 这才意识到 秦书兰还在屋里 他赶紧阻止了灵州 唉 小周 你等等 灵州 老爸这事 不想让他进门 他朝着厨房的方向看了看 立刻明白了其中的端倪 啊 爸 我想起来我还有点东西在刘世民那 我去拿一下 马上回来 灵长征长长的输了口气 唉 你这臭小子 怎么总是丢三落四的 快去快回 见灵州离开 灵长征快速转身抛向厨房 书兰 怎么了 厨房内秦书兰已经关了火 他有点慌张 怎么办 长征 怎么办 都怪我 我刚刚就应该走的 说什么傻话呢 书兰 他看见了也好 我本来就想着要告诉他 不行 高考真的很重要 长征 我们不能一起用事 林长征只好无奈地点了点头 行 拼你的 小周刚刚去他同学家了 我送你回去吧 好好 秦书兰点了头 收拾东西往楼下走去 林长征也在后面跟着 他没有车只能去骑小电驴 电驴骑过来后 林长征是以秦书兰上车 这时 身后忽然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爸 您这是去哪呢 林长征的身体一僵 同样僵住的还有秦书兰 他下意识地从林长征的车上跳了下来 回头 尴尬地笑 小 小周回来了呀 我来找你爸有点事 那个 林大哥 您就别送我了 我自己能回去 林长征也下了车 震惊地看向林州 你不是去找你同学了吗 啊 我下来后忽然想起来 我把东西塞口袋里了 不再流失鸣骂 你这小子 林长征点了点头 拦住了要走的秦书兰 这两分钟的功夫 他想了无数个版本 去思考要如何和林州解释这件事 既然被撞到了 也就没有再隐瞒的理由 小周 这位是你亲阿姨 林大哥 他话音未落 就被秦书兰拦住了 林长征看见秦书兰朝着他摇了摇头 示意他不要说 林长征又犹豫了下 最后还是妥协地道 我让他来家里给我帮个忙 没其他什么事 他家有点远 我去送送他 他刚一说完 就听林州说 爸 您这是干嘛呢 都起点了 该吃晚饭了 不留阿姨吃个饭 秦书兰和林长征的小动作 林州全看在眼里 刚刚在楼上的时候 他就猜到 那个响声是秦书兰造成的 所以 他选择了下楼 选择了在暗处等着林长征 既然林长征不愿意坦白 那就帮帮他好了 林长征正愣了一下 小周 秦书兰也一脸都不可思议 他这两年来 无时无刻都在听林长征说林州 几乎可以断定 这是一个很难管教 且心思敏感的孩子 对于林长征再去这件事 他根本不可能接受 但这两天 不但说了 让林长征给他找个妈这种话 现在居然还邀请自己去家里吃饭 他是认真的吗 见两人不动 林州又道 爸 愣着干什么 我刚刚都闻到香味了 是炸丸子吧 我最爱吃了 让阿姨也尝尝 说不定阿姨也爱吃呢 这丸子 前世 林州吃了两年 几乎每周都有 后来知道了林长征和秦书兰的事情后 大闹了一场 就再也没见过了 不用想也知道 丸子肯定是秦书兰炸的 林长征终于反应过来 哦对对对 书兰 走走 先上楼吃饭 吃完饭再回去吧 秦书兰只好点点头 行 谢谢 谢谢 林州转身 快速地往楼上跑去 楼下 林长征和秦书兰面面相去 长征 小周这是怎么了 要不我还是先回去吧 不知道 可是他要吃丸子 书兰 你走了我也不会炸啊 第三十三章 儿子 你这围巾哪来的 进了屋 林长征和秦书兰 还是有些不自在 毕竟 这丸子林长征 是真的不会炸 但当着林长征的面 让身为客人的秦书兰 进厨房做饭 似乎也怪怪的 他要怎么给儿子解释 他吃了两年的丸子 出自秦阿姨之手呢 正想着 林长征眼尖地 看见了儿子脖子上的围巾 这围巾他从未见过 而且看起来不像是买的 林长征双眼一眯 林州 你围巾哪来的 林州 这个时候 要是告诉林长征 自己给他找了个媳妇的话 应该会被打吧 旁边的秦书兰 意识到氛围有些微妙 正不知道怎么办的他 总算是找到了一个极好的借口 那个 林大哥 你和小周先聊着 我先去做饭 不然饿着小周了 然而 他还未走到门口 就听林州喊 爸 您怎么能让阿姨去厨房做饭呢 你也去呀 唉 可是小周 你的围巾 别可是了 这样不礼貌 将林长征推进厨房后 林州回了自己的房间 屋里开了暖气 暖洋洋的 林州将围巾取了下来 转悠了一圈 最后挂在了床头的位置 这样的话 每天一睁眼 就能看见小同桌送自己的礼物 这感觉想想就觉得很美好 他不知道的是 厨房内林长征忧愁忧愁的 他有些心不在焉 秦书兰看出来了 担忧地问 林大哥 你怎么了 林长征沉默了一会儿 脸色沉重 你说林州 不会去祸害哪个女孩子吧 女孩子 是啊 他脖子上的围巾 像是别人手工织的 你说这个呀 这个不用担心 林长征疑惑 不用担心 秦书兰点了点头 小周这个年纪 喜欢女孩子也正常 他都十八了 再说了 你不是说 最近有点变化吗 你说有没有可能 和那个女孩子有关 林长征一听这话 顿时啼呼灌顶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所以啊 你要是去管了 小周这脾气 肯定直接跟你对着干 你别管 说不定他真的能变好 考个好大学呢 我们做父母的 只要多观察孩子就行 错了就引导 正确的要多支持 林长征点头 你说的对 如果小周真的能因为 一个女孩子改变 这儿媳妇我认了 这就对了 不过书兰 小周的事情倒是好解决 我们两个的事情怎么办 啊 饭很快就好了 林州换上了薄一点的衣服 走了出来 丸子一如既往的好吃 他忍不住吃了很多 但对面的两人却十分拘谨 甚至有了一种 初见家长的局促感 秦书兰碰了碰林长征 示意他说点什么 林长征轻咳一声 不知该如何开口 埋头干饭的林州 抬起头来 从桌子下面 拿出一个袋子 递给林长征 对了爸 给你买了这个 老爸谈恋爱 也太尴尬了 他再不转移话题 这俩人恐怕一口饭 也不敢吃 什么 林长征疑惑地打开了袋子 看见是一款电动剃须刀 林长征惊了 你 你哪来的 买的 买的 你哪来的钱 这款剃须刀林长征见过 是某品牌出的最新款 功能十分齐全 且特别好用 但是很贵 要两百多块 他记得 上次就给了林州一百块 就算是之前他开学时候 带的一百块一分不花 也不可能买得起剃须刀 联想到林州消失了一天 林长征吓了一跳 林州 你该不会是 旁边的秦书兰也慌了 长征 你先别着急 小周 你快跟你爸爸说说 这剃须刀哪来的 你爸爸不会骂你的 别怕 林州总算是将嘴里的 一口饭咽了下去 他摆了摆手 示意林长征坐下来 别激动 爸 我不是偷的 我真的是自己买的呀 我早上不是跟你说 我去做生意赚钱去了吗 林长征和秦书兰面面相去 去哪赚钱了 就在时代广场 我和刘世明一起 林州将自己赚钱的经历 跟林长征说了一遍 隐去了钱 有财给钱 他没要的那一段 林长征再次和秦书兰面面相去 就这样 一个上午 卖了一千 是啊 这么好赚 也是投机取巧 刚好被我撞上了 钱哥哥又是我们班同学 跟他爸说了好话 害怕林长征不相信 林州还将口袋里的钱拿了出来 完全没将秦书兰当成外人 钱都在这里 跟我同学分了后 我又买了点东西 还剩下四百多 爸 您要吗 林长征看了一眼 确实还有四百多 看林州的样子 也不像是在说谎 难道儿子变化真的这么大 林长征将信将疑的点点头 你自己赚的钱 你就自己留着花 不用给我了 但是林州 马上要高考了 你还是要以学习为重 这个我知道 您放心吧 那你想好考什么大学了吗 南川大学 南川 林长征呆了下 片刻后 他站起身来 给林州又打了一碗饭 儿子 快别闹了 南川大学 那是你能想的吗 咱们务实一点 我不求你考什么太好的大学 只希望你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考上哪儿 咱就去哪儿 嗯 林州接过饭 点了点头 也没和林长征多做解释 毕竟现在说什么 他也不会信 还是以后拿事实说话吧 因为这场插曲 林长征和秦淑兰 终于开始吃饭了 只是吃得胆战心惊的 吃完后 看林州进房间学习 两人才松了口气 已经推开门的林州 打了个大大的宝格 对了秦阿姨 您做饭挺好吃的 以后多来我家做做吧 最好每天都来 我爸做的实在是太难吃了 唉 你小子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林长征嬉笑着骂了一声 等林州进了屋 林长征和秦淑兰对视一眼 两个人都有些猛 林大哥 小周 真的有你平时说的那么恶劣吗 看着不像啊 我也不知道 我今天似乎 第一次认识我儿子 该不会真的是因为 送围巾的女同学 二月底的天气千变万化 下完雪的晚上 气温就开始回升 等第二天醒来 雪已经快化完了 一大早 刘世明登着自行车 来找林州一起上学 不是他不想骑摩托 只是学校规定 上学期间 学生都不能骑 一路上 刘世明气虚喘喘地吐槽 太累了 大冬天的出汗 周哥 你不热吗 热 那你干嘛戴个围巾啊 这围巾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给我看看 他腾出一只手 就要抓围巾 林州赶紧往旁边测了测 别的可以动 围巾不行 为啥呀 林州单手整理了下围巾 笑了起来 你不懂 最近的林州 确实有很多他不懂的举动 不过刘世明神经大条 没有继续追问 踏马的这篇 全是上坡路 学校这波规定 什么时候才能取消啊 想念我的小摩托 林州抬头 看了他一眼 你有没有想过 学校不让骑摩托 是因为之前有学生骑摩托车 出了事故 唉 你咋知道 快 八卦八卦 我不知道 我猜的 这也能猜 嗯 之前有个学校 不允许学生去河边玩 你猜为什么 因为有人溺水 聪明 还有个学校禁止学生们 在教室办公室大小便 你再猜猜为啥 这个 刘世明表情纠结 还有个学校刚开始 不允许男女谈恋爱 后来改成了 不允许谈恋爱 你再猜猜 话题逐渐离谱 刘世明感觉自己的三观 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好在 学校很快到了 锁好自行车 刘世明探头探脑地 搂住林州 周哥 你说 你现在这副样子进学校 会不会引起轰动 第三十四章 好可恶啊 这两个人 早读时间快到了 教室里几乎已经坐满 同学们叽叽喳喳地讲着 周末遇到的趣事 非常热闹 林州进来的时候 整个教室突然静默了 不知是谁先喊了句 卧槽 帅哥 哇 这谁啊 真的好帅啊 咦 他怎么长得这么像林州啊 卧槽 不会真的是林州吧 他好像真的朝着林州的位子 走过去了 故意慢了半拍的刘世明 快步上前 嬉笑着喊 周哥 等等我啊 走那么快做什么 林州一眼看出了他的小心思 也没拆穿他 他看见了坐在位子上的许念初 小童桌今天的刘海 似乎短了一点 那好看的眼睛露了出来 亮晶晶的 此刻 他正抬着头 看着他走进来 他的手边 放着刚刚解下来的粉白色围巾 周围的同学们都沸腾了 真的是林州 天哪 以前怎么没发现 他这么帅 这个发型也太适合他了吧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林州就是我的新男神了 刘世明趾高气昂地走着 简直比自己被夸还开心 看吧 这就是我周哥 我刘世明的兄弟 必然是天底下最帅的男人 已经见过林州这副样貌的范云哲 愤怒地站了起来 都不学习干什么呢 今天的课文都被完了吗 一声怒吼 总算是止住了大家的惊呼 上课铃响起 同学们这才安静下来 这节早读试语文 柳青岩没来 范云哲交代了大家要背诵的课文后 就各自背诵去了 刘世明翻了话书 探头探脑地 看向林州方向 周哥 怎么 小童州为啥一点都不惊讶啊 从进教室门开始 刘世明就开始注意许念初的反应 毕竟 许念初是他周哥现在喜欢的人 可没想到 许念初一直都十分平淡 好像没注意到一样 这会儿已经开始背书了 小童州 是啊 林州猝了猝眉 小童州是你能叫的吗 啊 刘世明意识到有些不对 点头又摇头 周哥 我错了 我说的是许同学 许同学 但是许同学 怎么一点也不震惊啊 你看看别人 林州又看了一眼许念初的方向 笑了起来 你猜 他能猜到才怪 刘世明很气 许念初也听见了这话 他心口不着痕迹地跳了下 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 那个 他叫也没事 那不行 你只能是我的小童州 这霸道的语气 让许念初瞬间脸一红 他又紧张地将头低了下来 飞速地翻着书 决定不理会林州了 什么叫做他是他的 他明明是他自己的 这家伙 到底在说什么 林州见许念初脸红了 心情极好地进入了学习中 独留刘世明一个人发呆 什么跟什么 怎么他们两个都在笑 笑什么呢 那么开心 见两人开始学习 刘世明有些无聊 他用手撑着头睡了过去 一直到下课 柳青年都没来 钱果果抱着饭盒 过来挽住了许念初的手 开始叽叽喳喳 许念初 你不知道 昨天林州多厉害 正拿饭盒的许念初呆了下 他下意识地 想要甩开钱果果的手 抬起头来 却看见林州正看向他 许念初僵直的身体 微微缓了缓 林州说他们是朋友 所以不要抗拒他们 或许 他真的可以尝试着 和大家做朋友 虽然他真正想做朋友的人 只有林州 他学着其他女生的样子 艰难地询问 很 很厉害吗 是啊是啊 他昨天在时代广场 钱果果叽叽喳喳地 将昨天的事情 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 林州没有阻拦 让小童桌知道他的好 也挺好的 许念初听着听着 眼睛就亮了起来 钱果果说得口干舌燥 末了他来了一句 你说 厉不厉害 许念初点了点头 嗯 真的好厉害 下次 下次我们一定要跟着林州多学习 许念初 到时候你也来啊 好 钱果果说着说着 眼神落在了许念初的围巾上 咦 许念初 你怎么戴着围巾啊 今天好像不是很冷爱 许念初小脸一红 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 刚刚看见林州戴上了 自己也就跟着戴上了 那个 我 唉 林州你一眼 钱果果一愣 画到了嘴边 却生生咽了回去 在两人身上来回看了下 钱果果顿时心中一惊 不会吧 此时 已经疑惑了一早上的刘世民也蹭了过来 钱果果 你也发现了吧 你说他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 都不知道热吗 他话音未落 就被钱果果用力地掐了下 刘世民尖叫一声 啊 你掐我干嘛 刘世民 你要死啊 叫那么大声 我快饿死了 走走走 我们先去打饭 可是 别可是了 快点 他们走后 林州故意慢了一步 和许念初并肩走着 让钱果果加入他们队伍 果然是对的 这小丫头开窍后 比刘世民有眼色 小冬桌 你一会儿想吃什么 啊 因为林州太过惹眼 他们周围聚集了很多目光 许念初感觉自己 快被那些目光淹没了 他小心翼翼地 用宽大的校服 将围巾遮住 那个 还去吃包子吧 林州看见他的动作 就知道 小同桌又不好意思了 他好笑地看着他 你很喜欢去那家吃饭 这一个星期 早上去 中午去 晚上也去 林州并未发现 那家有什么好吃的摁 他们家打得多 包子也大 这样的话 就可以花很少的钱 吃得饱饱的 林州怎么也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理由 他心疼地点了点头 行 那就去他们家吃 此时的刘世明 已经被钱果果 拉到了打饭窗口前 他回头看了看 发现林州和许念初 还未进来 刘世明有点着急 钱果果 你说 你拉着我跑什么 我周哥还在后面呢 钱果果翻了个 大大的白眼 刘世明 说你傻你还真傻 你难道看不出来 我俩很多鱼吗 啊 有 有吗 没有吗 那我问问你 许念初戴的围巾什么颜色 粉白啊 那林州呢 蓝白啊 怎么了 他们的围巾有什么问题 卧槽 反应过来的刘世明 一脸震惊 这两个人好可恶啊 混蛋 第三十五章 那位叫许念初的小姑娘 是你女朋友吧 吃完了饭 林州将自己的饭盒 交给刘世明 示意三人先回教室 他转身前往食堂二号窗口处 那里就是许念初 连吃了一个星期的地方 他不能看着许念初 每天都吃得那么清淡 直接给他吃的 显然已经行不通了 林州决定从食堂入手 老板是个比刘世明还胖的胖子 他正光着膀子 哼着歌 收拾没卖完的饭菜 旁边 帮厨的阿姨也很高兴 老板 今天生意似乎好了点啊 是啊 之前不是来了个小帅哥吗 很多小姑娘 都冲着他来买的 我也看到了 那小伙子确实好看 就是太小了 不然我都想将闺女嫁给他了 哈哈 谁说不是呢 要不老板 我们想想办法 让他多来吃饭 这样 行吗 胖老板挠了挠头 自从承包了食堂的这个窗口 他就一直在努力 想尽量将饭菜做好 只可惜 他注定没有做饭天赋 做的菜一直都不好吃 没办法 只能加大量 来留住为数不多的学生 不过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怕是也撑不了多久 没想到 今天因为一个学生 让他的生意好了不少 林州来的时候 刚好听见这段对话 他无奈极了 果然任何年代 颜值都是必杀技 这样一来 自己办事 应该也会简单很多 老板 这么开心啊 正乐呵的老板听见声音 赶紧转过头来 唉 吃什么 我这就给你打 咦 是你啊 对 是我 你不是吃过饭了吗 嗯 吃过了 那你来这里试 来看看 你是不是需要我帮忙 哈哈 老板笑了起来 原来你都听到了呀 声音这么大 想不听到都难 那你觉得 我可以来 林州也不客气 从没收好的锅里 拿出一个茶叶蛋包了起来 老板也不在意 他高兴的道 他好了 话音刚落 他就听林州又说 不过老板 即便我愿意来吃饭 也只能起到一时的效应 毕竟大家都会审美疲劳的 很快就会习惯我的存在 食物本身的味道 才是最重要的 胖老板又沮丧起来 你说的也是 那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呀 唉 我注定不适合做这一行 林州的鸡蛋已经包好 他咬了一口 那倒也未必 其实学生们的要求 本来就不高 只要做得稍微好吃 那么一点点 就会很吸引他们 可是 稍微好吃点这个要求 就太难了呀 胖老板更沮丧了 林州笑了起来 他将鸡蛋全部吃完 又看向胖老板 其实 鸡蛋不错 其他的菜 我也能给你提点建议 比如今天的芹菜炒肉 你用的芹菜就太老了 盐也不够 这茶叶蛋 茶叶的量放得也不够 还需要稍微多一点 虽然做不了山珍海味 但林州吃得多呀 他前世后来 还专门研究过做饭 那些菜 异常就知道问题所在 胖老板一听这话 震惊地看着林州 你这都懂 嗯 我经常做饭 老板欣喜若狂 那其他的呢 其他菜市都有什么问题 林州故意卖了关子 这个 懂 我都懂 只要你提出的建议 真的能让我生意变好 我给你钱 林州摇了摇头 我不要钱 我就想让你帮我个忙 只要你肯帮我 以后每天吃完菜 我就告诉你 当天的菜有什么问题 你第二天改了就行 什么忙 林州示意胖老板过来 在他耳边语了几句 胖老板一脸震惊 就 这么简单 嗯 就这么简单 行 成交了 好 谈完后 林州问老板要了一张纸 将这两天的菜市问题 写了出来 然后又顺手拿了个鸡蛋 往外走去 胖老板震惊地看着手里 详细的菜谱问题改善 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林同学 那位叫许念初的小姑娘 是你女朋友吧 还不是 不是吗 哈哈 那你费尽心思来套路 居然是为了他 林州回头 笑了笑 也不算套路啊 这叫互利共赢 还有 虽然现在他还不是 但很快就是了 从食堂出来 林州原本打算 想会直接回教室的 结果在走廊处 看见了柳青岩和张淑琪 刘老师 您这是干嘛呀 闹闹吧 怎么越穿越放肆了 你知道其他老师背后 怎么说你的吗 我知道 张主任 可是 这是我的爱好 我喜欢这些 你喜欢 你喜欢有啥用啊 哎 今年的优秀叫施考和 原本是你的 还有 我也有意培养你接班我的位置 你这样的话 张老师 柳青岩打断了他的话 学习成绩才是最主要的 只要我们班的成绩能提高 就证明我没有错 也能让他们闭嘴 不是吗 你 你 张淑琪气急败坏 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哎 算了 你自己看吧 我们班 这次有了许念初 成绩能提高一点 可你别忘了 林州刘世民等人都在往后拉分 林州虽然这两天表现不错 可他以前的基础实在是太差了 也不一定能进步 我知道了 我会敲打他们的 行吧行吧 你去吧 张淑琪摆了摆手 示意柳青岩离开 柳青岩转身 就看见了林州 他愣了下 林州 你怎么 觉得头发太乱了 就剪了 帅吗 还不错 赶紧去上课吧 柳青岩点了点头 眼中露出了笑意 嗯 刘老师 你没事吧 知道林州听见了对话 柳青岩摇了摇头 没事 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这些事和你无关 我也从未没有像 这几天这么开心过 好 此时 张淑琪也过来了 看见林州他也愣了下 但很快就冷哼一声 继续向前 虽然林州这几天的变化 他都看在眼里 但现在的柳青岩 实在令他烦躁 而这些 似乎和林州有些关系 一想到这里 张淑琪就不想给林州好脸色 柳青岩只好无奈地说 张主任就这样 林州 你别介意 没 我怎么会介意 我知道张主任也是为了我们好 说到这里 林州忽然加大了音量 不过张主任 你怎么知道 这次一模 我们班不会进步 说不定 我们班是考得最好的呢 第36章 小通桌 快看书吧 别看我了 张淑琪停住身子 转身看向了他 考得最好 你确定 当然 毕竟他这几天 已经将数学的基本理论看完了 现在就剩下和小通桌 一起融会贯通了 其他科目虽然没看完 但也看了不少 刘世明这几日 也跟着学习到很晚 虽然没有他的重生福利 但应该也能进步 再加上许念初 只要别人不扯后腿 二班这次绝对一飞冲天 行 我不求你们班考第一 但凡你们能考进全年级前二 你们刘老师想怎么穿就怎么穿 我再也不管了 如果考得不好 灵州还会说话 就听柳青岩说 考不好的话 我就自己辞职谢罪 张淑琪深吸一口气 冷哼一声 转身离开了 显然是被气得不轻 他走后 灵州看向了柳青岩刘老师 您这么相信我们 也不是相信 我总有一种直觉 你们能考好 放心吧 不会让你失望的 灵州走后 柳青岩望着他的背影 出了神 这小子 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 还未到上课时间 灵州走进教室 就将手里的鸡蛋 扔在了许念初的桌子上 刚老板送的 又送 是啊 他说 我今天太帅了 吸引了很多人去吃饭 他生意都好了 特地送我一个鸡蛋 我吃饱了 给你吃吧 这理由 许念初竟无从反驳 不得不说 今天的灵州的确挺帅的 在食堂的时候 很多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今天打饭 还排了很长的队 只不过 灵州 这是我最后一次 吃你给的鸡蛋 我以后 我以后自己买 除了这个 他想不到其他办法 拒绝灵州了 他总是想方设法 给自己塞吃的 许念初心里很过意不去 行 灵州一边拿出课本 一边点头 许念初呆了下 今天的灵州 怎么这么好说话了 该不会是 又在想其他什么办法吧 他得注意点 不能再被忽悠了 许念初如是想着 小童桌 快看书吧 别看我了 我知道我长得帅 但学习更重要 马上就一磨了 他只好扭过头 继续看书 中午吃饭的时候 四个人又一起前往食堂 只不过 钱国国拉着刘世明 刻意走得快了些 他们进食堂 也就早了些 灵州和许念初过来的时候 发现两个人在发呆 怎么了 灵州好奇 许念初也疑惑地看着他们 刘世明举起手指 折指二号窗口的方向 周哥 好多人 嗯 灵州扭头 发现二号窗口 今天的人的确多了很多 还有很多打完饭的同学在念叨 哇 今天二号窗口的芹菜炒肉 怎么这么好吃 这土豆鸡块也不错 他们该不会换厨师了吧 钱国国在旁边咽了咽口水 到底有多好吃啊 不行 我得去尝尝 刘世明 走 两人一拍即合 快速地往人群中冲 灵州回头 看了一眼小同桌 道 我们也去吧 嗯 许念初点了点头 然后快速地走到了灵州的前面 今天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灵州有任何机会 给他买吃的了 他得比灵州先打饭才行 到时候多打点 打到吃不完为止 这样 灵州就没理由投喂自己了 灵州也没阻拦他 就站在他的身后 等到许念初打饭的时候 他快速又机械地念着 已经想好的词 老板 我要一份米饭 一份土豆丝 一个鸡蛋 一个鸡腿 这样应该够多了吧 许念初一边心疼 一边防着身后的灵州 也不能给这个家伙机会付钱 就算是再贵 也得自己付 他可以买了后不吃完 留下一点下一顿吃 行 总共一块钱 老板的声音传来 许念初整个人呆住了 啊 一 一块钱 一份米饭和一份土豆丝 都一块二了 加上鸡蛋和鸡腿 怎么也得六块钱以上 怎么就一块钱了 老 老板 我还要了一个鸡蛋 和一个鸡腿的 我知道 鸡蛋和鸡腿免费 啊 学校给你申请了助学资助 你以后来我家吃 鸡蛋和鸡腿都免费 其他的收费 小姑娘 可别忘了 胖老板说完 还给灵州眨了眨眼睛 快速地给许念初打了饭 这些是他和灵州 今天商量好的说辞 反正学校也不会来查 真要来的话 就说 自己想资助一下贫困生 一个人的鸡腿和鸡蛋 换生意变得这样好 胖老板心里 都快乐开花了 他决定 一会儿给灵州也加个鸡腿 这 这样吗 嗯 赶紧的 我还得给后面的人打饭呢 哦 好好 许念初接过饭 将信将疑地走向了餐桌 等灵州打完饭过来 许念初还没反应过来 总觉得这件事 和灵州脱不了关系 正在想怎么问的时候 他听见灵州开了口 我们学校的资助还是不错的 小同桌 赶紧吃 吃饱了 好给我补课 嗯 怎么了 你该不会怀疑 是我和食堂串通好了吧 小同桌 虽然我赚了点钱 但我也负担不起 每天给你买鸡腿和鸡蛋 肯定是张八皮和刘老师他们 跟学校申请了 学校会给他们钱的 你放心吃吧 你好好考试 上了好大学 就是在报答他们了 许念初还是一点都不敢置信 这 这样吗 嗯 就是这样的 信我 许念初这才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 唯独刘世明和钱果果两脸猛逼 为什么他俩没鸡腿啊 三月上旬 天气也逐渐热了起来 路边的迎春花 似乎完全没受到大雪的影响 开得如火如荼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灵州迎来了一模 所谓一模 是根据高考模式举行的考前测试 考试考得好的人 拥有被高校优先录取的资格 老师们特别重视 昨天已经和同学们一起 整理好了考场 早晨 灵州早早地起了床 和林长征告别 爸 我走了 嗯 臭小子 今天可是一模 好好考啊 你放心吧 我今天绝对考个好成绩回来 得了吧 别考倒数第一就行 你老爹 我这心脏受不了 刘世明已经在路口等他了 和灵州不同的是 他愁眉苦脸的 周哥 你说我平时都没啥事 考试的时候 怎么还有些紧张呢 那说明你还有救 刘世明扎了扎舌 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上次 我倒数第十一啊 我爸说了 这次如果掉了 就打断我的腿 你爸做的对 好家伙 周哥 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 你上次可是全班倒数第五 这次呢 打算考第几 全班前三十吧 灵州给自己大概估算了一个名次 但刘世明直接震惊了 卧槽 周哥 你这是要开挂 不开挂 都不敢吹这种牛皮 虽然这几天 灵州一直在好好学习 可他平时成绩就在那呢 所以 刘世明一直觉得 灵州最近的表现 是为了吸引许念初 就算是真的学了 也多考不了几分 顶多和自己差不多 没想到这小子如此大言不惭 哈哈 灵州也笑了 他现在是真的在开挂啊 只是因为时间还不够 不敢往前说 但前三十 应该没问题吧 第三十七章 你说 灵州是不是喜欢你啊 来到教室的时候 同学们都已经做齐了 柳青岩站在讲台上 给大家打气 各位同学 学习小组也已经进行快两周了 这次一模 就是考验你们成果的时候 都别憋着 拿出你们真正的实力来 说完这些 柳青岩又看向灵州和许念初 灵州 许念初 你们两个有信心吗 有 有的 没被点名的范云哲 一脸不屑地看向灵州 这家伙 似乎最近把风头都抢光了 颜值他是比不上他 做生意他也不会 但学习 他一定要比灵州强 老师 您放心吧 这次我一定会带领二班进步 考个第一给您看看 至于灵州 你别考倒数第一就行 同学们闻到了话中的火药味 不知是谁喊了句 啊对 灵州和范云哲 还要比数学成绩呢 也不知道谁会赢 当然是范云哲呀 还用问吗 他的数学成绩 次次都是全校前五啊 灵州懒得理会这种无聊的对比 转身喊了许念初 小同桌 走 考试了 正在收拾文具盒的许念初 抬起头来 可是我们两个不在一个教室 我和范云哲一起 没事 我送你们过去 送 许念初抬起头来 看见灵州正看着自己 他的目光中满是炙热 周围的同学们 都在对他议论纷纷指指点点 一些是因为颜值 一些是因为他和范云哲的比赛 可灵州仿佛没看见一样 这样的目光 让许念初乎的感觉 心口突然又空了一块 完全不受控制了 不知为何 脸又开始发疼 许念初抱起文具盒 看也没看灵州 哒哒哒地跑向了钱果果 不用的 我知道路 正准备来找他的钱 果果惊了一下 许念初 这是你第一次来找我爱 你不怕我了 许念初还是有点怕 但和灵州站在一起 明显更惹眼 他选择了前者 不怕 我们是朋友 哈哈 对对 我们是朋友了 快走 一起去考试 钱果果神经大条地 挽住了许念初的胳膊 片刻后 他愣了愣 嗯 许念初 你脸怎么这么红啊 许念初赶紧用课本 捂住了脸 没 我 我紧张 刚一说完 他就听见身后 传来了灵州的轻笑 别紧张 考试很简单的 这一刻的许念初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他怎么还是跟上来了 这人真的是 这还要他怎么考试 但钱果果显然没看出他的窘迫 他高兴地说 灵州说得对 别紧张 考试一点都不难的 许念初你 学习那么好 一定可以 可是他紧张的 根本不是考试啊 许念初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只能加快了脚步 灵州好笑地跟在身后 而此时的三班门口 范云哲正高兴地喊云若曦 若曦 我们两个一个考场 一起走吧 云若曦今天换上了白色的上衣 头发也高高地扎了起来 颇有不安事事的初恋少女的味道 引来一阵阵侧目 他拿着考试资料 错了错眉 你怎么知道 我跟你一个考场 我 是周珊珊告诉你的吧 他怎么这么闲呢 范云哲听见这话也不生气 赶紧往后退了退 没事 你不愿意跟我一起 的话你就先走 我在后面保护你就行 他话音刚落 就见云若曦忽然高兴地笑了起来 灵州 你也去考试吗 我们两个好像一个考场 灵州换了发型变帅后 几乎成了学校的焦点 但却一直没来找过他 云若曦总觉得心里有些不安 自从上次试试大会后 灵州每次见到自己都在拒绝 他一定是生气了 想用这样的把戏来吸引自己的目光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灵州成功了 云若曦决定稍微给灵州一点机会 今天这一抹考试 他们分到了同一个考场 云若曦知道 机会来了 他特地穿的好看点 换上了新发型 就是为了等灵州 灵州说过 他扎马尾的时候最好看 他想 只要自己这个样子出现在灵州面前 灵州肯定会和之前一样 快速地跑到他身边 高兴地和他一起去考试的 一想到这么帅的灵州 天天跟着自己 云若曦就觉得开心 哪知 他话音未落 就见灵州好像没看见他一样 和身边的刘世民 有说有笑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他甚至都没看他一眼 那一刻 云若曦委屈极了 眼泪不停在眼眶里打转 灵州 你混蛋 旁边范云哲有些生气 若曦 别管灵州了 他就是个垃圾 我陪你一起 你凭什么这么说灵州 云若曦又生气地看着范云哲 都是你 好好地和灵州打什么赌 他现在都知道学习了 根本不理我 这下子你满意了吗 说完后 云若曦转身快速地跑开了 范云哲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两人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灵州 目光正落在前面的许念初身上 小同桌已经能和钱果果有说有笑了 嗯 有进步 刘世民拍了拍他的肩膀 周哥 没想到你真的能放下云若曦 挺好的 我也觉得 许念初比云若曦强百倍 虽然梅云若曦好看 但我们也不能只看外表 谁说他梅云若曦好看了 啊 你觉得 他比云若曦还好看吗 你不懂 再过阵子 许念初绝对比云若曦更惊艳 但刘世民并不知道这点 他看着走在前面的灵州 满脸疑惑 果然情人眼里出西施吗 更前面一点的钱果果 意识到灵州和刘世民 一直跟着他们 他故意放慢了脚步 拉了拉低着头的许念初 许念初 怎么了 你快看灵州 灵州怎么了 许念初疑惑地回过头 就看见灵州和刘世民 跟在他们身后不远处 他怎么 对啊 他怎么一直跟着我们啊 许念初 你说会不会是因为你啊 因为我 是啊 因为你 你没发现 灵州一直在看你妈 有 有妈 许念初心下一个咯噔 看他 灵州似乎真的在看着他笑 因为他的存在 他们四周围过来很多女生 此刻 也有人时不时地对着他的背影 指指点点 你说 灵州是不是喜欢你啊 钱果果的八卦之心 冉冉生气 之前总是和刘世民默默地吃瓜 他还从未问过 郑主呢 许念初总是很胆小 他也害怕吓到他 但今天的许念初似乎不一样 他都主动找他说话了 问问应该没问题吧 许念初惊吓地抬起头 第38章 他 他好像撞入了灵州的怀抱 许念初惊吓地抬起头 慌张地摆了摆手 声音中带了颤抖 不不不 不会的 怎么会 钱伯伯 你别瞎说 要考试了 我们 我们走快点吧 不是 等等 没得到答案 钱果果有点不甘心 许念初 真的没有吗 你没感觉到吗 没 没有 可是我觉得 灵州一直都挺关心你的 许念初身体一僵 那是 那是因为我们是朋友 灵州说过的 他们是朋友 朋友之间互相关心 很正常吧 朋友 朋友可没这么关心的 你看我 我也是你的朋友 我们的相处方式 和灵州一样嘛 你那条围巾 是灵州送的吧 你看灵州 给我和刘世民送过吗 一听这话 许念初又呆住了 他正正地 看向钱果果 不 不一样吗 不一样 钱果果认真地点了点头 不 不可能 一定是你误会了 一样的 许念初慌张地解释着 但心里却乱成了一锅粥 喜欢 怎么会 他这么丑 灵州怎么会喜欢他 灵州一定是 一定是 也就你于目脑袋看不出来 钱果果好笑地拉着许念初 好了 先不想这个了 今天考试呢 不能想太多 许念初用力地点了点头 一直到了考场门口 他还是萌萌的 灵州对他 真的不一样吗 已经坐上了考场 许念初还是感觉脑袋乱乱的 连带着整个屋子里的空气 都热造了几分 许念初决定出去透透气 不然 这样的状态 根本没办法考试 想到这里 他站起身 低着头往外走去 此时的考场门口 人已经不多了 刚刚去了洗手间的同学生 怕自己迟到 正风驰电掣般地 往这边跑来 低着头的许念初 并未看见他 灵州路过的时候 刚好看见这一幕 他眼急手快地 将自己手里的文具袋 扔给刘世明 快速地往前一步 在许念初被撞上之前 一把拉过了他 猛逼的许念初 只感觉一股大力袭来 下一刻 他就被抱进了一个温暖的胸膛 头顶之上 是熟悉的声音 小心一点 发什么呆呢 同时 对面要撞到他的男生 也在疯狂地道歉 啊 对不起同学 你没事吧 许念初再次呆住了 他 他好像撞入了 灵州的怀抱 鼻翼间是熟悉的香草味道 耳边甚至能听见 男生的心跳声 他的胳膊 还搭在他的肩膀上 他这事 抱住了自己 天 天哪 许念初感觉 自己的脑袋又炸了 心跳得快要控制不住了 他就这么仰着头 呆呆地盯着灵州 忘记了反应 对面男生见此 有点担心 同学 他没事 只是吓到了 灵州见怀里的人僵住了 好笑地帮着回答 哦 哦 那我帮他 我先进去 男生原本还想说 帮许念初回神 但看灵州和他的动作 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 嗯 男生走后 刘世明也时时务地离开了 走廊上 只剩下许念初和灵州 见怀中的女生还不动 灵州好笑地问 小同桌 还要报多久 一会儿考试就开始了 啊 反应过来的许念初 快速地从灵州的怀中跳了出来 他紧张地环顾了下四周 脸瞬间开始发烫 该死 他都做了什么啊 居然在那种时候发呆 许念初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他低着头 再也不敢去看灵州 我 我刚刚 想解释点什么 但总觉得 怎么解释都多余 情急之下 许念初下意识地说了句 我就是来看看 你还跟着我没 灵州没忍住笑出了声 小同桌真的好可爱啊 怎么办 好想再抱一会儿 此刻的许念初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 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 见鬼了 他到底在说什么啊 一定是疯了 本来就不善言辩的许念初 直接转头 往考场走去 那个 我先进考场了 等等 灵州喊了他 许念初头也不敢回 紧张地停住了身形 怎 怎么 小同桌 好好考试 别分心 好好 许念初点点头 但脑子还是有些乱 你也是 你和范云哲打了赌的 数学步 不能考得比他差 那个赌我根本没当回事 不过小同桌 我倒是想跟你打个赌 这次考试 我如果数学考过了范云哲 你能答应我一个条件吗 什么 许念初疑惑地抬起头来 他看见 灵州在一步步地靠近他 许念初惊吓地后退一步 但灵州并未理会 他抬起手来 轻轻地揉了揉许念初的头发 到时候 你的刘海 别自己剪了 之前他还好奇 小同桌这么厚这么丑的刘海 是谁剪的 这两天他明白了 这小妮子 肯定是不舍得花钱剪头发 所以自己剪的 剪头发这种事 也看天赋 天赋不好 就只能剪各种其头发 许念初呆呆地睁开眼 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什么 这算是什么条件 他不自己剪的话 谁给他剪 太长了 会挡住眼睛的 到时候 我给你想办法 考试快开始了 进去吧 这被刘海封印的颜值 总要露出来才行 说完后 灵州转身走向了隔壁的教室 此时 许念初才反应过来 灵州一直跟着他 原来是因为他的考场 就在隔壁吗 那他刚刚 都说了些什么 许念初 此刻只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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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室里有些乱 灵州走到门口的时候 听见里面传来一阵嘈杂声 哇 云若曦 范云哲 我们这是什么考场啊 居然有两个拳击前世学霸 就是就是 听说范云哲 还喜欢云若曦呢 哈哈 要说最喜欢云若曦的 不是二班那个 那个谁 哦对 灵州吗 就那个爆炸头 据说他追了几年云若曦啊 拉倒吧 那个学渣都被云若曦拒绝几百次了 云若曦能看上他才管 正准备进门的灵州 这些人可真够八卦的 灵州只好无奈地走了进去 风向立刻转向了他 挖槽帅哥 第39章 老师 我可以走了吗 这谁啊这么帅 简直比范云哲还帅啊 我突然觉得 这人完全可以配得上云若曦女神 灵州虽然这几天名声很大 但学校学生毕竟多 还有很多人不认识他 他没理会这些人 看向了自己的座位 这一看之下 一阵无语 只见 云若曦正坐在自己座位的正后方 而范云哲 坐在距离他们隔着两条走廊的地方 这该死的牌位 真够狗血的 灵州摇了摇头 无语地走了过去 看见他 云若曦高兴地站了起来 灵州 你怎么才来 考试要开始了 这话一出 整个教室沸腾了 什么 灵州 这人是灵州 不对 云笑花怎么对灵州这么客气 他居然主动理灵州了 只有范云哲脸色难看 路上有点事 耽误了 云若曦和范云哲 是从教学楼的另外一边楼梯上来的 没看到灵州和刘世明 灵州说完再没理会他 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 云若曦见此 又开始委屈了 正不知道还能和灵州说些什么的时候 他看见刘世明 从最后一排的位子上走了过来 将灵州的文具带给了他 周哥 怎么办 我还是有些担心 你怎么不坐我前面 也好让我抄抄啊 你倒数第十一 抄我倒数第五的 嗯 也对 刘世明有点无言以对 只好沮丧地走回了自己的座位上 云若曦总算是找到了机会和话题 他再次喊了灵州 灵州 你如果不会坐的话 可以问我 我让你抄 我谢谢你啊 灵州整个人都无语了 还有人巴不得别人抄他提的 这人是巴不得自己学习不好吗 不客气 见灵州终于理自己了 云若曦万分高兴 根本没听出灵州的讽刺 灵州 他干脆不理会他们了 闭上眼睛 开始闭目养神 决定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 上午第一场原本是语文考试 因为语文试卷临时出了点问题 市里决定先考数学 试卷发下来 灵州就进入了状态 脑海中的数学知识 全都调动了出来 他写上名字后 开始认真答题 考试时间总共两个半小时 可灵州发现 他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就写完了 检查了一遍 发现没什么问题 灵州直接站了起来 交卷 省下来的一个小时时间 他还可以去复习一下其他学科 最近一直在钻研数学 其他的学科有些怠慢了 灵阵摸枪 不快也光 他一站起来 整个教室都震惊了 正写题的范云哲也冷哼一声 在心里默默地冷笑 这么早就交卷 灵州肯定没写 就这成绩 还想超过他 做梦 灵州身后 云若曦也有点着急 他小声提醒 灵州 你干什么呢 你不会写的话可以 安静 兼考老师刘阔打断了云若曦的话 看了看灵州 他也有些无语 这位同学 你不多写几个题 虽然这不是高考 但也很重要 他也是教数学的 今天的一模试卷 是对比着往年的高考难度出的题 没有两个小时 根本不可能写完 这个学生一个半小时就交卷了 一看就没认真写 虽然不怎么喜欢这样的学生 但是作为老师 他觉得自己 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他 最后一排 刘世明一个劲的给灵州识眼色 虽然灵州啥也没看到 我写完了 老师 高考的时候 好像也是可以提前交卷的吧 灵州无奈的道 写完了 刘阔一脸震惊 他直接站了起来 朝着灵州走过去 全都写完了 嗯 灵州将试卷递给刘阔 您可以看看 刘阔疑惑的接过试卷 这一看之下不打紧 他整个人都惊呆了 第一题 对了 第二题 对了 最后一道大题 居然也写对了 而且答案十分详细 这 这位同学是什么人啊 居然这么厉害 老师 我可以走了吗 刘阔机械地点了点头 可以 可以 谢谢老师 灵州收拾了一下文具 起身离开 教室里的同学们再次震惊了 居然写完了 不对 这货肯定是乱写的 监考老师肯定看走眼了 范云哲如是想着 毕竟 作为数学年级前五的他 才刚写完倒数第三道大题 今年的数学特别难 他不相信 灵州这么快能写完 但云若曦就不一样了 刚刚老师 拿起灵州试卷的时候 他看见了一部分 灵州写的答案 居然 全都是对的 原本打算 让灵州抄他的题 如今看来 自己实在是太可笑了 想到这里 云若曦生气地低下头 恶狠狠地看起了题 刘阔已经将灵州的试卷 拿上了讲台 看见名字的时候 他呆了下 灵州 这不是张书齐班里 那个问题学生吗 他数学常年倒数第一啊 怎么会 同一时刻 教师办公室 柳青岩正在写教案 语文试卷的问题 市里有专门的老师在负责 他这一场也没有监考 就打算写一写 后续的教学计划 写着写着 他听见了门外的讨论声 什么 刘老师说 他们班考不了 全级第一就辞职 是啊 那不是完了 上次考试 他们班平均分全级第五 可是差了第一名的一班二十多分呢 最近 他们班还转来了一个不爱说话的问题女生 还有那么多差声 因为许念初设恐不敢说话等原因 他学习好这件事 除了校长和张书齐柳青岩 其他老师都还不知道 他们害怕别人来打扰许念初 那样的话就得不偿失了完了就完了呗 他最近那个德行 简直败坏我们学校的风气 辞职了更好 柳青岩写字的手一顿 门被推开 两个老师聊着天走了进来 看见柳青岩说狠话的孙明花老师瞬间患上了校颜 柳老师 您在呢 嗯 柳青岩点头 孙老师将手里的教案往旁边一放 柳老师 您难道不担心吗 这次考试 可是关系到您的前途啊 我们做老师的 虽然不情愿 但也是好不容易才考上的 怎么能如此而写 柳青岩将笔放下 我有分寸 你有分寸 有什么用啊 这次考试 还要选月底数学竞赛的参赛者呢 你这样胡闹 你们班怕是一个人都选不上了 柳青岩抬头 正要说话 门外 一位老师快速地冲了进来 我去 才一个半小时 居然有两个学生交卷了 而且听见考老师说 他们的答案都是正确的 第四十章 林周 刘老师说他不干涉我们什么 什么 两个 全是正确的 这怎么可能 周老师 你看错了吧 孙明花一脸不敢相信 进来的老师姓周 负责这次考场纪律维护 也就是到处巡逻 看看有没有老师打盹 或者学生作弊的现象 晃悠着晃悠着 他就看见两个学生 从教室里走了出来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而且 两个班是挨着的 作为纪律老师 他管不了学生是否交卷 但还是觉得有些早了 于是就借着职务之便 进他们的考场看了看 这一看不打紧 他呆住了 一直到走出考场 他还有些猛 所以 他决定来老师办公室 将这个消息分享给他们 没想到他们根本不信 周老师有点生气了 我是今天的纪律老师 我能看错 这 孙明花和身边的老师面面相去 片刻后 孙明花笑了起来 那应该是赵海洋和云若曦吧 他们两个上次考试数学 全集第一第二 都考了140多分呢 旁边的老师也跟着附和 对对对 孙老师 赵海洋是你们班的吧 没想到你们班学生这么厉害啊 孙明花嘚瑟地看向柳青岩 那是自然 这些天让他补了课的 柳青岩还没说话 旁边的周老师开了口 可是那两个学生好像都是二班的 那个女生好像是新来的转校生 怎么会是柳青岩班的 孙明花明显不信 她末了片刻 总算是找到了突破口 难道是范云哲 刘老师 你也不管管你们班范云哲 学习好点就能骄傲了吗 交卷那么早 她真的以为她能考满分吗 还有你们班那个女生 怎么回事 你都不跟她科普学校考试纪律的吗 柳青岩 她懒得跟他们废话 拿着教案起身离开了 她得去看看 是谁提前交了卷 女生是许念初 这点她没什么怀疑 许念初应该是做完题目了 可是男生呢 柳青岩不记得范云哲 有提前交卷的习惯 此时的灵州已经和许念初会合了 她没想到许念初能提前交卷 两个人面面相去 还是灵州先开了口 小通桌 考得怎么样 挺 挺好的 那些题挺简单的 说着说着 她就低了头 虽然考前还因为灵州有些心神不宁 但一到了考试 许念初立刻就摒弃了杂念 一口气写完了 发现有些无聊 她就交了卷 想着避开灵州早点回教室呢 没想到 一出门就看见了灵州 灵州此刻直接被她逗笑了 简单 你这话被其他同学听见 怕是要气死 她因为有了重生福利 理解力比较强 才觉得题目简单的 如果是之前 不用想也知道 这些题 她肯定一个也不认识 没想到 小同桌居然觉得简单 大概这就是学霸吧 许念初听见这话 茫然地抬起头 抬起小手 指了指考场 那 要不我再进去检查一遍题 哈哈 灵州再次被她逗笑了 别了 不然一会儿 老师该怀疑你作弊了 走吧 我们去复习下一课 下午考英语吧 嗯 行 许念初点了点头 两人一起去了临时自习室 此时 柳青眼也到了 看见灵州 她眉头饥不可闻的一皱 灵州 刘老师您怎么来了 你交卷了 柳青眼怎么也没想到 提前交卷的居然是灵州 是啊 灵州点点头 柳青眼有点猛 她看了看灵州 又看看低着头的许念初 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你写完了 灵州再次点点头 是啊 没有骗我 绝对没骗您 虽然当当周老师都说了 可柳青眼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灵州 你还记得老师说过的话吗 让我不干涉你们的前提是 你不能瞎胡闹 没有瞎胡闹 刘老师 您若是不信的话 可以去看看我的试卷 那好吧 你们先去复习 但是灵州 如果这次你考不好 我之前说的话 可就不算数了 柳青眼之前说过 只要灵州学习好 他不会干涉 虽然没有明说 但灵州知道 他说的是许念初和他的事情 知道 谢谢刘老师 柳青眼又深深地看了他们一眼 这才离开 许念初有些担忧地望向灵州 灵州 刘老师说他不干涉我们什么 没 没什么 先复习吧 可不能告诉小童桌真相 不然这小妮子要吓跑了 上午十一点半 数学考试结束 监考的张淑琪收完卷子 就快速地拿着试卷 回了办公室半个小时前 他就听说了灵州和许念初的事情 张淑琪只觉得一头两个大 他下意识地就以为 许念初会提前交卷 完全是因为灵州 灵州这小子 不仅自己提前交卷 还带着许念初一起瞎胡闹 简直太过分了 将手中的试卷放下 张淑琪喊来了柳青年 柳老师 你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不 我将许念初交给你 是觉得你可以信任 他是个好苗子 但他同样也是一个 需要帮助的学生 你之前让他和灵州坐一起 我就提醒过你 可你说 他们两个会有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是 灵州是进步了 可他现在 在拉着许念初胡闹 不行 这次考试结束 必须将他们调开 你不说 我就亲自去找灵州 我可以私下给他补课 但他不能耽误许念初 张淑琪整整在办公室 长篇大乱了大半个小时 才终于停了下来 他拿起水杯 喝了口水后 觉得自己刚刚说的 还不够清楚 毕竟柳青年一点反应也没 就淡淡地站在那里听他说 张淑琪恨铁不成钢 刘老师 你到底听我说话没 他们两个如果都考不好 你的职业生涯就完了 柳青年终于抬起头 看向了张淑琪 张老师 考试成绩还没出来呢 别急啊 他们两个就做了一个多小时题 还需要看成绩 你别说笑了 张淑琪话音刚落 桌子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他微微一愣 月卷室的电话 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第41章 灵州这是要带自己建家长吗 所谓月卷室 是江州市的所有中学一起组建的 像是一摩这种大型的考试 就会有专门的月卷老师 这几个老师是不参与检考的 考完试后 试卷会被快速地送到他们手中 等一摩考试结束的第二天 所有的成绩都会出来 不耽误讲 也能更快地找到学生们的短板 进行下一阶段的复习 上午数学试卷期间 他们就吃了午饭 就等着考试结束 直接开始工作 这会儿过了半个多小时 应该已经提改出了许多试卷 难道是我们这边的试卷有问题 张淑琪顾不上生气了 赶紧接了电话 他按了免提 于是 柳青岩也跟着张淑琪一起 听见了对面老师的惊呼 张主任 你们学校居然有人考了满分啊 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们这边老师刚刚改了 你们的试卷 张淑琪整个人都惊了 是啊 而且还是两个 两个啊 我第一次看见一个学校 出了两个满分 张淑琪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激动地放下杯子 谁 哪个同学 范云哲还是赵海洋 许念初和灵州 他是不指望了 但范云哲毕竟是他的学生 虽然希望渺茫 但张淑琪不肯死心 都不是 那是谁啊 此时的灵州 正在和许念初一起背单词 这几天 英语虽然也学了 但毕竟没有投入太多的精力 有很多他还不会 他就叹了口气 下午和明天的考试 应该没那么简单了 等一模后 他还是得攻略一下 其他的学科 一直坐在他旁边的许念初 听见这声叹息 有些担忧 认识灵州到现在 还没见他叹过气呢 应该是心理压力太大了吧 想了想 许念初站了起来 灵州 要不 出去走走 这是环节考前压力最好的方式 灵州侧头看向他 许念初赶紧低下了头 那个 放松一下能考得好 灵州笑了 小童桌 这是开始关心自己了呀 他站了起来 行 带上课本吧 说不定还能多背几个单词 转一圈后 我们去吃饭 嗯 许念初也点了头 两人抱着资料 出了自习室 考试已经结束了 钱果果和刘世明 垂头丧气地回来 刘世明原本打算 拉着灵州诉苦 但是被钱果果拉走了 义中的校园不算小 围墙的一圈是橡胶跑道 没有教学楼的地方 种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 此刻已经开始发芽了 围墙上的迎春花 也已经开了 04年的江城县还没被各种重工业污染 空气清新又舒服 加上身边有许念初陪着 虽然刚刚参加完考试 可灵州却觉得心情前所未有的放松 他将手背后 迎着阳光微微闭了眼睛 真想就这样走一辈子 什么 许念初走得慢了些 听见他的呢喃 他抬起头来 疑惑地看向了灵州 没什么 小冬桌 别忘了你答应我的 灵州说着 上手轻轻拨开了他的刘海 刘海别捡了 额头露出来的那个瞬间 灵州整个人都呆住了 小冬桌真的 太好看了 他的眼睛大大的 灵动俏皮 额头饱满 小脸蛋也因为这半个月的胃养 胖了些 嫩嫩的胶原蛋白 几乎能掐出水来 此刻 许是因为太紧张 他的小脸肉眼可见地红了起来 让人忍不住想庆一口 灵州忍住了庆的冲动 又抬起另外一只手 轻轻地摘掉了发呆少女的黑矿眼镜 没了眼镜后 女生的脸全都展现了出来 灵州看着看着 就忘了时间 我说 如果能这样一辈子多好 许念初整个人都疯了 灵州的手碰到 他头发的那一刻 他就开始紧张 后来 他的脸逐渐靠近 他似乎在认真地看她 再后来 他更肆无忌惮地 摘掉了他的眼镜 可许念初完全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每一每此刻 他的脑袋都乱作一团 他说话的时候 他甚至能感觉到 属于他的气息 一辈子 又是一辈子 他想 就这么走一辈子吗 可是 一辈子那么那么长 他怎么能那么确定 灵 灵州 想说点什么的时候 许念初忽然听到 不远处的大喊声 灵州同学 你是灵州同学吧 许念初赶紧抢过眼镜带上 然后又快速地扒拉了下刘海 盖住了半张脸 做完这一切 他紧张地往后退了一步 有人喊你 灵州轻笑一声 我知道 小同桌 别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安抚完许念初 灵州转头 看向了喊他的人 是门卫老徐 不知不觉间 他们竟然已经走到学校门口了 是我 老徐指了指校门口的方向 有人找 灵州侧过脸 看见了站在门口的秦淑兰 他正拿着两个巨大的饭盒 朝着他招手 小周 这边 自从上次留秦淑兰吃了顿饭后 他几乎每天都会去凌驾 给灵州和林长征做点好吃的 灵州对这样的局面很满意 只是没想到 今天秦淑兰会来学校 阿姨 您怎么来了 灵州走了过去 发现许念初没动 他又喊了许念初 这是我阿姨 我爸的 女朋友 啊 什么 什么意思 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他可能是我未来的后妈 走一起去见见 可是 许念初有些纠结 未来的后妈 那不就意味着 是灵州的家长吗 灵州这是要带着自己见家长吗 然而不等他多想 就听见秦淑兰喊 唉 小姑娘 你是灵州的同学吧 你也过来 我给你们带了很多好吃的 秦淑兰并没有听见 灵州和许念初的悄悄话 也不知道在灵州的心中 自己已经是他未来的后妈了 他此时 还有些紧张 今天 本来是灵长征要来送的 说是孩子考试了 想给孩子送点吃的补补 但秦淑兰自告奋勇 接下了这个任务 这些天 和灵州的接触 让秦淑兰觉得格外舒心 总觉得这小子 像自己亲生孩子似的 不 比自己那个叛逆的亲生孩子 还贴心 他想 以后和灵长征生活在一起 自然需要和灵州搞好关系 当然 秦淑兰还带着一个巨大的任务 那就是有可能的话 帮灵长征看一下 给灵州送围巾的那女孩 路上的时候 秦淑兰还在想 这也太难了 总不好直接说灵州 让我见一下你女朋友吧 那样的话 不用想也知道 灵州肯定直接拒绝了 说不定 还会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有间隙 但秦淑兰没想到 刚到学校门口 就看见灵州和一个女孩子站在一起 虽然隔着很远 看不清他们在做什么 但秦淑兰几乎可以肯定 这就是灵州心仪的女孩了女孩 看起来十分瘦弱 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 秦淑兰顿时有些心疼 听见秦淑兰喊她 许念初下意识地指了指自己 我们 第四十二章 秦淑兰 这就是灵州的女朋友吧 秦淑兰点了点头 是啊 我带了好多 小周一个人也吃不完的 小周 喊下你同学啊 灵州好笑地看了下许念初 看吧 我就说我家 给我准备的吃得比较多 走吧 阿姨叫你呢 许念初只好点了点头 小心翼翼地跟着灵州走了过去 秦淑兰一边从袋子里往外掏饭盒 一边叙叙叨叨 这是红烧肉 你爸说你爱吃 灵州伸手去接 却见秦淑兰拍了拍她的手 将饭盒递给了许念初 来 姑娘 拿着 许念初微微一愣 给 给我 是啊 给你的 你太瘦了 放心吧 我带得够你们两个吃了 许念初有点不好意思地看向灵州 可是 别可是了 你的书给我 灵州直接将许念初手里的资料拿了过来 接饭吧 许念初只好伸手接过 秦淑兰倒是有些疑惑 今天不是考试吗 你们拿着课本干什么 距离下午考试还走 拿着 顺便背点单词 秦淑兰恍然大悟 看着灵州的样子 不由地笑了起来 这小子 真真的知道学习了 将第一盒饭递给许念初后 秦淑兰又从袋子里 拿出了好几个盒子 糖醋鱼 青椒鸡蛋 凉拌木耳 排骨汤 还有最后两盒 大米饭 终于将饭全部递了出来 秦淑兰才松了口气 孩子 我也不知道你爱吃啥 先将就将就 小周 你记得问我回去告诉我 我下次做 灵州还未回答 就见许念初着急地说 不 不用 阿姨 我啥都吃 谢谢 手里的饭盒有些沉重 上学到现在 还没有人给他送过饭 还是这么好的饭 爷爷奶奶都太忙了 弟弟还在上学 况且 家里也吃不起 许念初鼻头酸酸的 这就是有父母的感觉吗 唉 你爱吃就行 你们学校不是不让带进去吗 这么多太闲眼了 就在这吃吧 我等着你们 吃完了 我再把饭盒拿回去洗 灵州诧异地看着秦淑兰 阿姨 要不一起 我吃过了 灵州和许念初对视一眼 来到大门旁边的石凳子上 认真的吃了起来 今天的饭很好吃 许念初吃了特别特别多 秦淑兰在旁边看得开心 小周 你爸要是知道你现在这样 不知道有多开心呢 那您可得多给我爸说到说到 哈哈 一定 秦淑兰忽然觉得 自己和灵州之间 似乎没那么多距离感了 灵走的时候 他又听见灵州说 对了阿姨 我爸其实有偷偷抽烟 您管管他 秦淑兰愣了愣 抽烟 他不是不抽吗 那都是骗你的 你回去看看他的床底下 行 秦淑兰咬牙切齿 加快速度离开了 灵州看得只想笑 许念初有些茫然 灵州 你这样不是害了你爸吗 不 我这恰好是为了他好啊 抽烟有害健康 可 可是 阿姨还没进 你们家门 就算进了 他也只是你的后妈 没关系 总会进的 对我来讲 后妈和亲妈没区别 只要他对老林好 都行 许念初正正地看着灵州 他认识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 他们都巴不得父母不再找对象 只疼他们一个 心思极其敏感 不是哭就是闹 可是在看灵州 他好像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而且看阿姨的样子 他似乎也将灵州当成了亲儿子 这样的氛围 真好啊 小通桌 快点 回去睡一下 要迎接下去的考试了 许念初笑了下 快速跟上 好 下午一点 林家 林长征已经在家门口转摇好一会儿了 自从秦淑兰走后 他就十分担心 虽然灵州已经接受秦淑兰在他们家做饭了 可两人毕竟还不熟 林长征不敢保证 灵州会不会对秦淑兰不敬 看见秦淑兰回来的时候 他赶紧迎了上去 书兰 没事吧 秦淑兰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林长征被吓到了 那小子欺负你了 你等等 我这就去收拾他 唉 你站住 他没欺负我 啊 那是他认识的姑娘不够好 也不是 那姑娘挺好的 他看起来文文静静的 还带着小周一起学习 林大哥 你一定会喜欢的 那就好那就好 林长征松了口气 几秒后 他的气又重新提了起来 那你怎么看起来不太开心啊 秦淑兰深深的吸了口气 没有理会林长征 转身回屋 直奔主卧 林长征 书兰 你在干嘛 眼见秦淑兰利落的从床底下拿出几盒烟 林长征脸都绿了 你 你怎么知道 小周告诉我的 林大哥 你不是说你不抽烟吗 林周 这坑爹的儿子啊 不是书兰 你听我狡辩 接下来的考试 果然如同林周所想 没那么容易了 他没再提前教过卷 每一课都写得特别认真 虽然不可能像数学一样 考那么好 但在林周看来 进步是必然的 考完试的第二天 是公布一摩成绩的日子 这天一大早 教室办公室就热闹了起来 柳青岩今天换上了碎花长裙 加上尖头高跟 头发高高扎了起来 很有成熟女人的风味 他看起来心情极好 旁边的孙明花 救了救自己为数不多的头发 眼中泛起酸味 哟 刘老师 怎么还穿成这样啊 今天要出成绩了呀 我知道 柳青岩走到办公桌前 打开了电脑 各科成绩刚刚已经出来了 惠总的成绩 还有五分钟也会出来 他得看看 林周和许念初 带给自己的惊喜 孙明花显然不知道 柳青岩的想法 他也没来得及看成绩单 所以并不知道大家的成绩 但 他不相信柳青岩班能考进前二 毕竟 他们班和一班三班 差距还很大 上次 连他带的五班都没考过呢 刘老师 您也不担心自己 真的要辞职吗 这时 考试时候负责纪律的周老师 冲了进来 高兴地说 听说这次 我们学校有两个学生数学 考了满分啊 孙明花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真的吗 是谁啊 旁边有人附和 该不会真的是赵海洋吧 孙老师 你们五班这次要拿第一了吧 孙明花十分高兴 他要真能考满分 也不枉我带他一场 这小子啊 天生就聪明 有数学天赋 没办法 不像某些学生 就知道提前出考场 孙明花已经私下打听了 提前出考场的是 二班的林周和许念初 一个学渣 一个问题学生 就算是兼考老师说 他们都做对了 那又怎样 兼考老师也不可能就那一会儿功夫 看完整个试卷 他们两个根本不可能考满分 刘老师 你就等着辞职吧 孙明花话音刚落 就听已经坐在电脑前的周老师 喊出了声 我天 两个都在刘老师班里 孙明花再次震惊了 你说什么 全年级的成绩也出来了 啊 全级第一名也在刘老师班里 这怎么可能 孙明花震惊地跑到了周老师的身边 对着电脑屏幕看了起来 第43章 林周 第一 这一天 林周也早早地来到了教室 将带来的糖果 递给许念初后 等待着老师的到来 说实话 她也很想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 同学们也都在一轮纷纷 这次考试好难啊 我都不会写 对啊对啊 尤其是数学 出的那些提我都没见过 我觉得我要不及格了 怎么办 这时 王子晨从外面冲了进来 他一脸高兴 不及格 不会吧 我听说这次考试 我们学校有人考了满分呢 刚刚路过教师办公室 他听见老师们的对话 但听得不够仔细 他并不知道 这次的满分有两个 什么 满分 谁啊 这就不知道了 不过听说这个满分 还在我们班呢 你们说 除了我范哥 还能有谁 卧槽牛皮啊 范云哲 这下子林周怎么超越啊 在二班学生的认知中 他们班数学能考满分的 除了范云哲 根本不可能有其他人 此时 大家都对林周 投去了同情的目光 范云哲也笑着看了过来 啊 满分而已 不用大惊小怪 其实这次数学没那么难 卧槽 这还不难 学霸就是学霸呀 范云哲对大家的反应 满意极了 此时 刘世明和钱果果 担忧地凑到林周身边 试图安慰他 周哥 别理他 这人就是个狗 钱果果也道 对对对 林周 虽然咱考试考不过他 但咱比他帅啊 林周 就当他们是在安慰自己吧 旁边的许念初抬起头来 认真地看着林周 林周 小同桌 你该不会以为我也考不过范云哲吧 许念初摇了摇头 不 我相信你 那就好 只要小同桌相信 其他人都无所谓 范云哲见林周 根本不敢迎接自己的目光 故意道 林周 你再努努力 说不定也能及格了 下次别提前交卷了 得不偿失 林周 这思细真多啊 他正要说话 却见张书奇拿着试卷 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 同学们立刻安静了下来 等待着张书奇说话 张书奇故作神秘地 将试卷放在了讲台上 搓了搓手 他有意无意地 看向了林周和许念初的方向 同学们 一模的成绩已经出来了 话音未落 已经等不及的学生 就开始嚷嚷 张老师 快点公布成绩吧 哎呀 急死了急死了 满分的到底是谁啊 听见这话 张书奇也不卖关子了 他直接笑了起来 哈哈 既然大家这么着急 那我就分发卷子 周珊珊 92分 王子晨 88分 你这可不行啊 下次考不及格叫家长 刘世明 95分 什么 刘世明自己都震惊地站了起来 95分 他没听错吧 自己数学居然考及格了 咦 你及格了 进步挺大 加油 钱伯果 101分 哎 你也进步这么大 看来你们学习小组不错呀 钱伯果和刘世明对视一眼 都不敢置信地上了讲台 眼见张书奇手中的试卷越来越少 范云哲越发地自信起来 现在除了他和许念初 灵州之外 其他同学的试卷都发了 这说明 自己必然是那个满分 毕竟许念初虽然是学霸 但他是二中的 二中的学生 学习成绩本来就不怎么好 范云哲 听见张书奇喊自己的名字 范云哲蹭得一下站了起来 老师 我在 142分 不错不错 张书奇此言一出 范云哲整个人愣住了 什么1142分 是啊 这也是全集第四了 范云哲 考得不错 快上来拿试卷 范云哲不情不愿地走上了讲台 此时 教室里又响起了 阵阵窃窃私语声 范云哲居然不是满分 那会是谁 那还用说 肯定是许念初吧 许念初 150分 张书奇的话 验证了同学们的猜测 范云哲虽然心里不是滋味 但也稍稍高兴了一些 还好 不是灵州 只是没想到 许念初居然考得这么好 这个转校声不简单啊 那灵州呢 放在两个高分后面 是故意想让他出丑吧 范云哲已经等着看灵州笑话了 正此时 他忽听张书奇念 灵州 150分 哄 整个二班炸了 什么 灵州 他也满分 灵州居然满分 也就是说 我们班有两个满分 我不会没睡醒吧 还未走下讲台的刘世明 和钱果果 此时也一脸猛逼 卧槽 周哥牛皮啊 他们此刻终于体会了 灵州那句常挂在嘴边的话 要好好学习啊 原来认真真的有用啊 钱果果和刘世明 都默默地下定了决心 以后 再也不偷懒了 范云哲脸都白了 怎么回事 灵州怎么可能也满分 老师 灵州的这次考试成绩 是不是有问题啊 范云哲清楚地记得 上次灵州数学 才考了50多分 这才几天 怎么可能考满分 张书奇道 我知道你怀疑灵州作弊 可是坐在他后面的云若曦 也才考了144分 试问 他找谁作弊 抄谁的试卷 能抄150分 张书奇此言一出 大家都愣住了 是啊 别的分数可以抄 可是满分 怎么能抄得出来 范云哲想说是许念初 可以想 他们两个都不在一个考场 他泄了气地 坐在了位子上 整个人都蔫了 灵州和许念初对视一眼 两人一起走上了讲台 张书奇高兴地 给他们发了试卷后 满意地看着两人 你们先别走 来来来 跟大家传授一下 考满分的经验 马上要高考了 也让大家学习一下 许念初同学 你先来 许念初拿着试卷的手一顿 我 张书奇这才意识到 许念初是个不善言辩的孩子 让他说这些 实在是有些为难了 他又将矛头指向了灵州 灵州同学 你进步比较大 你来说 灵州拿着试卷 环顾了下四周 说实话 他也有些激动 前世的他 可从未感受过这种荣誉 没想到 考了满分的感觉 还挺爽的 最后 他的视线 落在了许念初的身上 我能进步 有我同桌一大半的功劳 想说全部的 但害怕小妮子误会后 远离他 你同桌 是啊 刘老师不是给我们 安排了个学习小组吗 我们经常一起学习 许念初同学教了我很多 大家应该都知道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啊 第四十四章 灵州 你这是在偷摸表白吧 教师办公室 孙明花瞪大了眼睛 一脸都不敢置信 这次不但第一名归属二班 二班的整体成绩 也比上次考试 多了整整三十分 占据一中高三十个班第一位 而那两个提前交卷的学生 可以说是考得极好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连说了两遍 他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柳青岩高兴地站了起来 他伸了个懒腰 懒洋洋地说 孙老师 看来我不用辞职了 他拿起成绩单 往外走去 虽然这节课是数学课 但他觉得很有必要 让大家知道一下 自己的总成绩 想必张老师 应该不会介意的 走到教室门口的时候 他听见了同学们的欢呼声 也看见了 站在讲台上的 许念初和林舟 哇 这话说的 哈哈 林舟 你这是表白吧 哎呦哎呦 许念初同学害羞了 如此胡闹 可张舒奇一点都不生气 还乐呵呵地站在旁边 看着他们闹腾 柳青岩好笑地敲了敲门 张老师 能占用您几分钟时间吗 张舒奇一看见柳青岩 更开心了 行 没问题没问题 刘老师 您来 想占用多长时间 就占用多长时间 张舒奇较临几十年 第一次带出这么优秀的学生 两个数学满分啊 这要说出去 他的履历将再提升一个档次 这样的喜悦 让他几乎昏了头脑 而这一切 都归功于柳青岩 让林舟和许念初做了同桌 张舒奇今天看柳青岩的眼神 都好了不少 见柳青岩上台 他还忍不住夸赞了句 刘老师 今天这衣服穿得不错 以后就这么穿 就这么穿 讲台下 学生们立刻响起了 阵阵唏嘘声 张老师 您今天居然不抓校技了 破天荒头一回 哈哈哈哈 刘老师今天真漂亮 明天我也这么穿 张舒奇一个白眼翻了过来 想什么呢 别胡闹 你们刘老师可以这么穿 你们不可以 为啥呀 为啥 你们也给我考个满分 我就答应你们 女生们顿时没了脾气 那可是满分 哪那么好考啊 男生们却将目光都落在了柳青年的身上 范云哲也不例外 只不过 他还时不时地看向灵州 这个人 今天实在是太扎眼了 不过 也就扎眼这一会儿了 刘老师 应该是来公布总成绩的 他就不信 两个人总成绩 还能这腰牛皮全班第一 必须是他 数学也就差了八分而已 他可以的 讲台上 见柳青年进来 灵州扭头 笑了下 刘老师 要不 我们先下去吧 再不下去 小同桌就要待不下去了 别别 下去了 你们一会儿还得上来 先站着吧 行吧 灵州很无奈 只好往许念初的身边侧了侧 尽量挡住了他 低着头的许念初 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忽然听见了 旁边传来一个极轻的声音 小同桌 别怕 站我后面 许念初赶紧布着痕迹地 往后走了走 灵州几乎走到了他的侧前方 才停了下来 他仰着头 目视前方 他抬起头来 看见了他的背影 那一刻 许念初忽然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原来这样就不怕了 柳青年的声音 已经响了起来 大家应该知道 我来干什么的 对 就是公布总成绩的 这次 我们班的第一名是 柳青年打开了手里的几张纸 深吸一口气 台下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范云哲激动地坐直了身子 正此时 他们听见柳青年说 算了 大家自己看吧 说着 他将成绩单 递给了门口的第一位同学 众人 刘老师 你越来越坏了呀 快看看 第一是谁啊 范云哲吧 不 不是 坐在第一排的小矮个儿 震惊地拿着成绩单 是 是许念初啊 什么 卧槽 怎么可能 许念初是二中转来的呀 同学们已经等不及成绩单传递了 快速地涌到了第一排 张淑琪原本站在门口的位置 这会儿都被挤偏了 范云哲快疾疯了 他根本挤不进去 也不相信自己 没了第一的宝座 这时 人群中传来了激动的声音 许念初 数学 150分 英语 145分 李宗 282分 语文 139分 总分 716分 全 全集第一 此言一出 同学们震惊地大喊 卧槽 牛皮 真学霸呀 范云哲这次考的第二 刘世明在人群之外 着急地大喊 灵州呢 灵州呢 快看看我周哥 啊 找到了 灵州 数学150分 语文 108分 李宗 213分 英语 98分 总分569分 全班第二十二名 卧槽 居然真的进了前三十 刘世明整个人震惊地坐在了位子上 看灵州的目光 满是崇拜 钱国国也一脸猛逼 刘世明 我 我随便加了个小组 居然是个学霸小组吗 我看是的 两个人此时都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了 看来被剩下 也不是一件坏事 范云哲整个人跌坐在座位上 第一没了 虽然考过了灵州 可灵州整整进步了50个名次 这样一来 别人根本不会看到他的成绩 只会夸赞灵州 这会儿 女生们的目光已经落在了灵州的身上 灵州好厉害啊 人变帅了 学习居然也变好了 灵州灵州 我能跟你一起学习吗 讲台上 灵州将许念初护在身后 不好意思 我有学习搭子了 我们小组的人都挺好的 暂时不想换 女生们失落地离开 有男生试图靠近许念初 却被灵州挡住了 教室门口 看着这一幕的张书奇 碰了碰身边的柳青岩 柳老师 上课时间你也敢让教室这么乱啊 柳青岩忍不住笑 这不是您默许的吗 是啊 我也没想到 我一个教导主任 居然有一天会站在这里看着他们折腾 挺好的 这样的话 学习氛围会比较好 灵州的进步和许念初的成绩 会让他们看到差距 跟着学习的 但愿如此吧 不过 这两个好苗子 可要好好培养啊 这个学习小组 可不能拆散了 柳青岩震惊地看了一眼张书奇 可是 考试前您跟我说 要让我将许念初调走的 第45章 他们 真的不是去偷偷约会吗 等教室稍微安静了下来 柳青岩才走上讲台 好了好了 大家应该看到自己的成绩了 都坐回位子上吧 不然一会儿别的班会 以为我们班拆教室了呢 哈哈 刘老师 真的可以拆吗 调皮的学生们喊了一句 引来了柳青岩的侧目 男生赶紧住了口 灰溜溜地回到位子上 柳青岩也站上了讲台 总体而言 这次我们班式进步很大 全班平均分全级第一 许念初同学 也拿到了全级第一的好成绩 非常不错 这进步最大的 当属灵州小组 除了许念初 其余三人 都有不同程度的巨大进步 等课后 大家可以跟他们 请教请教如何学习 好了 下面让我们为许念初 和灵州的好成绩 也为自己 鼓掌 教室里立刻响起了 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柳青岩转过头 看向灵州身后 许念初正正正地 看着灵州背影 仿佛将他当成了 自己的守护神 他好笑地喊了他 许念初同学 啊 回过神来的许念初 慌张地低了头 柳青岩好笑道 别只顾着给灵州补书学 也要注重一下其他科目 尤其是英语 差点就不及格了 在柳青岩的认知中 灵州肯定是因为 许念初才学习好的 之前上学的时候 柳青岩也曾听过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 总会有一个人的出现 改变你的认知 让你慢慢变好 柳青岩一直都觉得 那是童话故事 故意忽悠小女生的 直到现在 他才相信 原来真的有人 可以这么幸运 哦 好 好 许念初慌忙点了点头 柳青岩又说了几句 才让灵州和许念初下了讲台 这一路上 许念初一直紧紧地 跟在灵州的身后 连范云哲喊他都没听见 接下来 是张书奇的评讲时间 但今天的张书奇 显然不想评讲试卷 他东拉西扯地说了一大堆 主题除了夸灵州之外 就是让大家和灵州 好好学习进步 下课后 刘世明和钱果果 快速地凑到了灵州和许念初身边 表达他们的敬佩之情 周哥 你好牛皮 许念初 你也好厉害 你们两个站在讲台上 简直太般配了呀 钱果果的眼中都冒了星星 许念初抬起头来 什么 啊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们两个都是我们学习的偶像 不过灵州 你到底是怎么让学习突然变好的 快教教我教教我 刘世明也求贤若渴地看了过来 灵州好笑地看着他们两个 你们也想进步 那是当然 多有面子 再说了 谁不想讨个好大学啊 那就从今天开始 把我给你们整理的笔记全都背下来 行 没问题 不过 笔记的量要增加三倍 啊 另外 从今天开始 放学后 我们小组加一个小时补习 时间地点自己选 啊 突然后悔了怎么办 接下来一整天 大家都过得十分开心 吃过晚饭 灵州被刘世明叫着去洗手间了 许念初和钱果果一起回了教室 如今的许念初 已经可以和钱果果说笑了 从许念初的手中 拿走今天的学习笔记后 钱果果痛苦地回到座位上背了起来 已经纠结了一天的范云哲 终于找到了机会 他站起来 喊住了还未坐下的许念初 许念初同学 许念初微微一愣 范同学 怎么了 我看你戴着眼镜 做最后一排能看得清吗 王子晨同学说 想和你换位子 被突然cue的王子晨一脸猛逼 啊 范 范哥 看见范云哲不像是在开玩笑 他只好点头 对对 我想和你换换位子 可以吗 范云哲坐在第三排 王子晨坐在第四排 范云哲的身后 虽然学习小组 不能和许念初组队了 但 可以利用地理优势 范云哲也想知道 许念初到底是怎么学习这么好的 而且 灵州说了 他学习进步 完全是因为许念初 那么 将许念初调走 他就不能继续进步了吧 许念初惊恶地抬头 不敢置信地 看向范云哲换位子 是啊 这里靠前一点 也能看见黑板上的字 更有利于学习 可是 我应 应该不需要看黑板上的字 老师讲的 我都会了 许念初丝毫没感觉到 自己的话 掖住了范云哲 他推了推眼镜 又道 所以 我不用换位的 谢谢范同学 范云哲 他生气地转身 坐回了位子上 郑静门的林州和刘世民 刚好看见这一幕 刘世民满脸惊讶 咦 小同桌 啊不是 我是说 许同学 周哥 许同学这个比装得好啊 他知道自己 快把范云哲气死了吗 哈哈 气没气死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我现在很开心 林州好笑地走回了自己的座位上 坐了下来 刘世民瞬间无语了 感觉自己被秀了一脸啊 怎么回事 上完最后一节自习 钱国国将笔记本收了起来 偷偷摸摸地低下身子 一边给刘世民识眼色 一边往外走去 他可不想大半夜补习啊 但是自己一个人不补习 总觉得不太好 所以得拉上刘世民一起 谁知 还没走出门口 他就听见了 完全没理会 他意思的刘世民喊他 钱国国 去哪啊 补习 接着是许念初和林州投过来的询问目光 钱国国 他只好愤愤地看着刘世民 咬牙切齿 我 那个 我就是想去个厕所 算了不去了 补习完再去吧 嗯 林州点了头 钱国国痛苦地来到三人的身边 去哪补习啊 自习室吗 还没说话 就又被林州塞过去一本笔记 加上今天那本 一起看完 看不完不准回家 简直比资本家还黑呀 他不情不愿地拿起笔记本 就往外走去 还没走到自习楼 他就发现 林州拉着许念初 朝着学校的学生亭方向走去 钱国国 你们去哪啊 给你的那些科目 我们都学完了 去湖边背英语 等他们走出老远 钱国国还没回过神来 他们 真的不是去偷偷约会吗 第四十六章 林州 我很开心 所谓学生亭 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凉亭 位于学校操场旁边 因曾经一位特别爱好学习的同学 每天早晨都要早起一个小时 在这里早读 最后一省高考状元的成绩 被各大高校争强保送而得名 为了纪念这里 特地给他取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还将这一块空出来 周围见了很多同样的小亭子 小亭子不大 但足够学生们学习了 亭子的周围又栽种了很多风景树 铺上草坪 种上鲜花 就差直接供奉起来了 校园因此美化也不少 还获得过全市最美高中的称号 学校鼓励学生们 闲暇时刻来这里学习 盼望着有一天 这里能够再次造就神话 毕竟 继那个学神之后 一中再也没出现过省高考状元 成绩的同学来这里拜一拜 当然 早晨的时候 也的确会有学生在这边早读 晚上也不例外 不过 也有不少学生在这边偷偷约会 虽然学校安排了路灯 但毕竟风景树长大了 将路灯几乎遮挡 树荫后 就变成了约会圣地 路上的灯光忽明忽暗 刚转校过来的许念初 还没来过这里 渐越走越偏僻 他有点好奇 林 灵州 去哪儿啊 灵州回头 看见他的时候 忍不住轻笑了声 去将小童捉卖了 啊 许念初小小的惊呼一声 然后低了头 小声嘀咕 那 那走吧 嗯 你不害怕了 许念初鼓足了勇气 抬头看他 极其认真的说 我知道 你不会卖我的 哈哈 这丫头 真的有点可爱 说他胆大吧 他不敢和别人多说话 也不愿意和人接触 说他胆小吧 在这种场合 他还能接你的笑话 那边有个梁亭 我们去学英语 你不是答应了刘老师 要重点给我补习英语吗 英语还要考听力 我基本都听不懂 需要你帮我 你的发音很标准 念给我听 顺便 他也被被单词 既然决定了 要和小童猪考一个学校 就不能耽误时间 一模式进步了 可他还差了他一百多分呢 许念初点了点头 行 又走了几分钟 终于看见了凉亭和灯光 四周非常的安静 偶尔还能听见虫鸣声 许念初往四周看了看 今天似乎没有其他同学 也就是说 这里只有他和灵州 意识到这一点 他的胆子大了一些 欢快地走到了灵州的前面 灵州 这里和我家好像 嗯 哪里像 没有人 只有树和黑夜 安安静静的 偶尔能听见青蛙的叫声 他们会陪着我 还有虫鸣 很好听 能让人安心 一直以来 都是他们和弟弟 陪着我长大的 许念初一口气 说了很多话 他似乎完全放松了下来 城市里 太嘈杂了 有很多的学生 也有很多花花绿绿的他 支付不起的东西 还有人会欺负他 他们说 许念初 你学习太好了 许念初至今都不明白 原来学习好 也是一种错吗 说着说着 许念初又低了头 我不怎么喜欢城市 但是爷爷奶奶说 要有出息 就不能待在家里 会跟着他们一样 一辈子过苦日子 我不想过苦日子 我也不想 让他们过苦日子了 所以 他忍受了那些欺负 坚持到了高三 又因为这个小小的愿望 来到了一中 说完以后 许念初才意识到 他似乎从来没跟人说过这些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变得有些不像他了 许念初低了头 想说声对不起 但又生生厌了回去 灵州 你会不会觉得我很烦 没有城里的小孩 喜欢听这些的 人与人的悲喜 并不相通 这是许念初 从小就明白的道理 一直在听他诉说的灵州 摇了摇头 他走到他的身边 让两个人的影子 重叠在一起 不 不烦 我很喜欢听 喜欢 嗯 你愿意跟我说这些 说明你把我当朋友了 小同桌 我很开心 许念初呆呆地看着灵州 灯光下 他的脸看得不太真切 但许念初却感觉得到 灵州没有说谎 他真的喜欢 许念初看着看着就笑了 我也很开心 那走吧 去学习吧 好 两人欢快地朝着梁亭跑去 跑着跑着 许念初忽然一顿 啊 灵州 那边有人 同一时刻 灵州看见某一个小一点的梁亭内 男生正着急地起身 挡住了女生的视线 然后恶狠狠地看向他们 很显然 两人打扰了他们的好事 毕竟 男生的嘴都肿了 许念初满脸疑惑 咦 这位同学 他话音未落 就被灵州拉住了胳膊 小冬桌 快点 别耽误时间 再说下去 他害怕两人被打 许念初只能亮枪着前进 身后 隐隐约约传来女生生气的声音 都怪你 我也不知道 真的会有人来这里学习啊 一直到了梁亭 灵州才停了下来 许念初因为跑得太急 微微喘了粗气 他有点奇怪地看着灵州 灵州 他们不是爱学习的吗 不知道 是的吧 可是 刚刚那个男生嘴都肿了 你怎么不让我提醒他 不要紧的 可能 他吃了辣条 可是 别可是了 一个小时快过去了 好吧 好不容易解决了小童桌 十万个为什么 灵州打开了课本 翻了一会儿 他找到了一篇文章 然后递给许念初 就从这篇开始学吧 你多 我不看书直接听 不理解或者没听清的地方 我会提醒你 你多读两遍 我好好琢磨 这的确是个好办法 许念初点了点头 行 他接过课本 那你认真听 好 这是一篇关于亲情和爱情的课文 讲的是 爸爸妈妈和孩子有爱的亲情故事 许念初读的时候 嗓音十分清亮 听起来格外的舒服 灵州听着听着 就入了神 他忍不住看向了许念初的侧脸 小丫头每每学习的时候 神情都特别的专注 也特别的自信这个样子的她 真的好好看 不知道看了多久 他听见许念初说 灵州 你在听吗 在呀 可是 可是 他分明感觉 他在看她 想提醒一下 却不知道该如何提醒 许念初只好将话咽回了自己肚子里 可是什么 灵州却不给他机会 故意问道 许念初 一时间 他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又想起考试前 前果果的话 许念初的脸 肉眼可见的红了 他低着头 慌乱地说 快别浪费时间 这篇文章快读完了 行 灵州也不逗他了 许念初深吸一口气 又开始读起来 两分钟后 他再次被灵州打断了 等一下 小同桌 你刚刚读的那句 我没听清楚 再读一遍 啊 哪一句 嗯 就前面一段都再读一遍吧 哦 好 许念初点头 看向了上面一段 可是 在看见第一句话的时候 他呆住了 课本上 赫然写着 I love you 第47章 I love you 我也是 灵 灵州 许念初不敢相信地喊了他 这三个单词 无论哪一个 都是非常常见的单词 读起来也十分简单 在这篇课文中 是孩子要去幼儿园 临近学校之前 和爸爸妈妈再见后 说给爸爸妈妈的话 联系上下文 读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许念初刚刚没在意 但单单拎出来读的话 许念初再迟钝 也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灵州 是故意的吧 嗯 怎么了 这段很难吗 怪不得我刚刚没听清 他的语气非常的诚恳 眼神中也没有任何轻浮之意 难道 是自己误会他了 他真的没听清吗 联想到 灵州乱七八糟的英语成绩 许念初释然了 或许 真的是自己错怪他了吧 灵州明明是来学习的 不难 我念给你听 好 你念 我认真听 灵州闭上了眼睛 许念初将自己的视线 落在了课本上 虽然决定读了 可不知为何 心里还是乱乱的 他深吸一口气 才将这种奇怪的感觉压了下去 张开唇 许念初尽量让自己的气息平稳下来 他说 I love you 读完这句 许念初感觉自己的心跳蹭得加快了 他甚至不敢去看灵州的反应 快速地开始了下一句 许念初没有看到 他读出这句话的时候 灵州的双手 微微握了下 他的唇半处 擒出了淡淡的笑意 生命真的很奇妙 让他浪荡一声 以为满是遗憾 没想到 又让他有了弥补的机会 I love you 我也是 许念初 你听到了吗 自习室里 钱果果和刘世明 认真地看着书 不得不说 灵州写的笔记很有用 只要他们专心 就能学到很多知识 看着看着 刘世明看见 自己的面前被放了一本书 他好奇地抬头 看见了云若曦 以及他身后的李小婉几人 刘世明 灵州呢 又来 刘世明猝了猝眉 最近云大笑花 怎么一直在找周哥呀 他以前可不这样 正要回答 刘世明被旁边的钱果果拦住了 灵州不在 嗯 这语气怎么听着这么不对 你们不是组建了学习小组吗 你们两个在这学习 他为什么不在 云若曦有点生气了 今天 灵州的成绩出来后 他很快就听说了 作为三班的学霸间第一名 云若曦一直对自己的成绩 有着足够的信心 考试的时候 还想着让灵州抄自己的答案 纵然后来灵州交卷的时候 他发现他做对了很多题 云若曦也没想过 灵州数学能考满分 他现在 居然这么优秀了 云若曦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二班的成绩太好 他们班主任也要求三班也跟着校访 成立学习小组下课后 加班复习 云若曦多方打听 才知道 灵州带着自己的 学习小组 来了这间自习室 他立马带着自己组里的 学习成员来了 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 他不再很正常吧 灵州学习那么好 我们学得他早就会了 他要学习新的知识 跟我们混在一起干什么 钱果果美好气地 看了一眼云若曦 上次在广场的事情 他听刘世明说了 刘世明这人心胸宽广不在意 但钱果果一眼 就看出了云若曦的目的 这人 真是高傲的可怕呀 比起他们家许念初 差远了 哪配得上灵州 这会儿云若曦过来 他几乎也能猜到他的目的 才不会给他机会呢 灵州和许念初 不嫌弃他学习不好 愿意带他学习 帮他补课 他就得帮他们扫清战场 那他去哪了 我不知道啊 云若曦张了张嘴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他环顾了下四周 发现不只是灵州 他的那个平凡的 不能再平凡的同桌也不在 据说 灵州因为他同桌才学习好的 想到这里 云若曦感觉心里很不适滋味 你们小组的另外一个人呢 当然是和灵州一起学习去了呀 什么 他们 一起 当然 我们是一个组啊 云大笑话 你要没事的话 就自己去找个位子坐吧 别耽误我们看书 我和刘世明学习不好 不能浪费时间 说完后 钱国国再不理会他 事宜刘世明一起 认真看起书来 云若曦脸都黑了 他是被李小婉拉回位子上的 坐下后 他还有一点气愤 李小婉有点担心 自从那次百日逝世大会 他已经看着云若曦 碰了好几次挥了灵州 似乎真的不再追着云若曦了 想了一会儿 李小婉忍不住说 若曦 算了吧 我们几个在一起学习 并不见得比灵州他们差的 你说 灵州到底要气我气到什么时候 李小婉有点猛 他忽然觉得自己之前 就不应该用那样的说辞 安慰云若曦 灵州很明显是不喜欢他了 他居然还看不出来 他根本就不喜欢他 那个同桌 怎么天天跟人家混在一起 他来找我 我也可以给他补课呀 我学习难道不好吗 我是我们班第一呀 考试那天 考试那天我都跟他说 让他抄我的题了 他怎么还不爱找我 李小婉整个人都呆了 他忍不住提醒自家闺蜜 若曦 可是许念出全集第一 那又怎么样 灵州不喜欢他呀 你怎么知道灵州不喜欢他 他那么平庸 除了学习好点 有其他优点吗 李小婉再次沉默了 他发现 他似乎也不理解云若曦的脑回路了 长相平庸 就不配被喜欢吗 全天下的人都该围着他 这样的天仙传吗 在他的眼里 其他的女生算什么 又或者 是他根本离不开灵州了 只是他自己没发现 眼见云若曦 眼泪都快下来了 李小婉又忍不住说 若曦 其实你如果喜欢灵州 可以跟他说的 他以前那么喜欢你 说不定会 我怎么会喜欢灵州 不 我不喜欢 我一点都不喜欢的 只能他来找我 我不能去找他 若曦 你这样会彻底失去灵州的 怎么可能 我不信 他那么喜欢我 他都喜欢我很多年了 肯定不会的 你上次也说了 他是为了气我了 话题再次终结 李小婉决定不理云若曦了 他自顾自地看起书来 但这节自习 云若曦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放学后 他拿着课本 快速地来到了校门口 然后整理了下衣衫 练习了一下 作为校花该有的笑容站好 他要等灵州 第48章 你等等 我送你 一整个晚上 许念初的小脸蛋 都红扑扑的 但他还是认真地读完了课文 等自习结束 他快速地收起课本 看也不敢看灵州一眼 快速地往亭子外跑去 再和灵州待下去 他都要窒息了 我 我困了 我先回宿舍了 等灵州抬头 他已经跑出老远了 唉 小同桌 你等着我送你 不用了 我知道路 灵州无奈摇摇头 小同桌真是太不乖了 怎么办 收拾完东西 灵州带着校 往外走去 来到校门口的时候 他看见了旁边的云若曦 他今天穿了JK校服 露出了穿着肉色厚袜子的长长小腿 脚上还踩了高跟鞋蝴蝶结上的纯瓣微红 他擦了口红 站在路灯下格外的耀眼 但这要不了灵州的眼 他完全是因为被云若曦喊住了 才看见他的 有事 也没 我听说你考了数学第一 总成绩也进步不少 还没说声恭喜 谢谢 灵州礼貌地点了点头 就打算离开 灵州 我也考了我们班第一 我总成绩比你高一百分 要不 你和我一起学习吧 这次 他的语气诚恳了不少 我们两个一定能进步更大的 灵州毫不犹豫地摆了摆手 没兴趣 我很忙 云大美女 没其他事的话 我先走了 唉 灵州 你等等 云若曦急了 他快速地往前走了几步 试图追上灵州 可因为穿不惯高跟鞋 他刚走两步就跌坐在地上 脚踝处传来钻心的疼 云若曦忍不住大喊 灵州 我崴脚了 他都受伤了 灵州会回头的吧 一定会的吧 可云若曦看见 灵州脚步未停 很快消失在昏暗的路灯下 这一次 憋了一晚上的泪 终于忍不住 扑速速地落了下来 没过多久 黎小婉走了出来 他扶起云若曦往外走去 灵州回到家 已经十点多了 但 屋子里灯火通明 时不时地 还能听到林长征爽朗的笑声 哈哈 多做点 再多做点 灵州爱吃 看把你高兴的 哈哈 我肯定高兴啊 小周这次考了全班第二十二名 数学还考了满分啊 那成绩 都够得上去年的一本线了 树兰 你知道我多开心吗 小周长这么大 都没考过这么好的成绩 行行行 我再去做几个菜 你先在这高兴一会儿 小周应该快回来了 好 哈哈 不用想也知道 是学校告诉了老林自己的成绩 灵州还没见他这么开心过呢 他无奈地走了过去 扑面来一阵饭箱 桌子上 已经摆满了六道菜 厨房里 秦树兰还在忙活 林长征也在帮忙 灵州整个人都呆住了 他们也就三个人吃饭啊 爸 您这是干什么呢 别做那么多 我们吃不完 呦 我们家的准大学生回来了 哈哈 快坐快坐 林长征快速地给灵州拉了的凳子 又从他肩膀上取下书包 示意灵州坐下后 他又从旁边端过来一盘切好的水果 来 先吃着 马上就好了 厨房里 秦树兰也笑着道 小周回来了 你爸疯了 你不用理他 哈哈 灵州没忍住笑了起来 他现在这待遇 简直堪比皇帝 确实不怎么正常 唉 你小子说什么呢 呸呸呸 算了我不说你了 今天你最大 哈哈哈哈 爸 我这只是一个小考试 还没到高考呢 没事 我相信我儿子 现在考得好 高考也一定很厉害 到时候 我带你们出去吃 比今天吃得更好 林长征将灵州的书包挂了起来 你先自己玩一会儿 我去帮你阿姨做饭 行吧 知道自己拒绝不了 灵州只能默默接受了 又过十分钟 菜全部做好 林长征高兴地 将饭菜端上了桌 小周 快吃饭 灵州坐到了餐桌旁边 拿起筷子 开始吃 不得不说 今天的菜很好吃 但尝了几口后 灵州就将筷子放了下来 正看着他的林长征 和秦淑兰 有些不解 怎么了 不好吃吗 是不是我辣椒放多了 都怪我都怪我 不不不 很好吃 灵州赶紧摆手 只是现在太晚了 晚上不能吃太多 对身体不好 唉 你看看我 只顾着刀杏 把这茶忘了 那你少吃点 秦淑兰也道 你爸呀 今天一天都在校 班也不上了 直接请了假说 要给你做好吃的 我阻止都阻止不了 哈哈 阿姨 宁可得把我爸 这些坏毛病都改了 他以前也经常 半夜起来吃泡面 行行 我尽力 两人一唱一鹤 旁边的林长征 有些无奈 小周 我才是你亲爸呀 你这样坑爹好吗 我觉得挺好的 哈哈 林大哥 要么我们也别吃了 留着明天吃吧 我看行 唉 别 爸 秦阿姨 打包吧 让我带学校 和我同学们一起分享 唉 你这小子 别有用心 最后 一桌子菜 还是给林州打了包 夜晚的窗外 偶尔响起一阵阵重鸣 屋内 是一阵阵爽莽的笑声 林州觉得心里暖暖的 吃完了饭 林长征起身 准备送秦淑兰回家 林州很想说 让阿姨留下来吧 但总觉得 这话 让她说有些不妥 想了想 她喊住了他们 阿姨 嗯 周末吃饭的时候 把小田也带过来吧 小田全名秦宇田 是秦淑兰的女儿 今年十五岁 高一 前世的时候 林州记得 这是一个叛逆的 对自己特别不满的小孩 她浑身都长满了刺 但对秦淑兰极好 因为秦淑兰喜欢林长征 她也很喜欢林长征 连带着对唯一反对的林州 充满了敌意 这一世 两人的目标一致 林州觉得 可以和她成为盟友 秦淑兰和林长征 面面相去 还是别了吧 没事 舒兰 你就带过来吧 小田的孩子 我也挺喜欢 我们一家人 一起好好吃个饭 那 那好吧 两人出门前 林长征喊了林州对了 给你买了礼物 作为这次考试的奖励 在你房间里 林州胡怡 快速地推开了房间门 第49章 她 真的要失去林州了吗 林州推开房门 看见自己的书桌上 放着一台显示器 地面上 是电脑主机 网线已经连接好 林长征 她给自己买了一台电脑 林州捂了五眼睛 有些湿润 这是她上高中后 一直想要的礼物 那个时候 她刚刚接触网络 沉迷游戏不可自拔 哭闹了整整一个星期 但 林长征不同意 她知道林州的脾性 没电脑的时候 就经常夜不归宿出去上网 有了电脑 那还得了 所以她答应林州 如果考试 能考进全班前40 就给她买 这件事在林州看来 简直就是 再为难她 比杀了她还难受 所以为此 她和林长征 闹了好大一顿脾气 两个月没跟她说过一句话 从此之后 爸也不喊了 如今 她都把前世这件小事忘了 没想到林长征还记得 这台电脑 最起码 花了林长征三个月的工资 林州叹了口气 将拿上来的书包 扔在床上 打开了电脑 翻了翻 觉得有些无聊 她点开了企鹅 想了好一会儿 才想起自己的企鹅密码 前世自从微信兴起后 她就再也没用过企鹅号了 如今看着这界面 居然有些陌生 这个时候的企鹅号 界面非常简单 没有那么多 花里胡哨的选项 好友列表也十分清晰 林州点开后 发现自己的好友列表里 都是初中高中的同学 而这些同学 除了刘世明和钱果果 其他人他都不熟悉 许念初的企鹅 他还没嫁 唉 不对 小同桌有企鹅号吗 这个年代 学习好的学生 是不会去上网的 在他们眼中 觉得上网就是变坏的开始 所以 他们也没有企鹅号 想到这里 林州快速地点开 点了注册 不需要手机号 他很快就注册成功了 一个八位数的企鹅号 想了想 他快速地打上了昵称 打完后 林州又将自己的昵称 也改了改 然后满意地点了搜索好友 将自己的企鹅号输了进去 添加 完成 然后又新建了一个分组 喂 将自己拉了进去 这才满意了 林州伸了个懒腰 准备上床睡觉 这个时候 他看见自己的企鹅头像在闪烁 谁给他发消息了 林州快速点开 就看见了云若曦的对话框 林州 在干嘛 这条消息之前 满当当的数十条消息 都是自己给他发的 云若曦 在吗 云若曦 明天给你买奶茶喝好不好 你喜欢什么口味 云若曦 明天要下雨了 记得带伞 云若曦 你今天怎么不等 我就走了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下个碗了 这一条条下来 云若曦一个字都没回草 死舔狗 林州忍不住骂了一句 林州 你怎么不说话 许事见他好久没回 云若曦又发了一条消息过来 林州错了错眉 这人到底想干嘛 不知为何 林州一看见云若曦三个字 就觉得烦躁 因为这个女人 自己前世毁了半生 虽说这件事 也有自愿的成分 是自己的错 但众活一生 他真的不想再和她有联系了 想到这里 林州快速地操作鼠标 移动到云若曦的头像上 诱击 删除 整个动作丝毫不拖泥带水 做完这一切 林州关了电脑 舒舒服服地 将自己扔在了床上 该睡觉了 明天 还得去见小童桌呢 此刻 一个高档小区内 云若曦穿着粉红色的睡裙 坐在了电脑前 她的脚上附了药酒 还是觉得有些疼 打算上网转移一下注意力 但越是转移 越觉得难受 云若曦觉得自己疯了 她满脑子都是林州 林州考试考了第一 林州不理她了 林州和别的女生一起学习 林州给自己送礼物 林州说云若曦 我喜欢你 做我女朋友吧 林州每天都等在校门口 看见她就冲上来 云若曦 我送你回家 林州拿着大白兔奶糖 递给她 云若曦 这些都是给你的 我每天都给你准备了 越想 云若曦觉得 心口越疼 怎么会这样 怎么偏偏是这样 她不死心 决定再找找林州 于是 云若曦快速给林州发了消息 以前 她每次给林州发消息 她都会秒回 云若曦觉得 这次也是一样 但等了好一会儿 她都没等到林州的回复 她只好又发了一句 可惜 又是长久的沉默 云若曦忽然觉得 这个对话框 看着格外的烦躁 她愤恨地拿起了键盘 哐当一声放在桌子上 开始用力打着字 键盘搁吱作响 她的字也打完了 林州 说话呀 刚点击发送 她就收到一个红色的感叹号 什么 怎么回事 难道断网了吗 云若曦急了 她疯狂地打了很多字 但都得到了一样的提示 云若曦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她快速地找了李小婉 小婉 在 你居然能收到我的消息 我不是断网了吗 没呀 明显没断网啊 可是 怎么了若曦 发生什么事了 我给林州发了很多消息 都没发出去 一条都发不出去 可是你给我发消息发过来了呀 对呀 我怎么给你发就好好的 我再去试试 两秒钟后 小婉 还是不行 发不过去 你给我看看你的提示 云若曦结个图 发给了李小婉 片刻后 她接到了李小婉的回复 若曦 我想 是林州把你删了 删了 为什么 她怎么能删了我 她为什么会删了我 她怎么敢删了我 云若曦噼里啪啦 打了很多字 最后 又全部删除 她抱着自己的身体 缩圈在椅子上 哭了起来 林州居然删了她 怎么能这样 怎么会这样 这家伙 是等着自己加回来她吗 不 绝不 她不会加的 周末很快来了 刘世民一放学 就叽叽喳喳地喊个不停 林州 明天班里聚会 在哪儿见 聚会 不会吧 周哥 这你都不知道 我们班级群里 不是一直在说吗 什么为了庆祝一抹考试 由班长提议 大家聚会放松一下 先吃饭 然后去唱歌 哦 我不去 忙 林州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她还忙着赚钱呢 行 行吧 想起林州上个周末的行为 刘世民没有强迫她 许同学 你呢 啊 我 被点名的许念初 抬起头来 我没有起了号 没收到消息 我也不去了吧 同学们 大概也不会希望自己去的吧 咦 周哥是有事 你要干嘛 许念初低了低头 声音中带了紧张 我 我也有事 她话音刚落 就看见林州 忽然侧头靠近了她 给我只帽子手套是吗 第五十章 这家伙怎么猜得这么准啊 许念初的脸 肉眼可见的红了 她慌张的手一抖 下意识地出口 才不是 这家伙 怎么猜得这么准啊 她都还没去买毛线呢 哈哈 林州笑了笑 从客桌里 拿出一个好看的编织袋 塞进了她的怀里 给 都给你准备好了 好好吃 周围人来人往的 里面的毛线都快露出来了 许念初赶紧将用书挡住了袋子 知道了 旁边的刘世民一脸猛逼 什么情况 你们两个在说什么呢 我怎么一个字都听不懂 这时 钱果果从前面窜了过来 打断了刘世民的疑问 你们都还没走啊 她好了 她快速地从书包里 拿出来一大袋子零食 给每人分了一小包 这次考试进步很多 我妈让我感谢你们的 给给给 别客气 递给许念初的时候 她发现许念初呆呆地看着她 没有接 钱果果有点着急 她转头将零食递给了林州 许念初的这份给你了 你给她吧 分完后 她又拉着刘世民出了教室 林州将属于许念初的那份零食 也递给了她 小同桌 钱果果同学下次给你 你接就是了 她是真的把我们当朋友 天天跟着我们补课 你不接她 心里会过意不去的 你吃了她的 改天自己有吃的 再给她吃就行 许念初正正地望着林州 她只是不习惯 吃别人给的东西 但这样 居然也会给别人造成困扰吗 她说的 好像很有道理 她点了点头 好 嗯 真乖 林州又拿出一把糖 递给许念初 今天的 拿好了 等许念初接过 她又顺手揉了揉许念初的头发 周末下午带你出去玩 快走吧 放学了 许念初一正 去哪玩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聚会是在周日中午 林州周六一大早就将刘世民喊了出去 顺便要走了他身上的250块钱 有过上周的经历 刘世民欢快地将钱给了林州 并拍了拍自己的摩托车后座 周哥 我这小摩托专门为你服务 去哪 行了 别拍马屁了 走 去水果市场 接下来的时间 刘世民看着林州来到水果市场 用三寸不烂之舌 花500块钱 买了一堆各式水果 然后又来到农贸市场 以极低的价格买了葡萄干 芋圆 叶果 各式酸奶 还买了两大包气球 和一大堆一次性饭盒 最后 带着这些东西来到了时代广场的小吃街上 暗日租了一个几乎没生意 且带着保鲜柜的摊位 将所有的东西全部摆好 林州开始切水果 刘世民看得一脸猛逼 周哥 你这是干嘛呢 做水果捞 啊 那是啥 林州抬头 看了刘世民一眼 笑了起来 是的 这个时候 江城县还没有水果捞这种东西 这是他这几天观察的结果 现在手里钱不多 时间也不多 做不了大生意 但赚点小钱还是可以的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将各式水果切好后 林州挑了几样 放在饭盒里 然后加入酸奶 葡萄干 芋圆 将饭盒递给了刘世民 尝尝 刘世民震惊地接过盒子 这 能吃吗 林州家的酸奶 是灰灰黑色酸奶 加上里面的火龙果 葡萄 颜色简直一言难尽 这么奇怪的吃法 刘世民还是第一次见 独步思念 林州直接拿过刘世民手里的勺子 咬了一口 塞进刘世民的口中 刘世民本能地想要抗拒 但却没有成功 但一秒后 他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卧槽 这么好吃 口味酸酸甜甜 酸奶的香味 加上水果葡萄干的味道 简直绝了 刘世民三下五除二 便吃完了一份 他正回味的时候 看见林州将一包气球递给了他 给 干什么 当然是吹气球啊 吃完了水果捞 要付钱的 哥知道你没钱 拿劳动力底吧 我的钱不都被你抢 哦不 借走了吗 虽然这么念叨着 但刘世民也没拒绝 并欢快地接受了林州的霸王条款 林州走到隔壁的广告店 快速打印了一个牌子 林家水果捞 买一份送气球一个 多买多送 等全部收拾好 刘世民也吹了二十多个气球了 林州满意地将气球绑在一起 挂在自己的摊位前 拍了拍手 嗯 看来不错 那就开卖吧 04年的水果 价格不贵 苹果橘子这些 才一块钱一斤 香蕉火龙果贵一些 林州将水果捞定价 七块钱一斤 一个气球的成本 也就是一毛钱 稳赚不赔 江城县能玩的地方并不多 时代广场算是一个 周围是一个巨大的商场 广场上还有很多孩子们 喜欢的小游戏 类似旋转木马 碰碰车等 是六娃的绝佳场所 县城的人们工作了一周 周末都会带着娃 来这边散心 所以 在这边摆摊 生意不会差 事实也正如林州所料 不到中午 广场上就来了很多人 因为气球的关系 很快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 妈妈 我要那个 气球 一群宝妈疑惑地走过来 咦 这卖的什么啊 小伙子 你这气球多少钱一个 气球不卖 送的 买一份水果捞 送一个气球 水果捞 那是什么 询问的宝妈低头 看见保鲜柜里 花花绿绿的水果 早上没吃饭的她 顿时吞了吞口水 卖水果的 怎么都切好了呀 这么贴心 林州笑道 是水果捞 我这边有成品 您可以先看看尝尝 不要钱 林州说着 将刚刚准备好的一份 原味酸奶的水果 捞递了过来 水果上的酸奶 和葡萄甘蓝莓 立刻引起了宝妈的注意 哇 看起来好香啊 她拿起林州提供的 一次性勺子 尝了一口后 顿时惊为天人 嗯 嗯 好吃好吃 太好吃了 这怎么卖啊 按金称重 七块钱一斤 七块 这些都可以吗 对 可是 我不喜欢吃香蕉啊 您可以不选香蕉 这么多品种 您喜欢吃什么 就选什么 宝妈顿时眼睛都亮了 还可以这样 那我来一份 林州递过来盒子 宝妈拿着盒子 就选了起来 选好后 递给林州 归话 一份水果捞 就制作成功了 宝妈端着盒子 吃得津津有味 孩子也得到了气球 高兴得合不拢嘴 第一单卖出去 并得到好评后 其他的宝妈们健壮 争先恐后地抢了过来 我要一份 我也要 我要两份 我孩子也爱吃 林州的摊位钱 很快就排起了 常对刘世民 震惊地看着林州 不停地收钱 眼睛都直了 卧槽 钱这么好赚的吗 这不震惊我爸妈 我周哥 真牛皮啊 这一天下来 水果全部卖完了 总共卖了2540块钱 扣除成本价800块 和刘世民的工钱100块 林州净赚1640 这一下不止是刘世民 就连转租给林州摊位的老板 都震惊了 他本来是做其他生意的 但生意不好 他觉得 他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 这里位于广场拐角处 人烟稀少 所以转租了 刚开始 他还对林州的摊位嗤之以鼻 毕竟一个高中生 能做出什么名堂 但没想到他生意居然好成这样 老板不停地搓着手 试图靠近林州取取金 第二天早上 林州又拿着钱 去买了800块的水果 直接雇了个板车 将水果拉到了摊位前 由于昨天打出了知名度 这一天的生意更好 仅仅一上午的功夫 水果就卖了大半 快12点了 刘世民看着忙碌的林州 忍不住提醒 周哥 中午的聚会 你真的不去吗 就在广场边上 那边拐个弯就能到 第51章 他要能赚一千 我倒立吃屎 林州朝着刘世民 翻了翻白眼 你看我有时间去吗 好像确实没有 这一点 刘世民倒是没否认 你自己去吧 我忙完还要去找小同桌呢 答应了陪他出去玩 就一定要做到 忙了一周 下午也该给自己放个假了 行 那周哥我去了 你有什么事喊我 等下午 唱完歌我再来帮忙 刘世民到底是小孩子 对玩的欲望大过赚钱 嗯 刘世民走后 林州环顾了下四周 发现老板还在自己的旁边晃悠 林州看向了他 老板是吧 哎对对对 小伙子 我叫刘丽 刘丽今年三十多岁 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 此刻看着林州 不知为何 总觉得有些惬意 嗯 刘姐 我看您一直在这看 是对我做的这个感兴趣 被戳穿了心思 刘丽更是不好意思了 他们这些做小生意的 最怕的就是 别人知道自己的秘方 他既然把摊位租给了林州 这个摊位暂时就是林州的了 人家做生意他在旁边看 还被人拆穿了 这种感觉实在是尴尬 那个 我 想学吗 啊 刘丽有点呆 学 我能学 嗯 我想你也知道我是个学生 今天周日了 下午就得去学校 明天还要上课 现在高三 特别忙 没时间一直在这里看摊子 你想学的话 我可以教你 那太好了 但是有一个条件 刘丽的笑容僵硬在脸上 神 什么条件 老板你好像也没其他营生 不如 来给我打工吧 啊 打工 刘丽有点猛 嗯 对 工资2000底薪证5%提成 也就是说 一天卖1000块的话 你拿50 一个月工资就是3500 如果一天卖2000 你的工资就是5000 你看如何 这件事 灵州昨天就开始考虑了 他要上学 肯定没空一直经营 但这水果捞 显然还能赚些钱 毕竟对江城的人来说 是心形小吃 在这个年代 县城的工资 还在1200晃悠 刘丽在这边摆摊 一个月也就是挣1500 他没想到 灵州一开口 就是这么高的工资 但刘丽看灵州今天的生意 还是有些动摇 他想自己干 可是却不知道能不能成 我在有几个月 就要去上大学了 这边的摊位到时候 可以全权交给你来负责 过几个月 肯定很多人效仿 到时候就没那么赚钱了 出手也挺好的 见刘丽迟疑 灵州又道 你如果不愿意的话 我就去找别人了 他相信 这个工作 肯定很多人愿意干 工资待遇 在县城算是高薪了 一听这话 刘丽不敢再迟疑 行 我同意了 接下来的时间 灵州一边教刘丽 一边卖水果捞 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 广场拐角的万星饭店内 热闹非凡 范云哲正在激情澎湃的演讲 各位同学 这次能考这么好的成绩 全是大家一起努力的功劳 今天这场局 我邀请了隔壁班的学霸云若曦 他愿意和我们分享他的学习经验 大家在玩的同时 也可以好好听听 希望大家下次二模 也能考个好成绩 毕竟是理科班 男生多一些 看见云若曦 他们的眼睛都是亮的 好 学习委员 有你的呀 挺厉害 一会儿一定和笑花 好好交流交流 范云哲被夸得高兴不已 这是个不错的学习交流机会 大家一定要抓住啊 旁边的王子晨 立刻心领神会 就是 我们可不能学那个灵州 考得稍微好一点就飘了 天天出去做生意 上次还说自己一天赚一千 哼 他要能赚一千 我倒立吃屎 上次他们几个 虽然看见有人来喊灵州 但毕竟没见灵州的生意 事后想想 总觉得是灵州找人 扮演给他们看的 就是就是 一个高中生 做啥生意啊 肯定是瞎胡闹 范云哲 你放心 我们肯定跟着你好好学习 范云哲对于这样的场面 非常满意 他回头 高兴地看向云若曦 若曦 云若曦的目光 一直落在门口的位置 他想找灵州 今天之所以答应 范云哲来参加聚会 就是想见见灵州 灵州把他删了 他试了很多次 还是没能加上他 云若曦感觉很难受 他要问问灵州为什么 他明明都原谅他了呀 灵州不来了 云若曦的声音有些冷 范云哲点了点头 好像是 若曦 我真不知道他不来参加聚会 你看 我们这边氛围这么热闹 救他不合群 我们别管他了 云若曦根本没听范云哲说什么 灵州不在 灵州那个同桌也不在 他有些烦 尤其是看到男生们 投过来的那油腻的目光后 他更觉得烦了 云若曦直接站了起来 我突然有点事 先走了 范云哲神色一暗 他赶紧看向周珊珊 周珊珊站起身来 拦住了云若曦的去路 若曦 那个 先别走呗 留在这里干什么 周珊珊想了好一会儿 终于想到了一个合适的理由 我刚刚听说 那边有个人在卖水果捞 生意特别好 尤其女孩子们爱吃 我还没吃过 我们去买点吃吧 水果捞 这名字云若曦也没听过 但觉得挺新奇的 是啊是啊 也不贵 听说一大盒子 也就七八块钱 大家要不要吃啊 一起啊 我要吃 我也要 同学们陆续举了手 那我们一起去吧 几人刚要出门 就见隔壁班几个女生 正从门外前往另外一个包厢 但她们一个个愁眉苦脸的 哎 买不到 根本买不到 队伍都排到河边了 怎么那么多人吃啊 谁知道呢 看着就很好吃啊 这架势 一天要卖几百份啊 一份八块钱左右 我的天 这是多少钱啊 周珊珊疑惑地问 你们说广场上的水果捞 是啊 你们也要去 别去了别去了 没有半个小时 根本买不到 这么长时间 我这都说少的 不过那边 那个老板挺帅的 哎呀 下次去一定要个企鹅号 那好吧 周珊珊并未在意 女生后面的半句话 毕竟见过灵州 换了发型之后 她觉得任何男生 都帅不过灵州 她的神情有些沮丧 这可怎么办 若曦 同学们 要不我们去买 其他零食吧 几人还未回答 就见刘世民 快速跑了进来 咦 你们这么多人 要去干什么呢 买水果捞 想吃的话 你们可以去找我周哥呀 第52章 灵州真的是老板 找谁 灵州 周珊珊呆了呆 身后的王子晨 直接笑了起来 我们要吃水果捞 找灵州做什么 你没听见 他们说人很多吗 我们都买不到 叫他就能买到了吗 咋了 灵州多个眼睛啊 人家这么看得起他 周珊珊也笑了 灵州虽然长得帅 但刘世民 你别太离谱了 你们才别太离谱好吧 那水果捞 是我周哥开的呀 什么 怎么会 灵州开的 灵州会做这个 吹牛呢吧 又开始了又开始了 刘世民你就 不能不装逼 范云哲几人都笑了 云若曦明显也不信 刘世民 那可是一天几千块 进账的生意 怎么会使灵州开的 灵州能做个小生意 就不错了 唉 我说你们这些人 跟你们说实话 你们还不信 我周哥说的对 这句会不参加也罢 刘世民说完 大手一挥 我要去给周哥帮忙了 你们谁想吃 跟我走 我保证 你们能吃到 周珊珊几人未动 我去 钱果果第一个举起了手 我也去给灵州帮忙 还有要去的没 别人不信 可钱果果是相信的 他本来也看不惯 这些人的作风 灵州怎么就不能做老板了 灵州那么厉害 做什么都不奇怪好吗 同学们面面相去 最后还是有几个人 聚集了过来 真是灵州开的呀 如果不是他 你们把我脑袋拧下来 当球踢 刘世民十分自信 几人点了点头 行 那我去 我昨天就听说这水果捞了 还没吃过 超想吃 我也去我也去 不一会儿 刘世民身后就聚集了十几个人 没有了是吧 没有我们就走了 刘世民傲娇的转身 顺便还给了范云哲一个大白眼 他们走后 剩余的人都在窃窃私语 看刘世民的架势 不像是在骗人啊 难道真的是灵州 也说不定啊 要不去看看 行 一群人小心翼翼地跟了上去 范云哲刚要阻拦 就见云若曦也跟了过去 他只好也跟着 走到广场的时候 他们隔着老远 就看见了其中一个摊位的 前排了长长的队 他摊位的十倍不止 果然生意好啊 唉 周灿 你妈在这边摆过摊 我记得你们家生意也不错 这样的人流量 到底能有多少钱啊 少说两千块 我去 如果真的是灵州的话 好牛啊 此时的刘世民 正带着得意的微笑 大踏步地往前走去 每走一步 他都感觉自己 心里的满足感 又多了几分 跟着周哥打脸 真是爽啊 哪知 刚走到摊位前 刘世民就看见 摊位上忙活的并不是灵州 而是原来的摊主 刘世民愣住了 咦 我周哥呢 你们等等 我过去问问 王子晨几人都笑疯了 哈哈 刘世民你又来这一套 吹牛不打草稿啊 这明明是位阿姨 哪来的灵州 难道灵州突然变身了 同学们 算了我们回去吧 跟着刘世民 根本吃不到水果捞 刚从厕所回来的灵州 站在人群之后 看见这一幕 一脸疑惑 他们班这些同学 不应该都在吃饭呢 怎么吃到这儿来了 正想着他看见 刘世民正脸红脖子粗的 跟人解释 我说是灵州的 就是灵州的 说不定他这会忙出去了 你们在这儿瞎 叫唤啥呢 范云哲和王子晨 也都摇了摇头 带着他们身后的人 准备离开 顺便还叫了云若曦 云若曦一脸失望 只好跟着转身 唉 都别走啊 真的能吃到水果捞 你们信我 好家伙 吃场面 刘世民又去吹牛了吧 看起来 似乎有吹牛失败的风险 灵州无奈摇了摇头 快速绕到他们后方 走向了摊位 他这人虽然不爱装逼 但也见不得 自家兄弟装逼失败 不然 这不就被欺负了吗 人群中已经有人发现了他 咦 那不是灵州吗 真的是灵州啊 灵州没有理会他们 走到摊位前后 他拿起一颗葡萄 放入了口中 然后问向身边的琉璃 刘姐 怎么样 学会了吗 正忙得热火朝天的琉璃 高兴地合不拢嘴 老板 您回来了 放心吧 我学会了 虽然速度有点慢 但基本差不多了 琉璃摆摊习惯了 是个大嗓门之人 他这一声喊 所有人都听见了 大家顿时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老板 卧槽 谁 灵州是老板 这位大姐叫灵州老板 也就是说 刘世民没说错 这摊位就是灵州的 刘世民已经刺着大牙 笑得合不拢嘴了 哈 周哥 你可算回来了 刚刚去哪了呀 撒尿 哈哈 你这尿撒好的 真是时候 灵州将葡萄咽了下去 不想和刘世民 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他看向一脸得意的钱果果 来吃水果咯 嗯 灵州随手拿起刘杰手边的一份 给 钱果果高兴地接过 谢谢灵老板 其他同学也望眼欲穿 灵老板 我们的呢 别急 你们那一会儿 让刘世民给你们做好拿过去 但是要付钱 至于那边几位 你们自己排队吧 灵州指了指范云哲 及范云哲身后几人 几人脸都绿了 他们默默地往后退了退 试图混入刘世民身后的队伍 毕竟这水果捞看起来真的好吃 不能因为范云哲就不吃了呀 云若曦也在此恋 他震惊地盯着灵州 一脸不敢置信 灵州 我的呢 他都给钱果果了 怎么不给自己 难道他没看见自己吗 排队啊 我不是说了 你 云若曦差点就哭了 范云哲扯了扯他的袖子 算了若曦 我们走吧 不 我要吃水果捞 云若曦倔强地站着 范云哲赶紧弯腰 行 你等着 我去给你买 他看了一眼灵州 发现他并没有喊自己的意思 只能默默地排到了队伍的最后 灵州又交代了刘世民和钱果果一些事 并告诉刘丽 除了这二人其他人照单收费后 他拿出一个淡粉色的盒子 找来最新鲜的水果 亲自切开 做了一盘小料充足的水果捞 并将上面的酸奶挤成心形 然后提在手上 准备离开 刘丽看得一脸笑意 老板 给你女朋友切的 第五十三章 许念初 你这是 有男朋友了 灵州笑了笑 没说话 转身离开了 但他的意思很明显 刘丽乐呵呵地大笑 现在的小姑娘啊 就爱吃这个 老板 我看你这次约会肯定成功 班里的同学们一脸猛逼 灵州谈恋爱了 跟谁啊 卧槽 这么劲爆 吃你的水果捞 这么多好吃的 堵不住你的嘴 刘世明恶狠狠地递过去一份水果捞 止住了八卦 云若曦站在人群之后 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灵州 谈恋爱了 怎么可能 不 绝对不会的 灵州那么喜欢她 怎么可能和别人谈恋爱 一中 女生宿舍202的王小晴发现 今天的许念初一天都没有出门 也没有睡懒觉 一直坐在被窝里 手里忙着什么 由于王小晴太困了 她几次想看看 都被困意打败 重新进入了梦乡 直到下午 她才悠悠醒来 是被恶醒的 她马不停蹄地爬下床 去食堂买了饭回来 发现许念初还在忙 她这是在 织手套 这不是都三月份重了吗 春花都开了 不需要手套了吧 王小晴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 突然想到 之前的某个周末 许念初也是这么坐在被窝里 织的同款围巾 好像是难款的 但那个围巾 就在那个周日的下午 不见了 怎么现在又开始忙起来了 难道 王小晴脑海里 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画面 她赶紧往许念初身边凑了凑 许念初 你这是 有男朋友了 以往宿舍 讨论这种问题的时候 许念初都会脸红 会刻意避开不了 但今天 她似乎 没反应 在发呆吗 王小晴想了一会儿 往许念初身边凑了凑 确认了 她的确是在发呆之后 王小晴将视线落在了手套上 手套看起来挺大的 确实是难款的没错 喂 她忽然在许念初的耳边开了口 许念初瞬间被吓了一个机灵 她赶紧将手里的针线往被窝里塞 啊 小晴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许同学 这不是应该问你吗 你这 给男朋友知道 不 不是 才不是 许念初赶紧反驳 但脸还是肉眼可见的红了 她低着头 似乎也想说服自己 我才没有男朋友 那你给谁知道呀 我 我弟弟 许念初有个弟弟 宿舍里的人都知道 她平时不爱说话 大家也都不打扰她 王小晴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 原来是弟弟啊 之前的围巾也是给弟弟知道 想起送给灵州的围巾 她好像还带着来学校过 不过 看样子 王小晴并不知道这件事 她机械地点了点头 嗯 行吧 我还以为有什么八卦呢 王小晴失望地 将手里的一袋子面包 塞给许念初 得 看你一直在忙 也没时间吃饭 我刚好买得多 分你点 许念初下意识地想拒绝 但想起灵州的话 她最终点了点头 谢 谢谢 拿到手后 许念初又陷入了纠结 要拿什么给王小晴吃呢 拿起其中一片面包 她摸了摸肚皮 好像确实饿了 轻轻地咬了一口 许念初看向王小晴 小晴 啊 你喜欢吃什么 我 我去 许念初 你居然开始主动跟我说话了 真神奇啊 自从许念初搬入宿舍以来 她很少说话 一般都是他们问 她回答 但每次回答也都怯生生的 这还是她第一次问自己呢 王小晴坐了起来 看向许念初 我也不知道 我喜欢吃什么 我应该什么都吃 什么都吃 这不是相当于没说吗 哦 那 最近有什么好吃的吗 许念初决定换一种问法 灵州说了 朋友之间吃了别人的 要还回去 她不想随便找个东西 就还了 最近 我想想啊 王小晴又重新躺回了被窝 认真思考了一下之后 惊喜地说 啊 我想起来了 刚刚听食堂里的同学们说 广场新开了一个水果捞 还挺好吃的 而且也新奇 水果捞 那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王小晴摇了摇头 我本来打算下午的时候 去广场溜达溜达买的 但是他们说 人太多了 根本排不上 买不到 只能下周去看看了 哦 许念初点了点头 拿出一直藏在枕头下面的小本本 打开第一页 记上了一句话 一 王小晴同学喜欢吃水果捞 二 钱果果同学喜欢吃蛋糕 三 刘世明喜欢吃鸡腿 四 灵州 写下两个字之后 许念初忽然呆住了 灵州喜欢吃什么呢 他好像什么都爱吃 也什么都不爱吃 他总是用各种理由 讲好吃的给他 说自己不爱吃 但他盘子里的都能吃干净 到底爱不爱吃呢 许念初忽然有些自责 灵州对他这么好 他居然连这点小事都不知道 以后 要多观察观察灵州才行 许念初打定了决心 然后拿起笔 将这一行划掉 翻开第二页 在第一行写上了几个字 LZ 这一整页都留给灵州吧 他一定会慢慢发现 灵州的喜好的 写完之后 许念初看了看时间 已经快下午两点了 灵州说 今天下午会带他出去玩 但他人呢 他怎么还不来 好像有点想出去玩了 正想着 许念初忽然听见宿舍门外有人喊 许念初同学是在这个宿舍吗 有人找 许念初快速的起身 穿上鞋子后 哒哒哒的往外跑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又忘记穿外套了 于是又拐回去套上外套 这次 不能再出丑了 床上的王小晴 目瞪口呆的看着许念初的动作 整个人有点猛 同学 找许念初的人是男的女的啊 男的 还挺帅 哼 女人 还说自己没有男朋友 王小晴愤恨的咬了一口面包 突然觉得 这面包似乎也有些酸 许念初走到门口的时候 看见凌周正站在不远处 他手里提着一个大大的 粉色的盒子 格外好看 正面带微笑看着他 他的身边 又为了不少女生 许念初放慢了脚步 觉得心里酸酸的 小通桌 发什么呆呢 快过来 第54章 你这份看起来像是定情信物啊 凌周一喊 周围的女生立刻看了过来 有人忍不住问 帅哥 你有女朋友了呀 凌周点了点头 是啊 所以抱歉 那好吧 女生们失望地离开 但许念初却震惊地抬起了头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凌周 你 你刚刚说什么 有 有女朋友了 那个女朋友 不会就是他吧 他怎么 当众说这种话 要疯了要疯了 他不是他女朋友 轻笑声从头顶传来 那些女生们 缠着我实在是太烦了 小通桌 就当刚刚抱个忙 许念初微微抬起头来 这 这样吗 嗯 不然 你以为是什么样 凌周认真的看着许念初 他稍微长了点肉之后 皮肤也好了很多 这会儿带了点淡粉 竟比手里的盒子还好看 许念初已经紧张得 不知道该看哪了 我 我没以为怎么样 哈哈 凌周笑了起来 今天出门了吗 没 但是 许念初低了低头 但是手套和帽子还没之好 我太笨了 有点慢 没事 这个冬天反正也用不上 不着急 凌周说着 将手里的淡粉色盒子递到许念初手里 许念初疑惑地接过 给我的 是啊 谢谢 谢谢 少女又低了头 似乎不敢看凌周了 凌周好笑地看着他 你不打开看看吗 这就打开吗 嗯 许念初高兴地揭开了盖子 顿时闻到了酸奶和水果的清香 他震惊地看着凌周 水果捞 你知道 凌周也有点诧异 小同桌今天不是没出门吗 嗯 刚刚听宿舍的王小晴说了 学校里很多人都知道 原来这样 看来传递效果不错 这样的话 这个生意就还能做一段时间 等那些复制者们出现 他大概也赚得差不多了 怎么 是新型的 虽然上面的酸奶已经混乱不堪 但隐约还能看见个形状 新型的话 那不就是送给女朋友的吗 凌周他 哦 那边都是这样 这就是个样式 快吃吧 吃完我带你出去玩 凌周胡乱编了个借口 许念初将信将疑 他拿起了勺子准备去挖 可到了盒子的边缘 他又停了下来 你等我一下 说完后 许念初又哒哒哒地往宿舍跑去 哎 小童周慢点 别摔倒了 知道了 与此同时 宿舍里 王小晴啃完了一个面包后 发现自己还是很饿 他的脑子里 忽然出现了餐厅里那些人形容的水果捞的样子 王小晴感觉口水都分泌出来了 他想吃水果捞 非常香 太香了 但显然 现在根本吃不到 王小晴又坐了起来 准备下楼去买个苹果啃啃 勉强充当一下 不然实在是太难受了 可他还未爬下床 就见许念初快速地冲了进来 然后将手里的东西递到了他的面前 给你 什么啊 王小晴说着 就闻见了酸奶的清香和水果的味道 这是 水果捞 许念初认真地点了点头 嗯 给我吃 王小晴有些不敢置信 嗯 许念初又点了点头 王小晴茫然地接过 许念初 你怎么开始给我东西吃了 而且 你这份水果捞 看起来像是定情信物啊 不是的 不是定情信物 是灵州刚好路过买的 他就长这样 灵州 王小晴似乎抓到了什么了不的事情 他们202宿舍是魂班宿舍 王小晴是六班的 但灵州这个人 王小晴还是听过的 这不就是那个变帅的学渣吗 许念初的男朋友是灵州 卧槽 如果猜想是真的 这可是个惊天大消息啊 许念初并不知道 灵州其实就是水果捞的老板 他以为这份水果捞是灵州买的 此时 正一脸期待地看着王小晴 因为 因为你给我吃了面包 我想给你吃好吃的 就这样 嗯 灵州说了 朋友之间就应该这样的 王小晴笑了 灵州的话真管用啊 不怎么爱说话的许念初 都开始把他当朋友了 不过这样 好像也挺好 因为一包面包 他不但多了个朋友 还能吃到一份新鲜的水果捞 简直太开心了 这个朋友 他王小晴交定了 行 那我不客气了 你赶紧出去约会吧 我 我没约会 你别瞎说 行行行 没约会 你赶紧去找灵州玩吧 许念初低着头 快速跑开了 王小晴这才高兴地吃了起来 啊 不但吃了水果捞 还吃了个大瓜呢 如此看来 这个灵州似乎很不错呀 灵州看见许念初空手回来的时候 他呆了呆 水果捞呢 给王小晴了 嗯 灵州一正 我中午忘记吃饭了 王小晴给了我面包 我问他了 他说 他喜欢吃水果捞 一听这解释 灵州猛了 小童桌是真把自己的话听进去了 但 情况似乎有些不对 他好像理解的有点多 不过想想 他这是在努力交朋友 牺牲一份亲手做的水果捞 也算值 安慰完了自己 灵州摸了摸许念初的头发 刘海似乎又长长了点 不过这次小童桌很乖 他没剪 走吧 出去玩 行 许念初一步一趋地跟在灵州的身后 虽然不知道去哪 但也很开心的 当看见灵州准备进网吧时 他呆住了 灵 灵州 嗯 去 网吧 是啊 怎么了 这里 这里 许念初很想说 这里都是坏孩子才会去的地方 但灵州显然不是坏孩子 他有些喊不出口 没事 来吧 你不是说你没起额号吗 我给你申请一个 不来网吧怎么给你 许念初正正地抬起头 他那天只是随口一说 灵州居然都记在心里了吗 别发呆了 走吧 学习要劳逸结合 不然太累了 这个年代的网吧 身份证查的并不严 灵州带着许念初进去 开了两台机器 然后来到一个角落里 坐了下来 整个过程 许念初的精神都是紧绷的 直到灵州将电脑打开 他才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 灵州先登陆了自己的企鹅号 然后又来到许念初的身边 开始教他 诺 企鹅号是在这里登陆的 可以加群 一会儿我拉你进班级群 这个是你的号和密码 你登陆一下看看 许念初怀着忐忑的心情 输入了账号和密码 等登陆进去后 他就看见了自己企鹅号的昵称 L面 他呆了呆 又看向了灵州 他的企鹅号居然是X招 第55章 他好像舌尖触碰到了灵州的手指 这些名字怎么这么奇怪 许念初看了好一会儿 也没看明白 灵州 企鹅逆唱是这么起的吗 哦 我随便打的 你的也是随便打的 那 能改吗 我不会 灵州说得理直气壮 脸部红心不挑 你会吗 许念初萌萌的 我 我也不会 那就先不改了吧 行 许念初弱弱地点了点头 灵州好笑地看着他懵懂的侧脸 心里乐开了花 小童桌真好骗啊 L念 灵 念 X 周 许 周 这都看不出来呢 我给你发了个消息 你看下 灵州说着 点开许念初的对话框 发了一个表情 许念初看见自己的企鹅 在电脑右下脚闪啊闪 企鹅列表里 一个叫做维的列表 也在闪烁 他点开 看见了灵州发来的消息 我收到了 嗯 就是这么用的 我现在拉你进群 好 灵州点开班级群 将许念初拉了进去 然后开始教许念初群的用法 许念初听得很认真 等全部学会后 他奇怪地看着灵州 这个分组的名字 为什么叫维啊 随便打的 不会改 哦 许念初点了点头 原来灵州也有很多事情不会做啊 没关系 他好好学 学会了教他就好了 许念初没有看到 灵州的列表里 属于许念初的分组名称 叫做一 唯一 彼此都唯一 一个小时很快就到了 许念初也学得差不多了 两人一起下了机 已经快下午四点了 许念初在思考 自己要不要回学校 这个时候 他听见灵州说 小冬桌 帮我一起去买个礼物吧 什么礼物 晚上秦阿姨的女儿 也就是我未来的妹妹 要来家里吃饭 第一次见面 我这个做哥哥的 总要送个礼物给他 但我不会挑 行 这个理由 许念初没办法反驳 他还吃过秦叔兰送来的饭 对这个阿姨印象很好 想必他的女儿 应该也是极好的吧 快到步行街门口的时候 灵州看见了刘世明和钱哥哥 两人挣一人抱着两份水果捞 悠闲地逛着 看见他们 刘世明高兴地跳着跑了过来 周哥 许同学 你们也在这儿啊 嗯 你们要去哪儿 准备回家 广场的同学都被我打发了 可累死我了 我得回去歇歇 那这是 灵州指了指刘世明 怀里的水果捞 嗨 这不是馋吗 明天就开学了 今天得多吃点 行 灵州毫不客气地 从刘世明的手中接过一份 好了 你们回去吧 这份没收了 眼见灵州将自己的水果捞 递给了许念初 刘世明有点肉痛 艾州哥 你得减肥 这太甜了 小冬桌 你吃 你太瘦了 刘世明只好气气哀哀哀地走了 一边走 一边还直犯嘀咕 为什么不拿钱果果的 钱果果一巴掌拍在了 他后食的背上 我有你那么胖吗 那 那也是 可是最近 他都瘦了十斤好吗 许念初看着手里的水果捞 有点呆 灵州 这样不好吧 没什么不好的 刘世明不减肥 对他身体不好 你放心吃吧 许念初只好收下了 并思考着 明天吃饭的时候 给刘世明买个鸡腿 听说鸡腿上都是瘦肉 不会吃胖的 这盒子怎么是白色的 今天上午 灵州给他的 明明是粉色的 哦 应该是换批次了吧 打开尝尝看 许念初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 看见里面的酸奶时 他又呆了呆 灵州 这个不是星星啊 样式有很多种 老板应该是临时换了吧 是这样吗 许念初总觉得不太对劲 可他又说不上来 哪里不对 就是这样的 我能骗你吗 小通桌 快吃 许念初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 用小勺子摇起一勺子 认真地吃了起来 酸酸甜甜地 入口带着香香的奶味 好吃吗 好吃 许念初用力地点了点头 太好吃了 比他吃过的任何水果都好吃 你喜欢就行 灵州笑着看着他 等他吃了几口后 灵州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正埋头苦吃的许念初 有些猛 他停住了动作 认真地看着灵州 怎 怎么 灵州往前一步 抬起手来 别动 酸奶沾脸上了 正要后退的许念初 稳住了身形 他感觉到 灵州的手 抚向了自己的嘴巴 那一刻 许念初不知道哪来的奇怪想法 他忽然伸出了舌头 轻轻地舔了舔他摸的那个位置 你脸上的酸奶 应该在那个位置吧 然而下一刻 他就感觉到 唇瓣上的触感不一样 他好像 舌尖触碰到了灵州的手指 许念初惊吓地往后退了一步 我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刚刚 没关系 擦干净了 灵州收回手 微微握起 在他看不见的地方 轻轻碾了碾 小同桌的舌头软软的 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那一个瞬间 他差点破功 但看他的样子 还是忍住了 不得不说 小同桌还挺会撩人的 快吃吧 好好 许念初赶紧低下了头 再也不看灵州了 他快要疯了 自己怎么会做那样的举动 那可是 灵州的手啊 略微粗糙地 带着纹路的手 小同桌 发什么呆 旁边传来的声音 将许念初拉回了现实 他赶紧将头埋得更低了 要死要死要死 好不容易吃完了水果捞 好 许念初这才小心翼翼地 抬起头来 走 走吧 嗯 灵州也没说什么 他好争以挟地 走在许念初的身后 看着他小小的身影 紧张地走在前面 忽然有一种 恍如隔世的感觉 不行接上人来人往的 灵州带着许念初逛了逛 思考着要买些什么 走着走着 他发现小同桌停了下来 他的面前 是一个卖发卡的小摊贩 摊子上挂满了 各式各样的发卡 一个比一个好看 此时此刻 许念初的眼神 正落在其中一个草莓发卡上 再也移不开了 草莓发卡淡粉色 装饰得非常可爱 如果戴在自己头上的话 要买吗 灵州的声音从旁边响起 许念初赶紧摇了摇头 不要不要 这个发卡要两块钱呢 太贵了 不能买 灵州 我们走吧 好 走 灵州点了点头 但他的动作慢了许念初些许 在许念初转身的功夫 他快速地给老板使了个眼色 将钱放在发卡旁边 然后拿起发卡 装进了口袋里 第五十六章 小同桌 你是真不知道你有多犯规啊 十分钟后 许念初站在了卖大步娃娃的摊位前 灵州走到他身边也停了下来 两人同时看向了中间挂着的 半人高的流氓兔 这个 几乎一口同声 说完后 两人一起笑了起来 老板看见他们乐呵呵地迎了出来 笑颜如花 小姑娘好眼光啊 这个兔子质量很好 还可爱 是我店里卖得最好的 也不贵 今天活动价才四十五 让他给你买 他指了指灵州的方向 许念初几乎下意识地摆手 啊 不是 不是给我买 是给他妹妹买的 妹妹 老板疑惑地看了一眼灵州 这小子长得人模人样 而小姑娘看起来老实芭蕉的 不会被欺负了吧 他们这个年纪 最喜欢认什么妹妹了 老板小心翼翼地靠近许念初 不是亲妹妹吧 嗯 不是亲的 许念初很诚恳 他就知道 老板又故意将许念初往旁边拉了拉 小姑娘啊 什么妹妹不妹妹的 可不能让他有啊 啊 为什么 许念初有点迷茫 灵州有个妹妹怎么了 不是很正常吗 多花心啊 有女朋友还要妹妹 女 女朋友 他没有女朋友啊 许念初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灵州见此 好笑地将老板手中的流氓兔拿了过来 行了 老板 三十块一个 要两个 卖不卖 提起生意 老板总算是收回了自己的八卦之心 不行不行 赔本买卖 我这竞价都三十五呢 那就六十五两个 不卖我们走了 那边卖的还有很多呢 说完 他拉着茫然的许念初就要走 老板赶紧拦住了他 唉 卖卖卖 就六十五 行 给我分开装起来 灵州递给老板一百块钱 拿到流氓兔后 他快速地将其中一个递给许念初 这个 给你的 给我 就当是你今天陪我逛街的奖励吧 我手里这个给妹妹就行 嗯 可是 灵州 没有可是 不然下次我不带你出来了 许念初只好不说话了 正准备给灵州找钱的老板 听见这话 整个人都带了 他怪异地看向了灵州 满脸写着 不可思议 长得好看 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不但当着女朋友的面 给别的妹妹买礼物 还能威胁女朋友 一句不带她出来 就能把人拿捏了 这也 太离谱了吧 现在的女孩子 是真傻呀 唉 小姑娘 他试图提醒一下许念初 却见自己手里的三十五块钱 很快被人抽走了 谢了老板 小通桌 我们走吧 唉 你这小伙子 不能欺负老师姑娘 哼 知道了 这种福气 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是不是老板 小姑娘 你倒是多长个心眼 可是 他 他没欺负我呀 眼见两人离开 老板默默地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现在的人 事风日下 买完流氓兔 灵州和许念初一起 往学校走去 来到学校门口 许念初低了头 示意灵州 你快回去吧 一会儿就该吃晚饭了 和妹妹第一次见面 迟到了不好 好 那 那我先回寝室了 嗯 许念初抱紧了怀中的流氓兔 咬了唇 转身往学校走去 就在这时 他又听见了灵州的喊声 小同桌 啊 许念初疑惑地扭过头 就见灵州抬起了手 快速地将他的刘海扒到一边 然后举起了另外一只手 给他戴上了什么 他错愕地瞪大了眼睛 是粉红色的草莓发卡 你什么时候买的 刚刚路过 顺手就买了 可是 我 别动 灵州赶紧阻止了许念初 要取下发卡的动作 他正正地望着许念初 今天的许念初 穿着白色的长裙 套上了校服外套 刘海被别上去后 他光洁的额头露了出来 额头下 长长的睫毛 一眨一眨的 灵州没忍住 将他的眼镜取了下来 那一刻 他的心猛地一跳 忽然有一种 初恋的感觉 果然啊 这样的小同桌 简直好看到爆炸 许念初意识到 灵州一直盯着他看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脸 怎么了 我脸上有泥土吗 小同桌 你是真不知道 你有多犯规啊 灵州答非所问 他上前一步 快速地取下发卡 然后将刘海复原 又将发卡 重新叠在了他的头上 只是这一次 没有撩起刘海 最后 将眼镜也给他重新戴上 就这样 以后就这样戴 喂 为什么 发卡的目的 不是为了 将头发弄上去吗 这样好看 小同桌 你听我的 这样的话 别人就看不到 他美若天仙的小同桌了吧 有些东西 只有自己享受就行 那好吧 那我走了 嗯 进去吧 许念初抱着流氓兔 低着头 快速地跑向了校门 灵州没有看到 他的脸又红扑扑的 走到灵州看不见的拐弯处 许念初找了个 没人的墙壁 靠了上去 他心口扑通扑通地跳了不停 用流氓兔挡了挡 还是不行 怎么办 为什么每次 灵州一靠近 他的心跳就会疯狂加快 根本控制不了 他今天 居然还送了自己礼物 流氓兔和草莓发卡 那是他看了好久 却一直没舍得买的东西 许念初正正地抬起手 将头上的发卡取了下来 仔细地摸了摸上面的纹路 然后不自觉地 举到唇边亲了一口 意识到自己的动作后 他又慌张地 将发卡塞回口袋里 吻了吻心神 但片刻后 他又犯了难 发卡很小 可以藏起来 流氓兔要怎么办 难不成就抱着他 大喇喇地回宿舍吗 那样的话 会被他们笑话的吧 几乎下意识地 许念初将外套脱了下来 他快速地将流氓兔包在校府里 然后打了个结 往宿舍走去 与此同时 202宿舍里 王小琴正在发呆 吃完了许念初送的水果捞后 他就一直保持这个姿势回味 真的 太好吃了呀 不行不行 下周一定要去买 既然今天吃了许念初的 下周就拉着这个新娇的朋友 一起去请他吃吧 可是 许念初一个下午没回来了 约会需要约这么长时间 王小琴有些无聊 正不知道干什么好的时候 他看见许念初 提着一个巨大的袋子 哦不 校服走了进来 王小琴一脸疑惑 唉 许念初 你提的什么呀 第五十七章 许念初同学 你好像真的恋爱了哦 啊 没 没什么 许念初赶紧将校服 往身后藏了藏 没什么你包得那么严实 做什么 不行 给我看看 王小琴蹭的一下 从床上跳了下来 就要抢许念初的衣服 许念初慌张地将衣服 抱进了怀里 真没什么 什么都没有 行吧 看你下的 一会儿去食堂吃饭嘛 我等你 好 你等我收拾一下 许念初点了点头 就要将校服放回床上 就在这一刻 王小琴忽然上前 趁着许念初没有防备之时 一把抢过他手中的校服 下一刻 一个巨大的流氓兔就露了出来 王小琴惊喜地大喊 哇 是流氓兔 这是灵州送你的礼物吗 啊 我 我 王小琴 你 放心吧 我不乱说 我就是好奇 许念初同学 你好像真的恋爱了哦 灵州回去的时候 已经快六点了 林长征和秦淑兰正在做饭 厨房外面还多了一个人 在蹲着认真的宅在 秦宇田 他今天穿着黑色的风衣运动衫 下身是一件灰色运动裤 加上运动鞋 头发是短短的寸头 十分有个性 其实秦宇田长得很像秦淑兰 五官十分精致 如果留起长发 换上女装 虽然比不上长开了的许念初 但也绝对惊艳 堪比云若曦 可他偏偏喜欢男装 据秦淑兰说 从小他便是如此 他管不了 也只好随着他了 可灵州却不认为这样 前世 他接触秦宇田并不多 几乎每次见面都剑拔弩张 就差打起来了 但灵州却无意间看到 他对着小摊上的娃娃和公主群发呆 那个时候的灵州并未在意 现在想起 想来这姑娘也是喜欢这些东西的 只是因为 从小没有爸爸 他将自己伪装了起来 为了保护妈妈 前世的灵州 对秦淑兰十分不满意 每次见面都几乎怒目而视 而和秦宇田的每一次剑拔弩张 也都是因为秦淑兰 五岁的少女曾奋不顾身 和比他高了一头的自己打过一架 结果自然是挂了彩 但他连眼泪都没留下一滴 站起来的时候 还恶狠狠地说 灵州 你怎么这么幼稚 我妈妈和你爸爸是真爱 你如果为了他们好 就让他们在一起 那个时候的灵州并不理解这些 最终还是愤怒地赶走了他们 可现在再看 只觉得这个姑娘可爱又可怜 为了妈妈 她几乎将自己所有的喜好都隐藏了 正想着怎么打招呼的时候 灵州发现少女也看见了她 这应该是这一世 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少女眼中带着好奇 尤其是看见灵州手中提着的流氓兔时 灵州甚至觉得 如果这里没人 她肯定会迫不及待地冲上来 好好抱一抱这软乎乎的兔子 但她没有 眼神也在片刻后换成了警觉 你是灵州 说什么呢 我是你哥哥 灵州将手中的流氓兔 随手放在了桌子上 秦宇田听见这话 双眼一眯 顿时露出了鄙夷的神色 哥哥 我听说你在学校不学无数 天天打架 考试成绩倒数 我可没这样的哥哥 秦宇田也是一中的学生 今年高一 自从知道妈妈和林长征在一起后 她就有意无意地打听过灵州 还隔着老远看过 她记得 那次看见的灵州一头黄毛杂杂乎乎的 怎么突然这么贵重了 虽然感觉变了个样 但秦宇田对灵州的印象并不好 呃 那你应该没听完 就这一次一抹考试考得好了点吧 说吧 抄了多少分 我没抄 切 秦宇田重新拿起了一颗青菜 你说这话你信吗 灵州也知道这姑娘 肯定提前打听过自己 她也没什么好解释的 于是也跟着蹲下来 一起摘菜 信不信的 下次考试不就知道了 我抄一次可以 难道还能抄两次吗 也有道理 那我拭目以待 行 灵州点了点头 秦宇田没想到 灵州会靠这么近 她下意识地 往厨房门口的方向挪了下 灵州也往她身边的位置挪了下 秦宇田吓了一跳 你干什么 我就是摘菜啊 你把袋子拉那么远 我怎么够得着 秦宇田一愣 这才意识到 自己刚刚往后退的时候 确实把袋子也拉过来了 她只好将袋子往前推了推 少跟我掏近乎 我知道你不怎么同意 林叔叔和我妈妈的事情 不知道你这次 为什么会让我妈妈带我来吃饭 但是我警告你 秦宇田正要说话 忽然被厨房内 探出头来的秦叔兰打断了 小周 你回来了 嗯 刚到家 行 赶紧休息休息 你别忙活了 都跑了一天了 让小田宅菜就行 那可不行 怎么能让第一次进家门的妹妹干活 我来干 哈哈 听见妹妹两个字 秦淑兰开心地笑了起来 她对林周 越来越喜欢了 小田 你看哥哥多好 你在家还念叨哥哥 我跟你说 没事多跟哥哥学习 可别欺负哥哥 知道不 秦宇田 妈 我没欺负她 秦淑兰 行行行 你那脾气赶紧收一收 一天天一点没个女孩子的样子 转头和林周说话的时候 她换上了笑意 小周 你别介意啊 小田就这样 我回头收拾她 好 那我先做饭了 我和你爸今天多做几个菜 好 阿姨辛苦了 秦淑兰进了厨房 林周回头 发现秦宇田的眼神更诧异了 你 林周 你到底要干什么 这就是你的目的吗 秦宇田怎么也没想到 林周会是这个样子的 秦淑兰说 要带她来林家的时候 她就做好了 和林周大干一场的准备 毕竟这样一个滑头 肯定会欺负妈妈的 她最见不得妈妈被欺负了 但现在的林周 似乎有些让她受宠若惊 她和她说话的时候 仿佛真的是一个哥哥 和秦淑兰说话的时候 更像是一个和善的小辈 她对秦淑兰 竟然一点敌意都没 而且现在 秦淑兰的样子 明显是更喜欢她 而不喜欢她 这是什么情况 林周到底在搞什么 第58章 怎么跟哥哥说话呢 林周给秦宇田递过去一个矮凳子 示意她坐下来 这才到 怎么和哥哥说话呢 要懂礼貌 知道吗 秦宇田 她正要生气 又听林周说 再说了 我能有什么目的 我的目的和你一样 什么一样 你不是想让你 妈妈和我爸爸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吗 我也是啊 是 什么 怎么了 有问题吗 没 没问题 但是我有问题 田田 你不觉得 我爸和你妈顾忌 最大的就是我们两个吗 也就是说 我们两个几乎是他们感情的牵绊 因为我们 他们畏手畏尾的 谈的对象也不能好好谈 你不觉得 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吗 秦宇田脑袋嗡嗡的 她甚至忘记 去计较 林周为什么就可以 堂而皇之地 喊自己的小名 可是 你不是不同意 谁说我不同意 我听说 那都是听说的 你没听过 眼见为实吗 秦宇田感觉自己被林周绕晕了 她一脸震惊地看着林周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就是想和你商量商量 看看有什么办法 能促进一下他们的关系 我高考还有两个多月了 等高考后 让他们把婚礼办了吧 什么 秦宇田惊吓过度 整个人站了起来 连声音都加大了不少 林周赶紧示意她坐下来 一边宅菜一边道 别激动 声音小点 不然他们以为我们两个吵架呢 你 秦宇田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总觉得面前的林周不正常 她为了对付林周 在决定来之后 就开始想计策 没想到 一见面直接功亏一篑 面前的林周 简直和计划中的判若两人 小周 豆角则好了吗 厨房内传来了林长征的声音 好了 林周端起豆角 站了起来 见秦宇田茫然 她又加了句 你好好想想我的建议 林周 你别想耍花招 思考了一会儿的秦宇田 明显不幸 林周毫不在意 她伸手拍了拍秦宇田的肩膀 其实你妈妈说的对 女孩子还是有个女孩子的样子比较好 你有没有想过 你穿回女孩子的样子 你妈妈你们两个就不会吵架了 你明明就很喜欢那些 在家人面前 不用掩饰自己的爱好 等你妈妈和我爸结婚了 这个家 交给我和我爸就成 你安心 当个小姑娘 多好 被戳中了心事 秦宇田眼中一阵慌乱 谁说我喜欢那些了 我根本就不喜欢 林周没有拆穿她 她快速地将豆角送进了厨房 饭菜很快做好了 林周又进厨房 帮他们端菜 整个人笑呵呵地 看起来十分开心 旁边的秦宇田 完全帮不上忙 她忽然觉得 似乎他们才是一家三口 而自己显得有些多余 可是 按理说 林周才更像是那个外人才对 怎么会这样 不行 她得多观察观察 林周才行 秦宇兰一出门 就看见了桌子上的流氓兔 她好奇地问 这是什么 小周 你买的 嗯 买给妹妹的 正盯着她的秦宇田一正 给 我的 是啊 第一次见面 给你个礼物 秦宇田的脸色有些难看 秦宇兰知道自家女儿的脾气 她只喜欢那些男孩子的东西 比如什么奥特曼玩具枪 对这些女孩子的玩具 一向嗤之以鼻 从来都是嫌弃 这会儿 林周居然给她买了这个 刚刚 秦宇兰还以为林周 是买给她那个小女朋友呢 这一下子可怎么办 好不容易有一场聚会 可不能让秦宇田 惹林周生气 她正要将流氓兔收起来 就见林长征比她更快一步 她拿过流氓兔 就赶紧道 小周 妹妹不喜欢这个 你看看 我都忘了告诉你了 等下咱俩一起去退了 我们再给妹妹买别的 林周见秦宇田一直不动 但那神色显然慌了她好笑的 真的不喜欢 林长征点头 确实不喜欢 秦宇兰早就跟她说过 秦宇田的事 今天都怪她 怎么能将这么重要的事情忘了呢 那好吧 那就只能退了 妹妹 你喜欢什么 奥特曼 我晚点给你买 但是买流氓兔这个地方 距离家太远了 去换也不方便 没多少钱 扔了吧 说着 林周就拿着流氓兔 往门口的垃圾桶走去 秦淑兰和林长征吓了一跳 他们下意识的 就要往林周的方向走去 但很快 他们发现 面前冲过来一个身影 是秦宇田 她的速度更快 一把抓住了流氓兔 别扔 见众人都诧异地看着她 少女神色有些尴尬 扔了多可惜 买都买了 我 我勉强收了吧 下次不要买了 为了强调自己的拒绝 她还刻意加了剧 难看死了 面无表情地拿过流氓兔 秦宇田在众人没看见的地方 小心翼翼地放在了自己的背包上 但这个动作 可瞒不过林周 她装作没看见的 走到餐桌边 示意打架 吃饭吧 我们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 是是 快吃饭 小田 吃饭了 秦宇田坐到餐桌边的时候 她就看见林周正在给大家盛饭 林叔叔一碗 妈妈一碗 第三碗 是递给她的 她就好像真的是一个大哥哥一样 微笑着看着她 跟她说 愣着做什么 坐下来吃啊 秦宇田这才茫然地坐了下来 这顿饭 其他三人都聊得特别开心 只有秦宇田闷闷不乐 一句话也没说 她总觉得 事情似乎朝着自己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了 吃完了饭 秦宇田自告奋勇地去洗碗 她想静静 洗着洗着 她的目光就不自觉地落在了流氓兔上 真的 好可爱啊 太可爱了 有木有 那是她最喜欢的呀 从小到大 喜欢了很多年 可是 她从未买过 不是买不起 只是她觉得 这样的东西 太孩子气了 她要保护妈妈 要做一家之主 将妈妈护在身后 这样柔柔弱弱的东西 她不能拥有 会被别人看穿的 正出神的功夫 她听见耳畔边 响起了一个声音 怎么样 很喜欢吧 以后 哥哥可以尝给你买 第59章 她才不是区区一个礼物 就能被收买的小孩子呢 秦宇田赶紧转过脸 脸色难看 我才不喜欢呢 不用你给我买 但不知为何 心里有一丝丝的激动 居然会有人给她买羊娃娃 这个感觉 好奇怪啊 哈哈 看来你承认我是你哥哥了 谁承认了 秦宇田急了 她抬起头来 愤怒地瞪着灵周 可那娇俏的小脸 却分外地可爱 那你刚刚怎么不反驳 我 秦宇田想起 刚刚灵周说的哥哥 给你买这句话 似乎完全被她忽略了 怎么会这样 她好像被灵周耍了 过分 哼 你才不是我哥哥 秦宇田生气地瞪着灵周 别以为你给我买了流氓兔 我就会听你的 灵周 我妈妈喜欢你爸爸 才会带着滤镜看你们 我可不会 看她还是不幸 灵周默默地叹了口气 她从秦宇田的手中 接过碗筷 洗了起来 这时 客厅里准备和灵长征出门 溜湾的秦淑兰走了过来 担忧地说 要不 我还是带小天回家吧 林大哥 我们明天再出去溜湾 这两个人在一起 总是吵架 她实在是很担心 不用不用 不等灵长征说话 灵周就拒绝了 你们去玩吧 我和田田联络 联络兄妹感情 你说是不是啊 田田 秦宇田没想到 灵周真的在给灵长征 和秦淑兰制造机会 虽然她很想离开 但是想起妈妈和林叔叔 她还是点了点头 对对 妈 叔叔 你们去吧 我们两个不会打架的 这 秦淑兰有些为难 林长征见儿子如此执意 就拉住了秦淑兰 算了 叔兰 孩子们的事情 让他们自己解决 说不定没我们两个 他们感情能变好吗 走吧 我们去溜湾 秦淑兰只好点头 那有什么事的话 小周你记得给我们打电话 好 小田 你不许欺负哥哥 听到没 妈 我真没欺负他 目送两人离开 林周继续洗碗 这倒让闲下来的秦淑兰 有些无所适从 到底是第一次见林周 还是很不自然 她试图找点事麻痹自己 这时 她听见林周说 唉 帮忙 帮什么忙啊 秦淑兰转头 看见林周将胳膊递了过来 这是在示意她 给她挽袖子吗 你自己不会挽吗 我这怎么挽啊 秦淑兰这才发现 林周的手上全是泡沫 她只好不情愿地 来到林周身边 撇着嘴帮林周 将袖子挽了上去 做完这一切 她快速地跑到客厅 决定不和林周说一句话了 林周也没管她 秦淑兰在客厅坐了一会儿 有些无聊 她的眼神 一刻也没离开那流氓兔 可是林周还在 她根本没办法玩 实在是太纠结了 纠结得心痒痒 三分钟后 秦淑兰实在是忍不住了 注意到林周开始洗锅了 她小心翼翼地 跑到流氓兔的身边 用手指轻轻地戳了戳 触感软软的 好舒服啊 真恨不得直接抱在怀里 然后搂搂抱抱贴贴 这么想着 秦淑兰又转头 看了一眼林周的方向 发现林周没再看她 她决定抱一下试试 就抱一下 于是 秦淑兰欢喜地张开胳膊 就要抱住流氓兔的时候 身后响起了林周的声音 田田 你干嘛呢 不是说不喜欢吗 秦淑兰 她尴尬地举着手 思量一会儿 改为伸道脑后 挠了挠痒 我本来就不喜欢啊 我在思考 这么大扔了 是不是都占垃圾桶的位置 这嘴硬的 林周也没接话 反而转移了话题 我刚刚的提议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我根本就没考虑 为什么 谁知道 你是不是准备耍什么花招 根据秦宇田对林周的认知 这家伙不把自己和妈妈赶出去 就不错了 又怎么会这么好心 她才不是区区一个礼物 就能被收买的小孩子呢 唉 林周又叹了口气 小孩子果然很难搞 那要怎么样你才肯信我 我不会信的 秦宇田回答的斩钉截铁 林周彻底无奈了 看来想让这个小妮子信任自己 必须得慢慢来了 好在 她也不着急 两个人单独在屋里 的确有些尴尬 林周决定再找个话题 你妈妈最近有什么活动吗 嗯 你问这个干嘛 帮我们家老林打听打听 看看她最近能为秦阿姨做点什么 切 秦宇田嗤之以鼻 闲吃萝卜但操心 但看林周的举动 似乎是真的打算 撮合林叔叔和妈妈 她还是忍不住开口 下周末 我妈妈要参加单位组织的广场舞比赛 广场舞比赛啊 那我让我老林去给阿姨加油 林周随口说完后 忽然愣住了 不对 下周 下周几号 你傻吧 今天3月11号 下周末当然是3月18号啊 秦宇田翻了翻白眼 3月18号 林周念叨了一下之后 忽然快速的起身 拿起桌子上的日历看了起来 3月18号 3月18号 糟了 秦宇田再次翻了翻白眼 林周你怎么神神叨叨的 3月18号怎么了 那不就是个正常的周末吗 林周十分着急 田田 你能别让秦阿姨去参加比赛吗 秦宇田当下张大了嘴巴 满脸鄙夷 我就知道你不安好心 但是林周 你阻拦我妈妈参加比赛 是什么意思 还没进你们家门你 就想限制我妈妈自由了 我告诉你 我妈妈要嫁的是林叔叔 不是你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林周思考了一会儿 却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在刚刚 她忽然想起 前世的今天 其实他们已经见过好几次面了 林周和秦宇田大闹一场 导致了林长征和秦淑兰的分手 然后 秦淑兰去参加广场舞比赛 比赛的台子 本来就不结实 他们演出的当天 经受不住那么多人的折腾 直接倒塌了 而当时 秦淑兰正在比赛 她穿着高跟鞋 直接从台子上摔了下来 一根横梁砸在了她的腿上 虽然后面住院做了治疗 但最终还是瘸了 再也不能恢复正常 这件事 也导致林长征愧疚很久 每每想起都流眼泪 去参加广场舞比赛的话 你妈妈会受伤 你想看你妈妈受伤吗 第六十章 林州说什么了 你怎么知道 我妈妈会受伤 林州 你疯了吧 那是一周后的事情 爱 你就算不喜欢我妈妈 也不用找我妈妈吧 你可真是 你可真是 你气死我了 我这就去找我妈 带着我妈回家 以后你在家 我们就不来了 秦宇田说着 转身就要出门 林州赶紧拉住了她的胳膊 秦宇田 这是见面后 林州第一次这么认真地喊她 秦宇田刚想甩开林州的手 却发现林州的脸色有些冷 那股冷意 不像是他们这个年纪该有的沉着 吓得她一时间忘记了反应 怎 怎么了 其他事情可以胡闹 这件事不行 下周末的广场舞大赛 让你妈别参加 可是 可是 没有可是 为了你妈好 也为了我爸 我不希望出现任何的意外 你 狮神片刻的秦宇田反应过来 意识到林州在命令她 秦宇田顿时怒火中烧 这个少年 不过就比自己大两年半 就敢这么跟她说话 她凭什么 她就是欺负他们孤儿寡母的 秦宇田越想越气 敢咒我妈妈 林州 你想死 不等林州反应 秦宇田迅速地甩开林州 然后一把抓住了她的手 朝着胳膊就咬了下去 一阵疼痛袭来 林州下意识地伸出手 推住了秦宇田的头 就在这时 门被打开了 秦书兰和林长征 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 看见两人的样子 秦书兰神色一正 小田 小周 你们在干什么 林州快速地松开了手 秦宇田也赶紧抬起头来 面色紧张 完了 答应了妈妈 以后不再打架的 上次和别人打架 妈妈为此还哭了一整夜 这可怎么办 到底是小孩子 秦宇田整个人都慌了 此时 林长征也反应过来 她快速地上前 将秦宇田挡在了身后 林州 你这臭小子 不是说不欺负妹妹吗 见林州被骂 秦宇田更着急了 虽然林州刚刚胡说八道了 但先动口的 终归是她 这种情况 无论自己怎么解释 妈妈一定会偏向林州那边 然后生气 怎么办 秦宇田着急地看向林州 用力地给她眨眼睛 和解吧 求求了 我错了 我们私下解决好不好 林州也看见了秦宇田 她此刻的样子 活像是做错了事 但是不敢 被爸妈知道的小孩子 不过仔细想想 秦宇田的确是个小孩子 如果此时 能让她知道 那件事的重要性 其实这一口 也算没白挨 林州用眼神示意秦宇田 秦宇田很快收到信号 她立刻点头 表示自己会听话 林州这才满意 她将手往里面缩了缩 没事吧 我和田田闹着玩呢 我们没打架 秦宇田也赶紧开口 对对对 林叔叔 妈 我们没打架 我和哥哥闹着玩呢 林长征和秦淑兰 总算是松了口气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们咋了 田田 走 我们回家吧 我送你们我送你们 林长征拿起了车钥匙 秦淑兰去收拾包包 准备出门 林州拿起旁边的流氓兔 走到秦宇田身边 在他伸手去接的时候 轻声道 记住我的话 可千万别忘了 秦宇田吐了吐舌头 哼 鬼才记得住 哎 你 妈 我们走吧 秦宇田快速地接过流氓兔 完全不给林州说话的机会 林州 这丫头 实在是太调皮了 等三人都走后 林州才伸出胳膊 看见了上面的牙印 虽然没出血 但是真的很疼啊 属狗的吧 不过今天 也算是和秦宇田打了个照面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其实感觉还不错 林长征将秦书兰和秦宇田 送到小区门口 才停下了车子 见两人进小区 林长征有些担忧 田田 一路上都在走神的秦宇田 回过头来 怎么了 林叔叔 小周真的没欺负你吗 他如果欺负你了 你一定要跟我说 我帮你收拾他 真的没 林叔叔您放心吧 秦书兰也道 对啊 小周那么好 怎么会欺负小田 小田这孩子我知道 他不欺负小周就不错了 林大哥 你放宽心 赶紧回去吧 不早了 那 那行 林长征在走后 母女两个一千一后 往家走去 秦书兰的眼神有些冷 秦宇田 啊 你刚刚是不是咬林舟了 其实一进门 秦书兰就看到了 他生气的想要骂秦宇田 但被林长征抢了先 后来林舟也没说什么 他就没有责备 孩子大了 要给孩子点面子 妈妈 秦宇田低了头 满脸委屈 是林舟先胡说的 他说什么胡说了 他 他说 秦宇田下意识的 想将林舟说的话说出来 可以想 那也太荒唐了 谁会信啊 妈妈为了这次的广场舞比赛 准备了整整两个月 每天都费尽心思 耗费了大量的心血 他那么喜欢广场舞 为此还努力成了林伍 现在马上就要比赛了 怎么能让妈妈分心想到这里 秦宇田低了头 他没说什么 我就说 小周明明是那么成熟稳重的孩子 怎么会胡说八道 倒是你 下次再敢欺负哥哥 妈妈可要生气了 听到没 听 听到了 秦宇田的头更低了 还有这流氓兔 我知道你不喜欢 不许丢 回去就放客厅 我要每天看着省的你 偷偷扔 秦宇田猛地抬起头 可是 妈妈 没什么可是的 都听我的 秦宇田只好不说话了 他原本打算回去后 就将流氓兔放进屋里 趁着秦书兰没注意的时候 抱着睡觉的 但现在 似乎不可能了 回到家 秦宇田在秦书兰的紧盯之下 依依不舍地将流氓兔 放在了客厅沙发上 走进屋里的时候 秦宇田深深叹了口气 关门的瞬间 他又忍不住看向了流氓兔 没想到自己的第一个娃娃 居然是灵州买的 可是妈妈 都不知道的事情 灵州是怎么知道的呢 她真的这么神奇吗 能看懂人心 不 绝对不可能 这家伙肯定在耍花招 第61章 灵州 你果然谈恋爱了 第二天一大早 灵州就去上课了 中午第二节下课 灵州和许念初 范云哲一起 被叫进了张淑琪的办公室 进去后灵州才发现 还有六七个其他班的同学 云若曦也赫然在恋 今天的云若曦 头发重新披散了下来 刘海用发孤隆起 在身上蓝白色的校服加持下 显得更清秀了一些 一下子就吸引了范云哲的注意 若曦 你也在啊 但云若曦完全没看见范云哲 她的眼中只有灵州 灵州是和许念初一起进来的 这两天 云若曦老是听到 灵州谈恋爱的消息 他们甚至在小声议论 灵州的恋爱对象 就是她的新童桌 上次 在他们班门口 她才认真端向了她 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 头上刘海厚厚的 再加上眼镜 完全看不见脸 但她旁边的灵州 却十分的明媚 只一眼 便再也让人一不开眼 云若曦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这样的灵州 怎么会喜欢丑小鸭 一定是他们误解了 李小婉说得对 灵州的一系列幼稚举动 都是为了吸引她的注意 山好友和别的女生假装在一起 一起学习 一起吃饭 那也一定是因为 他们是一个学习小组 是同桌 是必不可少的交警 根本不可能是喜欢 只有自己这样的校花 才配得上现如今的校草灵州 都来了 快来快来 坐 张淑琪给他们挪好了凳子 其他人都毫不客气地坐了下来 灵州赶紧扯着许念初上前帮忙 张老师 您这可使不得 我们自己搬就行 哈哈 臭小子 懂礼貌了很多呀 都是老师教得好 灵州几句马屁拍的张淑琪 心情极好 行了行了 别臭屁了 今儿叫你们来 是想告诉你们 数学之窗省级联赛 马上要开始了 这个比赛想必你们也知道 是为了选拔下个月的全国联赛 全国联赛如果考得好 是有机会直接被各个大学争抢保送的 一抹考试 你们十个排名全校前十 学校决定重点培养你们 这次比赛 会从你们十个中挑选四个参加 我们会经过培训 来选拔出前四名代表学校出战 大家都有问题没 众人都快速地摇了摇头 没问题 但灵州却有些迟疑 有问题 许念初见灵州没回答 他也没回答 张淑琪震惊 灵州 你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害怕了 其实按理说 这次本来没有你的 你的数学成绩只有这一次考得好 但我和刘老师极力推荐 才给你申请了这次机会 考得不好也没关系 就当锻炼锻炼 不是老师 我不是害怕 我是只是没时间 张淑琪皱了眉头 没时间 你要干嘛 灵州 赚钱啊 这回答 惹得周围人一阵哄笑 范云哲的眼中 更是露出了鄙夷 灵州 你能别闹了吗 赚钱比考试 还重要吗 当然 老师 您听听这话 灵州不紧不慢 范云哲 请问 你考试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是拿个好成绩 拿好成绩的目的呢 考个好大学 考大学的目的呢 当然是毕业后找个好工 坐 范云哲说到这里 忽然觉得有些不对 灵州 工作的目的呢 是为了赚钱吧 所以我现在去赚钱 有什么不对 你 范云哲感觉自己 被绕进去了 他脸色铁青 灵州 你真庸俗 为了赚钱 你大学都不上了吗 我什么时候说 我不上大学了 钱得赚 大学我也不会耽误口 而且我觉得 单凭借我自己 不需要经过竞赛保送 一样能考得上 我想去的学校 所以 诸位不要学我 范云哲彻底无语了 他甚至觉得自己和灵州 简直就是鸡同鸭讲 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 但云若曦 却呆呆地看着灵州 灵州的见解 什么时候这么高深了 不但高深 还十分有自信 和以前老师 唯唯诺诺 跟自己讲话的灵州 简直判若两人 旁边的许念初 也看向了灵州 我觉得灵州说得对 要不我也 停停停 你们瞎说什么呢 张淑琪都快无语了 学校里好不容易 出来两个好苗子 可以说 这两人是数学竞赛 最好的种子选手 他们居然都不想参加 他这个老师 还想跟着沾光呢 谁说考试就不能赚钱了 这次考试 能拿到奖的话 学校直接给奖金 一等奖奖金五千 二等奖三千 三等奖两千 参不参加 啊 老师 你不早说 小同桌 我们参加吧 好 许念初眼睛也亮亮的 这么多钱 赚到了就可以给 弟弟和爷爷奶奶 买好吃的 还有弟弟的学费 如果再多点 大学学费也不用担心了 真好啊 他要参加 灵州看见许念初的样子 也笑了起来 其实他早上路过教师办公室的时候 就听见张淑琪他们 在讨论竞赛的奖金问题 但因为一直犹豫不决 所以没确定具体金额 所以 刚刚就是故意激张淑琪呢 他肯定舍不得他和许念初不参加 张淑琪下了决定 就等于学校下了决定 也等于给小同桌了一颗定心丸 有钱拿 也就给了小同桌希望 原本 灵州想直接给他钱的 但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灵州知道 这个方法行不通 如此 刚好 你这小子 你们两个 真是 赶紧去上课 以后晚上最后一节课 我们去培训 好嘞 灵州高高兴兴地 带着许念初走了 范云哲 走到一直看着灵州背影的云若曦身边 道 若曦 你放心吧 这次竞赛灵州肯定没戏 他那破成绩 怎么可能考到了竞赛 云若曦抬起头来 你能考150分再说吧 范云哲 灵州和许念初刚出门没多久 就见到了站在班级门口的秦宇田 他今天换上了男士卫衣 小小的身形因为撑不起来 在衣服里面晃啊晃 他提着一个饭盒 在二班门口晃啊晃 看见灵州 他眼睛亮了起来 但很快 又变得十分不屑 灵州 你果然谈恋爱了 泽泽 不好好学习 就知道在学校瞎口 我妈也不知道 从哪看出来你好的 灵州 第六十二章 姐姐 你年纪轻轻的 眼怎么就瞎了呢 秦宇田是被秦叔兰逼着 来给灵州带盒饭的 拿到三份盒饭的时候 他还惊了下 询问除了自己和灵州 还有一份给谁 秦叔兰给的答案是 两份都给灵州 这大半个上午 秦宇田都很猛逼 两份盒饭 灵州肯定只能吃一份 那另外一份 到底是谁吃的 带着这样的疑惑 他一下课 就跑来了高三二班的门口 可灵州不在 他们说 他和同桌被叫走了 还有人听说 他是来找灵州的后 在他旁边有意无意地说 喂 灵州谈恋爱了 你知道吗 你这是给灵州送爱新便当吗 小姑娘 别闹了 学习为重 那样的人扎不值得 起初 秦宇田是不幸的 灵州谈恋爱 就他那模样 除了帅点 谁看得上啊 据说他追了云大校花几年 都没成功呢 太假了吧 但后来 秦宇田越想越觉得不对 要给灵州两份盒饭啊 灵州谈恋爱这件事 该不会是真的吧 难道妈妈也知道 灵州谈恋爱了 故意的 难道灵叔叔和妈妈 不管灵州谈恋爱 这怎么可能 秦宇田直接把自己绕晕了 他在走廊里走了两圈 终于看见 灵州和一个少女 一起走了过来 少女的身形 被宽大的校服完全掩盖了 刘海也遮了大半张脸 一看就是学习又好 又老实巴交的姑娘 但和灵州一起走路的时候 他们有说有笑的 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这让秦宇田很诧异 灵州 真的谈恋爱了 则 这个年纪不学好 居然还早恋 怪不得把自己 打扮得人母狗样的 秦宇田更加鄙视灵州了 他快速走上前去 连看都不想看灵州一眼 嫌弃地将自己手中的饭盒 放在了旁边的窗户边上 我妈给你的 别夜死了 另外这份 应该是给你女朋友的 你自己看着办吧 说完后 他还同情地看了一眼许念初 这位姐姐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 眼怎么就瞎了呢 嗯 许念初有点茫然 这话好像是跟他说的 但他 不是好好的吗 旁边的灵州看笑了 这小妮子 真是浑身带刺的叛逆少女啊 他也大概看明白了 秦宇田的意思 应该是秦阿姨让他来找他的 小姑娘满身怨气 感觉都能去喂养邪灵了 怎么了 被你妈骂了 正要走的秦宇田听见这话 瞬间气不打一出来 你还说 还不是都怪你 这下你满意了吧 灵州又跟许念初解释了一句 我妹妹 秦宇田 谁是你妹妹 秦宇田不依不饶 许念初茫然地点了点头 大概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指了指教室 那要不 我先进去 不用 马上就好 灵州说着 上前将饭盒拿了起来 递给许念初 然后 走到秦宇田的面前 敲了下他的脑袋 你难道就不想 和妈妈和平相处 少挨点妈妈 我想啊 秦宇田眼睛亮了起来 但很快 他意识到 这不应该是自己 见到灵州该有的反应 他又故作冷了脸 要你管 灵州也不在意 叛逆的小女孩 其实很好对付 只要让她崇拜你 心服口服就行了 你要学会沟通 知道吗 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都和妈妈说 你妈妈她很爱你 你说了 她肯定就会去做了 而不是以为 把那些事藏在心里 这样的话 你们母女两个 只会越走越远 小姑娘家家的 可以多和妈妈撒撒娇 我才不要撒娇 秦宇田嗤之以鼻 我也不是小姑娘 灵州你管管 你自己把成绩那么差 还学人家谈恋爱 就一摩考试 抄出来一个好成绩 有什么用 还不是考不上大学 我听说高三数学竞赛 要开始了 学校都开始挑人了 考得好的话 可以直接保送的 可你连个资格都没有 在这儿嘚瑟啥 巧了这不是 她刚决定参加 正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灵州忽然听见 身后传来一阵冷冷的声音 灵州 别以为你能参加 数学竞赛培训 就能接近云若曦了 我告诉你 不可能 说话的人 正是范云哲 她原本想和云若曦 一起来教室的 但被云若曦拒绝了 这一路上 她憋了一肚子的气 脑海里全是云若曦说的话 你先考个150试试 以至于 范云哲根本没注意到 灵州和秦宇田的谈话 看见灵州 她就气不打一出来 哪知 她刚一说完 就见灵州面前的少女 呃 少男 不对 应该是个姑娘 姑娘一脸震惊地看着她 你刚刚说什么 灵州更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范云哲 谢了呀 范云哲有点猛 灵州你有病吧 被骂了 居然还谢谢她 一看就病得不轻 她嫌弃地进了教室 范云哲走后 秦宇田将目光落在了 灵州的身上 刚刚那位同学 似乎并不怎么喜欢灵州 但她却说灵州 要去参加数学竞赛培训 你 你被选中了 大带是吧 所以啊 你不用担心哥哥我了 我能平衡好 你先管好你自己 还有你妈妈 我跟你说的事情 和你妈说了吗 你 你 秦宇田一脸不敢置信 整个人都梦了 学校老师一定也眼瞎了 说完这句 她还不忘提醒许念初 姐姐 你也小心这点 然后再也不理灵州 怒气冲冲地往楼梯口走去 他们高一在五楼 刚走两步 秦宇田就听见灵州的喊声 喂 田田 是不是哥哥数学竞赛考得好 你就能答应哥哥的提议 再说吧 秦宇田头也没回 灵州无奈地摇摇头 她从许念初手中 接过一份饭盒 走吧 早点学完今天的知识 晚上要去培训了 许念初也有点呆 你妹妹 她让我小心什么呢 哦 没什么 不用管她 可是 没有可是 马上上课了 快走 可是我这里还有一份盒饭 给你的 不是给你女朋友的吗 我没有女朋友吗 小童桌你就行行好 勉为其难的代劳吧 许念初总觉得哪里不对 但尚课灵已经想了 她也不能再问 只好将饭盒放进课桌 规规矩矩地坐了下来 第六十三章 要不把你妹妹介绍给我吧 这节课是物理科物理老师 在讲卷子 灵州听得认真 这些日子 她发现 物理化学 她也都听得差不多了 下次考试 绝对能拿一个好成绩 不过 还需要稍微巩固一下 但刘世明就不一样了 对于她来说 物理科简直就是在听天书 狗屁不通 什么理学电学 还有串通到一起的 简直让人头皮发麻 听不懂的 她只好给自己找点事做做 她戳了戳灵州 小声询问 周哥 上节下课那个一直在门口 等你的小姑娘是谁啊 我妹妹 走 你都有你小同桌了 还需要妹妹 这样吧周哥 看在我是你亲兄弟的份上 要不把妹妹介绍给我吧 下课的时候 她也看见了秦宇田 虽然是男装打扮 但那张脸 着实好看 除了看起来年纪小一点 但没关系 她可以等的 刘世明刚一说完 就听见灵州轻笑一声 哼 周哥 你笑什么 你就不怕 我将你妹妹这件事 告诉小同桌吗 旁边的许念初 也听见了这话 她扭过头来 认真地回答 我知道她是妹妹 刘世明 许同学 你被周哥洗脑了吧 这也行 我跟你说 你让周哥把妹妹介绍给我 我以后帮你看着周哥 许念初微微一低头 脸色红了红 不 不用看的 刘世明刚要继续说话 就听灵州忽然说 老师 这道题 刘世明说他会 啊 刘世明说话的时候 本来探着身子 他们坐在最后一排 物理老师周平高度近视 站在讲台上的时候 根本看不清他们 所以他才敢如此肆无忌惮 但现在 情况有些不对 刘世明来不及直起身子 就感觉到全班的目光 都落在了自己的身上 讲台上的周平 正拿着尺子 紧紧地盯着他 好 刘世明同学 请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刘世明 什么问题啊 他甘笑着站了起来 一脸茫然 最后 不得不求助于始作俑者林周 以往都是周哥给自己解围的 可这次 无论他怎么实眼色 林周都目不斜视 看都不看他 刘世明更茫然了 周哥 周哥 喊了两声 林周还是没听见 周平也发现了不对 他推了推厚厚的眼镜 刘世明同学 道 你知道 我的问题是什么吗 我 老师 我 周平将手中的粉笔放了下来 好了 你去后面站着吧 刘世明垂头丧气地 抱着课本往后走去 路过林周身边的时候 他忍不住纠结地 看了一眼林周 周哥 你不是害我吗 不是我害你 是我也不知道 老师讲了什么 刘世明将信将疑 那好吧 他话音刚落 就听周平又说 林周同学 你来回答 刘世明幸灾乐祸 周哥 快来 咱们好兄弟一起发战 林周怪异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认真地看向了讲台 老师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 听见他流利的声音 刘世明整个人都惊呆了 到了最后 连周平都忍不住夸赞 嗯 林周同学回答得不错 刘世明 你看看林周 同样是做最后一排 人家怎么听的 你怎么听的 今天讲的题 你抄十遍 放学给我 说好的 不知道老师讲什么呢 周哥 你就是故意的吧 刘世明欲哭无泪 下午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 高三的体育老师 因为生病的频率过高 虽然课没停 但一个月也上不了一次 这次也不例外 刚一上课 柳青岩就宣布上自习 张淑琦更是近来 将林周许念初和范云哲喊走了 等来到竞赛培训班 林周发现 其他人也已经到了 张淑琦直接发话 刚好最后这节课 大家的课都不是很重要 我就把你们找来 做个培训前测验 我需要摸摸你们的底 然后进行针对性的培训 好了 大家各自找位置做好吧 同学们三三两两的找位子去了 范云哲欣喜地看向了云若曦 今天数学竞赛这件事定下来后 他就开始做计划了 这么好的机会 完全可以和云若曦联络联络感情 让云若曦知道他的好 所以 他一定要和云若曦做同桌 进水楼台先得月 他还是知道的 若曦 他话音未落 就见云若曦好像没注意到他 直接走向林周的方向 范云哲顿时觉得心里堵得慌 林周 又是他 真是过分 他正打算对林周两句 就见林周直接站了起来 往另外一边走去 范云哲 林周这事再次拒绝了云若曦 这么好的机会 他都不把握 脑子嗅到了吗 正想着 范云哲看见林周 喊上了许念初 小同桌 这边 范云哲一下子如同醍醐灌顶 原来如此 怪不得 他轻笑了下 站了起来 张老师 我觉得这样随便做 有些不妥 正准备发卷子的张舒奇 抬起头来 怎么不妥 大家都做得太近了 难免会交头接二 万一有人抄袭了 岂不是失去了考试的公平性 他这话一出 差点引起众目 范云哲 你说谁抄袭呢 你是不是有病 你看我们 像是会抄袭的人吗 范云哲也不生气 他道 我知道 你们都不会抄 但某些人就不一样了 他的目光投向林周 众人也开始交头接二 对啊 林周突然学习这么好 肯定有问题 我也觉得 他还和许念初做得那么近 有问题 林周也不生气 他直接站了起来 那就按照范云哲说的 散开坐吧 小同桌 我去坐那边 后半句他说得很轻 只有他和许念初能听见 许念初点了点头 好 林周拿着自己的文具盒 走到了距离许念初最远的角落里 坐了下来 众人这才各自坐好 范云哲将身边的凳子擦了擦 讨好般看向云若曦 若曦 坐这里 云若曦白了他一眼 走向了林周的身后 第六十四章 两妹这方面 你和林周比 差远了呀 他刚刚坐下 就见林周随意地拎起了自己的文具盒 哟 这凳子上有水 我还是去坐门口吧 云若曦 他站起来看了一眼林周的凳子 上面根本就没有水 林周这是根本不想和他坐 云若曦不服气 又站了起来 准备跟着林周 这时 张书奇发话了 行了行了 别换来换去了 快点坐好 不然时间不够了 云若曦只好愤愤地坐下 范云哲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他看看云若曦 又看看林周 忽然觉得有些挫败 不过没关系 这一次 他身边没有许念初 范云哲不相信 林周还能考好 卷子发下来的时候 林周回头看了一眼许念初的方向 小童桌认认真真的低着头 似乎完全没注意到 他们几人的举动 他还在想 小童桌会不会吃醋生气呢 现在看来 是自己想多了 这样也好 这样的话 小童桌应该一直都是开心的 自己多注意 和他们保持距离就好了 考试开始 教室里很快响起了沙沙声 林周也看向了试卷 看着看着 他傻了眼 这试卷的题目 和平时看的 确实好像完全不一样 因为时间短 即便是有重生福利 他也只是能将课本的知识 融会贯通 高考不在话下 但数学竞赛的题目 似乎完全超纲了 这难度 他有些看不懂 林周挠了挠头 忽然发现 自己了解到的知识 还是太少了 眼角余光扫过众人 他发现 大部分的学生 都愁眉苦脸的 而许念初 似乎完全不受影响 他正写得认真 不愧是学霸呀 林周念叨了一下 也开始认真钻研起来 考完试 张书奇收了试卷 好了 大家先去吃饭 我去批改 晚上培训那节课 我们来揭晓大家的考试情况 这么快 众人不解 必须得快 马上就要考试了 哪有时间给你们耽误 众人只好点头离开 一路上 大家都忧心忡忡的 吃过饭 大家各自先上了两节课 然后又去了培训教室 张书奇也愁眉苦脸的走了进来 诸位 大家的考试成绩不太理想啊 130分以上 只有一个 不过大家也别气馁 毕竟是第一次做奥数题 下面开始发试卷 大家都好好看看自己的情况 一会儿我们做个总结 然后进行针对性培训 话音刚落 大家的心都沉入了谷底 他们十个 上次一抹考试都在140分以上 许念初和灵州还是满分 但现在 130分以上都只有一个吗 是谁 云若曦 123分 范云哲 115分 赵海洋 123分 成绩越念 大家心里越慌 居然真的都不到130 范云哲更是看向了灵州 该不会 是这家伙吧 许念初 150分 张淑琪的声音再次响起 范云哲总算是松了口气 不是灵州就好 不过现在看来 灵州也在130分以下 则 没有了许念初 他果然不行了 周围更是响起了道西七的声音 又是150分 这么难的题目 居然也能考150 虽然大家都知道 许念初之前考过满分 但毕竟都是听说的 如今亲眼看见 那扑面而来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众人的目光中露出了崇拜 试卷快发完了 到了最后 张淑琪拿出了灵州的试卷 灵州 98分 这个成绩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又转向了灵州 什么 一摸150分 现在98分刚刚及格 这怎么可能 试卷发完 张淑琪叹了口气 成绩确实不理想 尤其是灵州 不过没关系 还有机会 我先去接杯水 你们讨论一下 一会儿我们开始讲题 张淑琪走后 几个人快速地围到了许念初的身边 去瞻仰学神的风采 他们拿起许念初的试卷 暗暗称奇 还有人想和许念初做一起 好提高学习效率 范云哲则直接笑了起来 灵州 你搞什么 没有了许念初 你就这点本事 没去找许念初的云若曦 也诧异地看向灵州 这成绩悬殊也太大了 灵州无奈地道 比赛还没开始呢 急什么 咬人也应该等等最后结果吧 你 范云哲气得脸色铁青 你就这成绩 也想去参加比赛 谁说不能呢 这次考试 虽然考得不好 但灵州也从中找到了自己的短板 他太依赖于重生福利带来的效果了 完全忘记了 还有很多东西 不是自己能掌控的 不过好在也不算晚 毕竟那可是过目不忘啊 距离考试还有大半个月 他有着足够的信心 提高自己的成绩 其实这些题 吃过晚饭 他就去研究了 发现并没有那么难 只是需要技巧 而他现在最缺的 就是技巧和经验 看来以后 得大量刷题了 你说这话 你自己信吗 灵州正要说话 就感觉自己的衣角 被人扯了扯 接着 他看见从人群中挤出来的许念初 义无反顾地站在了他的身边 我相信他 我会帮他补课的 那一个瞬间 灵州忽然笑了起来 你看 范云哲 我有满分帮我补课 你有吗 范云哲 这丝 真是不要脸啊 他倒是享有 但他找了几次许念初 他都不愿意和他一起学习 范云哲不死心 他决定韩行许念初 许同学 这可是数学竞赛 可以拿奖的 你不是缺钱吗 你跟我们一起学习 到时候得奖了 我的奖金给你 这么大的诱惑 他就不信许念初不动心 许念初微微一愣 忽然抬起了头 他认认真真的盯着范云哲 声音前所未有的坚定 不用了 奖金我自己会挣 考试 我也会自己去口 我相信我能拿奖 灵州 走吧 补课 嗯 好 灵州好笑地看了一眼范云哲 跟在许念初的身后 往后排走去 小童桌似乎 坐后排坐习惯了 范云哲都快气疯了 若曦 我们也去补课 这次考试 绝对不能给灵州机会 看着灵州和许念初 离开的云若曦 正在气头上 他冷冷地看了一眼范云哲 就自顾自地坐到了一边 范云哲整个人愣在原地 不知是谁拍了拍他的肩膀 与众心长地说 老发 看来辽妹这方面 你和灵州比 差远了呀 第65章 我想帮灵州 张舒奇回来的时候 大家已经坐好 他喝了口水 走上讲台 环顾四周 最后落在了灵州的身上 醋了醋眉 灵州 你往前坐坐 你这次考试成绩这么差 坐前面能多听一点 行 灵州拿起试卷 往前走去 他起身的时候 许念初也跟着起了身 张舒奇赶紧说 许念初同学你不用 就想坐哪儿坐哪儿 毕竟是数学竞赛 都考了满分的选手 张舒奇知道 他不爱交进 以为他喜欢做最后一排 便任由他的选择 许念初脚步未停 张老师 我觉得最后一排有点远了 我 我有点看不清 他说着 还指了指自己的眼镜 范云哲 之前是谁说自己能看见 还因为这个拒绝了 和王子晨换位的请求的 怎么许念初也学会说谎不眨眼了 一定是跟着灵州学坏了 张舒奇并不知道这些细节 他赶忙开口 好好 那你也往前坐 此时 众人都露出了期盼的目光 有人甚至还特地腾开了 自己的身边的位置 许念初同学 坐这里 这里进 许念初同学 我这里是也好 你坐这里吧 范云哲嗤之以鼻 别喊了 没用的 众人根本不听他的 你怎么知道没用 许念初干干地 朝着他们笑了笑 说了句抱歉之后 跟着灵州 停在了第三排的位置 灵州挑了个位置坐下后 许念初就将自己的试卷 放在了灵州的身边 灵州好笑地看着他 自顾自地往里面挪了一个位置 然后示意许念初 坐吧 许念初这才高兴地坐了下来 周围的同学们 都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范云哲撇了撇嘴 冷笑 我说了 没用的 你们还不信 旁边的同学脸色难看 但看见范云哲却笑了起来 范云哲 看来你之前也吃过瘪啊 好歹也是学霸兼学习委员 你怎么突然就比不过灵州了呢 不仅许念初不愿意和你坐一起 连云若曦也不想理你啊 瞎人诛心 范云哲的手骤然握紧 接下来是张书奇的讲课时间 奥数到底是奥数 难度增加了不少 虽然有些题目他们做对了 但经过张书奇的讲解 也学到了一些其他的知识 这节课 大家都听得格外认真 下课之前 张书奇给每人都发了几套试卷 这是这些年的竞赛考题 我给你们弄来了 都回去研究研究 不会的来问我 下课 同学们拿着试卷 打着哈欠出了门 灵州也收好了文具袋 见张书奇要走 他喊住了他 张老师 怎么了灵州同学 有什么没听懂的吗 没 都听懂了 那就回去好好看试卷 好好学 需要补课的话 直接找我 灵州点头 我知道 张老师 我是想问问您 还有这方面的题库没 我想刷题 刷题 张书奇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看着灵州 我给你的试卷 已经差不多够用了 你还有其他科目的学习要抓 不要难为自己 放心吧张老师 我有分寸 二模考试绝对不会退步 但这数学竞赛 我既然参加了 自然要全力以赴 您给的试卷的确够了 但我还是觉得 多刷题效果更好 张书奇诧异地看了看灵州 这少年似乎真的知道学习了 对于这样的学生 他自然是欢喜的 那你先等着 我明早给你 行 谢谢张老师 灵州话音刚落 就听范云哲阴阳怪气地说 灵州 那些题库就算是给你了 你能看得懂吗 说完后 范云哲就看见 灵州身后的许念初 也站在了张书奇的面前 张老师 我也要一份 你要这做什么 你不需要刷题 你保持现代的水平就行了 我想帮灵州 张书奇忽然想起 灵州这些日子的进步 和许念初的关系很大 让他帮帮也好 行 也给你一份 谢谢老师 许念初心情极好的 跟着灵州走了 范云哲 他生气地扭过头 对云若曦说若曦 你看他们两个傻不傻 明明张老师给的就足够了 还非要多要一点 提海战术可不是谁都有用的 我们只需要做重点 话还没说完 范云哲看见 云若曦也站了起来 他的目光落在了灵州的身上 这家伙连走都没看自己一眼 什么时候这么认真的学习了 不就是刷题吗 他也可以 想到这里 云若曦快速地站了起来 老师 我也要一份 眼见教室里只剩下自己了 范云哲只好硬着头皮的 张老师 要不 我也要一份吧 张书奇连续答应了四个人的提库需求 整个人高兴极了 现在的学生啊 越来越知道学习了 这么上进的四个人 三个都是他班里的 看来自己的教学水平 越来越高了呀 张书奇连走路都忍不住哼起了歌 这一次的数学竞赛 看来一中有指望了 灵州将许念初送回宿舍 自己也回了家 路上 他看见了在校门口的灯光下 埋头苦血的刘世民 灵州有点猛 刘世民 你在这做什么 刘世民从厚重的石凳子上抬起头来 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你说呢 周哥 灵州低头看了一眼 是物理老师的试卷 还没抄完呢 是啊 周老师明早就要 我只能边等你边抄啊 这些题会了吗 会了会了全会了 我都快能背下来了 那就好 今天的笔记呢 看完了吗 死 刘世民表情纠结起来 他黑黑一笑 试图蒙混过关 那个呀 周哥 看在今天是因为你我 才被罚钞的份上 晚上回去背吧 明早检查 啊 周哥 你到底有没有人性啊 刘世民脸都绿了 但很快 他又换回虔诚的样子 你放心吧周哥 我是个热爱学习的好孩子 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今天背不完不睡觉 我发誓 这是发的哪门子疯 灵州扭头 看见了站在身后的秦宇田 他一巴掌打在了刘世民的头上 你最好说的是真的 我说的当然是真的 我保证 刘世民就差发誓了 如果秦宇田撇撇嘴 灵州 你真暴力 他是我兄弟 不听话 没办法 咋 你以为你黑社会呢 还兄弟 秦宇田白了他一眼 转身就要走 灵州好奇 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放学 高一的话 应该比他们早两个小时才对 秦宇田双手一紧 神色有些慌乱 要你管 他才不会告诉灵州 是因为得知 他能参加数学竞赛了 瞬间感觉到了压力 于是下课自己在教室自习了 他要和灵州一样努力才行 这样妈妈 就不会说自己了哪知 他们居然补习到了这个点 第66章 灵州居然是这么好心的人吗 更让秦宇田惊讶的是 灵州似乎还在帮同学学习 虽然他的那个同学讨厌了点 但 灵州居然是这么好心的人吗 秦宇田还是不敢相信 我是你哥哥 我不管你 谁管你 秦宇田切了一声 转身就走 我什么时候承认了 唉 你这丫头 你等等 我送你回去 现在都十点半了 一个小姑娘家家的 走夜路不安全 都说了不用你管 我知道回家的路 秦宇田倔强地转身 往家的方向走去 真是妹妹啊 刘世明凑过头来 一脸疑惑 如假包换 可是 你爸不就你一个孩子吗 我不能有后妈妈 刘世明被噎住了 他惊讶地看向灵州 你爸给你找了个后妈 还带了个后妹 你的理解 应该没错 刘世明吞咽了口唾沫 将这件事 简单地消化了一下之后 又开始担忧起来 周哥 你 你没事吧 按理说 这个时候的灵州 应该暴跳如雷 带着他杀回家 和老林抗争到底 怎么看起来 这么镇定呢 你看我像是有事的样子吗 灵州将手里的课本 塞给刘世明 今天大概没空学习了 帮我带回你家 明天早上再给我带回来 唉 你干嘛去呀 送妹妹回家 你还真当她是妹妹啊 那是当然 刘世明再次震惊了 周哥 你好像真的变了 人总是会变的 走了 灵州一个闪身 快速离开 秦宇田走得很快 不一会儿 就走到了回家 必须经过的那条小路路口 平时灯火通明的小路 此时许是因为太晚了 灯已经全熄了 黑灯瞎火的 秦宇田从未这个时间点回家过 到底是小孩子 他心里有些发怵 早知道不在学校学习了 他又不参加考试 跟灵州赌什么气 秦宇田转头 往四周看了下 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这该死的灵州 刚刚还说要送自己呢 真是不靠谱 算了 还是靠自己吧 毕竟 自己可是要做男子汉的女人 秦宇田心一横 抱着课本 就冲进了黑暗中 小路有一公里长 两旁都种满了参天大树 树木两旁 是老旧的 不能在老旧的小区 秦宇田走着走着 忽然刮起了一阵风 他没忍住 缩了下脖子 不知怎么的 他的脑海里 忽然出现了前几天看的鬼片 其中一段情节 就是这样 一个高中生 独自走在黑夜中 身后忽然出现一只鬼 然后把他掳走嘎了 想到这里 秦宇田更加觉得 心都要飞出来了 他紧张地闭了闭眼睛 试图赶走这种不适应感 嘴里还在念念叨叨 自我安慰 没事的没事的 秦宇田 你可是男子汉 男子汉怎么能怕鬼 一点都不能怕 恶鬼走开 恶鬼走开 咔嚓 左后方忽然出现一个清脆的声音 秦宇田吓了一跳 他不可抑制地抖动着身体 差点就尖叫起来 想回头看 却也不敢 秦宇田只能继续缩着脖子 往前走 快了 就快了 马上走出去了 这时 秦宇田忽然感觉自己 脖子上的衣服被人拎住了 鬼片中的情节 照进了现实 秦宇田直接疯了 他忍不住放声尖叫起来 不一会儿 他听到头顶之上 传来了轻笑声 田田 嗯 这是 灵州的声音 秦宇田猛地睁开眼 果然看见 灵州骑跨在自行车上 好笑地看着他 叫什么呢 那不过是一个老鼠而已 已经跑了 秦宇田 你你你 你怎么在这里 当然是来送你了 哥哥说话算数 可是 你刚刚 刚刚回学校接自行车了 这样快一点 你也不想让秦阿姨担心吗 秦宇田无话可说 想起刚刚那胆小的举动 他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秦宇田当下后退一步 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释 我刚刚 就是自己闹着玩的 我才不害怕老鼠 行行行 你不害怕老鼠 我说真的 嗯 我相信你 你那脸上明明写着 不相信好吧 秦宇田有点生气 他冷哼一声 谁让你来送我了 哦 那我这就自己走了呀 灵州说着就骑着车准备离开 秦宇田 唉 你等等 灵州绕了一圈之后 又骑了回来 怎么了 不害怕老鼠的女侠 我 我看你顺路 你还是载我一程吧 哈哈 上车吧 灵州也懒得逗他了 毕竟是小姑娘 哪怕穿得再成熟 再男性化 骨子里还是个小姑娘 而且 还是个十分孝顺的小姑娘 秦宇田啾啾节节的上了车 虽然不想承认 但秦宇田发现自己心里踏实了不守 看着灵州的背影 他忽然有点恍惚 没想到 灵州真的像个哥哥一样 送自己回家 这也太神奇了 如果自己真的有哥哥的话 他也会这样吗 正想着 秦宇田就听灵州说 以后别这么晚回家了 秦宇田的反骨又上来了 要你管 不让我管 那就让我猜猜 你今天为什么这么晚回家吧 是因为听说 我能去参加奥兽竞赛了 受到了打击 所以想努力一把 猜 猜不是 被戳中了心事 秦宇田下意识地就反驳 谁稀罕你那点成绩 做个测试 还考倒数第一 不是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 我考倒数第一了 我 秦宇田一时语色 他才不会承认自己 专门去打听了 但还是觉得好牛啊 居然有资格去参加竞赛呢 我不告诉你 行吧 我努力学习 也不是因为你 那是因为谁 当 当然是学生啊 秦宇田决定胡乱编造一个借口 学生 谁啊 许念初啊 可 林州差点没远住拖把了 你说谁 我说许念初 不是你们班的吗 你不知道吗 第67章 他怎么成学神了 我当然知道他 可他怎么成学神了 全是第一 还不是学神吗 他可是一个女生 在理科班 全是第一 把那么多男生都打败了 多厉害啊 他现在可是我的偶像 是我学习的榜样 秦宇田说起许念初 十分自豪 林州默默的咽下一口唾沫 好笑的说 田田 你还不认识许念初吧 不然昨天 许念初就站在自己的身边 还被他误认为是自己的女朋友 这小丫头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 是啊 我不认识 怎么了 我总有机会认识的 不然 我给你介绍介绍 我跟他挺熟的 得了吧 你 我学神怎么会跟你这样的学渣熟 他又不瞎 你不用利用他 和我拉近关系 再说了 我现在学习成绩还不够好 不配和学神站在一起 我要以他为目标前进 等我足够优秀了 我要自己去认识他 我不像你 那么费 林州一时间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他决定转移话题 想好回去 怎么和你妈妈沟通了吗 我才不要和他沟通 我妈妈不需要承担我这些烦恼 他只需要过好自己 我努力 让他过好就行了 哎 那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沟通后 你妈妈会更开心 你也不用挨骂了 没想过啊 林州默默地叹了口气 小孩子的想法 总是天真又可爱 因为骑着自行车 时间快了不少 原本二十分钟的路程 十分钟不到 就到了小区门口 秦宇田跳下车后 就听见了不远处 秦淑兰有些担忧的声音 小周 田田 是你妈 没想到这么晚了 妈妈还没回家 秦宇田顿时有些心虚 这场骂 大概是免不了了 他声音弱弱的 是我呀 妈妈 已经等了一晚上的秦淑兰 松了口气 但很快 那口气又提了起来 他快步上前 冷脸拉住了秦宇田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干什么去了 是不是又出去 跟你那些兄弟鬼混了 秦宇田慌张地缩了缩头 等待中的打没有落下来 秦宇田抬起头来 就看见灵州挡住了秦淑兰 阿姨 田田没有鬼混 她一直在学校学习呢 秦宇田抬起头来 示意灵州不要多嘴 但灵州怎么会听她的 小丫头脾气觉得要命 这顿打明明是可以避免的 她今天受到了我们学校学神的刺激 决定发愤图强 所以学得晚了一点 这么好的学习态度 您怎么能打她 我看您这个点还在这站着 应该是担心田田 等她呢吧 秦淑兰一正 她的手收了回来 脸上多了一丝愧疚 是 是吗 今天晚上 她已经等了秦宇田两个小时了 这丫头 以前从来不让秦淑兰担心 自从剪了头发 换上男装 认识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兄弟后 就开始捣蛋了 到底是个女孩子 今天回来这么晚 秦淑兰一颗心都掉起来了 刚刚一时没忍住 现在听灵州的话 只觉得骚得慌 秦宇田没想到 秦淑兰真的停了手 她刚刚都做好挨打的准备了 她诧异地看了一眼灵州 然后点了点头 是啊妈妈 我们学校的学生可厉害了 考了全是第一呢 对 就是因为学生 绝对不是因为灵州 那你总不早说 下次回来晚了 记得给妈妈打个电话 你这么晚回来 可担心死妈妈了 秦淑兰的声音越发温柔了 偶尔还夹杂着一丝哭腔 她抬起手 轻轻揉了揉秦宇田的头 这轻易的举动 让秦宇田鼻头一酸 她一直在努力长大 努力变强 然后用自己的方式保护妈妈 现在突然觉得 妈妈好像保护自己更多吧 她揉了揉鼻头 我知道了妈妈 下次我一定早点回来 嗯 好 和秦宇田说完话 秦淑兰看向了灵州 小周 多谢你送小田回来 要不你晚上就住下吧 阿姨坐了夜宵 不用不用阿姨 我看您这样子就知道 老林肯定也在家门口等我 我再不回去 怕是也要挨打了 秦淑兰想想也是 孩子永远是父母的心头肉 无论多大 那行 你想吃什么跟阿姨说 阿姨坐好 让小田给你带去 那就 做份炸丸子吧 灵州也不客气 但这话却让秦淑兰一愣 你 你知道 那些丸子 都是她做好给林长征 让林长征说是自己做的 灵州笑了笑 我爸做不出来那个味道 秦淑兰诧异地看着灵州 片刻后 也笑了起来 你确实长大了 懂事了 那阿姨就不留你了 你路上慢点 好 灵州点了头 转身的时候 她忽然想到了什么 又回过头来 对了阿姨 有件事 田田应该没跟您说 这个周末 您别去参加广场舞大赛了吧 最好让您的队友也不要去 秦淑兰震住了 为什么 秦宇田下意识地 从秦淑兰的背后 跳了出来 灵州 你又开始胡说八道了 妈 别听她的 她说 您去参加比赛会受伤 可那是一周之后的事情 她怎么知道的 您都辛苦这么久了 就这么放弃了 和其他阿姨也没法交代啊 秦淑兰伸出手 阻止了秦宇田的话 她认真的看着灵州 那天会发生什么吗 灵州点了点头 广场舞比赛的舞台 应该有问题 我之前路过过那里 总觉得不安全 所以希望您别去 为了一场比赛受伤不值得 灵州说话的时候 神情十分认真 一点都不像 是在胡说八道 秦淑兰沉默片刻 点了点头 好 我知道了 灵州这才告别离开 妈 您这也太偏心了 怎么灵州说什么您都信 秦宇田很不服气 秦淑兰无奈地看着她 你怎么回事 小周刚刚帮了 还把你送回来 你怎么不知道感恩呢 她 我看她就是别有用心 其实 其实我自己也能回来的 她非要送 说这话的时候 秦宇田有些心虚 但她就是 不相信灵州的鬼话 行了 我炒了菜 还给你做了饼 这么晚了 肯定饿了吧 先回去吃饭 这件事 我自有分寸 秦宇田见说不过秦淑兰 只好放弃了 但她忽然想起 灵州说过 要和妈妈沟通 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都要和秦淑兰说 这样的话 下次就不会挨骂了 联想到灵州刚刚的举动 和秦淑兰的反应 鬼使神差的 秦宇田开了口 妈 我不想吃饼子 我想吃米饭 第68章 吃不完不许走 正上楼的秦淑兰 诧异地看向了秦宇田 你之前不是妈妈做什么 就吃什么的吗 那是之前 可我今天 就想吃米饭 我饿了 秦宇田的声音 微微带了些撒娇的语气 还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小肚子 确实饿了 连他自己都没注意到 他似乎在按照灵州说的 一步一步 秦淑兰听得心花怒放 女儿知道 黏着妈妈了 真好啊 好好 你想吃什么 妈妈就给你做什么 你先回屋休息 好了我叫你 好 房门打开 秦宇田一进屋 就看见了沙发上的流氓兔 他下意识地 想要伸手去摸 手伸到一半 又赶紧停了下来 自顾自地进了屋 将身上的男装脱下 秦宇田顺手拿起了运动背心 准备当睡衣 可想了想 他又鬼使神差地 来到衣柜前 打开了一只锁着的小柜门 从里面拿出一套 小女孩的小熊睡衣 在身上笔划了一番之后 秦宇田忽然意识到不对 怎么回事 他怎么开始穿小女生的衣服了 不行不行 他快速地将衣服扔在了床上 用被子盖起来 这才拿起男款背心 随意地套在身上 趴在床上等饭 二十分钟后 饭做好了 秦书兰乘好后 来到了秦宇田的门前 轻轻地敲了敲门 小田 小田 出来吃饭了 喊了一会儿 发现没有任何反应 秦书兰又轻轻地推开门 看见秦宇田正倒在床上 闭着眼睛 脸上还盖着一本厚厚的书 秦书兰叹了口气 满脸宠溺地走到他身边 将书本拿开 然后又小心翼翼地 从他身下抽出被子 给他盖上 秦宇田似乎感觉到了 睡梦中的他 阴鸣一声 妈妈 秦书兰赶紧停住了动作 他小心翼翼地拍了拍秦宇田 困了就睡吧 我把饭菜保温 你饿了起来吃 嗯 秦宇田眼睛没睁 又哼起了一声 秦书兰微微一震 笑了起来 这才是妈妈的乖女儿啊 会撒娇 会嬰嬰嬰 还软软的 又看了一会儿秦宇田 秦书兰站起来 准备关灯离开 正此时 他看见了压在背脚的暖黄色衣服 嗯 那是什么 秦书兰下意识地走了过去 将衣服拉出来后 他挣住了 这不是两年前 自己给田田买的女士睡衣吗 当时被他嫌弃了半天 最后还扬言要扔进垃圾桶 秦书兰生气地没理他 秦宇田当真拿着衣服 往垃圾桶走去 秦书兰一直以为 这衣服早就没了 怎么会在这里 而且 还和新的一样 被保存得极好 他诧异地看向熟睡的秦宇田 最后将衣服放回原处 装作没看见一样 离开了屋子 灵州一回家就进入了学习中 张淑琪给的试卷都很难 有一些知识点 他都看不懂 好在 林长征给自己买了电脑这些知识 一查就有 他凭借着自己的无敌技能 慢慢摸索 倒也不难 这一看 灵州忘了时间 等反应过来 已经一点钟了 好在18岁特种兵一样的身体 让他完全不带怕的 第二天6点 准时到了学校 早读过后 灵州拿出饭盒 准备和小童桌钱果果 以及刘世明一起去吃饭 但却被劳动委员张景洪阻止 灵州 今天到你们组职日了 你可别甩花招 吃过饭好好打扫卫生 哦对了 你们组王立元调到了别的组 许念初分给你们 你待会儿告诉他都要干嘛 二班的打扫卫生制度 一般四人一组 灵州这组的人是刘世明 刘世明的同桌下东青 王立元和灵州自己 以前的灵州 一遇到职日 就会选择性的忘记 做甩手掌柜 刘世明也经常效仿他 这就导致 这一组只有王立元和夏东青在干活 两个人经常怨声载道 找张景洪要求调走 张景洪没办法 只好每次亲自来催 实在催不动 就自己干 这回来了许念初 王立元终于找到了借口 以距离他们太远为由 调了阻 虽然灵州他们 最近学习成绩进步巨大 但张景洪不敢保证 这家伙会不会干班务 他最终还是决定来催催 旁边的夏东青已经快哭了 委员 你怎么这么不厚当 王立元走了 我怎么办 本来灵州和刘世明也不干活 许念初又是学霸 怎么能让学霸干活 夏东青几乎遇见了自己的命运 这么大一个教室 他一个人打扫 会死的吧 你 你单代单代 王立元到底是女生 那个 我先走了呀 灵州 你记得好好打扫 还有二十分钟就上课了 务必在上课之前完成 说完后 他一溜烟跑了 灵州 怎么感觉自己 跟洪水猛瘦似的 教室的职日 每天一次 一般都是在早饭过后 需要打扫卫生 拖地 收拾垃圾 如果遇到大扫厨 还要擦玻璃 但今天不需要那么麻烦 只要打扫教室就好 这个工作 十五分钟应该能搞定 早饭的时间是四十分钟 灵州看了眼时间 又重新将饭盒拿起 走 吃饭 说完后 他拉着许念初九冲了出去 钱果果和刘世明紧随其后 夏东青这回真哭了 喂 你们 你们一个个的 有没有良心啊 他话音刚落 就见灵州又转了回来 夏东青刚想说 灵州还算你有良心 结果话还没出口 就被灵州一个大力拉扯走了 你也跟我们去吃饭吧 夏东青 他几乎是被绑架进食堂的 打完了饭 看着左边的灵州 右边的刘世明 以及对面的许念初 和钱果果 夏东青还有点猛 他们都来吃饭了 教室怎么办 如果不打扫 会被张景洪扣出平十分的 他一个人去打扫的话 四十分钟也能完成 灵州到底干什么呀 耽误功夫 这么想着 夏东青站了起来 那个我 我不饿 我先回教室了 然而 他话音未落 就见灵州一个冷眼看了过来 吃不完不许走 夏东青 他只好规规矩矩地坐了下来 大口大口地吃着饭 只要自己吃得快 一定还来得及 夏东青如是想着 第六十九章 你真是个好人 三分钟后 夏东青抹了把嘴 胡乱地咀嚼着最后一口饭 站了起来 我吃完了 还没吃一半的其他几人 灵州抬起头来 你吃这么快干什么 我 我本来吃饭就快 我先回教室了 等等 灵州又扯住了他的衣袖 忽然觉得有点渴 既然你吃完了 就去给大家买瓶饮料吧 一人一瓶 说着 灵州从口袋里掏出一碟钱 然后在夏东青诧异的目光中 将十块收起 拿出一张二十块 塞进了夏东青的手中 夏东青疑惑地看着灵州的举动 着急地说 我 要不等你们吃完了 自己去买 不行 快夜色了 拜托你了夏同学 你真是个好人 一句好人 总算是说动了夏东青 他拿着钱 抱着饭盒 吭吃吭吃地往小麦步跑去 灵州好笑地说 行了 大家继续吃吧 劳动委员张景洪 乘饭回来 刚好看见了这一幕 他皱眉道 灵州 你怎么能这么欺负夏东青同学 那让他一个人 回去打扫整个教室 就不算欺负他了吗 张景洪无言以对 行了委员 你也赶紧吃饭吧 卫生的事情 你不用你操心了 不用他操心才怪 张景洪找了个距离 灵州近的地方坐了下来 他得看着时间 现在已经下课十分钟了 再等一会儿 灵州如果还没回到教室 他就必须得再次催他了 等下东青提着一袋子 饮料回来的时候 灵州几人已经吃完了 他慌张地将饮料 递给灵州 又将手里的十块钱 也塞进了灵州的手中 给 四瓶 还有找你的钱 我得走了 再不走来不及了 灵州看着手里的十块钱 陷入了沉思 这小子 真是成啊 他给了他二十块 是让他买五瓶的 两块五一瓶 应该找他七块五才对 将其中三瓶 分给刘世明 钱国国和许念初 灵州提着其中一瓶饮料 往教室走去 刘世明和钱国国感谢之后 当场打开了 许念初看灵州没喝 便将手里的饮料 握得紧了紧 还没吃完饭的张景洪见词 赶紧擦了擦嘴 端起碗筷对同伴说 我也先走了 然后快速消失在食堂 同伴们面面相去 老张今天怎么一神一鬼的 这你就不知道了 今天灵州组职日啊 怪不得 夏冬青钻进教室的时候 发现教室人还不多 他长长地松了口气 将饭盒放进桌兜里 拿起教室角落里的扫帚 就开始扫地 四大排桌子 要来回四趟 他得加油了 刚扫到第二个桌子的时候 他忽然感觉自己的脑袋 被人敲了下 夏冬青抬头 就看见了灵州 他正举着手里的饮料 站在他面前 夏冬青吓了一跳 周哥 您行行好 别耽误我时间啊 扫不完的话 一会上课会被骂的 灵州叹了口气 拿过他手里的扫把 在他震惊的目光中 将饮料瓶塞进了他手中 辛苦了兄弟 夏冬青 他一脸茫然地 看着灵州弯下腰 将他挤到一边 开始扫地 整个人都呆了 周 周哥 刘世明一巴掌 打在了他的肩膀上 发什么呆啊 这是周哥给你买的 你看看你 非得自作小聪明 只买四瓶 害得我周哥没得喝了 夏冬青 他发现 今天的一切 似乎变得有些不正常 可 可是 你们没说让我买五瓶 你不会数人头吗 不然我周哥 为啥有十块的 整钱不给你 给你一张二十啊 是这样吗 夏冬青吞咽了口唾沫 茫然地看着灵州 灵州 怎么了 行了别平了 刘世明赶紧扫地 来了 刘世明快速跑到最后一排 拿起扫帚就开始扫了 钱国国也喊了声 我也来帮忙 不用谢 许念初没说话 但也默默地走到了最后一排 三人各自拿了一把扫帚 刘世明原本准备扫第二排的 但却被钱国国拉住了 刘世明 我们去扫里面两排 为啥呀 刘世明有些不情愿 钱国国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示意了一下灵州的方向 刘世明顿时恍然大悟 哦 许同学 你扫第二排 我去那边了 许念初茫然地看了看两人 没说话 开始干活 此时的夏冬青已经猛逼了 什么情况啊 以前扫地都是他和王立元 偶尔加个张景洪 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 反而让自己闲下来了 而且 还是灵州带的头 更神奇的是 灵州还给了自己饮料 他一定是在做梦 夏冬青用力地掐了一下自己 发现不是做梦之后 更震惊了 他转过头 疑惑地看向灵州 这一看之下 他发现 灵州鞋靠在自己正前方一排的位置 把玩着手里的扫帚 没在扫地 夏冬青赶紧时时务地喊道 周哥 要不你把扫把给我 这一排我来扫 喝你的饮料 少说话 夏冬青再不敢说话了 但他发现 灵州一直在看一个方向 而且 他的嘴角居然还带着诡异的笑 这太吓人了 夏冬青将目光顺着灵州的方向看过去 那是许念初的位置 灵州在看许念初 这个认知一出来 夏冬青忽然想起 这些天教室里偶尔传出来的留言 说灵州和许念初在谈恋爱 夏冬青一直都是不幸的 但此刻 他忽然感觉自己好像悟到了什么 他震惊地捂住了嘴巴 想说什么的时候 听见灵州说 怎么 饮料不好喝 连瓶盖都没打开的夏冬青连连点头 好喝 好喝好喝 非常好喝 这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饮料 夏冬青决心将马屁拍到极致 眼见许念初快要扫到灵州所在的那一排了 夏冬青忽然听见后门处传来了张景洪的声音 唉 灵州 你愣着干什么 夏冬青赶紧冲了出去 在张景洪没说出下句话之前 一把拉住了他 委员 走 我请你喝饮料 啊 你不扫地 有人扫用不到我们 快走吧 被拉走的张景洪一脸猛逼 第七十章 一起喝 格外的甜 灵州忽然觉得 给夏冬青的这瓶饮料没有白买 许念初扫到灵州身边的时候 才发现灵州没动 他好奇地看着他 灵州 怎么不扫了 啊 没有 我就是想歇一会儿 走吧 一起扫 灵州好笑地看着他 拿起了扫把 哦 好 许念初丝毫没怀疑灵州的动机 他点了点头 另外两排的钱果果和刘世明对视一眼 默默地给灵州竖起了大拇指 这段位 实在是高啊 灵州一直在看着许念初 他扫一点 他就跟着扫一点 速度不紧不慢 但却保证一直在许念初的身边 不知为何 小同桌陪在身边 就连扫地都是开心的 这种感觉 还真奇妙啊 许念初扫得认真 完全没注意到灵州的小动作 等扫到第二排的时候 他忽然觉得腰有些酸 许念初决定站起来缓一缓 他没看到 第二排桌子上的凳子有些歪 许念初站起来的时候 后背刚好碰到了椅子的一角 凳子落下来的位置 刚好是许念初的脚 他穿的是小白鞋 这如果砸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 小心 看见这一幕的灵州 眼疾手快 几乎下意识地喊了一声 这一声 吓得许念初一个机灵 身形快速往后 咣当一声 椅子砸在了地上 可许念初的身形 却稳不住往后倒了下去 同一时刻 灵州已经站了起来 他张开胳膊 用自己的身体 拦住了许念初 一直看着这一幕的刘世明 和钱果果赶紧捂住了眼睛 刘世明还不停地在心里默念 非礼物事 非礼物事 刚买好饮料 正要走进教室的夏冬青 拧瓶盖的手 来不及收回 就转身拦住了张景洪 委员 我突然想去厕所了 拿着饮料啊 没关系的 放厕所门口就行 我快憋不住了 啊 可是 别可是了 你也不想看我尿裤子吧 许念初只听闷哼一声 身后一片柔软 意识到 再一次倒入灵州怀抱的他 整个人都不好了 尤其是听见门口的声音之后 他慌里慌张地站了起来 整张脸迅速变成了小苹果 旁边的钱果果和刘世明 动也不敢动 但许念初还是感觉热得难受 仿佛无数道目光在看着自己 这可怎么办 纠结地玩了一块扫把 许念初低着头 紧张地说 谢谢 说完之后 他又拿起扫把 慌张地在地上扫了起来 灵州看见他的动作 忍不住想笑 小同桌 许念初不理他 这一块扫过了 许念初的手艺僵 赶紧转换了阵地 灵州也拿起扫把 一边笑一边扫 今天大活的镜头 似乎更足了呢 小同桌真好玩啊 由于挤人的速度极快 十分钟不到 整个教室都扫完了 刘世民和钱果果去到了垃圾 顺便还将黑板擦了擦 同学们陆陆续续地回了教室 夏冬青 感觉时间差不多了 这才拉着张景洪往教室走去 一路上 张景洪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你根本没尿你去厕所干啥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刚刚真的觉得特别想尿 张景洪无语了 夏冬青 今天的活干不完 罚你一个人扫三天 夏冬青抱着饮料 一句话也不敢说 等到了教室 看见所有的东西 都摆放得整整齐齐 张景洪整个人都愣住了 同样愣住的 还有刚吃完饭回来的王立元 他终于调组成功了 整个人都格外的开心 整个饭店都在吐槽之前 遭遇到的各种不公 并扬言 这次教室夏冬青一个人 肯定扫不完 灵州组一定会受到惩罚 没想到 一进门就看见了干净的教室 他吞咽了口唾沫 夏冬青 你扫的 不是啊 周哥扫的 灵州什么时候变成周哥了 根本不管他的惊讶 他十分自豪地举了举手里的饮料 周哥还请我喝了饮料 王立元感觉仿佛被炫耀了一眼 夏冬青感觉时机差不多了 他又看向张景洪 委员 看来今天不用罚我了呀 他高兴地拿着饮料回自己的座位 路过灵州的时候 还不忘说了句 谢谢周哥 今天的灵州格外顺眼 既然如此 那就祝福他和许念初百年好合吧 此时的许念初正低着头 坐在位子上发呆 也不知道刚刚那一幕 有多少人看到了 真的是 丢人丢到家了 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他发现灵州拿起了暖水瓶 似乎打算去街水校园 有单独的烧水房 在小麦布旁边 每天从早上供应热水到晚上 一壶一毛五 但是位置有点远 现在距离上课还有五分钟了 时间有些紧迫 灵州渴了吗 想起早上 灵州将买来的饮料分给了他们 自己一点都没喝 许念初顿时有些心疼 他快速地从桌兜里拿出饮料 看也不看灵州 直接放在了他的桌子上 给 正准备出门的灵州 疑惑地看向他 这是干什么 你 你不是渴了吗 给你喝 我 我不渴 灵州总算明白了 许念初的意思 怪不得早上的饮料 别人都喝了 他打都不打开 原来 是留给他的呀 灵州心里划过一丝暖流 他将暖壶放了下来 好笑地从桌兜里 拿出自己的水杯 然后将手 伸到了许念初这边 一直精神紧绷的许念初 吓了一跳 灵州要干什么 他该不会又要抱他吧 在教室这么多人的情况下 他 许念初心乱如麻 他几乎下意识地 往后挪开自己的身体 你 你干嘛 灵州轻笑起来 拿你的水杯啊 许念初茫然地抬起头来 果然看见 灵州将他的水杯拿了过去 然后打开饮料 给他的杯子里倒了一杯 然后又给自己的杯子倒了一杯 最后 将他的杯子递给他 一起喝 一起 哼 就只是这样吗 那他刚刚 怎么不说 是啊 小同桌 不然你以为我要干嘛 灵州举了举杯子 脸上带着坏笑 许念初想起自己刚刚的举动 瞬间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他真是 想什么呢 灵州只是拿个水杯而已 又不是真的要抱他 要死了 他赶紧拿过水杯 看都不看灵州一眼 抱着就喝了起来 灵州好笑地扭过头 也喝了一口自己杯子里的饮料 嗯 今天的饮料格外的甜 不过 小同桌的水杯似乎有裂缝了 改天 给他换一个吧 第71章 灵州对我很好的 上午第二节下课 刘世明拉着灵州去了洗手间 许念初这节课不用去 他就坐在位子上 摆弄着灵州倒给他的饮料 整整两节课了 他还是没舍得喝完 真的太好喝了 尤其是想到 和灵州喝的是同一瓶 许念初觉得 连心头都甜滋滋的 想着想着 他忍不住端起杯子 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口 水杯还没放下 他忽然听见 后门处传来了嘶嘶嘶的声音 许念初扭过头 看见昨天来给灵州送饭的妹妹 正朝着他眨眼睛 姐姐 你出来一下呗 我 许念初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少女点了点头 嗯嗯 许念初整理了一下衣衫 往外走去 怎么了 秦雨天上下打量了一下许念初 总觉得这位姐姐怎么看 怎么都很好欺负的样子 他担忧地说 姐姐 你和灵州是同桌吗 嗯 许念初认真地点了点头 怪不得呢 灵州这丝 是不是发现 窝边草吃起来简单 所以放弃了云若曦 什么 没 没什么 姐姐 灵州那丝 是不是经常欺负你啊 许念初总觉得 妹妹说灵州的话 不太好听 他错了错眉 但到底是灵州的妹妹 许念初也没生气 他摇了摇头 没有啊 秦雨天一脸不敢相信 没有吗 嗯 没有 他对我很好的 许念初说得认真 秦雨天却陷入了沉思 姐姐 你是不是被灵州洗脑了呀 真没有 灵州 灵州是一个很乐于助人 对人友好 热爱劳动 又勤奋好学的人 许念初有点着急 他此刻突然觉得自己 这胆小又不敢说话的性子 实在是烦人 不然就可以好好 替灵州说说话了 如今只能将自己知道的词 全都用到灵州身上 哪知 这话一出 秦雨天直接笑了 姐姐 别逗了 算了 我不问你了 这个给你 他将手里的饭盒 递给许念初 我妈做的炸丸子 灵州想吃的 两份 其中一份应该是给你的 我看灵州不在教室 你帮我带给他吧 好好 谢谢 许念初点点头 但还是想说点什么 其实灵州 姐姐 你认识许念初吗 秦雨天打断了他的话 忽然问道 这问题 问得许念初一猛 啊 他 他不就是许念初吗 还没回答 又见小姑娘低了头 算了 看我问的什么烂问题 你们一个班的肯定认识 不过我现在的成绩 还没资格认识学生 姐姐 你先回教室吧 我去个洗手间 许念初更茫然了 但看秦雨天 似乎真的不打算 继续跟他说话了 许念初本来也不善于交集 他抱着饭盒 一步三回头地回了教室 秦雨天站在走廊上 有点挫败 今天早上起来 他就发现妈妈心神不宁的 思来想去 应该是昨天灵州的话 引起的连锁反应 灵州这思实在是太过分了 那可是妈妈费尽心血的比赛啊 他这就是在干涉妈妈的生活 于是 秦雨天想找机会 多找几个灵州的缺点 想让妈妈看看 其实灵州真的没那么好 可是 刚刚问了半天也没问出来 也许情人眼里 真的出西施吧 秦雨天也不想为难那个姐姐 但他说的也太好笑了 灵州怎么可能是那么好的人 这话谁信啊 秦雨天摇摇头 正要往卫生间去的时候 他听见正前方 传来了一男一女的对话声 夏冬青 今天的地真的是灵州扫的吗 哎呀 我都说了是了 王立元你咋不信呢 我跟你说 我今天完全都没扫 都是灵州和刘世民他们干的 而且他们还说了 让我放心 以后值日 他们都会多干活的 可是 可是什么 是不是很后悔转组了 可惜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要 你喝不到灵州的饮料的 女生听完 气呼呼地走了 男生却十分得意 秦雨天听猛了 他上前拍了拍男生的背 喂 夏冬青吓了一跳 啊 谁啊 小兄弟 不是 妹子 你哪冒出来的 我一直站在你身后啊 是你没看到我而已 行吧行吧 怎么了 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吗 什么 就是灵州那些 说起灵州 夏冬青立刻来了兴趣 当然是真的 连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不过我今天发现 跟着周哥干活 真的很快乐 他对兄弟是真的好 不过 你是谁啊 怎么对灵州这么感兴趣 我可告诉你 灵州有女朋友的 而且对女朋友极好 你没机会 秦雨天翻了翻大白眼 转身快速离开 谁要那个机会啊 只是她的心里乱糟糟的 灵州 真的这么好 这天 秦淑兰总觉得不安 连上班都没什么心思 下午下班 她先去林家 炸了一大盆丸子后 又给林长征做了晚饭 吃饭的时候 秦淑兰整个人魂不守舍的 林长征将手在她的眼前晃了晃 发现没有任何反应 林长征有些担心 淑兰 你怎么了 哦没 没什么 一会儿吃过饭 我要去训练了 我在想训练的事 这事毕竟牵扯到灵州 秦淑兰害怕灵州被骂 毕竟她年纪很小 懂那么多 确实不太正常 但不知为何 秦淑兰就是有些相信 行 那先吃饭 我送你去 你别那么大压力 我觉得 你们这个明武街道队 一定能拿到很好的名次 跳帮长舞 没人能比你跳得好 秦淑兰被夸得开心了一些 就你嘴甜 吃完了饭 林长征将秦淑兰送到舞蹈队 自己先回去忙了 明武街道舞蹈队 因为隶属于明武街道伴得名 来的都是一些热爱广场舞的人 他们和秦淑兰一样 闲下来的时候 就去跳广场舞锻炼身体 这是他们业余时间最大的爱好 所以 对这件事 大家都非常上心 因为秦淑兰跳得好 且领导能力强 他们将秦淑兰推为队长 此时此刻 看见秦淑兰今天晚上第五次跳错动作 他们有些担心 淑兰 怎么了 第七十二章 听听这是人话吗 秦淑兰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他以为跳舞的时候能好点的 结果发现根本不行 秦淑兰摆了摆手 没事 可能是身体不太舒服 秀莲 你先带着大家练 我去休息一会儿 好 张秀莲点头 秦淑兰你也别太累着了 嗯 秦淑兰走了两步 回头看向队员们 最小的四十二岁 最大的已经六十岁了 他们每天工作 做饭 洗衣服 照顾孙子孙女 可他们为了比赛 每天还是坚持练习 超过三小时 对别人来说 不起眼的比赛 对他们可能无比重要 那是一种精神寄托 想到这里 秦淑兰来到角落里 打了个电话 喂 李主任 我是秦淑兰 电话那头 传来了一个男人慵懒的声音 哦 是书兰啊 怎么了 练得怎么样了 对付啥的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练得也挺好 那就行啊 你们跳得挺好的 这次我很看好你们 加油 不是的李主任 我找您是有点其他的事 其他的事 你说 秦淑兰组织了一会儿语言 道 是这样的 我听说这次的舞台搭建方面 有些问题 秦淑兰话音未落 就被那边的李主任 恶狠狠地打断 你说什么 书兰 我知道你跳舞跳得好 但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听说 你听谁说的 这次的舞台搭建 是我找人亲自完成的 质量方面绝对过关 这么重要的比赛 你的意思是 我会糊弄你们吗 秦淑兰赶紧摇头 不是 不是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李主任 我知道您很辛苦 但还是希望您再辛苦一下 去看看舞台方那边 是不是有问题 这次比赛 毕竟很多人看 行了 我要去开会了 你要是没其他事 我就挂了 电话很快被挂断 秦淑兰握着小灵通 心里有些憋屈 怎么会这样 去看一下都不行吗 秦淑兰没有办法 思考了一会之后 他决定亲自去看看 骑上电车 来到比赛会场 秦淑兰发现 舞台即将搭建完成 旁边的灵星的两个建筑工人 还在收尾 他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 因为不是内行 他转悠了一圈 也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秦淑兰只好走得近了一些 左敲敲又敲敲 这个举动 很快吸引了工人们的主意 其中一个中年男人 对着他大喊 喂 干什么的 还没完工呢 你在那敲啥敲 我 我就是看看 看什么看 再看我叫保安了 对不起大哥 这就走 这就走 秦淑兰只好转身往外走去 路过另外一位年长一点的 建筑工人的时候 他听见那位老者 微微叹了口气 你是参加比赛的人吧 唉 小心一些吧 秦淑兰微微一震 赶紧扭过头去 什么小心一些 老者没有回答 他甚至都没看秦淑兰一眼 一直在低头忙活自己的离开的时候 秦淑兰心里的疑虑更深了 晚饭后 林州和许念初范云哲 被叫出了自习室 由于学校对这次竞赛考试十分重视 张淑琪和学校一商量 这两个周的晚自习 统统拿来练习奥数题 连续讲了一个半小时后 张淑琪喝了口水 行了 接下来一个小时 你们自习吧 把我刚刚讲的消化消化 可以自由组队讨论 这个自由组队 是张淑琪从林州和许念初身上学到的 似乎这样 同学们的学习效率会更高一些 此话一出 几人便快速围在了一起 这些题真的好难啊 是啊是啊 我刚刚听的一知半解的 赵海洋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 我也不太明白 我们一起讨论讨论吧 行 喂 范云哲 你要加入吗 虽然不喜欢这个人 但不得不承认 范云哲数学确实好 跟他一起 说不定能讨论出点思路 范云哲没有听到他们喊他 他的目光一直落在云若曦的身上 他还没来得及行动 就见云若曦抱着试卷 朝着林州的方向走去 林州直接扭头 坐到了许念初另外一边 小通哥 走 我们换个地方 说话间 他已经将许念初的试卷收起来了 云若曦僵住了身子 不是一次了 不是第一次了 林州就这么讨厌他吗 他那欲擒故纵的游戏 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啊 直到旁边有男生 小心翼翼地喊了他 云女神 我们一起吧 他才转过身走向了那人身边 行 一起 有什么了不起 不和他一起学习 他能学得更好 男生顿时受宠若惊 女 女神 你答应了 云若曦没说话 整个人念念的 范云哲比他更念 随便一个男生喊他都答应 就自己不行 是自己对他还不够好吗 那就对他再好一点吧 许念初听见林州的话 下意识地抬起头来 啊 为什么啊 这个自习室不是还有很多位置吗 这些题太简单了 我们两个继续复习没意义 去学点新知识 说着 林州抱着两人的试卷 头也不回地走了 许念初赶紧跟上 正在讨论题目的众人 简单 听听这是人话吗 讲台上 张舒奇完全没注意到 同学们之间的暗用 他满意地点点头 你们啊 要多跟许念初和林州学习学习 他们肯定平时下了很大的功夫钻研 林州带着许念初走到外面的时候 发现天已经全黑了 这个年代的江城 空气还没被污染 夜晚的天空 满是星星 林州思考了一会儿 拉着许念初开始上楼 许念初一脸莫名 林州 我们去哪儿啊 不是说学习吗 到了你就知道了 那些题你还不会吗 我 我会 可是张老师那边 没事 只要我们考得好 张八皮不会管我们的 可是你上次倒数第一啊 这样的话 是没资格参加比赛的 许念初总算是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 林州回头 好笑地看着他 小通桌 下次就不是倒数第一了 我保证和你一起去参加比赛 别害怕 信我 第73章 你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不用想林州也知道 许念初害怕去参加考试 单单只是在学校 他的社交就很成问题 这次的省级联赛 是在省会进行的 他虽然跟着张八皮 但张八皮到底是老师 有可能会顾及不到他 他肯定很担心 所以 即便对竞赛不怎么感兴趣 林州也决定去参加 许念初听见这话 玄泽的心稍稍放下了些 他的眼睛亮亮的 看向林州的时候 似乎看见了自己的星星 真的吗 嗯 真的 好 许念初甜甜地笑了起来 他上了一步台阶 和林州站在同样的高度 走吧 你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嗯 林州转过头 继续往上 许念初紧紧地跟着 很快 两人就爬上了楼顶 打开楼梯间大门 是一片巨大的天台 这栋教学楼总共七楼 是整个一中最高的楼 一中地理位置也高 这个年代 县城里的高楼大厦也非常少 天台上 刚好能看见灯火通明的县城 与天空上挂着的星星正相呼应 格外的好看 就连许念初都忍不住感慨 哇 这里好漂亮啊 漂亮吧 学了那么久也累了 我们来放松放松 林州长长地伸了个懒腰 走到天台边上 看向了远方 许念初紧跟在他的身边 似乎这样能让他更有安全感 但往下望去的时候 许念初还是忍不住感慨 好高啊 林州拉着他的衣袖 好笑地将他往外推了下 许念初吓了一跳 他惊呼一声 林州 你 还没来得及喊出声 他就已经被林州拉了回来 因为惯性的作用 他猛地撞向了林州的怀抱 鼻尖撞上胸膛的那一刻 许念初感觉鼻子一疼 他下意识地闭了闭眼睛 抬起头来 就看见了林州近在咫尺的脸 那一个瞬间 原本想挣脱的许念初 忽然忘记了反应 他就这么正正地看着林州 心口像是过山车一样 七上八下的 快要控制不住了 但他似乎也没想去控制 耳边听见了林州的轻笑声 小童桌 别怕 我永远不会让你处于危险之中的 我会永远陪着你 天台上忽然刮起了一阵风 将许念初的刘海吹起 这样的角度 林州刚好能看见许念初的全貌 他仰着头 许是因为紧张 脸颊微红 连带着唇绊都多了一丝红润那一个瞬间 林州忽然有一种吻上去的冲动 可是他不能 好不容易靠近许念初 好不容易让他相信 他值得信任 十八岁的许念初如此胆小 稍有不慎 说不定就会让他远离自己 林州忍住了心中的悸动 他伸出手 轻轻地刮了下许念初的鼻尖 想什么呢 还在发呆 被林州这么一动 许念初总算是反应过来 他赶紧往侧边来了一步 逃开林州的怀抱 没 没想什么 可是脑海中却不停地出现林州的那句话 我会永远陪着你 我会永远陪着你 许念初感觉脑子好像被按上了循环键 无论他怎么努力 都停不下来 他的手紧紧地握着天台旁边的栏杆 抬起头来的时候 眼睛再次亮了起来 这里 真的很漂亮啊 是啊 如果那边的灯 再亮一点就好了 会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几年以后 江城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房子被拆掉 高楼拔地而起 路灯全部被更换 更远处的时代广场上 建起了可以摇晃的彩虹桥 夜晚的景色美不胜收 但这些 许念初还不知道 我就是知道啊 林州 你是能预测未来吗 许念初好笑地问 是啊 我真的呢 我才不信呢 那 小同桌 到那个时候 你会再来陪我看夜景吗 什么时候啊 再亮一些的时候 好啊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 总是过得很快 十点钟的时候 林州将许念初送回了宿舍 自己也回了家 只不过回去后 他发现林长征似乎没那么热情了 他依旧坐在客厅里等他 但神色却有些忧愁 就连林州进屋 他都没发现 林州好奇地看向了他 老林 哥这儿发什么呆呢 失恋了 林长征一个拖鞋头子扔了过来 你这臭小子 怎么跟你老爸说话呢 失什么恋啊 我跟你秦阿姨好着呢 既然好着 怎么魂不守舍的 哎 我也说不上来 总觉得你秦阿姨心情不好 但是我问了他 他也不说原因 嗯 林州醋了醋眉 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老林 既然秦阿姨心情不好 你可以多陪陪他 可是 我看他好像不想让我陪他 人家不让你陪你 就不陪了 怎么你活了大半辈子 连我这个小孩子都不如 我都知道谈恋爱的时候 男人要死皮赖脸 脸皮厚一点 多去嘘寒问暖 女人说要就是要 说不要也是要 老林你到底懂不懂 林长征思考片刻 点了点头 你说的有些道理 但很快 他又反应过来 将另外一只拖鞋头子 扔向了林州 臭小子 你哥这儿教育谁呢 赶紧将饭吃了去睡觉 明儿还上课呢 说完后 他直接起身 换上鞋子往外走去 林州 老林 那饭都凉了 你不给我热热 你去哪儿啊 当然 是去找你秦阿姨啊 你不是说 让我多陪陪人家 林州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端起饭碗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林长征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两个小时后 他高兴地哼着歌 脱了鞋子 想上楼感谢林州 去陪了一会儿秦淑兰 他们之间的感情 果然增进不少 林长征甚至觉得 如果不是田田在家 他今晚都可以不用回来了 但林长征发现 林州已经睡着了 他偷偷摸摸地 跑到林州的房间 给林州拉了拉被子 坐在他床边端向了一会儿 叹了口气 哎 你小子 是长大了哦 比你老爹有聪明 行 既然你给老爹帮了大忙 明儿老爹给你加个鸡腿 啊不 两个吧 毕竟还有未来儿媳妇呢 第74章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这周的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周五了 下午放学的时候 林州收拾了东西 准备回家 这时 钱果果快速地跑了过来 一把搂住了许念初 许念初对他的这种行为 已经习以为常 完全不反抗了 许念初 林州 后天中午去我家吃饭吧 后天 你家里有什么事吗 嗨 还不是因为我跟着你们学习便好了吗 成绩也提高了不少 我妈 天天念叨着 要我带你们回家吃饭 之前不是一直没时间吗 林州 这周你还有事要忙吗 林州的眼神 落在了许念初的位置 她这周没打算去做新的项目 水果捞那边还在赚钱 只需要去看看 然后出一个新的策略吸引客人 然后就是看书学习 以及勤书兰的事了 但广场舞比赛是周末晚上 周日中午完全没问题 刚好可以找个机会 让小童捉多和外面的人接触接触 她太孤僻了 钱果果立刻心领神会 许念初同学 你应该没事吧 许念初纠结了一会儿道 我是没事 可是 帽子和手套明天就能织好了 可是她从来没去过同学家里 总觉得不太习惯 那就行了 没事的话就来哦 我家在 钱果果报了地址后 又到 我们家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呢 你不来的话 我妈妈会伤心的 许念初还在纠结 旁边的刘世明 已经开始疯狂点头了去去去 一定去 周哥 后天你来接许同学 我摩托借给你 见三人投过来异样的目光 刘世明摸了摸头傻呵呵的笑 我可不是为了吃的 我主要怕阿姨伤心 信你才怪 与此同时 林长征也下了班 她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去了秦家 这几天 虽然在自己的陪伴下 秦淑兰看似心情好了一些 但林长征还是觉得 她心里有事 而且越来越严重了 路上 林长征给秦淑兰买了最爱吃的豆花 又给秦宇田买了绿豆糕 来到秦家的时候 秦宇田还没回来 林长征将买的东西递给秦淑兰 和她一起进厨房做饭 她负责洗菜 秦淑兰负责炒菜 可 菜都洗了好一会儿了 林长征发现 秦淑兰还是没有动 她好奇地看过去 发现火已经打开好一会儿 铁锅已经烧红 秦淑兰提着油壶 不知道站了多久 林长征赶紧跑过去 快速地关掉了火 淑兰 你怎么了 啊 秦淑兰惊叫一声 赶紧往后退了一步 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她慌张地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我刚刚走神了 林长征又将油壶 从她手中接了过来 没事没事 你在旁边歇着吧 菜我来炒 好好 秦淑兰不好意思地握了握手 站到了一边 林长征一边炒菜 一边忧心忡忡地看着她 书兰到底怎么了 我听你们对的张秀莲说 你这几天练舞 也一直魂不守舍的 要不你跟我说说 说不定我能帮你 别自己一个人憋着 秦淑兰心里划过一丝感动 她深吸一口气 抬起头来 林大哥 你说 我如果让我们队 不参加广场舞比赛了 会怎么样 嗯 不参加了 全队 林长征停下手中的动作 疑惑地看向秦淑兰 对 为什么 你不是说 自己很喜欢广场舞吗 为了这个比赛 我记得你付出了很多 你们的队员 好像也不比你少 秦淑兰低了头 不知道怎么了 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 总觉得会出事 林长征看她 不像是在说假话 就点了点头 行 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可是 你要怎么和你那些队员们交代 秦淑兰叹了口气 我自己想办法跟他们说 饭做好的时候 秦宇田也回来了 三人一起吃完了饭 林长征给林州打包了一份回家 临走的时候交代秦淑兰 有事一定要给自己打电话 秦淑兰收拾了一下 也准备出门 秦宇田看得有些心疼 妈 您去哪 去练舞 秦宇田举起了小拳头 尽量表现得开心 妈妈加油 妈妈别担心 你一定能夺冠的 秦淑兰笑了笑 到了生乖之后 才离开来到练舞广场的时候 已经近七点了 太阳落山 周围的路灯亮了起来 队友们围在一起 叽叽喳喳的讨论着什么 秦淑兰是最后一个到的 看见他 张秀莲几人赶紧凑了过来 说兰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 看 我们的队服都到了 大伙正在讨论最后的造型了 打算明天就穿着队服训练 提前适应一下 秦淑兰看着队服 正正的 没有说话 这款队服 是从他们报名参加表 就开始准备的 当时几个姐妹一起讨论 亲自设计 后来改了很多版才满意 大家一起集资 找最好的店铺制作 今天才满怀期待地收到 书兰 书兰 啊 发什么呆呢 给 你的队服 拿着去试试 有问题的话 今天晚上让老徐拿回去改 徐丰华是他们中手工最好的 此时正一脸含笑地看着他们 成 我保证给大家改好 看见大家这么高兴 秦书兰低了头 没有接衣服 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众人发现了不对劲 都将目光投向了他 书兰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秦书兰纠结地摆弄着手指 好一会儿 才深吸一口气 抬起头来 对 是有件事告诉大家 众人面面相去 张秀莲第一个开口 你说 我打算 秦书兰摊了下手 尽量保持了笑容 我打算不参加这次的广场舞比赛了 什么 而且 不但我自己不参加 我也不打算让你们参加了 我刚刚在路上的时候 已经和李主任说了 所以 大家其实不用是对服了 各自回家休息吧 秦书兰话音刚落 队员们几乎都疯了 为什么啊 秦书兰 你疯了吧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们好不容易才被选上 还费尽心思练习了这么久 我们是最有可能获得冠军的呀 你现在跟我们说 不参加了 第75章 我要陪着妈妈 我 秦书兰张了张口 不知道该说什么 总不能说 因为一个少年的话 他觉得不安全吧 这些天 他经常去会场晃悠 每次都会被赶走 根本没有任何证据 那位干活的老者 更是再也没有理过他 秦书兰也想过找林州问问 可林州现在高三 还正在备考数学竞赛 这种事怎么能让他分心 但他不能拿着姐妹们的身体状况 甚至生命来打赌 就算自己被骂了 也没关系吧 人群最后 一个女人惊叫了一声 啊 我给那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了 我们的资格的确被取消了 这话一出 众人更炸了 秦书兰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姐妹们 费了这么大劲 还花了这么多钱 买各种道具和服装 这些我都可以赔给你们 秦书兰打断了他们的话 低了低头 我拿自己的钱赔给你们 你们出了多少都告诉我 我明天拿钱给你们 你 张秀莲气急败坏 我们跟你说这些 是为了钱的事吗 你现在 立刻给李主任打电话 道歉说你刚刚说胡话了 我们还要继续参加比赛 秦书兰摇了摇头 我不会打的 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秦书兰 你说话 其中一人忍不住大喊 是不是因为林长征那个男人 秦书兰 我看你就是被朱油蒙了心 还没结婚 什么都听人家的 连我们姐妹的情谊都不顾 我早就跟你说过 找个带着儿子的男人不靠谱 你就是不信 你 不是 秦书兰猛地抬起头来 这件事和林大哥没关系 那到底是为什么 你不说 我这就给林长征打电话 秦书兰终于服软了 有人告诉我 比赛的时候会有危险 我不想让你们陷入危险 谁 是 是 秦书兰试了半天 终究一个字没说出来 他这话再次激怒了几人 你说啊 你怎么不说了 我看你就是胡乱编造一个理由 给林长征找借口 他有那么一个废物儿子 谁不知道啊 人家都说 儿子随爹 这林长征能好到哪去 你可真是 你别说了 秦书兰再也听不下去 他神色有点冷 我严谨于此 先走了 希望大家都能过个好周末 下周该上班上班 该带啊带娃 散了吧 不想和他们继续争论 秦书兰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身后 是一片骂声 这天晚上 秦书兰很晚还没睡着 秦宇田也没睡着 下午回来 他就发现妈妈的神色不对 后来 他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似乎还哭了 秦宇田很久没见妈妈哭过了 但 他不知道要怎么办 晚上十一点的时候 秦宇田听见秦书兰打开了卧室门 坐到了客厅沙发上 这一坐就坐到了十二点 每隔几分钟 他就叹一次气 妈妈今年四十多了 身体也不太好 前阵子还未疼 秦宇田实在是放心不下 他忍不住坐了起来 灵州这人虽然不怎么靠谱 但他说的沟通好像挺管用 或许自己不应该坐以待毙 应该去找妈妈聊聊天 这么想着 秦宇田钻出被窝 就要出门 走到卧室门口的时候 他想了想 又回到屋子 将那件小熊睡衣拿了出来 换下了身上的男款背心 虽然十分不自在 但秦宇田还是硬着头皮 打开了门 他猫着腰 小心翼翼地往秦书兰身边蹭 妈妈 嗯 秦书兰没有回头 有气无力地说 你怎么还不睡 秦宇田走到秦书兰的身旁 伸出手 扶上了秦书兰的额头 他一边小心翼翼地 替他揉着太阳穴 一边道 我看妈妈没睡 我也不想睡 妈妈 不要不开心 小田也会跟着难过的 妈妈没有不开心 妈妈就是 就是觉得今天有点累 没事 你回去睡吧 我不去 说这话的时候 秦宇田稍微带了点撒娇的语气 我要陪着妈妈 秦书兰总算是心情好了些 好好好 陪着妈妈 你呀 最近也不知道跟谁学的 说话软软糯糯的 那妈妈喜不喜欢啊 喜欢 当然喜欢啊 秦书兰感觉头没那么痛了 她稍微放松了一些 我以前就希望自己有一个软软糯糯的闺女 哪像你 天天跟着猴子似的 妈妈你嫌弃我 我可没有 哎 虽然跟着猴子一样 但也是妈妈的乖女儿啊 妈妈怎么会嫌弃你 秦宇田听见这话 心情才好了不少 她放下手 弯下腰 轻轻地抱住了秦书兰 妈妈 你回头看看我好不好 和女儿聊了这么一会儿天 秦书兰感觉心情好多了 总觉得今天的秦宇田 鬼灵精怪的 秦书兰转过身 怎么了 看见秦宇田的时候 秦书兰微微一震 随即笑了起来 这 这衣服 你怎么穿上了 秦宇田立刻往后跳了一步 然后在原地转了个圈 怎么样 好看不 好看好看 我闺女穿啥都好看 哎呀 总算是有个女孩子样子了 见秦书兰开心 秦宇田心情也好了不少 灵州的方法 似乎真的有点用 那妈妈别不开心 小田下次还穿点妈妈看 行 行 秦宇田走过来 趴在秦书兰的腿上 妈妈 小田真的会一直陪着你的 那可不行 小田长大还要嫁人呢 怎么能一直陪着妈妈 啊 那小田就不嫁人了 说什么胡话呢 我猜没有 只要妈妈不嫌弃小田就好 你啊 就算是变成老姑娘 妈妈也不会嫌弃你的 哈哈 我知道了妈妈 这一晚 两人聊了很多 秦宇田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就躺在秦书兰的身边 秦书兰轻轻拍了拍她的背 自己也躺在了沙发上 是啊 女儿在 林大哥也在 还有什么过不去的 她没做错就行 至于其他的 看天意吧 第76章 你可要对许念出好点 接下来的两天 秦宇田虽然再次换回了男装 但她依旧一直陪在秦书兰的身边 逗着她开心 秦书兰也因此心情好了不少周日早上 林州早早地起了床 吃过早饭后 先去找刘世明借了摩托车 然后去水果市场看了看价格 最后买了30斤苹果去了广场 刘丽已经在做准备工作了 上午10点 广场上的人就会多起来 在此之前 所有的准备工作必须全部完成 看见林州 她笑了起来 小老板 您怎么来了 上周喊了一个州的老板 刘丽总觉得别扭 这小孩要比自己小十几岁呢 干脆改口喊上了小老板 林州也不介意 我来看看 你这边怎么样了 挺好的 这周的结算在这里 我就等着您来呢 给 林州接过账本 看了一会儿 又接过了刘丽手里的钱 周一到周五人不多 一天只有1500的进账 成本500块 赚1000 周六稍微好一点 但因为广场上 有人效仿他们的水果捞 也只赚了1700 竟赚1200 也就是说 这六天总共赚了6200元 除去人工费 将会更少 不过林州也满意了 小本生意 她也不用亲自上手 这个收益很不错了 林州抽出300块 递给刘丽 刘丽一脸震惊 这是 放心 这不是工资 是我临时给你的奖金 下个月工资 还会按照之前的法 这周您辛苦了 刘丽顿时高兴地合不拢嘴 要知道 单单那些工资 她就很开心了 如今居然又多了奖金 她心里对林州的好感 又多了几分 不辛苦不辛苦 谢谢老板 不客气 林州说着 又将摩托车上的苹果提了下来 刘丽有点猛 咦 老板 水果我已经买过了 您怎么又买这么多 还都是苹果 用不完啊 这个不是拿来卖的 那是干什么 送的 啊 刘丽惊到了 林州将苹果放好 解释道 水果市场最便宜的水果就是苹果 这些还都不是最好的 我买了这么多 总共成本价20块钱 刘姐 一会儿去买个扩音器 路段语音 买一份水果捞 额外送苹果一个 先到先得 送完为止 明天 你再去买30斤 哦不 明天周一 20斤吧 接下来就暂时用这种模式 等生意回落了 我再想其他的办法 啊 可是为什么 刘丽有些不明白 林州指了指不远处 和他们开的一样的水果捞摊位 刘丽顿时恍然大悟 他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 老板 厉害啊 这样的话 对方几乎没有任何竞争的能力了 所有的客户 几乎都会被他们吸引走 他们的生意 依旧会很好 而这些苹果 根本不值几个钱 原本刘丽之前的打算 是跟着林州学会后就单干的 但现在看来 他和这个小老板 差得还太多 单干迟早有一天 会被干掉刘丽决定 继续跟着林州好好干 那我走了 您忙着 行 没问题 小老板您尽管放心去约会 这儿有我呢 我可没说我要去约会 林州有点想笑 刘丽本就是个大大咧咧的性子 丝毫不遮掩 哈哈 老板 您可是拿着两个头盔啊 而且这么着急 不是去约会是干什么 林州没有直接回答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粉红色盒子 亲自做了一份水果喽 想了想 他又做了一份白色盒子的 然后骑上摩托 往学校走去 来到学校的时候 才九点 也不知道小童桌起床没 毕竟他们 这个年纪的学生们 每天都睡不醒 周末不出门的话 几乎都是 在跟周公约会 林州想了一会儿 决定晚点再喊他 让他多睡一会儿 哪知 刚从摩托车上下来 林州就听见身边 传来一阵道吸气的声音 你 你是林州 林州扭过头来 看见一个娃娃脸 胖嘟嘟的女孩 女孩穿着宽松的衣服 肉嘟嘟的脸上 正展现着不可思议的表情 她上下打量了一下林州 最后恍然大悟地点头 你好帅啊 怪不得呢 林州疑惑 你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啊 但是 我认识你的盒子 水果捞的盒子 粉红色 里面是辛勤的酸奶吧 林州看了看自己手里的盒子 大概明了了 你是 王小晴 对对对 是我是我 我是许念初的室友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王小晴说话的时候 满脸的笑意 眼睛快从林州身上移不开了 但 完全不是那种爱意的移不开 是因为林州实在是太好看了 好看的事物 谁能不多看两眼呢 我就说 许念初天天神魂颠倒的 没日没夜的织围巾 织手套 织帽子 原来 都是为了你啊 嗯 直 很直 王小晴给了林州足够的肯定 但林州似乎完全没听见她的赞美 她只听见了一句话 小童捉她 没日没夜 是啊 而且还死不承认你是她男朋友 昨天手套有个地方知错了 她就拆了支支了拆 饭都不去吃 不过你放心了 我都给她带饭了 本来我打算喊她去吃水果捞的 可惜了 没去成 说起这个 王小晴就觉得馋得慌 周末的时候 其他同学基本都回家了 宿舍就剩下她和许念初 许念初不出门 她也就不想动 于是 看着许念初默默地支了一天的手套 起初 她还在想 那个林州到底有什么好的啊 百日试诗大会之前 还是个渣男呢 虽然变帅了 但是能有多帅啊 那次百日试诗大会 她隔着老远 看见了林州的那头黄毛 打心里就觉得 这不是什么好人 但此刻 她的想法彻底改观了 果然 大众的审美是正确的 林州 真帅啊 她这么在意我的吗 对啊对啊 我跟你说 你可要对许念初好点 我从未见她 对谁这么伤心过 她在宿舍都不怎么跟我们说话的 但提醒你 她可以说很多很多 第77章 许念初的话 全是关于林州 说很多 林州很诧异 嗯嗯 她总是说 林州今天数学做错了一道题 明天得交踏 林州喜欢吃水煮肉片 林州周末 总是很忙林州会陪着我逛街 之类之类的 哎呀 总之很多很多了 都是一些日常 我这两天 耳朵都要听出茧子了 原来小同桌也会说这么多话呢 她怎么就没发现 不过听见这些 林州觉得心里暖暖的 小同桌开始慢慢 将她记在心里了 辛苦了 王同学 不辛苦不辛苦 周末也没人陪我 嘿嘿 许念初在我还挺开心的 偷偷告诉你 她现在是我的好朋友了 哦 那还挺不容易的 是啊是啊 刚开始我还以为 没有人能走进许念初呢 她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 因为你 她好像变了很多啊 哎呀 不说这个了 林州 你是来找许念初的吧 林州看得出来 王小晴是个真话楼 她点点头 嗯 你等会儿 我去叫她出来 谢谢了 如果她没起床的话 早就起了 一个人窝在床上 看你的帽子呢 她还在想怎么改 不过其实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你要是再不出现 我感觉她还能纠结一天 王小晴说着 又深深望了一眼 林州手中的水果捞 这才转身 真的很想吃啊 可惜没人一起去 自己一个人也不想出门 她怎么就没有许念初这么好运呢 每周都有人送 与此同时 宿舍里的许念初 正如同王小晴所说 在认真的翻看帽子和手套 虽然已经完全治好了 但她总觉得哪里不对 这一看 就看了一整个早上 可她还没想出好办法 许念初揉了揉眉心 感觉头有些痛 意识到有人进来 许念初赶紧将帽子和手套 往被窝里藏 看见这一幕 王小晴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许念初 别藏了 我都看见好几次了 你怎么每次都藏 许念初低了低头 脸颊发烫 我 行了 别找理由解释了 快下楼 林州在门口等你呢 啊 她来了吗 许念初轻喊了一声 快速地从床上爬了起来 将帽子和手套 装进准备好的袋子里 然后换上衣服 就往外面跑 王小晴 谢谢你 等王小晴反应过来 许念初的身影 已经消失在宿舍了 王小晴无奈地摇了摇头 爱 幸福的小姑娘哦 不像她 只能孤单地窝在宿舍啃零食 许念初出了门之后 才意识到自己跑得太快了 这样的话 会吹乱发型的 今天 她别上了林州送的小发卡 连许念初自己都没意识到 她因为林州 已经开始在意自己的外表了 稳住了心神 许念初才小心翼翼 意不意去地往外走去 走到宿舍门口的时候 许念初再次震了一下 林州今天 穿了白色的休闲运动服 加上白色运动鞋 青春的气息扑面来 她的身后 是学校的花墙 正值春天 此刻开满了各种不知名的小画 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见林州 但每次见到 许念初都感觉自己的心绪有些不稳 这个家伙 实在是太好看了 许念初看着看着 竟忘记了往前走 林州意识到 有人看她 就转过头来 看见头戴着小草莓的小童桌 手里提着袋子 呆呆地似乎忘记了时间 她好笑地喊了她 小童桌 怎么又发呆了 我帅吗 啊 反应过来的许念初听见这话 心头瞬间一阵慌乱 那个 我我 我没有看你 我只是 正不知道怎么解释的时候 她又听见林州说 手里拿的什么 许念初快速地反应了过来 好险 再被问下去 她都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了 是帽子和手套 都织好了 但是不知道大小和不合适 样式你喜不喜欢 许念初说着 又低了头 手指紧了紧 我 除了我弟弟和爷爷奶奶 我还没给人织过这些 也不知道你的尺寸 你先看看 实在不行的话 我再修改 没关系 林州直接从她的手中 将带子拿了过来 取出帽子和手套的时候 她惊了下 其实 冬日三件套里 围巾是最好织的 因为形状单一 但是帽子和手套却很难 但林州没想到 许念初居然能将 他们治得如此之好 她甚至觉得 比大部分卖的还要好 林州伸出手 直接将手套戴上 大小刚刚好 她又将帽子 也戴在了头上 压下碎碎的刘海 整个人忽然有一种 丝丝纹纹的气质 她抬起头来 看向许念初 你看 很合适 但她发现 许念初没有反应 她似乎 又看着自己发呆了 小同桌 林州伸出手 在许念初的眼前晃了两晃 这才将许念初唤醒 她慌张地低了头 的确 的确很合适 实在是太合适了 戴上帽子的林州 更帅了呀 林州轻笑一声 没有继续再逗她 待在校园里 实在是太眨眼了 这会儿 已经有女生围过来了 再待下去的话 一会儿 她和许念初就成交点了 好了小同桌 我们出发吧 买点水果 然后早点去钱国家帮忙 好好 许念初点了头 准备上摩托车的时候 她看见林州 忽然递过来一个盒子 是粉色的水果捞盒子 水果捞 老板不是换盒子了吗 上次出门林州 从刘世明的手中 拿过来的是白色盒子 嗯 这个是限定 去得早了才有 林州开始胡编乱造 许念初也不怀疑 哦 这样啊 那等等 我拿去给王小晴 他爱吃这个 昨天给我带了一天的饭 我要感谢他的 许念初接过盒子 就准备往宿舍跑 就知道会这样 林州只好无奈地叫住了他 等等 将早就准备好的 白色盒子水果捞 递给许念初 林州道 这个给他吧 啊 这个怎么又变成白色盒子了 你手里的是最后一份 哦 第七十八章 林州居然还搞区别对待 许念初走后 王小晴更无聊了 他在宿舍里 百无聊赖地走了一圈 思考着这一天的周末怎么过 别人都去自习室学习了 可他一点也不想去 几分钟后 王小晴下了个决定 他打算去广场上转转 说不定还有机会 吃上一份水果捞 没有男朋友 就只能自食其力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 王小晴看见了迎面走来的许念初 他有些梦 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去约会吗 许念初下意识地回答 我没去约会 我就是和林州 一起去同学家吃个饭 好好 就吃饭 吃饭 现在不去了 王小晴也不和许念初争辩 毕竟这妮子 估计连自己都不知道 他对林州有多特别 不 不是 是回来 给你这个的 许念初举起了手里的水果捞 递给王小晴 拿着 王小晴更猛了 这是 水果捞 嗯嗯 林州给的 嗯 那不是 应该给你带的吗 还有一份 这份是给你的 许念初认真地说 王小晴 这话怎么这么不可信 可许念初的样子 不像是在说谎 而且 他似乎也不会说谎 你的那份是粉色的 是 是啊 你怎么知道 他怎么知道 他刚刚用眼睛看到的呀 林州居然还搞区别对待 不用想也知道 那一份里面的酸奶 肯定是新型的 可是 林州为什么这么做呢 王小晴沉思片刻 忽然明白了林州的意思 难道 那份粉色的 是专程给你的吧 啊 不 不是 许念初想反驳 可想起刚刚林州 的确要回了粉色的那份 让他将这一份 拿上来给王小晴 许念初自己也不确定了 他下意识地反驳 林州说 摊位那边粉色盒子 就只剩下一份了 他是这么跟你说的 王小晴一边说着 一边打开水果捞的盖子 果然 里面的酸奶形状 不是新型的 是啊 许念初认真地点点头 你 你如果想吃那份的话 我下去给你拿 哎 别别别 眼见许念初要走 王小晴赶紧拉住了他 别去 我吃这份就行 不过 你是真不知道林州的意思 许念初有些慌张 他 他什么意思 王小晴有点想笑 他看了看自己的水果捞 又想起了那份粉色盒子的 只觉得林州实在是太高明了 可惜了 许念初这小妮子 还没反应过来 没什么 不过你一会见到林州 记得帮我说声谢谢 告诉他 他的意思我都懂 以后需要什么帮忙 可以尽管找我 哦 好 许念初点了点头 这才下楼 王小晴拿起勺子 吃了沾着酸奶的香蕉 不由地笑了起来 水果捞倒是挺甜的 林州和许念初 到底什么时候能甜得起来哦 看来还对我这个情感大师出马啊 许念初走到门口的时候 林州已经跨坐在了摩托车上 他将手里的盒子 递给许念初 吃完再走 还是现在走 看见粉红色的盒子 许念初呆了下 他的脑海中立刻想起了王小晴刚刚的话 那份粉色的是专程给你的吧 不知怎么了的 许念初接过盒子 下意识地说 现在就走吧 你不是说要早点去吗 刚好 这一份拿去大家一起吃 林州 他想说些什么 却见许念初已经小心翼翼地坐在了他的身后 似是害怕距离他太近 许念初还刻意往后挪了挪 直到整个身子和林州没有任何的接触 他才满意 我拿好了 不会撒的 走 走吧 他担心的根本就不是这个 林州无奈地叹了口气 看来自己还是准备少了 而且 小同桌怎么距离自己这么远 那骑摩托车的目的何在 不行 他得想想办法 摩托车开始启动 许念初终于长长地松了口气 看 林州没有拒绝 说明这份不是特殊的 只是单纯的最后一份罢了 王小青说的都不对 但许念初还是认真的将王小青交代的话 和林州重复了一遍 林州笑了起来 他真的这么说的 嗯嗯 那就好 可是林州 你有什么忙 需要王小青帮忙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们两个才刚刚认识 嗯 有一点 毕竟小同桌和他一个宿舍 这个人也还不错 闺蜜一般会在恋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许念初没有闺蜜 但王小青绝对是一个不错的助攻神器 哦 许念初低了低头 思考了一会儿 又道 其实 我 我也可以帮你的 嗯 这件事你不行 什么事啊 就先不告诉你了 好 好吧 许念初忽然觉得心里酸酸的 是自己太笨了吗 林州都不愿意让自己帮忙了 可他明明都帮了自己那么多忙 自己怎么能这么一无是处呢 正想着 许念初忽然感觉车子一停 在惯性的作用下 他的身体忽然猛地前倾 毫无防备的许念初 就这么整个人贴在了林州的背上 他下意识地伸出手 抱住了林州的腰 但片刻后 意识到有些不对 许念初又赶紧撒开手 低着头 慌乱地往后挪动着身体 对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 林州调整了一下坐姿 也是我不好 刚没看到前面有人 那你慢点 挪了好一会儿 许念初才终于满意 他们之间的距离了 他根本没在意 其实刚刚林州的摩托车前 一个人都没有 林州微微笑了起来 小童桌 嗯 不能离我那么远 什么 距离太远的话 一会儿还会有惯性作用 说不定我们两个都会摔跤 你的水果捞也保不住 你要不往前坐坐吧 是 是吗 可是我之前坐邻居的摩托车 没有这个要求 那是他们车机好 我才刚学会没多久 我骑不好啊 哦 许念初将信将疑 他小心翼翼地往前挪了一点 但还是距离林州有着一定的距离 现在呢 第79章 这么亲密的动作 他实在是 还是太远了 不用回头看 林州就知道 许念初还距离自己半个手掌那么远 两个人在一辆摩托车上 不知道的 还以为两人吵架了呢 这妮子 许念初只好又往前挪了一点点 这 这样呢 林州做事晃了下摩托 不行 还是远 许念初快疯了 他现在只能保证自己不挨着林州 如果再往前的话 他整个人都要贴在林州身上了 这么亲密的动作 他实在是 怎么办 然而 不等他想出办法来 林州就伸出一只手 拉住他的胳膊 然后在许念初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往前一拉 下一刻 许念初整个人再一次贴在了林州的背上 嗯 就这个距离吧 许念初这次 是真的疯了 他下意识地起身 赶紧将水果捞 放在两人中间的位置 这才勉强和林州分开了一段距离 但屁股的位置 他是怎么也不敢动了 要 要这么近吗 是啊 这样我好掌握平衡 此刻林州只觉得 手里的水果捞有些多余 小同桌 你别两只手拿水果捞 其中一只手要抓住我 不然还是会摔倒的 许念初只好伸出一只手 小心翼翼地扯住了林州的一斤好 好了吗 如果此刻 有人侧目 一定能看见许念初那苹果般的小脸蛋 他的马尾往前披散下来 挡住了大半个脸颊 许念初甚至都不敢去腐开 似乎这样 别人就看不出来自己的窘迫 这回 林州终于满意了 差不多了 小同桌 出发了哈 好好 抓紧了 嗯 车子再次启动 速度很慢 但许念初完全没感觉到任何的不同 这一路上 他都在努力控制自己的心跳 一直到了水果摊前 买完了水果 许念初还在发呆 见林州要上车 他赶紧拦住了他 我 我还没买 等一下 话音刚落 他就看见林州将手中的一份水果塞给了他 这份是你的 可是 走了 不然刘世民和钱果果该催了 去晚了也不礼貌 林州已经骑上了车子 许念初只好两手拎着水果和水果捞 上了车 等到了钱家的时候 已经十点半了 刘世民和钱果果站在门口愁眉苦脸的 周哥 你们怎么回事啊 这路程骑车二十分钟就到了吧 林州去学校接许念初的时候 和刘世民打了招呼 刘世民看了时间 大概九点 二十分钟是九点二十分 他还刻意给林州留了二十分钟时间 九点四十之前来到钱果果家叫上钱果果一起下楼接人 结果一下子等到了十点半 哦 路上有些堵 堵 今天虽然周末也不是高峰期 应该没什么人吧 刘世民明显不幸 嗯 我车技也不好 你车技不好 刘世民一边接过水果 一边震惊 周哥 你五年前就会骑摩托车了呀 这两年我们去飙车 你可是年年第一 哎 不对 许同学 你脸怎么那么红啊 发烧了吗 咦 你怎么还戴上了小发卡 挺可爱的呀 刘世民还欲说些什么 却被钱果果一巴掌打在了头上 废话那么多干什么 快接水果呀 啊好好好 刘世民赶紧接过了水果 忧运地带着林州往里面走 钱果果则陪在许念初的身边 见他将一个粉红色的水果捞盒子递过来 钱果果笑着摆了摆手 这个你自己拿着吧 这是拿来大家一起吃的 没关系没关系 我和刘世民这几天吃了很多了 一会儿你留着自己吃 这可是林州特质 他才不敢接 自然也是不敢吃的 可是 见许念初还要说些什么 钱果果决定转移话题 他靠近许念初压低了声音 哎 许念初 你那个发卡是林州送的吗 真的挺可爱的 我 许念初果然忘记了水果捞的事 慌张地低下了头 将发卡取下来 这是 行了 进屋再说 钱果果也不逗他了 大踏步地往家的方向走去 前方 刘世民一步三回头地 看了一会儿许念初 恍然大悟道 周哥 你骑车这么慢 是故意的吧 说说 在路上和小同桌发生了什么 林州神秘一笑 你猜 唉 这谁猜的这呀 我又没谈过恋爱 那就去谈 呃 刘世民想了想 林州说的也对 于是 他开始深思自己 周哥 你也觉得 我应该找个妹子吧 你说 文科班的文思思怎么样 她也是个小小的校花呢 虽然比不上云若曦 也比不上你那个妹妹秦宇田 但是 这一次 不等林州反应 听见他们对话的钱果果 就将手里的水果 打在了她的身上 刘世民 你还是赶紧去厕所照照镜子吧 几人嬉笑打闹着往前 但他们身后的许念初 却有点紧张 钱家很大 进了小区后 便是一栋栋小楼 还带着小院子 他听人说 这叫别墅 在城里很值钱 虽然钱果果完全没有架子 刘世民和林州 似乎也很平易近人 但许念初 还是觉得有些不安 他从来没来过同学家里 更别说这么有钱的同学家 眼见快要进门了 许念初感觉浑身 都开始不自在起来 钱爸爸和钱妈妈会不会很严肃 他自己的穿着 会不会太普通了被人嫌弃 他们会不会觉得 他是乡下来的 不太好 脑子里思绪万千 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许念初听见身边 传来林州的声音 小通桌 走快点啊 他的脸上带着让人心安的笑 就站在距离他正前方两步的距离 你 你刚刚不是和刘世民走在前面吗 刘世民那丝正和钱果果闹腾呢 没空理我 我们两个都是第一次来 应该一起走 这样礼貌一点 有林州在 许念初的不安稍稍散去了不少 他快步走到林州的身边 和他并排站着 好 嬉笑着的钱果果打开了门 许念初看见一个富丽堂皇的家 前方 钱果果已经在喊他们了 林州 许念初 快点啊 许念初深吸一口气 换上了微笑 准备进屋和人打招呼 可是 进门后 他发现 屋子里除了他们四个 再也没有其他人 钱果果正在给他拿拖鞋 我爸爸和妈妈有事出门了 暂时就我们四个 他们要过会儿才能回来 许念初 你就当自己家就好了 别紧张 我妈妈给我们准备了好多零食呢 拿好拖鞋 他又叽叽喳喳地去准备零食 刘世明自来熟地去洗水果 许念初在林州的试医下 换上拖鞋 坐在了沙发上整个场面 其乐融融 准备好零食和水果后 钱果果大喇喇地坐在了沙发上 抬头看向了天花板 不过说实话 我饿了 早上没吃饭 我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啊 话音刚落 家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他猛逼了 兄弟们 我妈妈说太忙 可能暂时回不来了 让我们自己坐或者出去吃 这可怎么办 你们 谁会做饭吗 第八十章 重生福利 厨艺技能 刘世明三人面面相去 最后将目光落在了林州的身上 这些日子以来 他们发现林州太多惊人之处 下意识地以为林州也会做饭 这可为难到林州了 那个 要不 我们出去吃 前世 他的确在改过自新之后 在商场上叱咤风云 可做饭这件事 他是真不会 平时都是一个人在家 做饭显得多余又麻烦 大部分时间都是点外卖 偶尔做那么一两次 还将自己吃进过医院 至于学校食堂那件事 纯粹是二号窗口的大哥 做得太难吃了 学校的学生也不挑 好忽悠 但要自己上手的话 见几人不回应 林州又道 我请客 生意进账不少 请客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钱果果整个人有些丧 不不不 不是谁请客的问题 是 我准备了这么多吃的 冰箱里 还有我妈妈买的鱼虾 然后 我还让我表哥 给我们下载了两部电影 打算吃过饭 大家一起窝在家里 打牌看电视呢 他嘟了嘟嘴 瘫坐在沙发上 如果出去吃饭的话 不就都浪费了吗 这些东西 他准备了好久的 钱果果又将目光 落在了许念初的身上 许念初 你也不会做饭吗 我 许念初微颤了下 咬了咬唇 你想吃什么 红烧肉 还有糖醋与油闷大虾 钱果果说着说着 口水都流下来了 他完全没注意到 许念初的情绪有些不对 他低了头 握紧了手指 这些 我 他几乎都没吃过 偶尔吃到的鱼虾 还是弟弟去河里捉的 做法也很简单 不是水煮 就是油炸 他会做饭 但也只会做最简单的 乡下家常饭 我 你也不会吗 钱果果看出了许念初的为难 他这次真的哭了 可是这些 真的很好吃啊 好 好吃吗 嗯 钱果果点头 许念初低着头 默默地跟着念了句 红烧肉 糖醋鱼鱼 油闷大虾 应该 很好吃吧 钱果果喜欢吃这些 回去一定要记下来 等回头学会了 就做给他吃 但现在 他还是有些失落 钱果果对他这么好 他居然什么忙都帮不上这些失落 林周全看在眼里 他站起身来 正要喊几人出去吃饭 忽然 脑海中出现了一抹奇怪的东西 红烧肉做法 一 将五花肉清洗干净 切成小方块备用 二 葱姜蒜切片备用 三 将花椒 大料桂皮 用纱布包后 锅中放油 下白糖炒制糖色 油闷大虾做法 一 将青虾洗干净 去除虾须和虾馅 二 热锅倒油 放入葱姜蒜末炒出香味 三 林周整个人都挣住了 这些是什么 难道 他下意识地看向钱果果 你刚刚说你想吃什么 红烧肉油闷大虾 还有什么 钱果果被林周的样子吓了一跳 他下意识地开口 糖醋鱼啊 糖醋鱼嘛 林周默念了一下 可脑海中 没有任何的动静 怎么会这样 难道自己猜错了吗 林周 怎么了 徐念初也渴望地看向了林周 你 你是会做糖醋鱼 他话音刚落 林周忽然感觉 脑海中再次出现了一条信息 糖醋鱼做法 一 将鱼洗净 去灵 挨着头尾各切一刀 抽出筋 然后将鱼两边 用刀划开成瓦片状 加入料酒和盐盐制半小时 二 这是 三道菜的所有菜谱信息 难道 这也是重生福利 可是 怎么对钱果果 就没用 林周 看向猛逼的刘世民 你想吃什么 我 我想吃 红烧茄子 和回锅肉 林周静静地等了片刻 发现脑海中 没有任何反应 他转头 看向许念初 小童桌 刘世民刚刚说 自己想吃什么来着 啊 红烧茄子 和回锅肉啊 他刚一说完 林周的脑海中 瞬间出现了红烧茄子 和回锅肉的信息 林周震惊了 这次的福利 似乎只对许念初 一个人管用 但 也足够了 钱果果见林周 有些不对劲 担忧地问道 林 林周 你怎么了 其他两人也都看了过来 周哥 你不要紧吧 林周笑了下 没事 我给你们做饭吧 啊 刘世民和钱果果 面面相去 可你刚刚还说 自己不会做 我什么时候说了 两人噎了一眼 仔细想想 林周刚刚的却没说 他只是说 让他们出去吃 他们下意识地 就以为林周不会做饭 可 一个不满十八岁的男生 居然会做饭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刘世民 作为林周几年的兄弟 从未见过 他有点担心 周哥 要不我们还是出去吃吧 林周看也不看他 转头看向许念初 小童桌 你相信我吗 许念初正正地看着他 片刻后 他用力地点了点头 嗯 我信 那就行 你想吃什么 我 我想吃 炒青菜 青菜 这个范围太广了 林周发现 脑子里什么都没有 他赶紧问道 具体炒什么 这 许念初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整个人有点迷茫 钱果果大喊 我家有油卖菜 对 炒油卖菜就行 许念初的声音传来 林周的脑海中 立刻出现了油卖菜的菜谱 这也太好用了 钱果果 他们说的这些菜 你家里都有吗 钱果果茫然地点头 有 有的 那就行 小童桌 来帮忙 他静止走向厨房 你们两个还有啥想吃的 记得告诉小童桌 让他告诉我 啊 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你啊 我们离得这么近 刘世明很不理解地跟了上去 钱果果赶忙拉住了他 林周许念初 你们去做饭 我和刘世明收拾其他的 那个 有什么不知道在哪都问我就行 好 林周点头 许念初也高兴地点头 行 能在这里发挥作用 他很开心 刘世明一脸猛逼 不都收拾好了吗 他话音未落 就被钱果果捂住了嘴 嘘 别打扰他们 收拾好了 就再收拾一遍 刘世明 可是 钱果果 你真的相信林周会做饭 万一做出来的 不能吃怎么办 第八十一章 做饭是多么好的 增进感情的机会啊 刘世明对此 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钱果果也有些心虚 我的确有点怀疑 不过没事 他如果做的实在难以下咽的话 我就去门口打包火锅回来吃 总要给人一个机会吧 而且 林周这样子 明显想在许念初面前露一手啊 啊 这样吗 是啊 做饭是多好的增进感情的机会啊 那 那也行吧 刘世明只好妥协了 但对今天的午饭 他产生了深深的担忧 此时的林周已经进了厨房 打开冰箱 他看见了满目琳琅的菜 林周先将虾拿了出来 然后从旁边拿过小茧子 示意许念初 会吗 许念初摇了摇头 江城地区偏向于北方 河里的虾都很小 每次都是弟弟捞回家 他们洗干净后 再有里炸一下就吃了 这么大的虾 他还没吃过 林周拿起灶台上的小茧子 学着脑海中给的信息 将虾线和虾脚剪掉 然后从后背上 给虾开了一个巨长的背 最后将虾线抽了出来 你看 就这样 这 这么简单 嗯 这些都不难的 你跟着我做就行 小冬桌 不要怕 有我呢 许念初点了点头 心里放松了不少 他接过茧子 拿起了第二只虾 照着林周的方法 做了一遍之后 许念初欣喜起来 我会了 嗯 那你则虾 我做其他的 好 许念初认真点了点头 林周又拿出鱼处理起来 虾林周本来就会择 但是于他之前没处理过 虽然脑海中有具体的步骤 但林周还是有些担心 理论和实践 毕竟是有差距的 他拿起刀 有些茫然 算了 就按照步骤试吧 哪知 刀刚一碰到鱼 林周忽然感觉 自己的手 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就好像是处理过 无数便宜一样 清晰地渗透在每个细胞中 这 重生技能 林周欣喜地拿起鱼 认真处理起来 正认真择瞎的许念初 忽然听见一阵沙沙的刀声 他扭过头 看见林周拿着刀 刮鱼鳞 他的手法十分娴熟 许念初只在电视上见过 他震惊地看着林周的背影 这家伙 怎么什么都会啊 看着看着 他又发起了呆 注意到身后的目光 林周没有回头 但却笑了起来 小同桌 再不劳动 就吃不上饭了 啊 我这就干活 这就干活 等于处理完腌制好 许念初的虾 也则得差不多了 林周又拿出五花肉 准备切块 并给了许念初一把油麦菜 洗这个 好好 许念初赶紧接过油麦菜 这个活好干 不需要林周浇 洗完后 又拿起旁边的葱姜蒜包了起来 两个人干活速度快了不少 十分钟的功夫 所有菜式都已经准备好 林周开始开火 第一道菜 是油闷大虾 和处理鱼的时候一样 脑海中的记忆 自动变成了肌肉记忆 林周没有任何阻碍地操作起来 此时 客厅里 钱果果和刘世明 已经将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 糖果和瓜子水果饮料 都已经上了桌 两人顿觉十分无聊 坐在沙发上 听着厨房里 当当当的切菜声 刘世明有点猛逼 这是我周哥在切菜 钱果果也很疑惑 听起来倒向那么回事 刘世明 我咋感觉他在装呢 故意弄出声音 让我们觉得他很会 钱果果 也有可能 于是 两人对这顿饭的期望 完全没有增高 但五分钟后 两人傻眼了 鼻翼间传来了浓烈的饭香 本来就饿了的钱果果 肚子咕噜噜叫了起来 哇 好香啊 好像是在炸东西 是啊是啊 周哥居然会炸 真的假的呀 不行 我得去看看 唉 别 你等等我 我们小心点去 别打扰他们 两个人猫着腰 往厨房门口蹭去 厨房内 已经将虾下锅的灵舟 忽然发现 自己刚刚晚上去的袖子又下来了 今天的衣服有些偏大 几乎遮住了 他拿着锅铲的手 灵舟无奈 只好喊了身边的许念初 小童桌 啊 怎么了 许念初正在发呆 确切地说是 看着锅发呆 瞎下去的那一刻 香味瞬间就出来了 没吃过这种大虾的许念初 只感觉快要控制不住自己的口水了 灵舟看见他呆呆傻傻的样子 笑了起来 再等会儿 很快就能吃了 但现在你得帮我一个忙啊 灵舟示意了下自己的袖口 要我帮你挽上去吗 嗯 灵舟点头 认真地看向他 怪不得前世那些男人们 都那么喜欢做菜呢 原来和心爱的人一起做菜 也是如此幸福的一件事 许念初低了低头 好 他小心翼翼地靠近灵舟 春天来了 灵舟穿得不多 来到钱国国家里后 他就将外套脱了下来 此时 身上仅剩下一个衬衫 许念初只要稍稍不留神 就能碰到他的皮肤 许念初只能小心翼翼地 捏住了灵舟的袖子 但 一只手干这件事 似乎太困难了 他又只好抬起另外一只手 此时 他正站在灵舟的侧前方 两只手一起的时候 从背后看完全像是 挽住灵舟的样子 钱国国和刘世民过来的时候 恰好看见这一幕 钱国国赶紧捂住了 要喊话的刘世民的嘴 但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他听见刘世民说 周哥 你们在干什么呢 不是做菜吗 许念初赶紧慌张地收回了手 往后退的时候 一不小心碰到了水池 他轻呼一声 又赶紧稳住了身形 可脸颊已经红成一片 我 我帮灵舟挽袖子 灵舟好笑地看着他 然后慢条思理地开口 嗯 你们怎么过来了 钱国国见拦不住 只好给刘世民翻了翻白眼 然后甘笑道 那个 我们就是来看看 做得怎么样了 好香啊 嗯 再等一会儿 就能吃了 好好 你们忙 你们忙 我们先不打扰了呀 钱国国拉着刘世民 就跑回了客厅 虽然饭很香 但是看别人谈恋爱 真的好酸 还是再等等吧 第八十二章 灵舟居然 亲自给他包下 因为红烧肉比较难熟 这顿菜 灵舟做了整整一个小时 刘世民和钱国国 也在客厅里 流了一个小时口水 实在是太香了呀 等灵舟宣布 菜做好的时候 刘世民几乎蹦到了厨房 一边蹦 还一边喊 好香 好香 周哥 你真的太牛皮了 钱国国也忍不住感慨 灵舟 你真的好厉害 两人快速地 将菜端上桌 六道菜 色香俱全 等四人全部坐下 钱国国已经迫不及待地 拿起了筷子 各位 我先吃了呀 吃吧吃吧 钱国国夹起一个虾 就往自己嘴里塞 一边吃 还一边点头 太好吃了 比我妈做得还好吃 不对 比我在外面吃的大厨 做得还好吃 刘世民也夹了一块 回锅肉放进口中 周哥 你就是我同父一母的亲兄弟啊 刘世民你够了呀 钱国国含糊不轻地吐槽 灵舟无奈地看着他们闹 转头 看向许念初 吃饭吧 好 许念初拿起筷子 试探了下 却不知道该加哪一个好 灵舟见此 加起一块红烧肉 放进了他的碗中 你先尝尝 然后 他加了一个虾 放进了自己的盘子里 许念初看着那 红润润胖嘟嘟的红烧肉 再次吞咽了下口水 他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 顿时 满口清香 肥而不腻 好吃吗 灵舟的声音 从旁边传来 许念初吃得嘴巴鼓鼓的 那就好 再尝尝这个 灵舟将碗里的虾 也递给许念初 许念初一愣 嘴里的红烧肉咽了下去 可手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灵舟居然 亲自给他包虾 意识到周围有目光在看他 许念初有点紧张 那个 同样愣住的钱果果 赶紧转移了视线 顺便给刘世明 加了一筷子菜 啊 刘世明 尝尝这个茄子 也很好吃啊 茄子 喂 你加给我的 明明是辣椒好吗 怎么可能 明明是茄子 你吃不吃 吃吃吃 我敢不吃吗 刘世明忧愿地吃起了辣椒 经两人这么一闹 许念初这才夹起虾放入口中 虾的味道也极好 许念初吃着吃着 开心地笑了 他也给灵舟加了一块鱼 灵舟 你也吃 好 这顿饭 四个人吃得格外开心 钱果果一边喝着饮料 一边表达了 自己对许念初和灵舟的感激之情 因为他们 他不但被夸了 还决定重新树立自己的目标 大学直接往一本上靠拢 刘世明也不例外 大大咧咧地他吃完了饭 居然还知道去洗碗 这个功夫 钱果果打开了电视 放起了电影 四个少年窝在沙发上 看得认认真真 同样是这一天 秦淑兰和秦宇田 却过得不好 这个周末 秦宇田哪儿也没去 就在家一直陪着秦淑兰 起初的时候 他觉得妈妈还开心一点 可到了周日下午 妈妈整个人都有些慌张 秦宇田十分着急 电话响起来的时候 他比秦淑兰更快的结果 那头想起了张秀莲的声音 小田 你妈妈不在吗 我妈妈出去了 有事您跟我说就行 那行 你告诉你妈妈 别给我们打电话了 那些钱我们没算 也不会问她要的 但是我们脱关系找到了李主任 广场舞比赛 我们照常参加 没有她 我们也能比赛 不是非她不可 秦宇田听见这话 心里有些难过 可是张阿姨 她话还没说完 电话就被秦淑兰抢了过去 什么 你们要去参加 是啊 不行不能去 你说不让我们去 我们就不去 秦淑兰 你以为你是谁啊 哦对了 我都忘了告诉你了 你本来下个月要涨工资的 领导那边听说了这件事 非常生气 打算重新考虑你的工作问题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说完后 不等秦淑兰反应 张秀莲就挂了电话 秦淑兰一头两个大 她着急的在屋内走来走去 怎么办 怎么办 现在要怎么办 广场舞大赛马上就开始了 他们会有危险的 秦宇田气的半死 妈 你怎么这么相信那个灵州 现在工作都快没了 还觉得会出事 我求求你 别这样了 灵州是个好孩子 她不会骗我们的 而且 我去那边见到了一个老者 她说 妈 这件事 您跟我说过了 可是她明明知道有危险 为啥还在那干活啊 我觉得 那就是个疯子 可是 别可是了 你现在就去找张阿姨 跟她道歉 广场舞比赛 说不定还能继续参加 工作业能保住 我陪着你一起去 秦淑兰愣了片刻 然后摇了摇头 不 我不去 妈 秦宇田着急 这时 门被推开 听见了他们对话的 林长征走了进来 说来 小田 怎么回事 这件事 和灵州有关 不是 秦淑兰刚要反驳 就被秦宇田抢了先 妈 您能别偏袒灵州了吗 他快速将灵州 和他们说的话 说了一遍 然后气急败坏地说 林叔叔您看看 我妈因为这件事 都成啥样了 灵州到底怎么回事啊 她没事去广场舞 大赛现场做什么 林长征愣了愣 她好像没去过呀 他们家和那边 根本不顺路 她怎么会顺路看见 您听听 妈 您听听 我就说 灵州在骗人 秦淑兰抬起头来 可是 我真的觉得会有危险 长征 怎么办 秦淑兰已经将林长征 当成了主心骨 林长征思考片刻 道 这样 我跟你一起去那边 万一有危险 还能给张秀莲他们提个醒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跟他们 好好道个歉 该赔的赔 该说好话的说好话 行 行 那就这么定吧 宇田 你自己在家待着 哪也别去 我和你林叔叔去看看 秦淑兰大概收拾了一下 就和林长征一起出了门 秦宇田一个人窝在家里 十分生气 不行 我得去找林州要个说法去 这小子 太过分了 秦宇田甚至忘记了 自己比林州还小 第83章 许念初完了 被林州拿捏了 下午6点 林长征骑着小电驴 到达广场舞比赛会场 比赛7点开始 只剩下一个小时了 林长征去停车 秦淑兰站在门口 却不知道到底该不该进去 林长征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书兰还在担心 秦淑兰忧心忡忡 长征 你会不会也觉得我很荒唐 林长征摇了摇头 不会 你本来就是欣喜之人 而且 小周我了解 他虽然爱胡闹 但是这种事情上 还是有分寸的 这回场 说不定真的有问题 那我们 进去看看吧 其实你也不想让他们受伤 不是吗 不然 只需要自己不参加比赛就好了 又为什么会那么紧张 能劝我们就劝 实在劝不了 真出事了 我们还能在里面帮帮忙 当然 没出事的话更好 秦淑兰点了点头 你跟在我后面就成 好 两人一前一后进了会场 会场内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除了他们这年龄段的中年人 还有老人和孩子 他们热热闹闹的有说有笑 和秦淑兰的心境完全不同 秦淑兰深吸一口气 尽量平复了下 然后看向四周 很快 他看见了张秀莲几人 几人正在偏台处收拾妆容 秦淑兰下意识地走了过去 秀莲 听见这声喊 张秀莲手微微顿了下 但 看都没看秦淑兰一眼 就继续了自己的动作 其他人也一样 你若是想来 让我们跟你一样放弃 我劝你 还是赶紧走吧 张秀莲说话丝毫不客气 秦淑兰张了张口 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他知道 大家都会有他的怨气 半晌后 他到 小心一些 发现不对 赶紧下来 他转身 走向了观众席 张秀莲看着他的背影 呆了呆 旁边的人立刻碰了碰他 干什么呢张姐 犯不着跟他一般见识 神神叨叨的 你看 还把他那个脸男人带来了 张秀莲猝了猝眉 手上的动作继续 别乱说话 我哪乱说了 那明明是 人家男的丧妻女的丧夫 是正常恋爱 怎么就也男人了 我们虽然有怨气 但也不能不分是非颠倒黑白 行 行吧 张姐你说的对 与此同时 灵州他们也看完了最后一场电影 看了看时间 灵州快速的骑上了摩托车 小童桌 上车 我送你回去 二十分钟送许念初回去 然后他要赶快去比赛现场 虽然秦宇田和秦树兰那边 已经交代过了 但秦宇田看起来明显不信任自己 为确保万无一失 他得去看看 如果秦阿姨真的出了事 老林一定会伤心的 他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刘世明本来想皮一下 说那摩托车是我的 但看灵州那紧张的神情 他还是住了口 许念初也意识到不对 他没扭捏 快速地坐上了车 捏住了灵州的衣角 车子搜的一下窜了出去 钱果果和刘世明目瞪口呆 灵州这车技 不会真的每次比赛都第一名吧 那是当然 我能骗你吗 我周哥厉害着呢 嗯 许念初完了 钱果果待了片刻后 下了一个结论 刘世明有点茫然 怎么就完了 钱果果 他被灵州拿捏得死死的 可不就是完了 刘世明一想 好像也是 他摸了摸下巴 拿捏一个女生 这么简单吗 钱果果顿时忍不住 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醒醒吧你 那是灵州 才会简单 如果是你 唉 钱果果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听不出来吗 路上 灵州一会儿一个弯 绕得许念初有些晕 他的刘海被吹了上来 许念初赶紧低了头 藏在灵州的身后 一句话也没敢说 等到校门口停了车 许念初发现 真的如同刘世明所说 只用了二十分钟 那灵州今天白天 是故意的吗 可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许念初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却听灵州说 小童桌 我有点急事 需要去处理一下 你先回学校 记得吃晚饭 哦 好 许念初认真地点了点头 片刻后 他又赶紧道 灵州 需要我帮忙吗 灵州伸出手来 揉了揉他的头发 不用 我能处理好 好 我相信你 嗯 进去吧 许念初刚转身 忽然听见 身后传来一声大喊 灵州 我终于找到你了 是秦宇田 他骑着一辆自行车 脸上满是怒意地 朝着灵州撞了过来 灵州 你居然还有闲情雅致 在这里谈恋爱 你 你看看 你都做了什么事 我妈妈 我妈妈她现在工作要丢了 那些阿姨也不理她了 她和他们原本关系很好的 许念初看见她的动作 吓了一跳 好在 到了灵州跟前 秦宇田一个急刹车 停住了车子 灵州 你太过分了 你现在 你现在让我妈妈怎么办 我 我今天饶不了你 明明比灵州矮了一个头 但小姑娘却上前一把 抓住了灵州的胳膊 灵州眉头一蹴 也抓住了她 到底是男生 一下子就控制住了秦宇田 让她完全动弹不得 行了别闹了 走 去广场舞比赛会场 去那干什么 我 你什么你 你不是害怕你妈妈被孤立吗 走 我跟你去道歉 说这件事都是我的责任 他们会原谅你妈妈的 时间不够了 灵州不想和秦宇田浪费时间 这是最好也最快的办法 秦宇田听完后果然一正 整个人都有些茫然 真 真的吗 你会道歉 骗你对我有什么好处 别废话 去不去 去 去 秦宇田用力地点点头 只要是对妈妈好的事情 她都可以立刻去做 嗯 坐我的摩托车吧 快一点 小通桌 自行车先给你 帮我们放学校保管一下 明天来起 茫然的许念初往前一步 接过了自行车 哦 好 走了 坐好 交代好秦宇田后 灵州发动了车子 见他们离开 许念初转身 推着自行车走了两步之后 许念初又转了回来 灵州和秦宇田的样子 明显是有事 不行 她得跟去看看 没事的话最好 一旦有事 她想给灵州帮帮忙 第84章 出事了 7点 比赛准时开始 这次比赛 有10个队伍参加 明武街道队被排在了第三个 前面两个都是大型舞蹈队 每一队都是30人 秦书兰坐在观众席上 认真地看着 她紧张地手心冒汗 林长征见此 握住了她的手 别怕 前面两个队伍那么多人 如果他们都没事 第三队也不会有事的 秦书兰点了点头 深深吸了口气 但愿如此吧 看着看着 秦书兰看见舞台的角落里 张秀莲也站在那里 秦书兰诧异地望向了她 按理说 这个时候 张秀莲应该在后台准备才对 她在看什么 怎么了 林长征发现了秦书兰的情绪不太对 担忧地问 没 没事 秦书兰摇了摇头 第一场演出结束 整个场地完好无损 张秀莲转头 和秦书兰对视了一眼 脸上露出了讥讽 秦书兰手心一紧 但也没说话 第二场比赛依旧顺利进行 秦书兰长长地松了口气 如果真的是虚惊一场 就再好不过了 至于其他的 以后再说 第三场比赛开始 舞台后面 众人和张秀莲相互击掌鼓励 张姐 没事的别担心 就是 书兰完全是在胡说八道 前面两个那么多人都没事 嗯 张秀莲点头 大家加油 加油 加油 相互鼓励后 几人一起登台 音乐响起 他们的舞蹈 也跟着缓缓开始 大家都沉浸在舞蹈中 没有人注意到 那一直在苦苦支撑的舞台 微微颤动了下 秦书兰将手放在胸前 做祈祷状 眼神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舞台 同一时刻 灵州一个潇洒地甩弯 转到了广场舞场地的外围 快速祈祷门口 她示意秦宇田掀下来 她要停车 下了车的秦宇田 看了看四周 因为比赛的关系 这边有很多车子 会场周围 也亮着各式各样的灯 舞台的灯光很绚丽 音乐也很震撼 秦宇田撇嘴笑了笑 灵州 你看 这不好好的吗 什么事都没发生 一会儿你看见我妈妈 记得好好道歉 也要跟那些阿姨道歉 嗯 灵州心不在焉地回答 你爸爸带着我妈妈来会场了 也不知道我妈妈参加了没有 秦宇田说着 低了低头 灵州一愣 什么 老灵和阿姨都来了 是啊 真是胡闹 灵州下意识地 加快了锁车的动作 她就害怕出这样的事 好不容易让他们远离 居然一起来了 秦宇田猝了猝眉 灵州你说什么呢 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妈妈那么喜欢广场舞 要不是因为你 根本就不会有这些事 我看你根本不像是来道歉的 你就是来砸场子的 还是走吧你 我自己进去看妈妈 秦宇田说完 就往里面走去 灵州并未理会她 锁上车后 她也往会场走去 已经七点十五分了 前世的那场事故 应该是在七点半左右 秦淑兰的队伍登台的时候发生的 还有十五分钟 得快点进去 找老灵和秦淑兰了 灵州刚走一步 呼听秦宇田又说 唉 这首歌 就是阿姨他们经常练的爱 已经到妈妈了吗 那我得赶紧进去 灵州呼的一震 她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她一把拉住了秦宇田的胳膊 不敢置信地问 你说什么 你是不是 正准备骂灵州的秦宇田 看见灵州的神色 画风整个被噎了回去 我说这首歌 就是妈妈参加的曲目 草 灵州怒骂一声 快速往会场冲去 怎么会提前 难道是因为自己重生回来 改变了事情的走向 那老灵和秦阿姨 现在不都正处于危险中吗 秦宇田见灵州不太正常 也有些慌了 她赶紧跟上 灵州 怎么了 刚一说完 秦宇田忽然又听见轰隆的一声 下一刻 整个舞台的灯光全部熄灭 会场里传来了各种惊恐的尖叫声 那一个瞬间 秦宇田的大脑瞬间变成了空白 她整个身子猛的一软 似乎不敢相信发生了什么 声音整个颤抖起来 灵 灵州 别废话了 找人 灵州没有再和她嬉闹 拉着她就冲了进去 整个过程 秦宇田都没法反应过来 但没有人知道 灵州的心里 其实更慌 她不敢去想 如果老灵真的出事了 她要怎么办 现在一切都是未知 她必须强装镇定下来 而此时 会场内 秦淑兰也慌张地站了起来 她不敢置信地看着面前的场景 眼中渗出了血丝 林大哥 林大哥 我在 林长征站起来 握紧了秦淑兰的手 我在我在 怎么办怎么办 怎么办 真的塌了 秀莲 还有我的姐妹们 原本 这首歌已经到了尾声 是他们集体亮相摆造型的时间 秦淑兰刚准备松口气 就看见了这一幕 一时间 她完全反应不过来了 别怕 别怕 林长征也有些慌了 我们 我们去救人 没事的 一定没事的 对对 救人救人 打120 110 快 我们先去帮忙 两个人 静着自己最大的努力 让自己安静下来 然后快速地冲进了舞台处 保安人员已经在控制秩序 让无关人员离开 另外一部分人 也快速地加入了救援 虽然亮起了各种手电 但还是很昏暗 什么也看不清 林州拉着秦宇田 逆着人流往前 一路上 都没见到林长征 和秦树兰的身影 两个人也没有手机 谁也联系不上 一直冲到舞台处 看见满地狼藉 面前空无一人 咬着唇 不让自己哭出来的秦宇田 终于控制不住自己 整个人都慌了 妈妈 妈妈你在哪呢 我是小田啊 妈妈你因我 不知道喊了几声 小小的他忽然情绪崩溃 整个人蹲在地上 大哭起来 林州没有阻拦他 他强忍着心中的悸动 冷静地环顾四周 发现有人已经打了电话 救援人员也在将伤者抬出来 林州神情紧绷 老林 他喊了一声之后 终于发现了在伤者们旁边 帮忙的秦树兰和林长征 第85章 林州 谢谢你 两人似乎没看见他 忙得不可开交 林州试了试 最终没有过去打扰他们 站在秦宇田的身后 看着他们忙碌 他纠着的心也总算是安定下来 经历过一世 好不容易拥有了心声 他比任何人都害怕失去 可是 他不能崩溃 这会儿看着他们 林州忽然露出了笑容 好险 还好 他们都在 老林 秦阿姨 田田 都在 还有小同桌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不然 他都不知道 要怎么面对这一世的自己 收拾完一个伤者 林长征也发现了林州 他快步地走了过来 臭小子 你怎么来了 林州笑了笑 上前一把抱住了林长征 老林 你没事 真好 真好啊 林长征骂骂咧咧 但又依依不舍地 将林州从怀里拉出来 干什么呢 男子汉大丈夫这么矫情 你快看他妹妹啊 小田哭得这么厉害 你怎么也不管管 说着 林长征就要去安抚秦宇田 但却被林州拦住了 别去 为什么 林州示意了一下远方的秦书栏 他也看见了秦宇田 但是因为扶着自己的队员 他抽不出空过来 可秦宇田的哭声 却传进了他的耳中 秦书栏有些着急 秦宇田并不知道秦书栏没事 崩溃的那一个瞬间 他的脑子里就变成了一团乱麻 此刻 他万分后悔 后悔没有听林州的话 后悔一直和林州对着干 后悔平时不和妈妈沟通 以至于和妈妈的关系 逐渐走远 后悔经常惹妈妈生气 更后悔 没有按照妈妈的意愿长大 他似乎一直在告诉自己 要努力保护妈妈 可每一次 都是妈妈保护了他 一想到这里 秦宇田就忍不住自己的情绪 他跪在地上 嚎啕大哭 妈妈 妈妈你在哪呢 妈妈 你听见小田喊你了吗 妈妈 小田再也不惹你生气了 妈妈 小田一定好好听话 好好穿裙子 穿你给我买的花花绿绿的衣服 妈妈 小田回去就留长头发 做个乖乖女 妈妈 小田一直都没告诉你 其实 其实那些都是小田喜欢的 小田喜欢羊娃娃 喜欢花裙子 喜欢小发卡 喜欢胭脂口红 小田什么都喜欢啊 你应应我 你应应我 我就穿给你看好不好 我再也不胡闹了 我跟着哥哥学习 我做哥哥的好妹妹 我听哥哥的话 妈妈 哭声到了最后 变成了抽烟声 他始终没有睁眼 却感动了周围很多人 他们都站在旁边 没有说话 没有嘲笑 有人忍不住捂住了眼睛 眼泪顺着脸颊流下 多么好一个孩子啊 他的妈妈 到底在哪里 秦书兰终于忙完了手里的活 他跑过来的时候 将这些话清晰地听进了耳中 他想上前抱住秦宇田 却忽然再也挪不动脚步了 他的女儿啊 那个小小的 在自己怀里哭泣 欢笑 蹭来蹭去的小姑娘 长大了 他以为自己足够了解女儿 可事实上 他还是差得远 居然连这些都不知道 都说母女连心 可是 他们却在他长大的途中 越走越远 但今天 似乎拉得近了些 他就这么站在秦宇田的身后 看着小小的他 一遍遍地喊着他 不知什么时候 灵州走到了他们的身边 他蹲了下来 轻轻地拍了拍秦宇田的肩膀 田田 听见灵州的声音 秦宇田再次崩溃了 他几乎不可抑制地 扑到了灵州的怀中 眼泪 打湿了灵州的衣衫 哥哥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你让我妈妈应应我好不好 我听话 我以后都听话的 灵州又拍了拍他 安慰 真的吗 嗯嗯 小姑娘哽咽着 用力地点了点头 好 那我帮你喊妈妈了 秦宇田微微一震 脸上还挂着一行泪什么 灵州也不逗他了 他指了指秦宇田的身后 你向后看看 秦宇田止住了哭泣 转头 看见秦淑兰的那一刻 他整个人震住了 他听见了妈妈 温温柔柔的声音 小田 秦宇田猛地站了起来 顾不上刚刚逗他的灵州 他快速地扑到了秦淑兰的怀中 妈妈 妈妈 我终于找到你了 妈妈 我还以为你不要甜甜了 秦宇田抱住了秦宇田 不知不觉 这个丫头 居然已经和自己一样高了 没事 妈妈没事 我知道妈妈没事 我就知道妈妈没事的 秦宇田怎么也不肯 从秦宇兰的怀中抬起头 周围不知何时 响起了阵阵掌声 林长征也转过头去 抹了把眼泪 但这动作 完全没有逃过灵州的眼睛 他故意笑他 老林 这么老了还哭呢 呸呸呸 谁哭了 我只是眼睛里进沙子了 你这臭小子 胡说什么呢 行行行 是我胡说 不过 小田这次回去 应该会很听话了吧 你这小子 就会欺负小田 那可是你妹妹 对对对 我狄青狄青的妹妹 行了 我去帮忙了 你在这照顾小田和你阿姨 好 灵州点头 没有阻拦 男子汉 要有男子汉的责任 秦书兰和秦宇田抱了一会儿 也去帮忙整理乱糟糟的会场了 擦干了眼泪的秦宇田 还在哽咽 看见灵州 他忽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看什么看 没见过美女啊 哟 哭成小花猫一样的美女吗 呸呸呸 灵州 你欺负我 刚刚还叫哥哥呢 怎么眨眼 就叫灵州了 田田翻脸不认人可不好 乖 叫声哥哥来听听 你想死啊灵州 秦宇田拿起地上一块石头 就打算扔灵州 可到了手中 却改为将擦鼻涕的指扔了过去 看见灵州笑他 秦宇田忽然安静地蹲了下来 他安静地看着灵州 片刻后笑了下 灵州 谢谢你 灵州郑玉说些什么 忽然听到 不远处传来了灵长征的喊声 急救 谁会急救啊 快来个人 这儿有个人心脏骤停了 第八十六章 我给你擦汗 你专注救人 救护车还没来 整个现场一片混乱 但没有人敢往前 灵州也拉着秦宇田 快速地跑了过来 前世 他只记得秦宇兰受伤 并没有关注这场事故死没死人 但现在 心脏骤停 这事可大可小 如果就不回来 人就没了 走到跟前 他才看见秦宇兰 趴在伤者身边哭 秦宇田也看见了 躺在地上的人 他惊慌地开口 如玉阿姨 怎么是如玉阿姨妈妈 旁边 受了伤的张秀莲 还在安慰秦宇兰 书兰 别哭 你尽力了 这件事怨我 如果我和如玉听你的 如果我让她多注意 什么事都没了 如玉正式上场前 还在和张秀莲说 秦宇兰坏话的女人 比赛前 其实张秀莲 发现没问题后 她稍稍收了心 以为是自己多心了 所以谢如玉说 那些话的时候 张秀莲没在意 也没提醒她 但她自己心里 还是有些芥蒂 比赛的时候 张秀莲一直在留意 舞台的情况 谢如玉不一样 她完全没注意舞台 并对秦淑兰嗤之以鼻 舞台倒塌的时候 她根本没反应过来 谢如玉本身 就患有心脏方面的疾病 这一次不但受了伤 还受到了惊吓 直接昏迷过去了 队里其他人都是轻伤 只有她最严重 林长征喊了几声 过来了很多人 但是他们都摇头表示 自己不会 秦玉田有些着急 灵州 她自己没注意到 她已经将灵州 当成了主心骨 这种时候 喊的第一个人 是灵州 灵州沉着脸 摇了摇头 急救这件事 她也不会 刚刚她试了试 想去触发重生福利 可是没用 自己的脑海和身体 都没有任何反应 她是真的不会 就在所有人 都一筹莫展的时候 灵州忽然听见了 一个清脆的声音 我来 众人让开了路 灵州一眼看见了 站在人群后 正喘着粗气的许念初 她看起来很累 厚厚的刘海 依旧遮住了半张脸颊 身上还穿着宽大的校服 整个人瘦瘦弱弱地站着 可她说话的时候 再也没有了 平日里的小心翼翼 她坚定地站在那里 每一个字 都十分清晰且有力 我来试试 秦玉田和秦书兰 微微一正 都看向了灵州 她不是 没有见过许念初的 林长征 有点担心 小姑娘 急救很麻烦的 你行吗 许念初点了点头 没关系 我爷爷也有这方面的疾病 我在医院护理他的时候 跟护士姐姐学过 爷爷病了很多年 医生说 这种病不发病 就跟正常人一样 一旦发病 九死一生 必须马上急救 所以 许念初学了一遍又一遍 他很害怕 害怕哪天爷爷 会突然离开自己 剩下奶奶弟弟和他 那样的话 他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刚刚在路上的时候 许念初还在想 如果灵州遇到了麻烦 自己这么无用 能帮他什么呢 他那么优秀的一个人 会不会嫌弃自己笨 嫌弃自己爱事 但现在 他忽然觉得 自己有点用了 看向灵州的时候 许念初不自觉地笑了下 你看 我也能给你帮忙了 灵州接受到这个笑容 忽然觉得压抑的心情 缓了不少 他说 让他试试吧 林长征 这才和众人让开了一条路 行 你来试试 别勉强自己 好 许念初认真地点了点头 心脏骤停 需要做心脏复苏 许念初走到谢如玉的身边 挽起袖子 跨坐上去 他双手交叠在一起 用最专业的姿势 认真地按压着 小小的身影 忽然像是 有了巨大的力量 周围没有人说话 所有人都紧张地看着他 一次两次 十次二十次 许念初开始流汗 但他没有停下来 这一刻 他和无数的人 都有同一个心理 醒过来 醒过来啊 秦宇田看着这一幕 有点心慌 他轻轻扯了扯灵州的衣袖 小声问 灵州 你这个小女朋友 行吗 秦书兰也有些担忧 灵州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反而问了另外一个 有纸吗 啊 有 但是你这个时候 要纸做什么 秦宇田虽然疑惑 但还是给灵州递过来了纸巾 灵州接过 抽出一张 然后在秦宇田茫然的目光中 蹲了下来 他蹲在许念初的身边 将纸拿了出来 他没有阻止许念初 而是轻声地说 小同桌 加油 见许念初抬头看他 灵州又说 别分心 我给你擦汗 你专注救人 好 许念初用力地点了点头 那一刻 他将身上所有的力量 都压在了手上 一次 又一次 时间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人群中终于有人忍不住了 救护车怎么还没来啊 小姑娘 算了吧 你一会儿就虚脱了 他 他可能就不过来了 但许念初没有放弃 他认真的说 不行 不能放弃 任何一个生命 都不能放弃 又过了一分钟 远处传来了救护车的声音 同一时刻 许念初身下的谢如玉 忽然咳了一声 众人震惊 啊 活了 活了 快快快 快让开 救护车来了 来人啊 帮忙抬人 人们七手八脚地 给医生让开了路 等谢如玉被抬走 他们快速地 加入了下一场营救中 因为太着急 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 此刻的许念初 脸色苍白如指 他因为脱力 快要晕倒了 一直扶着他的灵舟 看见这一幕 赶紧从口袋里 逃出了糖果 小童哲 快 吃一个 他亲手拨开了糖果 喂给了他 不远处的林长征 准备上来帮忙 却被秦书兰拦住了 别去 先给他们点时间 灵大哥 我们去做其他的 小田 你在这儿 看着哥哥和 扫 姐姐 林长征一脸茫然 啊 什么扫什么 那臭小子 怎么和那小姑娘认识的 那是他同学 啊 他什么时候 有这么厉害的同学了 不对啊 那臭小子 刚刚将自己的糖给他了 他们动作 怎么也那么亲密 说到这里 林长征忽然恍然大悟 说来 他不会是 第87章 失落吗 小童桌 林州和许念初 都没听见两人的讨论 此刻 吃了糖果的许念初 脸色稍微好了一些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整个人 几乎斜靠在林州的怀中 全身的重量 都在林州的身上了 他赶紧站直了身子 靠在了身后的凳子上 谢 谢谢 不客气 小童桌 你没事了吧 嗯嗯 没事了 但他的手 还是有些抖 林州快速地从口袋里 掏出一大把糖 塞进了许念初的校服口袋 看来我给你的糖 还是太少了 明天开始拿双倍 啊 许念初赶紧摇了摇头 不不用的 我今天 就是 就是忘带了 做了一场急救 许念初说话的时候 又恢复了往日的样子 磕磕绊绊 小心翼翼 林州有些想笑 又有些心疼 看着周围来来往往的人 以及已经远去的救护车 林州喊了他 小童桌 嗯 失落吗 什么 许念初没有明白林州的意思 林州看向了他的眼睛 这会儿的许念初头发有些乱 神情有些茫然 和刚刚那坚定救人的姑娘似乎完全不一样 傻傻的 很茫然 嗯 反差感 他喜欢 我是问你 你刚刚救了人 可是没人在意你 失落吗 许念初赶紧摇了摇头 不啊 一点都不失落 真的吗 嗯 他们都在忙呢 你看 这里这么乱 我除了刚刚那个 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帮不上忙 他们不用顾及我的 只要 只要那个阿姨好了就行 林州听得心里有些触动 他原本还在想 要怎么安慰他 如今看来 是自己想多了 在看许念初的时候 他温柔地笑了起来 多么善良的姑娘啊 别人做了好事 恨不得天下皆知 他却一点都不在意 只希望被救之人好好的 老天爷对他真的不薄 让他临死前 看见了他的好 让他重活一世 来弥补遗憾 将这么好的小姑娘 留在了他的身边 得好好珍惜呢 那就好 一会儿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买 啊 不用 今天 你救了人 我请你吃饭 应该的 许念初不知道怎么反驳 他低了头 不再说话了 但片刻后 他又重新抬起头来 灵州 嗯 今天我算是给你帮忙了吗 什么 我说今天 我这算是给你帮了忙吗 少女的眼睛亮亮的 灵州几乎能看见 里面灿若心河的期待那一刻 灵州忽然一正 这小丫头 该不会是 她几乎脱口而出 算 算帮了很大很大的忙 小姑娘长长地松了口气 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 就连眼睛都变成了弯弯的月亮 那就好 我也算是 能给灵州同学帮忙了 后面这句话 他说得很轻 可灵州还是清晰地听见了 他的心头 再次深深地被触动了 原来 小同桌做这些都是 为了给他帮忙啊 在他的眼里 因为给他帮了忙 所以别人的不在意 根本不重要 只要能帮到灵州 一切都好 那一刻 灵州忽然感觉到了一阵甜甜的风 吹向了心头 他忍不住站直了身子 然后伸出了手 他要抱住那阵风 让他一直萦绕在他的身边 许念初意识到灵州的动作 浑身一紧 他缩了缩脖子 看向灵州 你 就在这时 旁边忽然传来咔嚓一声 两人皆一愣 灵州扭头 顺着声音来源看去 就看见了 正奋力捂着眼睛 但还是留了指缝的秦宇田 他蹲在他们不远处 手里提着一个摔倒的凳子 尴尬地看着他们 那个 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信吗 灵州 秦宇田见他没反应 赶紧解释 灵叔叔和妈妈让我看着你们 怕你们有危险 我 我真的很小心地躲在旁边了 我真不是故意的 要不灵州 你继续 继续 当我不存在就好了 灵州再次无语了 这么好的氛围被破坏了 还能继续 许念初也总算是缓了口气 他抓住了机会 道 要不 我们去吃饭吧 灵州 我 我饿了 反正不管饿不饿 先吃了再说 再继续在这里待下去 一会儿灵州真的抱态了怎么办 灵州只好点头 行 旁边的秦宇田一听到吃的 哭了一晚上的他 顿时感觉肚子咕噜噜叫了起来 他举起了手 唉 我也去 话刚一说完 就觉得自己好像有些多余 他又兴兴地低了头 我 我能不能去啊 灵 哥哥 这一声哥哥叫的 灵州完全没有理由 拒绝了 他只好又点了点头 能 能 太好了 秦宇田高兴地站了起来 你们等等 我去跟林叔叔和妈妈说一下 说完 他蹦蹦答答答地 朝着后台去了 灵州看着他的背影 无奈摇头 好大一个电灯泡啊 看来以后 得找秦阿姨说说 让秦宇田报个辅导班补补课 不然这丫头天天跟着自己怎么办 许念初听见了灵州的呢喃 好奇地问 电灯泡 灵州 什么电灯泡 哦 没什么 我说路边的灯真亮啊 没过多久 秦宇田就蹦蹦答答地回来了 林叔叔和妈妈同意了 他们一会儿自己回我家 走吧灵州 姐姐 我们去吃饭 说着 他还从兜里掏出来两百块钱 啊 今儿我请客 我妈妈给的钱 说 让我谢谢你们 灵州狐疑地看着秦宇田 这话 他怎么就这么不幸呢 但秦宇田 已经拉着许念初往外走去了 灵州只好无奈地跟上 他们刚走没多久 刚刚站着的地方 忽然出现两个人 两人环顾四周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半想后 他们疑惑地挠了挠头 那三个学生呢 刚刚一直在这里站着的 怎么突然就不见了 不知道 应该是走了吧 都怪你 耽误那么久才过来找 我这不是忙吗 那边要处理的事情太多 况且奖励这种事 不得跟上级申请吗 也是 现在怎么办 我想想啊 我记得 他们穿的是 一中的校服吧 两人对视一点 互相点了点头 应该是 第八十八掌 我自己的孩子 我宠坏他怎么了 会场后台 林长征和秦淑兰 也几乎忙完了 他们坐在椅子上 打算歇一会儿 这时 张秀莲带着几个人 走了过来 他们身上都带着 或多或少的伤 身上也脏兮兮的 但都不严重 走到秦淑兰面前的时候 几人停了下来 秦淑兰看见他们 有点猛 你们这是 张秀莲深吸一口气 道 开始 话音刚落 几人齐刷刷地 朝着秦淑兰鞠了一躬 对不起 在秦淑兰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几人又说了句 谢谢 秦淑兰慌张地站了起来 他赶紧扶起张秀莲 秀莲 还有你们 快起来 别这样 但 没有人起来 秦淑兰有些着急 不用谢 真的不用谢 大家都是姐妹 这些都是 我应该做的 你们再不起来 我 我也给你们鞠躬了 说着 他真的鞠了下去 林长征见词也站了起来 各位 听我一句 都起来吧 这项什么话 都挺累的 秀莲 你让他们都坐下休息吧 你们休息好了 淑兰才会安心 张秀莲 这才直起腰来 示意大家起身 这次 多亏你们了 我其实 什么也没做成 说起这个 秦淑兰有些惭愧 张秀莲摇了摇头 不不不 你做了很多的 其实 虽然我们之前都不承认 但除了如玉 我们几个都将你的话 放在了心里 只是抱着侥幸的心里罢了 也因为这个 事故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躲开了 所以才没受什么重伤 不然可能都和如玉一样 说着说着 张秀莲差点落下泪来 其他几人也赶紧附和 对对对 舒兰 这次要多谢你啊 要不是你 我都不知道 我还能不能见到我孙女了 我也是 我那大胖孙子 才刚刚出生 秦舒兰见大家这么认真 也不好说什么 他纠结地低了低头 想起了 他们对林长征的偏见 于是 又道 其实 这件事不应该谢我 是有人提醒了我 我才知道的 啊对对 舒兰 我记得 你之前说过 有人跟你说了这件事 那人是谁啊 谁这么厉害 怎么什么都知道 你快跟我们说说 我们也好去感谢感谢人家 秦舒兰道 他也是路过这里 感觉不对才告诉我的 那人 他抬眼看了林长征一眼 是林大哥的儿子 林周 什么 林周 怎么会是他 几人欲说些什么 但张了张口 什么也没说 他们之前一直以为的废物 却就吓了他们 他们甚至因为这个 嘲笑秦舒兰 非要和林长征在一起 此刻才觉得 小丑竟然是他们自己 我们知道了 舒兰 我们会感谢他的 还有个事儿 你工作的问题 我们已经打电话沟通过了 领导说 给你家之前双妹的工资 让你放心 嗯 好 秦舒兰也没拒绝 等几人走后 秦舒兰斜靠在林长征的身上 林大哥 是小周救了我 如果不是他 现在他也和他们一样 在舞台上受伤 说不定他没那么好运 直接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林长征搂住了他的肩膀 轻轻地拍了拍 没事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他应该做的 那我也应该感谢他 从今天开始 林周喜欢吃什么 我就给他做什么 你这样会把小周宠坏的 我自己的孩子 我宠坏他怎么了 哈哈 你说得有理有理 不过这孩子 去哪了 哦 刚刚带着他同学和小田 去吃饭去了 林长征一脸猛逼 吃饭 可是我还没好好 和他那个同学 不是 他那个小女朋友聊过天 哎呀林大哥 人家才多大 见家长还早呢 不然按照小周的性子 早就领回来给你看了 别着急 再等等吧 不然你把人家小姑娘 吓跑了怎么办 林长征点了点头 嗯 言之有理 秦舒兰 那是当然 我什么时候说话没理了 舒兰啊 我发现你和小田有点像了 那可是我女儿 像是应该的 哈哈 林州和秦宇田许念初 在路边找了一个炒菜店 停了下来 已经晚上八点 店里人不多 进去就有位子 秦宇田拉着许念初 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 坐好 然后叫了服务员 菜单呢 点菜了 服务员将菜单拿了过来 递给了距离他们最近的林州 你们看看 你们想吃啥 写下来就成 我将后厨给你们做 成 没问题 秦宇田说完 就将菜单从林州的手中 抢了过来 林州你怎么能点菜呢 让姐姐点 看着空了的手 林州很无奈 刚刚不是还哥哥 林哥哥的叫吗 怎么一眨眼 就变成林州了 秦宇田朝着他 鬼灵精怪的吐了吐舌头 将菜单直接递给许念初 姐姐 你来 人家秦宇吃饭 都是女生点菜的 林州真不懂事 许念初一听这话 脸瞬间开始发烫 我们不是 不是秦宇 啊 不是啊 秦宇田沉思了一会儿 硬将菜单 塞给了许念初 没关系 那也应该女生点 说着他还朝林州使了实眼色 示意林州感谢他 林州再次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丫头啊 总算是有点用了 许念初只好接过菜单 那 那我点了 嗯 点吧 想吃什么就点什么 林州点头 秦宇田趁着许念初点菜的功夫 偷偷凑到林州的身边 仰着头小声问他 怎么回事 怎么还不是啊 林州明白 他问什么 高中不能谈恋爱 秦宇田点了点头 也是 那等高考完 你要跟姐姐表白吗 林州好笑地看着他 怎么了 你要帮哥哥表白吗 才没有 我就问问 八卦八卦 林州好笑地谈了下他的脑门 小小年纪 好好学习知道吗 哎哟 秦宇田被谈得一疼 点完两个菜的许念初 刚好抬起头来 看见这一幕 他担忧地问 怎么了怎么了 秦宇田哭丧着脸 快速从林州身边爬开 紧接着抱住了许念初的胳膊 带着哭腔喊 姐姐 哥哥欺负我 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林州 好一个细精 许念初果然抬头看了他一下 但很快 又转头 拉住了秦宇田 田田 你是叫田田吗 林州不欺负女孩子的 而且 她很喜欢你这个妹妹 你是不是 是不是误会林州了 秦宇田 怎么和自己预想的不一样啊 还不是女朋友的姐姐 怎么都帮林州说话了 林州 她好惨啊 秦宇田生气的嘟了嘟嘴 哼 不理你们了 林州接过菜单 只看见了两个菜 她问道 小同桌 不点了吗 许念初摇了摇头 够 够吃了吧 他们只有三个人 饭店的菜分量都很大的 再加上米饭 绝对够吃了 看见她的样子 林州再次心疼起来 小同桌这是习惯了 舍不得浪费 她正要加菜 就见秦宇田快速将菜单抢了过来 不够不够 两个哪够啊 我来点 我请客 大家多吃点啊 说着 她快速地又划来了两道肉菜 还点了果汁 这才满意地将菜单递给服务员 然后 她高兴地摸了摸肚子 等着吃饭 哎呀 我好饿啊 林州故意地说 哭饿了 秦宇田当下又鼓起嘴 瞪着林州 胡说 我才没有哭 我就是 就是 总之我不管 你不许在姐姐面前败坏我的名声 秦宇田凶巴巴的 林州只好说 行行行 你没哭 都是我哭了 对对对 你个没出息的 两人斗嘴 叔说笑笑 许念初看得十分开心 这时 服务员刚好凑了过来 他好奇地问 哭 哭什么 被刚刚的事故吓哭了吗 不瞒你们说 刚刚的事故真的好吓人啊 我都没敢出门去看 不过我听说 两个学生救了一个人呢 好厉害啊 咦 你们也是学生啊 这还穿着校服呢 第八十九章 他的榜样 是林州啊 没想到消息传得如此之快 三人面面相去世啊 的确很吓人 服务员是个乐观之人 很快和他们打开了话匣子 你们该不会就是救人的学生吧 哎呀 我见到活的英雄了 你们要不 给我签个名吧 我拿回去 给我儿子表起来 让他向你们学习 秦宇田正要高兴地承认 就被林州拦住了 他的目光落在了许念初的身上 此时的许念初 神色明显有些慌张 不用想也知道 即便是做了好事 他也依旧不习惯 别人这么热情 眼见服务员的手 都要落在他的肩膀上了 林州摇了摇头 我们不是啊 我们也只是路过 许念初常常地松了口气 秦宇田有点茫然 唉 林州你 林州指了指许念初的方向 秦宇田才反应过来 便不再吭声了 服务员尴尬地收回手 神色有些失落 啊 原来是路过呀 那也没关系 我今天回去 好好给我儿子讲讲这件事 让他记在心里也行 你们是不知道啊 我听说那个救人的小姑娘 特别厉害 也特别勇敢 如果不是他 这次事故就真的要出人命了 这可是孩子们最好的榜样啊 服务员这话说完的时候 林州看见许念初 微微抬起头来 她的眼睛亮亮的 眸光中带了些开心 林州微微笑了笑 这妮子 原来也很喜欢别人夸她 只是有些害怕别人的热情吧 她故作疑惑地看向服务员 这么厉害吗 多夸几句 小同桌会更开心吧 秦宇田诧异地看着林州 感觉此刻林州的智商有点低 明明就知道的是 怎么还问来问去的 但许念初却微微一震 目光投向林州的时候 她听见了服务员的话 那是当然 刚刚整条街都传遍了 还有人嚷嚷着 要去看英雄吗 只可惜去晚了 小英雄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走了 许念初感觉自己的心脏 微微颤了颤 她的一个举动 居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吗 林州看见了她的反应 好笑地说 那我也应该将她 当成我的榜样 许念初再次一正 林州这家伙 要将她当成什么榜样 她是为了帮她才 她帮了她无数次的忙 应该是她的榜样才对 是是是 不能聊了 我得去催后厨了 不然这才一直上不来 服务员高高兴兴地走了 秦宇田准备询问林州 怎么突然这么奇怪 却发现 林州的目光 一直落在许念初的身上 她又转过头去看许念初 结果发现 这位姐姐低着头 似乎不敢触碰林州的目光 秦宇田挠了挠头 陷入了沉思 自己是不是有些多余啊 哎呀不管了 吃饱了再说吧 可是 等了好一会儿 秦宇田发现 两个人似乎还保持着原样 完全无视了她的存在 秦宇田有点纠结 纠结了一会儿 她决定刷一刷存在感 于是 秦宇田轻轻地咳了一声 这一声 可总算是将许念初和林州的活 给拉了回来 但凡显然 许念初的头更低了 哎呀 姐姐害羞了 秦宇田挠了挠头 思考着该找个什么样的话题 结束这尴尬的一幕 那个 其实我有自己的榜样的 姐姐 你有吗 这话终于让许念初抬起头来 啊 我 她好像 有啊 就在刚刚 是林州 但她还没回答 又见秦宇田鬼灵精怪地凑了过来 那你想不想知道 我的榜样是谁 许念初被她问得一愣 是谁 林州好整以挟地看着这一幕 没有阻拦 但她几乎猜到了 秦宇田要说谁 于是 不着痕迹地露出了笑意 果然 许念初话音刚落 就听秦宇田说 是学生啊 我们学校的学神 学 学神 这个词 上次似乎也听秦宇田讲过 对啊 就是许念初 你们班的许念初 啊 许念初整个人都待住了 上次在门口 这小丫头 似乎也逮着她问许念初来着 她难道 直到现在 还不人认识她 林州没介绍吗 许念初呆呆地看向了林州 林州无奈地摇了摇头 示意她听秦宇田说 秦宇田自然也不肯放过 吹嘘自己偶像的机会 哎呀姐姐 你别看林州了 你听我说 我从来没听说过 一个女生能考理科班全级第一 学生真的好厉害 考试能考那么多分 清北完全不在话下 等再考试两次 她可能直接就被保送走了 他们都说 男生能顶半边天 我觉得 我们女生也能 她呀 真的是我们女生的榜样呢 许念初听着这些夸奖自己的话 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好像 很开心 但又有些不好意思 她又看了一眼林州 小心翼翼地问 她 她真的这么好吗 对对 相当好啊 可惜我是个女生 我要是男生 我绝对会去追她的 你 喜欢她 喜欢啊 学生我当然喜欢 秦宇田笑得甜甜的 喜欢 原来她也会被人喜欢吗 可是你都不知道 她长什么样 没关系啊 这不重要 我觉得 学生一定是很好看 很好看的人 秦宇田陷入了自己的 无限幻想中 许念初到了嘴边的话 声声咽了回去 其实 她长得不好看啊 但秦宇田不管这些 她还在拉着许念初念叨 姐姐 回头 回头等我成绩上来了 你能帮我引荐一下学什么 我想认识她 虽然我不能追她 但我可以当她的妹妹啊 有这么一个厉害的姐姐 应该会很骄傲吧 许念初的手一颤 点了点头 好 她好了 秦宇田高兴地喊了声 片刻后 她又问 唉 对了姐姐 你叫什么啊 我 同学们 菜好了 来来来 开饭了 服务员的话 打断了许念初 哇 好香 我快要饿死了 姐姐 你肯定也饿了 先吃饭先吃饭 秦宇田的目光 又被食物吸引了 她递给许念初一双筷子 没有等许念初的答案 便认真吃了起来 许念初又看了一眼灵周 灵周瘫了瘫手 表示自己也很无奈 这丫头根本不给自己 介绍她的机会 天天姐姐姐喊得挺勤快 第九十章 那就让她也成为你的妹妹 她摸了摸饱饱的肚子 站了起来 服务员 结账 见灵周准备掏钱 秦宇田赶紧阻止了她 喂喂 干什么呢 说好的 我请客 你那点钱 要不还是留着买衣服吧 那可不行 我妈妈给钱的时候说了 必须花完 不花完 不让我回家的 秦宇田说着 已经将钱付了 灵周只好将自己的钱收了回去 离开饭店 已经八点半 天上挂上了高高的月亮 灵周推了推身边的摩托车 道 天天 你在这等着 我先送小童猪回学校 等下来接你 你顺便思考一下 明天该穿哪件裙子去上学 某人之前可说了 自己最喜欢小裙子了 秦宇田 灵周真的是 怎么又开始 替那丢人的过往了 我 我才不穿呢 嗯 头发 也留下来吧 灵周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我觉得 戴个帽子会更好看 秦宇田快气哭了 她生气的嘟着嘴 姐姐 你看灵周 许念初好笑的看着两兄妹斗嘴 心情更好了一些 灵周 你不用送我的 送天天回去就行 我能找到路 那可不行 不等灵周说话 秦宇田已经拉着许念初 硬将她塞进了灵周的身后 顺便还将她往灵周身上推了推 你一个女孩子 走夜路我不放心 虽然灵周坏了点 但最起码安全 灵周 坏了点是什么鬼 这不是我的台词吗 但结果好像都一样 灵周也没反驳她 被推的距离灵周太近了 许念初整个身子都贴在了灵周的身上 她下意识地往后挪了挪 可是 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在这里 也不安全 没事 我可不是女孩子 我是小小男子汉 再说了 灵周不是说一会儿来接我吗 秦宇田用力地拍了拍胸脯 许念初只好点头 那 那好吧 那你可千万别乱跑 嗯嗯 灵周 赶紧走吧 灵周好笑地看着她 好 你就站那边 别乱动 知道了知道了 灵周这才发动了摩托车 可刚走两步 她就听秦宇田在背后大喊 啊对了 我想起来了 我的自行车还在这里 灵周 你别来接我了 多陪陪姐姐吧 我骑车回家睡觉了 灵周扭头 看见秦宇田已经骑上车子 朝着另一个方向跑了 灵周 这丫头可真是 许念初也有些担心 灵周 这可怎么办 要不我们跟着她吧 嗯 行 他们家挺近的 骑车的话十分钟应该就到了 等一下 我再送你回去 好 秦宇田的车子骑得飞快 她根本没看见灵周 一路上不停地哼着歌 骑着骑着 她眼前一亮 前面是一个精品店 里面摆放了很多小熊玩具 当然 也有帽子 店家还没关门 在门口打着牙记 想起刚刚灵周的话 鬼使神差的 秦宇田停了下来 将自行车停稳后 她走进了店门 门口处 是一顶米白色的帽子 最近流行的爆款 看起来非常好看 她没忍住伸出手 拿了起来 老板见词 喊道 小姑娘 看上的话可以试试啊 镜子在那边 好 谢谢 将帽子在头上比划了下 秦宇田有些纠结 真的要试试吗 她真的好喜欢这种帽子 可是 太久没穿过女装了 她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现在这个样子 穿上好不好看 但 今天和妈妈说了那么多 她或许也应该做出改变了 想到这里 秦宇田下定了决心 来到镜子面前 将帽子戴了上去 因为头发很短 帽子一戴 就将头发全部遮住了 加上身上的一身运动男装 秦宇田下意识地 就要将帽子取下来 好丑 正在这时 她听见门口传来了 林州的声音 挺好看的 很适合穿小裙子戴 买了吧 秦宇田微微一震 下意识地将帽子 藏在了身后 林州 你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去送姐姐了吗 嗯 姐姐担心你 让我跟着 好 好吧 她又快速地 将帽子放在了货架上 我 我没有要买帽子 林州 你别瞎说 行 林州点了点头 转身问道 老板 帽子多少钱 等老板给了一个答案后 她快速地掏了钱 秦宇田 林州 我都说了 我不买 你没买 是我给你买的 可是 今天你不是喊了哥哥吗 哥哥总得给妹妹一个礼物 拿着吧 林州身后 许念初也配合地点了点头 哥哥确实是要给妹妹买礼物的 秦宇田只好将帽子拿在手中 虽然面上嫌弃 但没人知道 她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实在是 太开心了 好喜欢啊 嗯 林州这个哥哥 似乎真的很不错啊 他快速地将帽子收了起来 往外走的时候 见林州一直带着笑意看他 秦宇田十分不好意思 他嘟了嘟嘴 故意说 哼 林州 就算是你给我买了 我也不会带的 林州好笑地看着他 行 你不带的话 拿回去 摆着留个纪念吧 知道说不过林州 秦宇田生气地骑上自行车 头也不回地走了 林州一直跟到他们小区门口 看着他进了小区 才转身 又送许念初去学校 这一路上 许念初都忍不住笑 林州 嗯 甜甜真的好可爱啊 是啊 毕竟还小 这脾气 还非要说自己是男子汉 我看他 顶多算是个小傲娇 哈哈 有这样一个妹妹 肯定很幸福 那就让他也成为你的妹妹 啊 他的妹妹 那他和林州的关系 一想到这里 许念初赶紧往林州身后躲了躲 在林州没看见的背影里 他的脸红成一片 等将许念初送回学校 林州才拐回自己家 林长征和秦淑兰在吃饭 今天大家都太累了 秦淑兰只煮了面条 看见林州回来直奔楼上 林长征忍不住喊了他 臭小子 怎么回事 回来不跟你老爹打个招呼 我这不是怕耽误您和阿姨吃饭吗 给你们制造二人世界 老林你怎么这都不懂 别皮了 他们俩呢 甜甜回家了 我同学也回学校了 那就行 林长征端起面条 来到林州的身边 伸出手 轻轻地拍了拍林州的肩膀 唉 还不跟你老爹说说 你和那姑娘怎么回事吗 第九十一章 她是您未来的儿媳妇 林州无奈地看向秦淑兰 秦淑兰赶紧干笑了下 小周 吃面吗 不了阿姨 我吃饱了 见林长征似乎不肯放过她 林州只好拉个凳子坐了下来 爸 她是您未来的儿媳妇 林州说 这句话的时候 非常认真 以至于林长征有点惊讶 咦 你小子 这么肯定 嗯 肯定 除了她 不可能会有其他人 她重活这一世 就是为了她 如果不是她 那还有什么意义 林长征本来想说些什么 但最后 还是止住了 行吧 既然你都这么肯定了 那这儿媳妇我先认了 但是你要是让我知道 你哪天对不起人家 我可饶不了 你啊 臭小子 我知道 林长征的三观 一直很正 林州一直都知道 还有啊 不能因为这个耽误学习 不但是你的学习 还有人家的学习 那可是事关别人的前程 放心吧 爸 我不会的 那就好 还有今天的事情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听你秦阿姨说 是你告诉她的 林州今儿做了那么大的好事 林长征总觉得有些恍惚 他这个儿子 怎么跟变了个人一样 爸 我和秦阿姨说过了 我就是路过那边 刚好听到他们在讨论 脱工减料的问题 所以觉得不对劲 真的 真的 见林州不像是在撒谎 林长征这才摆了白手 回去休息吧 明儿还去上课呢 好 不过爸 这件事会怎么处理啊 明儿应该会专人来调查 不用我们管了 行 林州站起身来 朝着自己的卧室走去 打开卧室门的时候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 转头看向秦淑兰 阿姨 您今天给田田钱了吗 秦宇田请客吃饭这件事 林州总觉得不对劲 钱 我没给啊 当时只顾着忙 哎 田田今儿缺钱了吗 林州 你借给她了 多少 我现在给你 果然啊 这丫头 是不是把自己的零花钱都花了 那岂不是要气哭了 林州幻想了一下 秦宇田哭起来的样子 莫名的觉得有些想笑 没没 我就是问问 您和老林慢慢吃 哦 好好 对了阿姨 如果有可能的话 带着田田一起过来住吧 这样的话 似乎更容易拉近两人之间的感情了 没有等两人反应 林州赶紧进了屋 屋外 是林长征待笑的怒骂声 哎 你这臭小子 说什么呢 怎么抢你老爹的台词 秦淑兰不好意思的低头笑了笑 低声呢喃 你这儿子 可比你会多了 嗯 他会什么了 那还不是他老爹教得好 哈哈 行了行了行了 饭差不多吃完了 我得赶紧回去了 小周回来了 小田一个人在家 我不放心 好 我去送你 此时的秦家 秦宇田已经到家好一会儿了 他盘腿坐在沙发上 认真地盯着桌子上放着的78块钱 这78块 是刚刚吃完饭老板找的 秦宇田随意地装进兜里 回来后就忍不住掏了出来 一边看一边心疼 这可是他这个月的生活费啊 怎么一顿饭就吃了那么多 虽然请他们吃饭是应该的 但真的好贵啊 好贵啊 好贵啊 他又不好意思问妈妈要 接下来的一个月 要怎么办呢 苦恼了五分钟后 秦宇田下了个决定 从明天开始省吃减用 一天吃两顿 顺便减减肥 想到这里 他快速地将钱收了起来 打算明天早读的时候 好好做一下花钱计划 然后起身往卧室走去 进入卧室 秦宇田快速脱掉了身上的衣服 打开衣柜 从里面翻箱倒柜地 翻出了自己的花裙子 在身上比了比后 迫不及待地穿上 然后又将刚买的帽子 拿来戴在了头上 在穿衣镜面前 转悠了两圈 秦宇田觉得有些奇怪 好像 确实需要留长发啊 想到这里 秦宇田又快速地 扒拉着衣柜 从最最最底层 翻出了一个盒子 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套精美的假发 秦宇田视若珍宝地 将假发拿了出来 取下帽子 小心翼翼地戴上 镜子里立刻出现了 一个可爱的小女生 女生穿着淡黄色连衣短裙 露出了光洁修长的小腿 还有性感的锁骨 她的头发 长长地到了腰间 刘海恰到好处地 遮住了脸型的弊端 让整张脸 看起来格外的精致 秦宇田对着镜子笑了下 镜子里的少女 也跟着笑了下 秦宇田微笑着比了个耶 镜子里的少女 也跟着微笑 春光明媚 深入心扉 原来 自己女装还真的 挺漂亮的 秦宇田又走到旁边 拿起林州买的帽子戴上 少女的气质 更加甜美了一些 要穿这个去学校吗 好像不太合适吧 那还是等到夏天再穿吧 秦宇田失落地摘下帽子 准备将假发也先收起来 这时 门口忽然响起了 秦淑兰的声音 田田 你在吗 啊 妈妈我在 你 你先别进来 这样的一幕 被妈妈见到 多羞耻啊 秦宇田慌乱地喊着 顺手去扯自己的假发 可已经来不及了 卧室的门被推开 秦淑兰看见她的样子 呆了呆 秦宇田顿时慌了 啊 妈妈 妈妈不是叫你别进来 妈妈你先出去 我那个 我还没收拾好 这头发太丑了 我正要 不丑 她话音未落 就听见秦淑兰开了口 她走到她的身边 将她的手 从头发上拿了下来 然后将被扯乱的头发 小心翼翼地梳理好 又认认真真上上下下地 打量了一下秦宇田 心里 忽然有了一种 吴家有女初长成的感觉 田田真的长大了 是大姑娘了 一点都不丑 很好看 真 真的吗 嗯 秦淑兰点了点头 秦宇田还是不太敢相信 可是妈妈 你一直看我穿男装 这女装 不别扭吗 秦淑兰摇了摇头 将手俯上她的头发 不别扭 一点都不别扭 我闺女啊 是最漂亮的 这头发也很漂亮 那 那我将头发留起来好不好 秦宇田几乎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第九十二章 要怎么感谢灵州呢 秦淑兰微微一正 自家丫头 这是在征求自己的意见 她之前 无论想要什么想做什么 都从来不会问过自己 丫头好像真的变了 变得和自己亲近了 想到这里 秦淑兰格外的开心 好 当然好 嗯嗯 那就从今天开始留 秦宇田高兴地抱住了秦淑兰 妈妈 小田好久没留过长发了呀 你说 大家会喜欢吗 会的 肯定会的 我们小田这么漂亮 嘿嘿 两母女又聊了好一会儿 秦淑兰才示意秦宇田去睡觉 秦宇田也乖乖地点了点头 晚安妈妈 晚安 关门的瞬间 秦淑兰看见秦宇田探头探脑的 似乎在看些什么 她微微笑了笑 带上了门 卧室内 秦宇田有些失落 原本想和妈妈说 将流氓兔拿进来的 她想抱着睡觉 算了 等一会儿 妈妈睡着了 偷偷拿进来吧 门突然再次被推开 秦宇田转头 就看见秦淑兰手里 提着流氓兔 正递给她 想抱好几天了吧 给 以后就放在你的床上 妈妈 你太好了 秦宇田又给了秦淑兰 一个大大的拥抱 然后高兴地跳上床 将头埋进了流氓兔的怀里 今天晚上 真的要幸福死了 灵州灵州 是不是应该好好感谢一下灵州啊 单单吃个饭 似乎已经不能表达 自己的感激之情了 天还未亮 同学们都陆陆续续到了学校 因为是周一 早上的早读时间 大部分学生 还没从周末的情绪中 缓和过来 睡得昏天暗地 刘世明也不例外 睡到一半的时候 他忽然感觉自己的衣领 被人揪了揪 刘世明下意识地伸出手 打了一下 然后瞬间惊醒 直接站了起来 老师 我 但他的身前并没有老师 只有伸着手 一脸无语的灵州 刘世明 幸好大家都在读课文 柳青岩也在低头写教案 大家都没注意到 刘世明的举动 他赶紧又坐了下来 周哥 你干啥呢 灵州深深地叹了口气 没有说话 这口气把刘世明吓得 顿时有些心虚 自从一模后决定 和灵州一起好好学习 刘世明就发现 灵州在自己的心里 和老师一个级别了 他下意识地开始思考 自己做错了什么 周哥 我这周末没胡吃海喝 除了跟你们吃的那顿饭 其他时间都在减肥 见灵州不说话 刘世明又道 我 你给我布置的周末作业 我也全部写完了 灵州还是不说话 刘世明缩了缩脖子 心想 完了 今天的早读我 我马上就去呗 他立刻拿起课本 大声朗诵起来 灵州这才满意了 他不再看刘世明 转过身 将英语课本拿开 露出了下面的奥数题 认真看了起来 刚好看见这一幕的刘世明 英语课还能看数学吗 周哥 你 背你的书 我背完了 啊 这不是才上课二十分钟 嗯 五分钟就背完了 刘世明感觉自己的智商 受到了打击 人比人简直气死人 听听 你说的是人话吗 行了 快背书 下课抽查 刘世明再也不敢多问 拿起课本 开始埋头苦读 他的举动 一下子感染了旁边 发呆的夏冬青 他也跟着背诵起来 一时间 整个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 成了朗诵声音最大的地方 讲台上的柳青岩文言 抬起头来看了看 随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看来灵州真的很能带动学习氛围啊 不错 很好 许念初也背完了课文 看见这一幕 他忍不住笑起来 正看书的灵州听见声音 看了过来 许念初赶紧低下头 假装背课文 灵州无奈地摇了摇头 好了小通桌 我知道你也背完了 跟我一起讨论讨论这道题 哦 好 好的 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 刘世明发现 自己还是没背出来 他拿起饭盒 喊了一句我先走了 去占位置就冲出了教室 跑得比谁都快 拿着饭盒过来 正准备喊他们的前果果一脸猛逼 刘世明怎么了 大概是怕被灵州抽查背诵课文吧 啊 走到门口的时候 他们几人又看见了 去而复返的柳青岩 他今天穿了一件碎花长裙 将身材硬衬得刚刚好 灵州 许念初 吃完饭早点回来 张主任找你们有事儿 两人点头 哦 好 柳青岩走后 钱谷谷有些猛 怎么了怎么了 你们两个又怎么了 好事儿坏事儿啊 许念初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吃完了饭 已经七点二十 刘世明最终 还是没能逃过灵州的提问 此时正沮丧着脸 往教室走去 一边走 还在一边思考 灵州吃饭时候的话 既然不会被 一会儿回去抄十遍吧 抄十遍吧 抄十遍吧 这简直就是想要他的命啊 刘世明决定加快速度 他可不想放学 再被流淌 走到教室门口的时候 几人听见教室里乱糟糟的 时不时的有人提起灵州的名字 但等他们进来 声音又小了很多 刘世明一脸疑惑 周哥 他们似乎在讨论你啊 嗯 我听到了 但是 他们到底在说啥呀 灵州摇了摇头 不用管 他根本不在乎 可他不在乎 不代表别人也不在乎 范云哲轻轻地碰了碰旁边的王子晨 王子晨立刻心领神会 喂 灵州 昨天承西那边的广场舞大赛上 发生了一起重大事故 你知道吗 灵州略微一皱眉 没有回答 王子晨不依不饶 看来你果然知道 灵州 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在学校胡闹也就算了 那么大的事 你居然也敢乱搞 嗯 灵州疑惑地扭过头 你说什么 王子晨看见灵州的反应 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我听隔壁班的刘星辰说 他妈妈就在那边比赛 他妈妈和你爸爸认识 也认识你 你当时就在那里吧 还听说是因为你提前说了什么 才造成的事故 灵州 你好大的能耐啊 我们整个一中的人都没你能耐大 若不是后来出现的人 救下了那位心脏骤停的阿姨 这就要出人命来啊 第九十三章 给灵州道歉 王子晨只听刘星辰说 灵州在现场 而且那件事情和灵州有关 但他并不知道 救人的人正是许念初 话音刚落下 整个班的学生看灵州的眼神都变了 他们开始窃窃私语 焦头接耳 卧槽 灵州还是这么坏的吗 怪不得早上刘老师让他吃过饭早点回来 该不会是要被开除吧 开除都是小的 这种重大事故 说不定还要坐牢的吧 灵州一脸猛逼 王子晨到底在说什么 他正要说话 却见身边的许念初站了出来 平日里总是低着头的他 此刻抬起了头 认真的盯着王子晨 说话的时候 再一次没了磕磕绊绊 灵州没有做坏事 他是去帮忙的 你 你污蔑灵州 你要给灵州道歉 王子晨没想到 平时不说话的许念初 居然也开始咄咄逼人起来 毕竟是学霸 他还是有些害怕的 但在受到范云哲眼神的暗示下 王子晨再次站了出来 我污蔑灵州 我怎么污蔑灵州了 许同学 你刚来班里 不知道灵州的情况 他什么坏事都做过 这次闹出大乌龙也很正常 他就是没做过 许念初快气疯了 从来没骂过人的他 此刻只觉得委屈 他们怎么能这么污蔑灵州 明明灵州那么好那么优秀 还乐于助人 明明灵州那么善良 他们怎么能如此不明事理 你必须和他道歉 许念初没有看到 他的身后 钱伯估和刘世明都惊呆了 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许念初 一时间竟忘记了反应 而灵州也将目光投向了他 重生回来 这是第二次见到小同桌 如此坚定地面对一件事 第一次是因为他 第二次还是因为他 他何德何能 周围的谩骂声 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灵州忽然发现 自己的眼里只有许念初 再也容不下其他人 也听不见其他声音 王子晨见许念初这么坚持 有些底气不足 但还是不肯放过这次 嘲笑灵州的机会 你怎么知道他没做过 我 因为 因为 许念初低了低头 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要承认自己周末和灵州在一起吗 可这样的话 肯定会被误会的 这些同学们经常八卦 说个闲言碎语 有些人说话还十分难听 他来一中上学的时候 就告诉过自己 一定要低调 再也不能惹任何人了 只有这样 才不会被欺负 才能好好地把书念完 他也从来不喜欢自己的事情 被公之于众 可现在 因为什么 说不上来了吧 许同学 你就是被灵州骗了 因为我当时也在现场 许念初再也忍不住 声音都加大了几分 我在现场 我知道是不是怎么发生的 我也知道 这件事和灵州无关 他和灵爸爸都在帮忙救人 所以 你就是在污蔑灵州 教室里很安静 许念初的每一个字 都清晰地传入了大家的耳中 众人面面相去 有人开始对王子晨产生了怀疑 他瞬间感觉自己的尊严 被按在了地上 王子晨很不服气 就算你跟他在一起又怎么样 你能保证那件事 和他无关吗 说不定就是因为 事情是他引起的 他才不得不留下帮忙赎罪的 再说了 这大周末的 你怎么和灵州在一起啊 许同学 你和灵州关系这么好了吗 最后一句话 王子晨说得阴阳怪气 许念初气得脸发红 你 他就知道 他就知道会这样 灵州也醋了醋眉 他的脸色难看至极 正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他忽然听见门口 传来了张巴皮的声音 胡闹 你们在干什么 快上课了 不知道吗 还在这儿质疑许念初和灵州 他们两个是一个学习小组 周末一起学习怎么了 这是你们刘老师的意思 你们也有意见 王子晨显然不服气 可是张老师 可是什么可是 你们周末不学习 也不允许别人学习了吗 都给我坐下 同学们陆陆续续地坐下 王子晨这会儿脾气上来了 只有他倔强地站着 张老师 就算他们是在一起学习 但广场舞大会那件事是真的 灵州真的在 也是因为他才 你以为我不知道那件事是吗 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和灵州有关 王子晨 恶意散播谣言 也是要负责任的 这句话一出 王子晨再也不敢说话了 张淑琦摆了摆手 行了坐下吧 我今天来 就是为了这件事 王子晨只好委委屈屈地坐下了 距离上课还剩下十分钟 张淑琦环顾了一下四周 先是冷哼一声 随后笑了起来 灵州 许念初 你们两个上来 两人相视一眼 环步走上了讲台 老师 怎么了 没事 你们先稍等一会儿 张淑琦说完后 打了个电话 然后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下两人 越打量越开心 嗯 不错 不错 真不错啊 众人 张八皮 这是什么表情 到底在搞什么鬼 门口忽然传来了敲门声 同学们将目光投过去 看见两个穿着正装的人 两人表情十分严肃 张八皮赶紧迎了上去 两位领导你们来了 进来吧进来吧 你们要找的应该就是他们 两人一眼便看见了 讲台上的灵州和许念初 他们瞬间露出了笑容 其中一人欢快地跑了过去 哎呀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 两位同学 你们可让我好找啊 从昨天到现在 我们一直在差人打听 好在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同学们都惊呆了 被张八皮称之为领导的人 和灵州说话这么和善 灵州是什么人啊 他只是一个学生啊 王子晨和范云哲的心中 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灵州和许念初也很迷茫 他将许念初稍微往身后挡了挡 然后看向来人 你们是 第94章 打脸现场 那人一拍大脑 笑了起来 哎呀 你看我这脑子 差点忘记自我介绍了 我是昨天那场广场舞大赛的负责人之一 我姓王 叫王建成 这是我的助理小谢 昨天你们在那救人的事情 我们都看在眼里 但是因为当时实在是太忙了 没时间顾及到你们 等我们忙完 你们已经走了 若不是你们啊 这次真的要出人命了 哎 这次怪我们疏忽 不过你放心 我们已经开始彻查此事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小兄弟 其实昨天我们就应该和你们道谢的 今天费了好大劲 才通过张主任找到你们 此言一出 整个教室里的人都震惊了 什么 救人 灵州和许念初在救人 那位领导刚刚说什么 若不是因为他们 有人就死了 所以 王子晨说的是假的 灵州不是施害者 他和许念初是救人者 这 在看向灵州的时候 同学们的目光中多了一丝崇拜 更有人开始将目光落在王子晨的身上 开始指指点点起来 王子晨的脸色瞬间非常难看 他低了头 几乎将自己埋在了客桌里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不应该是这样的 范云哲也紧紧握住了拳头 又被装到了 又被灵州装到了 可恶啊 最后排 刘世明此时也终于反应了过来 他用力地拍了下夏东青的肩膀 老夏 你听见了吗 我周哥救人了呀 听见了听见了 不得不说 他和许念初真配啊 谁说不是呢 两个人一起救人 多浪漫 讲台上 灵州也有些猛逼 他没想到 这些人居然追到了学校来 其实那件事 他本来就没打算宣扬 一方面是因为 他其实是为了秦淑兰 也等于侧面为了自己这个家 如果是别人 没有任何好处 还会惹麻烦的话 他肯定是不会管的 另一方面 是因为许念初 他并不喜欢被人过分关注 但此时 显然已经由不得他们了 不过也刚好 可以打一打那些无聊之人的脸 没事王老师 其实我们也只是刚好在那边 举手之牢 看你们说的 那可是一条人命啊 怎么能叫举手之牢 太谦虚了 太谦虚了 说着 他碰了碰小谢 小谢立刻从随身带着的包里 掏出两个信封递了过去 我们今天来 是为了感谢你们的 这是我们领导审批的奖金 和一条人命比起来 是少了些 但是 我们已经在帮你们申请 是极优秀三好学生称号了 相信马上就能下来 给 先拿着 这 林州一棱 同学们更是愣住了 这么大一个信封 少说也有三千吧 还有是极优秀学生 我的天 这个称号 整个江城县近五年来 也不会超过五人吧 这样的荣誉 据说在以后的学习道路和仕途上 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许念初能拿到也就罢了 林州居然也有机会 太牛皮了吧 王剑成见两人不肯接 他赶紧看向张淑琪 张淑琪乐呵呵地笑着 就好像 看见自己的亲生孩子 被表扬了一样 拿着吧拿着吧 你们两个 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 该讲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林州接过 将其中一个信封 递给了许念初 小童桌 给 许念初呆呆地接过信封 整个人还有些猛 信封厚厚的 里面都是钱啊 他居然也能赚到钱了吗 这样的话 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将 刘老师的钱还完了 是不是也可以请林州吃饭了 想到这里 许念初也开心起来 不过王剑成倒是有些为难 不过小同学 有件事我还是得先告诉你们 那个 市里的优秀三好学生 只有一个名额 那天这位女同学的功劳比较大 所以就 没事 就给他吧 被肯定的话 小童桌应该会很开心吧 听见这话 王子成和范云哲 稍稍松了口气 林州没有 他们就觉得 心里好受了不少 可林州话音刚落 就见一直没说话的许念初白手道 不不不 我不要 那应该是林州的 小童桌 你救人出力更多 理应是你的 没有 如果不是你在那边 我也不会过去刚好救了人 应该是你的 许念初认真地看着林州 心里有些急如果不是你 我也不会有勇气站出来 林州 所有的荣誉 都应该是你的 那个在我心中 闪闪发光的你 我不要 王老师 给他吧 林州无奈 王老师 这个应该按工分配 见两人你推我我推你 王建成为难起来 这 我以前只见过大家哄强 第一次看见都不要的 哈哈 你们两个呀 这叫我怎么办 张主任 你看这个 你别问我 我也不知道 虽然这么说 但张八皮对两个人越发的满意了 这简直就是一中现在最优秀的学生啊 乐于助人 学习又好 懂得谦让 还懂礼貌 真是太令他满意了 张主任 这举荐人也有您一份啊 您不管不行啊 我 同学们见此 更是猛逼 那可是学生时期最高荣誉啊 据说还有奖金的 这两个人就这么让来让去 还让不让他们活啊 教室门口再次响起了敲门声 柳青岩着急的声音传来 张主任 张主任 别争了 警局也带着人来找 找林州 他几乎是一路小跑来到教室的 裙子都被提到了半腿处 一句话说完 教室里再次陷入了迷茫 警局 找林州做什么 会场的事 不是已经划分好责任了吗 不是 他们不是来找林州麻烦的 他们是 柳青岩话音未落 就见一个穿着警服的人 带着两个穿着气泡的妇女 走了进来 警察的手中 还拿着一个红灿灿的警旗 嗯 二班就是这里吧 刘老师 你也跑得太快了 我这拿着东西 追不上啊 哎呀 林州 是林州同学吧 您好您好 这警旗 是送给您的 整个教室再次沸腾了 第九十五章 原来他 才是最大的英雄啊 什么警旗 警察叔叔 居然亲自给林州送警旗 救人的 不是许念初吗 林州不是只在旁边帮了忙吗 喧哗间 警察已经将警旗打开 上面写着优秀少年 助人为了八个大字 虽然这场面 让林州觉得很爽 可看见这个 他还是尴尬的想钻地方 怎么现在的人 这么喜欢送警旗啊 真的有点难看 但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 他问 警察叔叔 您是不是送错了 怎么算 也应该算在小同桌的头上才对 旁边的王建成也十分疑惑 周警官 您这是 穿着警服的人 看起来二十出头的年纪 但被叫警察叔叔 他一点也不觉得别扭 回答得十分自然 没 没送错 这就是给你的 见林州不肯接 警察只好将身后的中年女子 推了出来 张女士 您来说吧 张秀莲今天穿了一身墨绿色的旗袍 头发高高地挽了起来 手上拿着精致的牛皮小包 看起来贵气十足 但是被喊的时候 却露出了一丝慌张 哦 好 好 走到林州面前 他接过警察手中的警棋 将小包放在了旁边的客桌上 双手拿着棋 恭敬地看向了林州 林州同学 您应该不认识我 我是张秀莲 秦书兰队伍的副队长 林州这才想起面前的女人 昨天因为出了事故 她头发凌乱 脸上也满是灰尘 站在秦书兰的身边 给她帮忙 看起来受了不少的惊吓 今天打扮起来 她竟一时没认出来 哦 阿姨 是您啊 嗯 这锦棋 是我们队伍里的姐妹 一起要送给你的 昨天那件事 如果不是因为你提前提醒 我们整个组十个人 恐怕受伤程度 不会比谢如欲亲 说不定还会有人当场就没了 虽然我们不怎么相信秦书兰 但到底还是留了个心眼 所以最后都只是受了轻伤 本来今天 他们都要感谢你的 但一部分还在医院 我们也害怕 都来回耽误学校里的学生学习 所以就派我这个代表来了 我们已经跟警局那边说过了 他们也表示 你应该得到嘉奖 拿着吧 张秀连每一个字都说得十分清晰 传入了在场的每个人耳中 王建成震惊地看着灵州 你 你提醒过他们 张淑琪和柳青岩也面面相去 就人这么大的事 灵州既然从未说过 也从未想过要说出来 原来他才是最大的英雄啊 讲台之下 同学们都惊呆了 他们不敢置信地看着灵州 刚刚嘲笑过他的人 此时只觉得自己是个巨大的跳梁小丑 刘世明激动地抱住了夏东青的脑袋 老夏 听到了吗 我兄弟牛皮吧 我兄弟牛皮吧 啊 那可是我亲兄弟啊 做好事不留名的亲兄弟啊 夏东青被抱得直翻白眼 但心里却对灵州有了由衷的敬佩 灵州无奈地解释 这件事也怪我 其实我当时听见了那些话 应该告诉你们承办方的 最后也只是告诉了我秦阿姨 王建成赶紧摆手 不碍事不碍事 你这个年纪担心很正常 再说了 你当时就算是说了也不会有人信 但是就因为你这个举动 就吓了这么多人 灵州同学 你王叔叔我打心底佩服你啊 不行 我要去跟上级申请 这次的优秀三好学生 我们要两个名额 周警官 您跟我一起吧 你们的话那边也会听 行 没问题 周警官乐呵呵地答应了 这件事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需要什么我们都能提供 好好 那就好办了 灵州同学 锦旗你收着吧 那 那好吧 灵州也伸出了双手 郑重地接过了张秀莲手中的锦旗 谢谢张阿姨 不客气 不客气 哦对 还有一个 张秀莲看向了周警官 周警官赶紧从提着的袋子里 又拿出了一面锦旗 这个 是谢如玉家属特地交代 要给这位女同学的 哎 小姑娘 拿着 你谢阿姨已经醒过来了 但是因为还没出院 不能来 她说了 等她出院了 一定来看你 我 许念初被说得有些不好意思 第一次被这么多人围着一起夸 这感觉怪怪的 身侧 灵州轻轻碰了碰她 小董桌 收下吧 当好一对 许念初呆呆地看了一眼灵州 一对 什么一对 锦旗吗 她和灵州的锦旗 是一对 是啊 整个学校 好像只有他们两个有锦旗爱 一想到这里 许念初伸出了手 接住了锦旗 谢谢 见她接过 张秀莲这才松了口气 她用眼神示意了一下周警官 周警官立刻心领神会 她又快速地从背包里拿出两个信封 递给灵州和许念初 诺 公家的奖励 收好 同学们再次瞪大了眼睛 又是一个厚厚的红包 虽然没刚刚那个多 但至少也有两千块吧 不过 想到两人都救了人 虽然羡慕 但也没人之声 周警官先给的是许念初 许念初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没有去接 灵州只好上前接过 然后将其中一个分给许念初 谢谢 公家的钱不要白不要 不错不错 张老师 刘老师 你们两个真是教了两个好学生啊 柳青年轻笑 张书奇洋洋得意 那是当然 其实两个 我们义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学生呢 那是 义中是个教书业人的好地方 以后我要有孩子了 也让他考义中 哈哈 那我们可就等着了 几人又在教室里夸奖了一番灵州 这才离开 刚一出门 张秀莲就小声对周警官说 刚刚谢谢您 不碍事 我应该做的 只是我不明白 您刚刚怎么不自己把红包给他们啊 张秀莲笑了笑 两个做好事不留名的学生 您觉得他们会收我们的钱吗 也是 还是您想的周到啊 以公家的名义给奖励 就不会被拒绝了 第一节课已经上课一半了 是数学课 但张书奇一点也不生气 他拿出课本 看了看许念初和灵州 高兴地说 刘老师 这景奇 要不我们就挂在教室里吧 让大家随时看看 灵州顿时捂住了脸 唉 别 这种尴尬的场面 和当街拉石有什么区别 不用想也知道 这景奇刚开始 大家还会正常面对 到了后面 就要开始嘲笑他了 少年们就这尿性 但显然挡不住张书奇的热情 怎么了 这么好的荣誉 不能昭告天下吗 让大家都跟着你们 好好学习学习 灵州啊 有时候做好事也是要留留名的 第九十六章 许同学今天的胆子 怎么这么大 灵州求助的 看向柳青岩 但柳青岩并未打算帮他 他高兴地笑了一下 行 灵州你亲自挂上吧 就挂在后面黑板抱两边 灵州无语了 他只好拿着两面锦旗 往后走去 等锦旗挂好后 张书奇宣布开始上课 这时 一直没说话的许念初开了口 等等 灵州扭过头 才发现许念初还站在讲台之上 他刚刚 居然没跟着他一起下来 刘世明也是一脸疑惑 他走过来 搂住了灵州的肩膀 周哥 许同学今天的胆子 怎么这么大了 比他平时三天说的话都多 灵州没有回答 他看向了讲台之上 许念初浑身紧绷 显然是因为众人的目光而害怕 但他还坚韧地站着 就连要出门的柳青岩 都下意识地停住脚步 看向了他 张书奇道 许念初同学 怎么了 许念初咬了咬牙 看向了灵州 然后又将目光落在了王子晨的身上 自从王建成来到教室后 就再也不敢吭声 恨不得将自己埋在地里的王子晨 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下一刻 他就听见许念初说 他 要给灵州道歉 王子晨整个人都僵硬了 没想到 一直不怎么敢说话的学霸 居然如此记仇 他不知道的是 如果他针对的不是灵州 许念初或许根本不会说话 哪怕是他自己 他也能忍受 但 不能看着灵州被污蔑 就是不能 这个感觉越发的强烈 所以 许念初没有下讲台 说了一句话之后 他胆子大了不少 王子晨刚刚在众目睽睽之下 污蔑了灵州 张老师 您也说了 污蔑别人是要有惩罚的 虽然 虽然灵州不计较 但我还是觉得 他应该给灵州道歉 这话一出 同学们的目光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这话一点毛病也没有 王子晨的确应该道歉 但 许念初什么时候敢这么说话了 今天的许念初 似乎很不一样 他似乎也变漂亮了 和刚来一中的时候 判若两人 王子晨没时间关注这些 他紧张地看向范云哲 用手轻轻地戳了戳他的后背 着急地小声询问 怎么办 怎么办 我现在怎么办 但 没有人回答他 范云哲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完全没有理会王子晨的意思 他心乱如麻 今天不但看见 灵州装了一回大笔 还看见许念初为了灵州 居然变得如此嘟嘟逼人灵州 都是灵州 自从那次逝世大会后 灵州似乎抢走了他所有的光芒 包括云若曦的目光 以前 云若曦偶尔还是会看自己一眼的 范云哲的极度之心 冉冉生气 凭什么 自己才是学霸富二代 他灵州 算什么呀 但没人回答他这个问题 刘世明听见许念初的话后 整个人都惊呆了 周哥 原来小同桌 不是 原来许同学是为了你啊 我说呢 他今天怎么不一样了 见灵州没理他 刘世明摸了摸下巴 周哥 你说 许同学是不是也开始喜欢你了 一直盯着许念初的灵州 听见这话 忽然笑了 开始喜欢 虽然不敢确定 但灵州总觉得 他早就在少女的心里了 就像他在他心里一样 只是这小妮子 自己还不知道吧 第一次坐同桌 就帮忙解题 后来 给他送帽子 送围巾 周末 陪着他出去玩 帮忙补课 解围 不知不觉间 两人竟已经经历了这么多 这感觉 真不错啊 刘世明见灵州没理他 疑惑地看了过来 结果一眼就看见了灵州的笑 刘世明张张嘴 顿时觉得自己有些多余 周哥 你笑得也太贱了吧 跟个花孔雀一样 灵州也不生气 等你遇到你喜欢的人 也会这么笑的 是吗 刘世明心口微微动了下 可是什么时候能遇到呢 好期待啊 讲台上 张淑琪又将摊开的书收了起来 对对 刚刚太高兴了 倒是把这件事忘了 王子晨 你的确该给灵州道个歉 至于惩罚 让灵州定吧 别太离谱就成 王子晨只好微微诺诺地站了起来 愁眉苦脸地说 张老师 喊我没用 转向后面 看灵州 王子晨发现 好像根本没有人帮他 他只好低着头 转向了后面 虽然万分委屈 可大家都在看他 尤其是灵州 他没有坐在 正站在那里 好整以侠地看着他 王子晨顿觉自己 像是要被处决了 他只好硬着头皮 低着头 小声说了句 对不起 刘世明听见这话 顿时十分生气 喂 你小子 蚊子哼呢 有没有点诚意啊 大声点 我们听不到 没有人替王子晨说话 他头也不敢抬 又大大的喊了声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今天就不该没搞清楚 事实污蔑灵州 灵州同学 您大人大量 原谅我吧 至于这惩罚 要不还是别了吧 我怕撑不住 回头 回头我请您吃饭赔罪 这一次 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大家又将目光投向灵州 等着灵州的反应 嗯 灵州轻声恩了声 没了下文 王子晨常常松了口气 正要坐下 又听灵州说 请吃饭就算了 我不缺饭 要不你去中午去操场 跑二十圈吧 王子晨整个人都不好了 一圈四百米 二十圈 那可是八千米啊 跑下来会死人的吧 灵州 嗯 就这么定了 小冬州 下来吧 不要耽误大家上课 许念初听见这话 才乖乖地从讲台上走了下来 张淑琪也没反驳灵州 是一上课开始 大家马上进入了氛围 但许念初发现 灵州的目光一直落在他的身上 他头也不敢抬 好一会儿才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灵 灵州你看着我做什么 老师讲课呢 要 要听课 哈哈 灵州轻轻笑了下 他故意靠近许念初 看得他将头低得更厉害了 才小声道 小同桌 刚刚在讲台上那么厉害 怎么一下来就变成小绵羊了 我 许念初呆了呆 他似乎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我刚刚 很厉害吗 嗯 相当厉害 全班同学都不敢看你了 许念初微微一愣 赶紧低了头 我 我不是故意的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似乎只要和灵州有关 他就无比的大胆 他们 他们会不会讨厌我啊 第九十七章 因为你刚刚 很自信 应该会吧 毕竟没见过这么凶的学神 啊 那我要不要跟他们道个歉啊 许念初担忧地看着灵州 我平时 平时不这样的 我 我要解释一下 哈哈 看见许念初认真的样子 灵州忍不住笑了 他伸出手 揉了下许念初的头发 轻声说 不用道歉的 小同桌 他们不会讨厌你 也不会觉得你凶 相反 他们会更喜欢你 这样吗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个英雄啊 因为你救了人 因为你敢于为不公平的事情发生 因为你刚刚 很自信 自信 这个词 也能用在他的身上吗 他好像从来没有自信过 刚刚那个感觉 就是自信吗 许念初有些慌 是啊 很自信 说话的时候声音很柔 但却十分有力量 小同桌 记住这个感觉 以后 被人欺负的时候 就要这样反击 有人要来 和你说话的时候 也要昂首抬头 看着对方的眼睛 落落大方地说 这 这样行吗 灵州点了点头 嗯 肯定行 大部分的人都是 欺软怕硬的 再说了 我小同桌学习这么好 人也这么漂亮 别人不敢欺负你的 还会有很多人会跟你做朋友 漂亮 灵州今天怎么回事啊 怎么总是将这些 莫名其妙的词语 用在他的身上 他这个样子 和漂亮沾边吗 小同桌 你多久没照过镜子了 啊 晚上回去宿舍 拿出镜子 将头发撩起来 好好看看自己 看 看看自己 有多漂亮啊 灵州微微笑了下 许念初赶紧低了头 灵州这是在夸他吗 可是 自信和漂亮 他真的可以吗 这节课因为耽误了太长时间 没上多久就下课了 郁闷了一整节的王子晨 快速地站了起来 他必须要出去发泄一下 这次 他甚至没喊范云哲 走到门口的时候 他看见一个锅盖头 朝着自己跑了过来 王子晨 王子晨 你等等我有事 要告诉你 是刘星辰 一看见他 王子晨就气不打一处来 你还敢来 就是因为这司 自己才敢大胆地 说出了那些话 原本以为可以整一下灵州 没想到给自己下了一个圈套 怎 怎么了 王子晨 你好像不太高兴 王子晨气得脸红脖子粗 但那么丢人的事 他怎么会到处说 只能往自己肚子里 他忍了又忍 才恶狠狠地说 什么事 说 是这样的 我今天吃早饭的时候 跟你说的事情没说完全 你们班 那个灵州 不是去害人的 他其实是去帮忙的 我妈妈他们说要感谢他来着 咦 王子晨 你脸色 怎么越来越黑了 生病了吗 刘 星 晨 王子晨咬牙切齿 此时此刻 他恨不得将刘星辰一拳打死 刘星辰正在猛逼 忽然听见二班走出来的男生们 乐呵呵地说 王子晨啊 二十圈啊 好好跑 真是活该啊 嘴见污蔑人家灵州 哈哈 听见这话 刘星辰脸色也不好看起来 你 你该不会 王子晨终于忍不住举起了拳头 你还敢说 是不是想挨揍 正此时 眼角的余光 看见了走过来的许念初 他似乎 看了他一眼 王子晨赶紧将手放了下来 刘星辰 中午放学等着我 啊 干什么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扔下一句话之后 他恶狠狠地去了卫生间 许念初茫然地看着他的背影 这个人怎么这么生气 刚刚的 他好像要打人吧 他们还说 灵州是校霸 依他看 王子晨才是 许念初摇了摇头 继续往前走 他要去找柳青岩 将那些钱还了 刚走两步 他就被人拉住了 许念初 等等 许念初扭过头 看见了钱果果 他的身后 还站着四五个同班女生 他们都热切地看着他 似乎想跟他说话 但是又不敢的样子 这样的架势 反而将许念初吓了一跳 怎 怎么了果果 是这样的 他们都想认识认识你 想和你做朋友 但是害怕你拒绝 让我带他们过来 我和他们说了 你人很好的 一点都不高了 他们都不信 许念初又呆了呆 坐 做朋友 是啊 是啊 钱果果是一几人开口 他们的眼睛中 瞬间亮起了小星星 许念初同学 我叫刘萌萌 是钱果果的前桌 许念初同学 我是张晓云 坐在第三排的位置 许念初同学 我 等五人都介绍完 许念初还是有些呆 你 你们为什么要和我做朋友 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待遇呢 当然是因为你厉害啊 你可是我们学校的小英雄啊 现在还是三好学生呢 不但会救人 而且学习还好 胆子还大 说完这句话 刘萌萌停顿了下 现在的许念初 胆子好像也不大 哎呀 这都不重要了 反正 我们就想和你做朋友 你愿意和我们做朋友吗 他说完 伸出了手 其他几人 也快速地效仿了他的动作 他们一脸期待地 看着许念初 教室后门处 刘世明和林周 也走了出来 看见这一幕 刘世明下意识地 拉着林周 就要去给许念初解围 可是却被林周拦住了 他疑惑地看向林周 我们不去帮忙吗 许同学不害怕吗 再等等吧 林周站在原地 看着许念初的方向 许念初此时 看着面前几个女生的样子 忽然想起林周的话 他说 他们会更喜欢你 他说 他们说不定还会和你做朋友 原来林周这么厉害 居然什么都算到了 原来 真的有人要和他做朋友 许念初欣喜地伸出了手 握住他们手的时候 忽然感觉一丝暖流划过 原来有朋友是这种感觉 他腼腆地点了点头 好啊 第九十八章 林周 有女朋友了吗 许念初没能去找柳青年 他被几个新朋友 围着唧唧喳喳地说了七八分钟 一直到第二节课的老师进了教室 他们才放开他 虽然 整个过程 许念初几乎没插上几句话 但听着他们说话 许念初也感觉到了开心 最后 他还是被几人推着进教室的 等大家都走开 叫李诗运的女孩 却一直没松开许念初的手 他是五人中最后一个介绍自己的 也是刚刚五人中说话最少的 个子高挑 鹅蛋脸 大大的眼睛 身材没有许念初那么瘦 前凸后翘 虽然比不上三班的云若曦 但在他们班 也算是班花级别的人物 许念初意识到他 似乎不愿意离开 好奇地问道 李诗运同学 你还有什么事吗 啊 我 李诗运低了低头 面色微红 眼见同学们都坐下了 他才小心翼翼地问 许念初 我们现在算是朋友了吧 嗯 是啊 许念初点了点头 李诗运的头更低了 他朝着许念初身后的方向看了看 然后凑近了许念初的耳朵 那 那你能帮我问问 林州有女朋友吗 啊 许念初张了张口 一时间 竟忘了反应 林州 有女朋友吗 他怎么会问这个 李诗运根本没看许念初的反应 他不好意思地说了句 拜托了 便快速地离开了 许念初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 老师已经走上了讲台 他还是没动 那一个瞬间 脑子里忽然乱乱的 已经拿出课本的林州 发现了不对劲 好奇地喊了他 小通桌 怎么了 许念初才反应过来 他赶紧走到自己的座位上 坐下后 快速地拿出了课本 胳膊不知道什么时候碰到了林州 他下意识地往旁边一缩 林州清晰地看见了他的动作 他猝了猝眉 刚刚和那几个女生出的不好 他们欺负你了 没没 他们没欺负我 那你这是 怎么感觉小通桌心不在焉的 整个人好像很紧张 似乎有什么不愿意面对一样 我 许念初张了张口 还是没能问出一个字 他发现 自己好像不想问这个问题 问其他人都可以 但唯独林州不行 为什么会这样 许念初有点烦 林州见他不回答 更担心了 小通桌 他们如果欺负你了 你记得要跟我说 没有 真没有 他们只是 只是托我问你一个问题 许念初的手不停地翻着课本 老师已经开始讲课了 可他完全不知道 老师讲到哪了 什么问题 许念初深吸一口气 他们都说 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帮助的 既然自己是李世运的朋友了 也应该和他互相帮助才对 许念初终于说服了自己 他小心翼翼地问 林州 你有女朋友了吗 这话刚一问出口 林州呼吸一致 下一刻 他看见许念初 神色有些慌乱 不 不是我要问你的 是李世运 李世运让我帮忙问的 他 他好像 喜欢你 虽然不想承认 但除了这个 许念初想不到其他原因 李世运刚刚的反应 就是喜欢林州 没错 喜欢我 林州忽然感觉 一道目光袭来 他顺着目光看去 果然看见第四排的位置 李世运正在朝着他的方向看 似乎是看到他看过来了 赶紧又低了头 假装上课 林州默默地叹了口气 果然当英雄 是要受万人瞩目的 这样的男生 最容易让小女孩动心 他前世都不记得李世运喜欢自己 印象中这位班华很骄傲 一直声称 不考上大学不谈恋爱 但此刻 似乎变了 不过 林州发现了一个问题 小同桌 是因为这个才不开心 才那么心慌意乱 一想到这里 林州又觉得开心 他回过头来 将被许念初翻乱的课本拿了过来 认真地翻到了老师讲的那一页 慢条丝里地说 我呀 说完这两个字 他故意停顿了下 眼角的余光 看见许念初忽然紧动了身体 似乎在认真听 但又不敢听 他这是 害怕自己真的有女朋友了吧 此时的许念初 已经快疯了 意识到林州要回答的时候 他就僵直了身体 动也不敢动 有女朋友了吗 有了吗 但见林州不说了 许念初又是一惊 难道林州真的有女朋友了 也是 他这么优秀 怎么可能没有啊 喜欢他的女孩 肯定很多很多吧 想到这里 许念初又觉得心里酸酸的 但此时 他听见林州轻笑了一声 将翻好的课本 放在了他的桌子上 然后轻轻拍了下他的脑袋 我没女朋友啊 许念初猛地抬起头 目光迎上了林州 没 没有吗 是啊 可是 高中我不想谈恋爱 我想好好努力 努力和我最爱的女孩子 考同一个大学 努力和你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小童桌 你知道吗 就在刚刚 其实林州有无数的话想说 可还是什么也没说 时机还未到 许念初常常地松了一口气 这样吗 嗯 所以 你记得和李诗运同学说 让他专心学习 不要想其他的 哦 好 好 我知道的 许念初终于将视线 落在了课本上 这会儿 也能看清楚书上的字了 对了小童桌 别只说我了 也说说你呗 啊 我怎么了 你 林州转过身 认真地看着他 你有男朋友了吗 听见这话 许念初的脑袋嗡的一声炸了 刚刚稳定好的情绪 一下子消失无踪 他再次慌乱起来 直接合上了课本 好在动作不大 讲台上的老师并未看到 他吞咽了口唾沫 想看向林州 却又不敢 他小小的脸蛋 以肉眼看见的速度 红成了苹果 他在紧张 可他甚至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紧张 意识到 林州一直在看自己 他好不容易才组织好了一句完整的话 我 我也没有 我也不想谈恋爱 我跟你一样 想好好学习 讨个好大学 第九十九章 林州忽然有一种 被包养了的感觉 看着他的样子 林州笑了 这小妮子 真的很不惊动 稍稍问一两句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就会脸红 真的 好可爱啊 但许念初却慌了 他以为林州不相信 赶紧又加了句 我说的都是真的 林州 还是你告诉我 要好好考大学的 我 那是我的目标 哈哈 好 林州怎么笑了 他为什么总是对着他笑 他是不是不知道 自己笑起来的时候 有多好看啊 许念初低了头 将课本打开 记 既然要考大学 那就好好听课吧 林州 嗯 好 林州总算是收回了视线 许念初才将提着的气 松了下来 好险 以后再也不要和林州 讨论这些话题了 再也不帮人问了 这杰克老师讲的什么 许念初都没听进去 他脑子里乱糟糟的 好在基础在 他也不在意 刚一下课 林州就喊了他 小童说 一起去小卖部吗 啊 去那里做什么 发了钱 不去买点零食吗 说起钱 许念初赶紧站了起来 对 我要去找刘老师 还钱呢 说着 他站起来就往外走去 第二杰克下课时间比较长 有足足二十分钟 应该够了 林州也跟着走了出去 两人一前一后 许是因为林州的关系 路上很多同学指指点点的 许念初赶紧加快了脚步 等到了教室办公室 意识到林州没有跟过来 他才稍稍松了口气 敲响门后 听见了柳青岩说的那声情境 许念初低着头 走了进去 柳青岩看见他 将手里的笔放了下来 许念初 怎么了 我 许念初刚要说话 脑海里想起了林州的那句话 和别人说话的时候 也要昂首抬头 看着对方的眼睛 落落大方地说 许念初握了握手 深吸一口气 抬起头来 他看向了柳青岩的眼睛 刘老师 我是来还钱的 柳青岩看见许念初的动作 微微愣了愣 这个小姑娘居然不低头了 这应该还是头一次吧 他和张书奇 见到许念初的时候 是在一个破旧的房子里 他在洗碗 因为生活的压迫 以及社交的问题 他一说话就低头 自卑 那个时候 他还和张书奇讨论过 要怎么帮助许念初 后来发现完全没用 他耳中的老师也说 他就是这个样子的 可现在 才来一中一个多月 就有变化了吗 柳青岩很欣慰 看着许念初手里递过来的钱 他摇了摇头 许念初 老师当初说过 这是资助你的 不用还 那 那不行 许念初将钱放在了课桌上 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拿了就要还的 老师 我现在有钱了 他们 他们奖励了我不少 我能还得起了 您就收着吧 不然 不然我 说着说着 他又开始不由自主地低头了 柳青岩赶紧到 行 行 老师收下了 不收的话 这丫头肯定心里难受 果然 话音刚落 许念初就又抬起头来 嗯 谢谢老师 老师那我先回去了 好 柳青岩点头 许念初高兴地转身 往门口走去 步子都轻盈了不少 柳青岩看着看着 忽然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那个林州 似乎改变了很多人 包括他 包括许念初 不敢反抗的他 变得随性了 自卑的许念初 也开始自信了 一想到林州 还不到18岁 柳青岩就觉得可怕 这个少年长大后 前途简直不可估量 许念初 刚走到门口的许念初 回过头来 刘老师 怎么了 选择来一中 后悔吗 当初来的时候 少女曾小心翼翼地说过 如果他实在融入不进去 就让他和张淑琪放他走 柳青岩一直记得这件事 所以来学校后 一直在想办法改变他 如今 似乎不需要了 许念初听见这话 忽然笑了起来 这是柳青岩第一次在他脸上 看到属于他们这个年纪 该有的笑容 他说 老师 我不后悔 我不打算辍学了 我要好好考大学了 我有自己的梦想了 他笑的时候 是那样的自信 和刚来时 判若两人 好 也该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张淑琪 许念初走回教室的路上 整个人都开开心心的 如果小麦部门口的时候 他忽然想起 灵州说 要买零食吃 他想吃零食了吗 许念初没有犹豫 走了进去 看了看满目琳琅的零食 他忽然发现 自己都没吃过 也不知道什么好吃 他小心翼翼地问 老板 哪样销量高啊 销量高的话 应该好吃吧 老板指了指摆在桌子上的 十几种零食说 这些都还不错 看你喜欢吃什么了 许念初再次陷入了纠结 都还不错 那到底 要怎么选啊 纠结了五秒钟 许念初下来的决定 那就每样都拿一点吧 提着一个大大的塑料袋 出来的时候 许念初还有些猛 他怎么就买了这么多呢 算了 刚好看看灵州喜欢吃什么 迄今为止 属于灵州的那一张单页 还是空白 他都不知道 灵州喜欢什么 想到这里 许念初加快了脚步 走到教室门口的时候 他看见了鞋 靠在窗户边上的灵州 他正好奇地看着他 小通桌 你 你不是去找刘老师了吗 他还在这里等着他 一起去小卖部呢 怎么他自己去了 而且 还买了那么多 零食 小通桌这么爱吃零食 正想着 就见许念初 将手里的袋子递给了他 给 灵州 灵州呆了呆 这是 给我的 许念初 认真地点了点头 嗯 给你的 你不用买了 我都给你买了 那一个瞬间 灵州忽然有一种被包养了的感觉 关键是 这种感觉真是该死的爽啊 只不过很快 灵州又觉得 心疼他明明是一个 自己都不舍得花钱吃饭的人 居然给他买了这么多 这些零食虽然不贵 但至少 也要二三十 对于他来说不算什么 但对于他 灵州感觉自己的心口 有些酸 好像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摇曳出来了 他原本 只是想找个借口 给他买零食的呀 第一百章 哇 美女 见灵州不接 许念初好奇地看着他 灵州 怎么了 这些 你都不爱吃吗 那要不 我再去买点 不 灵州赶紧接过 我爱吃 那就好 那就好 许念初决定今天上午 好好关注一下灵州 看看他究竟爱吃什么 以后专门给他买 我们先进去吧 把零食放起来 好 灵州点头 还未将零食放下 灵州忽然听见教室门口 响起一阵骚动 我去 美女 这么好看 简直比云若曦还好看 这谁 这是我的新女神 旁边正在睡觉的刘世明 不知怎么在睡梦中听见了这句话 立刻站了起来 机械地朝着外面走去 美女 在哪 同一时刻 从外面回来的范云哲 也看见了来人 他立刻整理了一下衣衫 极其绅士地走过去道 你好同学 我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 请问你找谁 需要我帮忙吗 虽然一直喜欢云若曦 但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谁不想搭讪啊 这是人之常情 如果能留个好印象的话 就再好不过了 范云哲一来 那些想搭讪的男生们 立刻后退了一步 虽然范云哲比不上灵州帅气 但在普通男生中 也算是清秀的代表 如果不是因为他喜欢云若曦 必定有很多女生喜欢他 他们这个年纪 颜值和财力 就是一切 而范云哲两边都沾 他们显然不是对手 但刘世明却不乐意了 怎么哪都有这狗逼啊 之前一直在云若曦面前 做舔狗也就罢了 如今别的漂亮女孩 她也想染指 太过分了吧 正要去阻止 就听少女说 哦 我找灵州 你能帮我叫一下吗 范云哲 她的脸瞬间黑了 怎么是找灵州的 灵州又从哪认识了 这么漂亮的姑娘 周围的男生们 差点笑出了声 虽然上午的事情 是王子晨带头的 但整个二班的人都知道 王子晨是范云哲的小弟 他说的话 其实就代表范云哲说的话 范云哲和灵州不对付 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但现在 这么漂亮的女生 居然不理范云哲 只找灵州 又一场大戏 可以看了呀 她不在 谁说不在的 刘世明也笑了 虽然都不是找她 但找灵州的话 她完全可以接受 毕竟 那真的是她亲兄弟啊 灵州装道笔 就等于她装到了 灵州打了范云哲的脸 也等于她打了范云哲的脸 她直接走了过去 笑道 你好 我是灵州的朋友刘世明 我可以帮你叫灵州的 哦 那麻烦你帮我叫下 好嘞 灵州已经僵持地 放进了客桌 看见这一幕 她无奈地笑了 不用叫了 目光落在少女身上的时候 灵州有了一些欣慰 少女穿了校服裙摆 加上小白鞋 她的头发长长地 披散在身后 笑起来 脸上还有两个 可爱的酒窝 头顶之上 是当下十分流行的 可爱米色帽子 和云若曦的高冷不同 这简直就是少男杀手 颇有青春白月光的味道 周围的少男们都看呆了 范云哲的眼中 几乎能喷出火来 刘世明也走到灵州的身边 小声嘀咕 周哥周哥 你行行好 这么好看的女孩子 你要拒绝 也别太过分 最好是能将我的联系方式 告诉她 我可就指望你了周哥 知道灵州眼里 只有许念初 刘世明一直在念念叨叨 哪知 他还没说完 就听灵州说 死一边去 刘世明 不是周哥 你不要你小同桌了 灵州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然后朝着外面的小姑娘喊 你怎么来了 刘世明 什么鬼 田田 秦宇田 灵州的妹妹 那个假小子 卧槽 秦宇田一看见灵州 就高兴地走了过去 然后兴奋地在他面前转了一个圈 灵州 灵州 我今天好看吗 他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纠结了很久 换了好几遍 他终于还是下定决心 穿着校服 带着假发和帽子来了学校 在教室里得到了一支好评 但他还是有些忐忑 趁着这个课间 他想让灵州看看 灵州上下打量了一番 不得不说 确实挺好看的 但 嗯 一般 唉 灵州你 你太过分了 你就不能夸我一下吗 人家收拾了好久的 行行行 夸你 好看 实在是太好看了 秦宇田快哭了 灵州 你真敷衍啊 周围的人除了刘世明 都震惊了 尤其是范云哲 他冷哼一声 灵州 你这样也不怕若曦生气 他生气和我有什么关系 范云哲张了张口 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反驳 那你也不怕你 同桌生气 灵州最近和许念初走得很近 大家都看得出来 范云哲就想气一气灵州 顺便提醒一下面前的小姑娘 此人不靠谱 但他刚一说完 就见许念初走了出来 而灵州面前的可爱小姑娘 又欢快地走到她的面前 挽住了她的胳膊 姐姐 姐姐 你也在啊 姐姐 你看我好看吗 许念初认真地点了点头 嗯 好看 真的吗 真的吗 对 特别漂亮 比他们班的李世运还漂亮 哈 我就知道 灵州你看姐姐都说了我好看 范云哲再次无语了 此刻 他只觉得自己在这里 显得如此多余 就像是一个跳梁小丑 范云哲生气地回了教室 灵州无奈地看向黏糊糊的两人 小同桌 可不能这么惯着她 她会骄傲的 是吗 许念初认真地思考了下 然后回答 那不好看 唉 灵州你 秦宇田气疯了 她快速将刚刚放在窗户边上的饭盒丢给灵州 嘟着嘴气鼓鼓地说 不跟你说话了 你赶紧进去吧 我要和姐姐说话话 说着 她的头还靠在了许念初的肩膀上 就像是两个亲姐妹 灵州无奈 只好接过饭盒 灵州的时候 还说了句 不许欺负姐姐听到没 谁 谁会欺负她 我又不跟你一样的 灵州回到座位上 将吃的也放进了客桌里 然后她就意识到 有一道目光又在看她 是李世韵 第101章 灵州对许念初真的好好啊 许是因为后门处太热闹 李世韵的目光被吸引了过来 此时正认真地看着他们 确切地说是看着灵州 眼神中带了一些凄苦 灵州有些无奈 看见钱果果从外面走过来 她喊住了钱果果 钱果果有些茫然地走了过来 灵州 怎么了 你怎么这个时候喊我 平时除了吃饭时间和晚上自习时间 他们很少在一起说话 灵州也从未找过她 除非她来找许念初 帮我个忙 啊 你还有忙要我帮啊 什么事 钱果果很高兴 毕竟能帮灵州的机会可不多 帮我和李世韵说 我有女朋友了 啊 李世韵 你有女朋友了 你和许念初表白了 你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问出了十万个为什么之后 钱果果忽然恍然大悟 卧槽 我知道了 灵州 对不住 是我介绍他们认识的 没关系 小同桌确实应该多几个朋友 你可以多介绍点 行 钱果果点了点头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回自己座位的时候 他看向了许念初的方向 突然间有一种羡慕的感觉 灵州对许念初真的好好啊 但这件事 要怎么和李世韵说呢 许念初被秦宇田拉到了教室外 一直到看不见灵州 才停了下来 但秦宇田还是不放心 他认真地朝着许念初的身后 看了又看 这举动 让许念初有些猛 田田 你在看什么呢 看灵州有没有偷听 呃 他应该不会偷听的 那可不一定 他经常欺负我 许念初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是因为你可爱啊 我才不要可爱 我要做高冷女神 秦宇田找到了新目标 顺便还举起小拳头 认真地握了握 许念初好笑地拉住了他 好了 田田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这么神神秘秘的 哦 这个啊 是这样的姐姐 你先让我想想怎么说 秦宇田纠结了一会儿 才找到了说辞 那个姐姐 你喜欢灵州吗 啊 秦宇田这句话 直接将许念初问梦了 他茫然地看着秦宇田 心里慌张地不行 你 你怎么问这个 许念初再一次感觉到了 自己的心跳 似乎不受自己控制了 他有点着急 下意识地低了头 怎么今天的人问的问题 都奇奇怪怪的 喜欢灵州吗 想回答 但许念初又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 喜欢吗 不喜欢 可是 他很喜欢跟他待在一起 喜欢的话 他现在怎么能喜欢灵州啊 学校不允许谈恋爱啊 不对不对 是 他们都有着自己要奋斗的目标 怎么能干其他的事 我 看他的样子 秦宇田犯了难 看来 是还不喜欢啊 哎 这可怎么办呢 许念初正了正 他决定不回答这个问题了 田田 怎么了 其实 我就是想告诉你 灵州挺好的 嗯 这小丫头 刚刚还在跟灵州斗嘴呢 虽然他见嗖嗖的 经常欺负我 但我知道 他是为我好 他想让我变回我自己 他也想促成我妈妈和他爸爸 妈妈和灵叔叔感情很好的 我一直以为灵州会反对 没想到 他还就吓了我妈妈 还一直在叫我长大 还会晚上护送我回家 他真的很好很好的 秦宇田说了好一会儿 才终于停了下来 他抬起头来 看向许念初 所以 姐姐 你如果想谈恋爱的话 考虑一下灵州好不好 灵州一直不戳破这层关系 他这个做妹妹的 享受了灵州那么多的好 怎么着也要帮帮他 虽然 他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帮 就只能说说他的好话了 可是 可是 这些好 他都知道 灵州对他 更好更好的 许念初最终 还是没将这些话说出来 他纠结地低着头 几根手指不停地摆弄来摆弄去 考虑灵州 怎么考虑啊 灵州根本就不想谈恋爱的 而且 他现在的样子 配合灵州谈恋爱吗 他那么优秀 而他 田田 嗯 灵州说 他不打算谈恋爱 所以 还是不要考虑这些事了吧 啊 他说的 是啊 这怎么可能 灵州那眼睛 都快长到姐姐身上了 怎么会不想谈呢 这不科学啊 但看许念初说得认真 秦宇田也有些迷茫了 这 这样的话 算了 先不说这个了 好不容易想帮帮他 这家伙不争气 姐姐 我还有个事 想让你帮帮忙 你说 什么事 那个 能帮我介绍一下 你们班许念初吗 我今天打扮得很漂亮 我想 我应该可以去见学神了 然后告诉他 我要跟他学习呢 我要和他一样的优秀 呃 许念初有些梦了 这要怎么介绍啊 他介绍他自己 好尴尬啊 但看秦宇田那认真的模样 许念初也不好意思拒绝他 于是 他点了点头 认真的说 那个 其实我 许念初话音未落 忽然听见身后处 传来了一个喊声 许念初 你 你忙完了吗 许念初疑惑地看过去 就见李诗运站在后门口 秦宇田也疑惑地看了过去 你喊谁 许念初 哪儿呢 李诗运也很茫然 你对面不就是吗 你一直在跟他说话啊 你不认识他 啊 秦宇田又茫然地转过头 看向许念初 姐 姐姐 你 许念初被看得有些难受 他小心翼翼地说 不好意思啊 田田 我一直想告诉你的 但是每次准备说 都被打断了 我 他还未说完 就见秦宇田张大了嘴巴 你真的是许念初 嗯 是我 田田 我 他话还没说完 就见秦宇田忽然捂住了嘴 转身 快速地跑开了 他甚至都没听完 许念初要说什么 许念初微微一愣 李诗运也带住了 许念初 我是不是给你捣乱了呀 对不起啊 没 没有 没关系的 好像真的惹田田生气了 怎么办 那 今天我问的问题 你 你帮我问了吗 第102章 你很喜欢林州吗 李诗运的话 将许念初的思绪拉了回来 他 他说他没有女朋友 啊 太好了 李诗运高兴地笑了起来 但是 嗯 但是什么 李诗运疑惑地看着许念初 许念初咬了咬唇 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看向了他 话到了嘴边 却不知道要怎么说 直接告诉他的话 他会伤心吧 可是如果不告诉 李诗运 你很喜欢林州吗 我 我也不知道啊 自从林州变帅 变得爱学习 还成了学霸之后 我的目光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不知道怎么的 时时刻刻都想看着他 就连放假 脑子里也在想 林州在干什么呢 本来 我的计划是大学之前不谈恋爱的 可是今天 林州踏上讲台 和那些大人们说 那些话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 林州好耀眼啊 他就像 就像是太阳 照耀在我的心里 看见他 跟他走在一起 就算是他简单地 从我身边走过 我都感觉好开心啊 我感觉我现在 满眼都是他 我 说到这里 李诗运低了头 我感觉我好像 开始喜欢他了 而且也不想控制了 许念初 你有过这种感觉吗 啊 什么感觉 就是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啊 就像我刚刚说的 许念初呆了呆 满脑子 都是李诗运刚刚的话 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 放假都想着他 跟他在一起 会开心 他好耀眼啊 就像是太阳 满眼都是他 这就是喜欢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自己 许念初心头忽然一跳 他赶紧低了头 脑海中那个答案呼之欲出 但他却倔强地说 没 我没有 真可惜 这种感觉很美好的 李诗运又握住了许念初的手 满眼期待 你刚刚要说 但是什么 但是 许念初深吸了一口气 好一会儿 才说 但是灵州说 他不想谈恋爱 他想好好学习 想考好大学 李诗运的眼神 肉眼可见的 变成了失望 他是这么说的吗 是 是啊 许念初稍稍松了口气 可看见李诗运的样子 又有些心疼 李诗运 你 你别难过 嗯 我不难过 少女抬起头来 失落忽然一扫而光 灵州这么优秀 他能这样想 很正常 他的思维注定是和我们不一样 这才是我喜欢的灵州啊 我会努力的 不就是大学毕业吗 我可以等 我也可以一起奋斗 李诗运下定了决心 许念初猛地抬头 看向了他 怎么感觉被拒绝之后 少女更开心了 这感觉 这感觉好奇怪啊 总觉得心口不太舒服 可是为什么会不太舒服呢 许念初 你能再帮帮我吗 我想知道灵州更多的信息 比如 他喜欢什么 他爱吃什么 他平时都做什么 你跟他同桌 应该都了解吧 啊 我 许念初再次呆住了 心口的难受忽然加大 他感觉有些疼 正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 后门处 忽然传来了钱果果的声音 李诗运 你在干嘛 钱果果大踏步地走了过来 一把拉住了李诗运 对许念初道 许念初 你别听李诗运胡说八道 他一点都不喜欢灵州的 他就是跟你闹着玩 你赶紧回去学习 不用理他 说着玩 是啊 他前几天还跟我说 他喜欢我们学校的校草呢 这个人就是善变 回去吧回去吧 哦 那你们 我跟他去个洗手间 嘿嘿 憋死我了 李诗运 快走 钱果果拉着李诗运 就往外走去 唉 钱果果 你干嘛 李诗运试探了几次 都没能挣脱钱果果的手 也没能阻止钱果果的话 我 许念初 一个名字刚喊出来 就被钱果果阻止了 别喊了 我有话要跟你说 许念初发现 自己听不到两人的声音了 才回了教室 只不过一路上都十分茫然 钱果果 这是在干嘛呢 李诗运刚刚说的话 不像是假话 那自己到底 用不用帮忙 此时的钱果果 已经将李诗运 拉到了一个角落里 直到看不见许念初了 他才松了口气 然后开始在李诗运面前 走来走去 走得李诗运都梦了 不是说去厕所吗 不 我不用去 那你拉着我干嘛 我还有话和许念初说呢 说 说什么说啊 说你喜欢林周吗 钱果果的语气 有些恼怒 他刚刚一直在想 要如何和李诗运说 林周交代的话 才能不让李诗运伤心 没想到 这家伙居然已经跑出教室 找许念初了 不用想也知道 他们说了什么 许念初那么善良 肯定什么都会答应 他甚至都不知道 林周喜欢他 也不知道 他自己的目光 其实也一直落在林周的身上了 这不欺负人吗 你 钱果果 你怎么知道 李诗运不好意思地低了头 我怎么知道 我当然是用眼看到的呀 李诗运 你上节下课 跟我说 想和许念初做朋友 是想让他 帮你撮合林周吧 其实 你压根没想 和他做朋友吧 不不不 我是想和他做朋友的 李诗运赶紧反驳 但 但也想让他帮你 李诗运点了点头 我喜欢林周 有什么错吗 没什么错 错就错在 你找了许念初 他怎么了 李诗运发现 自己有些听不懂钱果果的话了 钱果果叹了口气 才终于找回了思路 刚刚林周拉住了我 让我告诉你 他有女朋友了 是 什么 李诗运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可是 许念初说他没有 那是当然 你让许念初问 他肯定说没有 是 什么意思 李诗运有些猛 钱果果 你到底想说什么 钱果果拍了拍他的肩膀 李诗运 你那么聪明 你应该能听明白吧 第103章 我不喜欢他 而且永远不会喜欢他 李诗运待了待两分钟后 他咬着唇 点了点头 我 我知道了 嗯 那就好 其实许念初真的很善良 他就算答应给你帮忙 也一定是因为 他不好意思拒绝 林周对他那么好 因为担心 喜欢都不曾说出口 李诗运 别傻了 换个人喜欢吧 钱果果一口气说了很多 李诗运也明白了不少 怪不得他们两个总是一起出现 怪不得即便是周末 也会在一个地方 怪不得每次在讲台上 林周总是将许念初护在身后 怪不得刚来学校一句话也不说的许念初 现在会答应和他们做朋友 原来 是这样吗 可是 李诗运脑子有些乱 但这会儿 就觉得清晰了不少 可是他们现在 还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吧 钱果果一听这话 差点炸了 你不会是想继续喜欢林周吧 李诗运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想试试 林周能这么跟我说 说明他真的很优秀 我的眼光不差 钱果果一手符合 刚刚说的那些话 似乎都白说了 但是 我不会再问许念初了 也不会伤害许念初 我会用我自己的方法喜欢 随你吧随你吧 反正话我带到了 你愿意继续就继续 到时候受伤了 可别怪我 只要不伤害许念初 也算是完成了林周交代的任务 这就行了 至于别人的思维 他管不着 但是我 还是得提醒你一句 注意分寸 如果真的伤害到了许念初 林周估计会讨厌 你一辈子 好 我知道了 少女虽然有些失落 但是眼神无比的清澈 喜欢就是喜欢 至于他喜欢谁 不重要 他李世韵从来不做伤害别人的事 但也想为自己的喜欢 努努力 此时的林周 却十分惆怅 小童桌自从进了教室 就再也没说过一句话了 他趴在桌子上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林周本来想让他自己静一会儿的 但好像没用 这都快上课了 还没回过神来呢 按理说 田田的妮子 应该不会欺负许念初才对 小童桌 怎么了 林周终于忍不住 问了出来 许念初摇了摇头 没什么 可是你满脸都写着我不高兴 是田田说你了吗 我去揍他 没 没有 许念初赶紧提起头来 生怕林周误会 田田很好的 他跟我说话很温柔 我很喜欢他 但是 但是 我好像惹田田生气了 嗯 为什么 他刚刚知道 我是许念初了 扑 然后呢 林周此时十分后悔 后悔没能出去看看 秦宇天知道 许念初就是他心心念念的学神石 是什么反应 一定很精彩吧 然后我跟他解释 他 他当场就跑了 跑了 是啊 跑得可快了 他想喊都没来得及 林周 我这回是不是真的闯祸了 没 怎么可能 田田这反应很正常 正常 嗯 别看他一天乍杂乎乎的 但其实胆子小得要命 既然觉得你是偶像 肯定会觉得 你无比高尚 他只能远远地看着 最后知道偶像就在自己身边 而且还看见了他吃饭扒鸡嘴 穿衣服乱七八糟的样子 他不好意思 只好跑了呀 不知为何 许念初竟然觉得 林周说的有些道理 田田似乎就是这样的 但他还是有些担心 可是 没有可是 放心吧小冬桌 田田这丫头 这会儿估计都在班里高兴疯了 等等他 还会来找你的 真 真的吗 我保证 好 好吧 许念初这才觉得 心情好了一些 但很快 他又重新趴了下去 林周刚想问为什么 就见钱果果和李世运走了进来 钱果果走在前面 似乎还有些生气 李世运走在后面 眼里带着光 而那光 是朝着他这个位置的 林周一愣 李世运和钱果果 难道 不会吧 唉 长得帅 还真是麻烦啊 林周无视了李世运 看向许念初 小冬桌 李世运又找你了 许念初想摇头 却听林周说 说实话 许念初只好点了点头 嗯 找了 干什么 他说想让我帮忙 告诉他 你喜欢什么 你答应了 林周醋了醋眉 许念初赶紧摇了摇头 没 我没答应 钱果果把他拉走了 钱果果还说 李世运说喜欢你是假的 他前几天还说喜欢孝草 让我不要放在心上 嗯 不用放在心上 林周立刻做了总结 钱果果这人能处 很聪明 可是 许念初思考了一会儿 道 我觉得李世运可能真的喜欢你 林 林周 你 我不喜欢他 而且永远不会喜欢他 林周说得十分自然 小冬桌 你忘了吗 我要好好学习的 听见这话 许念初才终于稍稍松了口气 嗯 好好学习 见他敞开了心扉 林周这才将客株里的零食拿了出来 从中抽出一包薯片 然后撕开 递给许念初 来 吃零食 这 这是给你买的 我一个人吃不完 一起吃 那 那好吧 许念初小心翼翼地伸出手 拿了一块 旁边 刘世明见此 高兴地探过头来啊 周哥有好吃的 怎么不叫我 让我也吃点 他的手还没碰到袋子 就被林周一巴掌打开了 吃屁 刘世明吃痛 周哥 你怎么这么暴力了 小童桌给我买的 你要吃吗 嗯 不不吃了 不敢了 刘世明刚一说完 就听旁边的许念初 皱着没说 呜 这个薯片好难吃 味道好怪啊 难吃 林周下意识地尝了一块 然后毫不犹豫地 将手中的薯片 连包装一起 扔给了刘世明 给 吃吧 便宜你了 说完后 又从客桌里 拿出一包干脆面 刘世明 他这是 变成垃圾桶了吗 几人都没有看到 此刻的李世运 眼神还落在林周这边 第104章 林周摸他的唇了 李世运从进教室 就一直在看着林周 刚刚和钱国国讨论一番 他忽然觉得 林周更优秀了 懂得心疼人 也懂得拒绝人 而不是和那些渣男一样 拖拖拉拉的 同时聊着好几个 看着看着 他就觉得 自己的眼光真的好好啊 于是 直接一步开眼了 直到 他看见林周 一直在给许念初投喂食物 那一个瞬间 林周的眼里 似乎只有许念初了 第一包薯片 似乎是因为不好吃之后 被林周丢给了别人 林周又拿出了一包辣条 然后撕开 自己吃了一根 才递给许念初 那个时候 他是笑着的 李世运看见许念初 小心翼翼地接过辣条 尝了一口 被辣得不停哈着气 而旁边的林周 则快速将他的水杯递给了他 许念初喝了一口之后 似乎好了很多 然后 他开始吃第二口辣条 虽然每次 都要喝一口水 但他似乎很喜欢吃 吃完一根之后 又问林周要了第二根 但他吃的过程中 林周一口也没吃 他一直在默默地看着他 在默默地照顾他 甚至 连自己看了他足足五分钟 都没发现 李世运忽然觉得 心里有些发酸 沉甸甸的 林周的眼里 真的容不下其他人吗 他又看了一会儿 直到自己的同桌问他 李世运 你在看什么呢 夏捷克化学啊 你拿什么语文课本 李世运这才意识到 自己居然连课本都拿错了 他赶紧将语文课本收了回去 换回了化学 然后 再也没往后看过了 钱伯伯说得对 好像真的会伤心啊 林周给了许念初第三根辣条 才终于感觉到 一直看着他的目光不见了 林周稍稍松了口气 看来 自己的方法似乎不奏效啊 那就只能多秀秀 让李世运自己离开了 她是一个还不错的女生 为人和善 学习也还不错 很明示脸 但可惜了 她已经有了小同桌 并不打算和其他的女生 有任何的交集 林周 你怎么了 吃得满嘴通红的许念初 发现林周忽然发起了 待她好奇地看过去 没 没什么 那 你怎么不吃啊 这个辣条 真的很好吃的 马上就吃 林周这才拿出一根辣条 尝了一口 味道确实不错 怪不得小同桌爱吃 虽然说吃垃圾食品不好 但他们这个年纪毕竟还小 小同桌也太瘦了 想吃什么林周都不拒绝 她低下头 认真看了一下辣条的牌子 并暗暗记在了心里 此时 她又听许念初小小的啊了一声 真的好辣 林周扭过头 就看见她的唇瓣 比刚刚更红了 加上白嫩了许多的脸蛋 真的 好诱人 更关键的是 嘴角似乎沾了一点点辣椒 小同桌正伸着舌头 不停地舔着 这个动作 让林周瞬间呼吸一致 看着看着 她忽然出了神 嘶哈了一会之后 许念初发现 林周似乎又盯着她的方向 她有点着急 林 林周 你看什么呢 我脸上有东西吗 她赶紧用手摸了脸 嘴角处的一个辣椒墨 被她划到了脸上 林周当下笑了起来 她忍不住伸出手 别动 啊 怎么了 真的有吗 我 我自己擦 许念初下意识的手速快了些 脑海里全是上次 林周帮自己擦脸上迷离的动作 这次绝对不行了 她可以自己擦的 她一定可以的 哪知 因为她看不见 脸上的辣椒又多 不一会儿 脸上就乱七八糟起来 林周只想笑 小花猫 算了 越擦越多 还是我来吧 这一次 她没直接用手 虽然很想用 但小童桌应该不会同意的 林周抽出一张纸来 许念初这才不抗拒了 林周小心翼翼地 将纸巾落在了她的脸上 虽然隔着一层纸 但许念初还是感觉到了 林周手掌的温度 好 好真实啊 心口开始突突地跳个不停 许念初下意识地用手 抓住了桌炎 这才杜绝了躲开的冲动 林周这也是 为了自己好 不能再躲了 不然 不然林周一定会误会什么 脸蛋擦完后 林周对着她的脸看了一会儿 看见小童桌脸红了之后 她笑了笑 准备收回手 许念初也总算是松了口气 紧紧抓着桌炎的手 也缓缓放松了些 可就在这时 林周又看见 许念初的唇瓣上 也有辣椒沫 不知怎么的 林周几乎下意识地开口 等一下 怎 怎么了 许念初的手 又重新落回了桌炎处 还有 你别动 我帮你 说着 林周直接将纸巾 落在了许念初的唇上 那一刻 许念初浑身一紧 整个人都要疯了 她的手跟着骤然锁紧 如果不是因为桌子太硬 她甚至怀疑 她能直接将手扣进去 林周摸她的唇了 林周 林周摸她的唇了 虽然隔着纸巾 可是林周摸她的唇了 脑海里瞬间乱成了一团 许念初感觉自己不会思考了 那些乱麻到了最后 似乎编制了一大片的空白 她要疯了 好在 林周擦完就直接松开 没有任何犹豫 许念初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擦干净了 嗯 小通桌 准备上课吧 好 许念初呆了呆 有点不敢置信 刚刚明明有了那么亲密的动作 可是林周为何如此淡定 她为何 还能提醒她上课 难道林周 林周不知道刚刚的动作有多亲密吗 是自己 想多了吧 许念初从桌兜里拿出书本 将脑袋整个放了上去 她需要静一静 许念初不知道的是 此刻的林周 也快疯了 十八岁的年纪 真的不经聊 天知道 刚刚的小同桌多么的诱人 天知道 她忍了多久 才没有去摸她 天知道 她根本不想快速抽回手 可是 如果不抽开 怕是再也不想抽开了 天知道 她现在根本无心上课 满心满脑子 都是小同桌的唇 真的 好软啊 第105章 秦宇田 你没事吧 林周甚至想抱上去 亲上去 尝尝那出微甜 但 她克制住了 好在 克制住了 只是 这狂跳的心脏 却怎么也控制不住 活了两世 林周第一次知道 自己居然也会紧张 真神奇啊 小同桌 从课桌里拿出课本的时候 林周没有看到 已经准备上课的李诗运 再次看向了他们 而他们刚刚的举动 全被她看在眼里 李诗运瞬间感觉心口更酸了 她决定 今天一天都不能看林周了 她要自己好好想想 距离上课还有两分钟 高一五般的走廊上 却一直站着一个人 秦宇田 自从从林周的教室门口回来 她整个人都有些不正常 不停地在教室门口 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足足走了十分钟了 现在 还不打算进教室 教室里的人都在看向她 男生们在看美女 女生们在担忧 秦宇田的同桌方云 看不下去了 她走了出来 拉住了转圈圈的秦宇田 秦宇田 快上课了 进教室啊 哦 对对 要上课的 我要上课的 走走走 她低着头往教室走去 方云一阵无奈 秦宇田 那是前门 我们的位置从后门更方便啊 以前都是从后门进的 今天这是怎么了 啊对对对 后门 后门 走吧方云 跟着秦宇田走回教室 坐了下来 方云还是有点带 今天的秦宇田 真的很不正常啊 穿了裙子 戴了假发和帽子 彻彻底底变成了 甜美可爱小女生 惹得班里的男生们 轮番尖叫 第二节下课 还马不停蹄地出去了 等回来后 就变成了这样 像是一个 嗯 傻白天小傻子 和可爱一点都不沾边了 这不 这家伙这会儿正从课桌里 拿出来一本言情小说傻笑 要知道 言情小说这种东西 只能在课桌里面偷偷看 有的时候 还要用其他大一点的书遮住 不然就会被老师发现 还会被没收 他今儿怎么这么大胆了 眼见老师就要进教室了 方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他一把将言情小说拽了下来 放进自己的课桌里 这书他还没看完呢 一直等着秦宇田看完给他看 可不能被老师没收了 哎 你 秦宇田喊了一声之后 发现老师进了教室 他惊吓地捂住了嘴巴 赶紧拿出了正确的课本 然后默默胸口的位置 尝出一口气 好险 谢谢你啊方云 方云以为秦宇田终于正常了 他摇了摇头 不客气 但一分钟后 他看见秦宇田又开始发呆了 不但发呆 还在傻笑 方云一脸猛逼 秦宇田 小声地喊了一声 发现秦宇田没有反应 方云只好扯了扯秦宇田的袖子 秦宇田 这次 秦宇田终于有反应了 他看向了他 方云问道 你怎么了 秦宇田慌张地摇了摇头 没 没怎么 嘿嘿 方云 这还叫没怎么吗 这明显更傻了好吧 我说 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啊 你不是去看你那个不靠谱的哥哥吗 谁说我哥哥不靠谱的 我哥哥贼靠谱的 方云 也不知道是谁前阵子天天哭喊 说自己妈妈给自己找了继父 继父他很满意 但是继父家有个神经病哥哥 非常讨厌 为此 方云还帮着他出谋划策 怎么才能让那个哥哥变得好一点 怎么才能保护秦妈妈 这才隔了几天 怎么就变成了非常好的哥哥了 秦宇田 你没发烧吧 没啊 我好得很 那你 唉 方云 你见过自己的偶像吗 秦宇田忽然地问话 让方云愣住了 偶像 你说周董那种吗 啊不是不是 就是你附近 你非常崇拜的人 我附近 方云摇了摇头 你说像学神那样的吗 因为每个班的班主任都在说 所以许念初已经成为了一中所有女生心目中的学神 他们都在默默地以他为榜样 向着他努力 是啊是啊 方云摇了摇头 我没见过呀 学神那么高高在上 我怎么可能见得到 可是 我见到了 哈哈哈哈 连续笑了几声 秦宇田发现 正在黑板上出题的老师扭过了头 看向了他的方向 他赶紧低着头 捂住了唇 声音也降低了不少我见到咯 嘿嘿 方云一脸猛逼 啥意思啊 你见到学神了 是啊 嘿嘿 方云这会儿也顾不上秦宇田傻不傻了 立刻凑了过来 学神 啥样啊 是不是真和我们之前讨论的一样 特别高冷 特别难接触 每天就知道学习 都不代理人的 怎么可能 秦宇田摆了摆手 高兴地说 嗯 学神 停顿了一会儿后 他忽然改了主意 我不告诉你 方云感觉自己的心 好像被猫挠了一样 自从将学神当成偶像后 他每天每天 都在和秦宇田讨论学神 幻想着学神的模样 此刻 秦宇田这死妮子 居然不告诉他 实在是 太过分了 他扯着秦宇田的袖子 做撒娇状 田田 好田田 说说嘛 要不 一包锅巴 我下课就给你买 听见这话 秦宇田顿时心动了 好 成交了 说完后 他也凑到方云的身边 开始描述 学神啊 他温柔 善良 善解人意 还特别的勇敢 对人特别好 啊 这 这样吗 怎么和想象中的学神 完全不一样 想象中 应该十分高冷才对啊 嗯嗯 他说话的时候 一点架子都没有 还特别为你考虑 是个很好 很好的姐姐 这么好吗 方云听得入了神 那我们岂不是没看错偶像 当然没看错啊 他这么好一个人 当得起偶像两个字的 不对啊 秦宇田 你才刚刚见了学神一面 怎么就知道 学神什么样了 因为 他是我哥哥的小童桌啊 第106章 有个哥哥真好啊 一想到这里 秦宇田就格外的自豪 学神 偶像 居然和哥哥关系那么好 突然觉得 有个哥哥真好啊 此时的方云 已经震惊了 什么 你哥哥 你哥哥的童桌 是啊是啊 你那个学渣哥哥 啊不不不 我哥哥 现在不是学渣了 他现在学习可好了 上次考试数学 还考了150分呢 那不是抄的吗 才不是 方云 你怎么能这样 我哥哥是凭借实力考的 抄不是你说的吗 怎么回事 方云噎了噎 秦宇田 你哥哥最近给你下了迷魂药了吗 没有啊 我只是 只是突然觉得 哥哥好好 他还送好看的帽子 给我 就是你头上的这个 是啊是啊 好看吧 确实挺好看的 哎不对啊 秦宇田 你该不会是因为你哥哥 才穿了女装吧 秦宇田认真地点了点头 是啊 哥哥说 我穿女装肯定好看 事实证明 他是对的 嘿嘿 方云觉得这个女生很善变 善变得有些无语 他上下打量了一下秦宇田 想确定一下 他是不是被调魂了 怎么突然变成了 哥哥的小迷魅啊 以前的秦宇田可不是这样的 我哥哥还 行了行了 别说你哥哥了 你的偶像不是学什么 怎么一直在说哥哥吗 啊 我有吗 你觉得呢 秦宇田不说话了 他好像确实一直在说哥哥 可是 哥哥的好 好像突然说不完了 学生 因为和你哥哥是同桌 你才认识的吗 秦宇田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是小同桌 啊 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啊 小同桌和同桌肯定不一样 小同桌 小同桌这个词 说了一半 秦宇田停了下来 方云一脸猛逼 小同桌怎么了 哎呀你不懂 算了不跟你解释了 小同桌这个词 自然是亲密啊 只有我哥哥才能这么叫呢 我哥哥的小同桌 我哥哥的心上人 我哥哥喜欢的人 是学神啊 我哥哥 眼光真不错 秦宇田更加觉得 有哥哥真好啊 方云有点茫然 他发现 秦宇田再次将话题 扯到了哥哥的身上 方云决定赶紧转移话题 既然都见到学神了 你怎么还不开心啊 因为 因为 秦宇田整个人丧气地 趴在了桌子上 笑容消失了 患上了淡淡的忧伤 因为 其实之前我就认识学神了 但我不知道是他 然后经常在他的面前 杂杂呼呼的 还穿着不好看的假小子装 还 还 说着说着 秦宇田快哭了 人家见偶像 都将自己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他怎么救 就因为这个呀 是啊 那完全不必伤心啊 你不是说学神人很好吗 他应该不会在意这些吧 不会在意吗 秦宇田 喃喃自语了一番 然后想起了认识许念初后 发生的事情 他好像真的不在意啊 即便他是个假小子 也愿意对他好 跟他玩 嗯嗯 肯定不会在意的 可是 我刚刚一直到时他就跑了 扑 秦宇田你也有如此胆小的一面啊 没看出来啊 哎呀 你别取笑我了 快想想该怎么办吧 我得赶紧补救一下 这个呀 我想想 方云咬着笔 思考了一会儿 忽然有了答案 你再去找他 就说自己那会儿有急事 不得不走 其实很喜欢他的 这样行吗 肯定行 秦宇田咬住了唇 那 我找个机会试试吧 方云 谢谢你 不客气不客气 你要真想感谢我的话 找个机会让我也见见学生 啊 这个啊 我想想啊 两人这一聊 就聊到了下课 这节课讲的什么 他们完全没听进去 上午放学 灵州就带着刘世明和许念初 钱果果一起去食堂吃饭了 走到前门的时候 他看见了拿着饭盒走过来的刘星辰 看见是他 刘星辰忽然笑了起来 还下意识地站住身形 敬了个礼 英雄 你们好 我是刘星辰 灵州 不得不说 这个年纪的学生的确有些中二 他只好道 你好你好 英雄 我听我妈讲了你的事 还没来得及谢你吗 要不是你 我妈可能也受伤了 要不 要不我今儿中午请你在食堂吃饭吧 不了吧 我这儿还有四个人呢 没事 我一起请 灵州刚想继续拒绝 就见王子晨从教室里走了出来 他一把拉住刘星辰 看都没看灵州一眼 就往外走去 刘星辰吓了一跳 唉 王子晨 你干嘛 你要带我去哪啊 操场 啊 去操场干嘛呀 王子晨没有回答 但是动作却未停 刘星辰只好喊道 英雄 看来 今天我吃不上饭了 等下次 下次有机会 我一定请你 灵州摆了摆手 去吧去吧 旁边三人看着这一幕 面面相去 许念初有些担心 灵 灵州 王子晨不会和刘星辰打架吧 毕竟今天 王子晨说是刘星辰告诉他灵州的事情的 如今 王子晨因为这个要去跑二十圈 估计脾气不好 没事 不会打架的 要打在教室的时候就打了 可是他们 王子晨应该是让刘星辰陪他跑二十圈 别担心 跑不死人 我们先去吃饭 好 好吧 几人这才一起往食堂走去 此时的刘星辰已经疯了 刚到操场 他就被王子晨推上了跑道 在他还没反应过来之际 王子晨开始做起跑的姿势 看见刘星辰没动 他特地转过头来 看向了他 眼神微微眯起 这动作把刘星辰吓了一跳 他只能陪着笑吻 王子晨 咱有话好好说 我要是做错了 我跟你道歉 还说什么 不用道歉 那你这是 王子晨用眼神示意了下 你看不出来吗 跑圈啊 啊 可是 别他妈可是了 这件事是你给我的错误信息造成的 你不跟我一起跑吗 скary